曹文斌穿越到了玄幻世界 成为了曹家圣子 可惜 这是个玄幻综合小说未免 气运之子遍地走 天命主角多如狗 他曹家虽然是中州最大的势力 可若是一步踏错 那立马就会满盘皆输 好在曹文斌在穿越之时 获得了一本神书 如若不然 他就真的只能混吃等死了 而作为曹家唯一的圣子 曹文斌处理问题的方式 第001章 那主角老祖为妾 什么 你看上那叠家老祖了 想要纳他为妾 看着几步之外 那满脸惊恶的父母 曹文斌没有任何犹豫 当即就点了点头 说实话 他其实也不想这腰杆 毕竟这位叠家老祖 少说也得有五六百岁了 虽然在这个世界里 牛逼的人物都能青春涌重 外界也都说 那叠韵鱼长得倾国倾城 天下少有 但那毕竟只是传闻 身人到底长什么样 谁也说不准 可即便是有万般的不愿 他曹文斌也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他要是不拿下这叠韵鱼 那在不久的将来 他就会被干掉 哎 我的运气咋就这么背呢 别人穿越 要么就是无敌于世 要么就是有系统傍身 再不济 那也是天命之子 虽然前妻可能会吃点苦 但最起码性命无忧啊 凭什么到了老子这里 就成为天命大反派了呢 没错 此时的曹文斌 已经不是之前的曹文斌了 这具身体里 住着一个来自于蓝星的灵魂 不过巧合的是 两人都叫曹文斌 而作为穿越者 他也是有金手指的 可他的金手指 却是只是两本书 一本的名字叫 《异界龙王》 书里面所描述的 就是这个世界 未来会发生的事 根据书籍记载 他在三个月之后 就会因为跟迭家的迭科 争风吃醋 从而被一拳打死 至于另外一本 则是名为《万美录》 与《异界龙王》不同 这是一本奇书 截止到目前 曹文斌还没有在该书之上 发现任何一个文字 所有页面 全都是人物虚影 不过第一次在脑海中 翻开这本书时 曹文斌就已经了解了 他的具体作用 简单点说就是 只要点亮册子上的虚影 那这本书 就会给他一份奖励 而那《蝶韵鱼》 正是第三十四页上的虚影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会跑来 央求自己的父母 让他们出头 帮自己取了蝶韵鱼 哼 只要此事成了 看你蝶科 还怎么对我出手 打不过你又能如何 老子用辈分压死你 想到高兴处 曹文斌的嘴角 就不自觉地翘了起来 但就在这时 臭小子 我看你是皮痒痒了 你知不知道 那蝶韵鱼 比老子都还要大两三百岁呢 怎么爹 你这是 想让我管你叫点啥吗 得到了曹文斌的确认后 曹子燕直接就爆发了 但就在他准备 动手教训一下这个逆子时 曹文斌的老妈 却是立马就将他给拦了下来 你着什么急 我倒是觉得 这个主意不错 文斌 也老大不小了 也是时候让他体会一下 红尘之好了 至于岁数大 这有什么关系 反正也就是个怯罢了 怎么 难道你不想找点抱孙子 这番说辞一出 曹子燕当即就无话可说了 作为一个一百多岁的人 他怎么可能不想抱孙子 再说了 曹文斌这个大号 由于体制不行 已经成为一个废号了 所以尽早抱上孙子 那一直 是他的一个愿望 那这事就由你来操办吧 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说完 他就拂袖离开了 而没了这个一脸严肃的父亲后 母子两人的交流 那立马就变得温馨了不少 文斌 快说说 你为何会突然冒出这种想法呢 难道是你看上那蝶鱼的美貌了 也不对啊 据说那女人 已经两三百年没露过面了 我都没见过她的真面目 你又怎么能见到呢 看着满脸八卦的林诗英 曹文斌无语地摇了摇头 内清他当然不可能说出来 要不然 这个异常户毒子的老妈 还指不定干出什么事来呢 其实以林诗英圣接的实力 想捏死一个的蝶家 那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毕竟在这个大帝不出的年代 圣接那就是战力天花板 可灭蝶家容易 但想杀死蝶客 那就是千难万难了 根据《异界龙王》记载 他被弄死了之后 整个曹家都被震动了 因为曹家的人丁本来就少 他这一辈更是单纯 但即便是他曹家 大帝竟的老祖都出动了 却依旧没能灭杀的了蝶客 在关键时刻 那家伙绝误入了一个传送阵 于是乎 蝶客不仅没死 反而还获得了一桩天大的机缘 最终在百年之后 回来替蝶家报了仇 老妈 你就别管这么多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赶紧促成这门轻人 我跟你保证 只要你能让那蝶鱼鱼 成为我的小妾 那两年之内 我必定能让你抱上大孙子 听到这话 林诗音的双眸之中 立马就迸发出了兴奋之情 你确定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好 嘴角一翘 随后林诗音的食指 就在虚空之中书写了起来 第002章 圣接伐旨 别看林诗音的动作很轻微 可林霄成的上空 却是在他动起来的一瞬间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先是灵气蜂拥而至 随后 一到由灵气构建而成的明皇卷轴 就缓缓地浮现在了众生眼中 而卷轴之上所呈现的 正是林诗音所书写的内容 蝶家之人听着 我儿文斌看上了你家的蝶鱼鱼 遇在三日之后 纳他为妾 沃尔等好生准备 莫要丢了我儿的面子 林诗音 霸道 极其的霸道的 没有商量 只有命令 直接就直白地告诉你 三日之内 你蝶家必须要把自家老祖 亲自送到我儿的床上来 圣接伐旨 这林霄城 乃是中州的最大的城池 所以 有识之士非常多 一眼就看出 空中卷轴的来历 蝶家这是要走运了 虽然只是一个小妾 但有了曹家扶持 那少说 也能再进一步了 之前他们是二流家族 再进一步的话 那岂不是说 蝶家有叫蝶鱼鱼的吗 我怎么没听说过 朋友 你暴露年龄了 这蝶鱼鱼 就是蝶家的老祖 正是因为有他在 蝶家 才能跻身二流势力的 唉 老夫曾有心目睹过 那蝶鱼鱼的绝世容颜 你们知道吗 在当年 曾有过这么一句话 那就是 一件蝶鱼物终生 不仅是大街上的 吃瓜群众在一轮 此时的蝶府之内 同样也是炸了锅 一世大殿 老祖乃是我蝶家的顶梁柱 怎可嫁人为妾 此事无需在意 大长老就不要再多言了 放肆 我蝶家自古以来 所采取的就是重义指 什么时候成你的一言堂了 家主 我同意你的观点 让老祖嫁与那小屁孩为妾 确实是天大的羞辱 可那是曹家 整个中州仅有的不朽实力 你想保留面子 那总得拿出一个 抗衡曹家的办法吧 很显然 蝶家已经分成了两派 双方各执一词 直接就炒成了一团 一派觉得 让老祖给一个小屁孩当妾 这简直就是起始大辱 绝对不能同意 而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正是蝶家家主蝶千秋 和他的儿子蝶科 至于另外一派 则是以大长老为首 他们都在叛祖成凤 从而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都闭嘴吧 双方吵得很凶 眼看就要动手了 但就在这时 一道仿佛能魅惑天下的声音 却是从门外传了进来 紧接着 一室大殿之内 就凭空出现了一个女人 老祖 没有任何犹豫 蝶家之人有一个算一个 当即就跪了一地 都起来吧 女人应该是有心事 所以在说完这句话后 就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蝶家众人也没有惊扰他 全都低头而立 态度极其地恭敬 不过万事都有例外 这部 拥有主角之姿的蝶科 就不像其他人那么老实 可在他抬起头来的一瞬间 他就呆住了 我的天 他怎么能这么美 古时那能让周王风火 戏诸侯的包四 想来也就这种水平吧 不行 我绝对不能让他嫁点那曹文斌 他是我的 谁也不能抢走 这一刻 蝶科的心 无比的坚定 而更让他欣喜的是 他的老师 居然也支持他的这个决定 你的这个想法很不错 他的针缝之体 对你修炼的火神诀 有极大的益处 如果你能 这些话语 是直接出现在蝶科脑海中的 与此同时 他右手无名纸上的戒指 也在微微地闪烁着 老师 那 本来嘛 蝶科是准备询问一下 要如何才能追到蝶鱼鱼的 可他的问题才刚说了个头 那沉默了半嗓的蝶鱼鱼 就开口说话了 你们去准备一下吧 三日之后 我就嫁过去 望祖成凤拍大喜 他们已经看到了 极其光明的未来 可蝶千秋和蝶科这对父子 却是大惊失色 老祖 这可万万使不得啊 我们不怕死的 大不了就跟他曹家拼了 听到这话 蝶鱼鱼先是一愣 随后他就笑了 千秋 你不会以为 我是为了保全家族 才做出这番决定的吧 这回轮到蝶千秋愣住了 难道不是吗 摇了摇头 蝶鱼鱼回答的异常肯定 当然不是 我之所以沉思 只不过是在考虑 要将自己卖个什么价钱吧 对于你来说 面子很重要 可在我看来 这玩意 却是一文都不值 我现在的实力是王者静忠气 如果谁能让我突破到涅槃境 那别说 是让我嫁给一个小屁孩了 就是让我嫁给一头猪 那都没问题 第00三章 针缝提名 三天时间眨眼急过 蝶家的喜叫 也很快就来到了曹府的侧门 没错 就是侧门 蝶鱼鱼毕竟只是个妾 根本就没权利从正门进 不仅如此 在整个入府的过程中 也没有盛大的迎接仪式 更没有高朋满座 迎接蝶家之人的 只有一个30岁左右的妇人 可即便如此 却还是让蝶家之人受宠若惊 因为这个妇人 是涅槃境巅峰强者 比他们的老祖 还要强出整整一个大境界 好了 你们可以把轿子放下了 邵夫人跟我走 至于其他人 就直接去饭堂吧 我们曹府 为你们准备了不少的好东西 前辈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蝶家带队前来的 并不是蝶千秋 而是蝶家的大长老 由于是望祖成凤派的 所以他非常的听话 把轿子一放 随后就带着其他人离开了 至于蝶鱼鱼 那更是比谁都积极 轿子刚一落地 他就挑脸走了出来 前辈 麻烦你带路吧 其实蝶鱼鱼 是要比富人大不少的 可在这个世界 打者为先 岁数那就是个屁 不过与刚才不同的是 此刻的富人 态度却是来了个 180度的大转弯 少夫人客气了 我只是曹府的一个管家 可当不得前辈二子 你以后管我叫小霞就行 蝶鱼鱼一愣 这名涅槃了的强者 竟然在讨好他 但很快的 他就反应了过来 人家讨好的 根本就不是他这个人 而是他少夫人的身份 尽管只是个妾 可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曹文斌的入木之兵啊 他的枕头风 那也是很有威力的 看来嫁给曹文斌 所能得到的好处 要比想象中的还要多啊 越想 蝶鱼鱼就越兴奋 于是乎 同样都心急如焚两人 很快就携手奔向了 曹文斌所在的院落 但即便全速前进 可以两人的实力 却还是用了将近十分钟 这才到达目的地 少爷 少夫人到了 没有得到回答 因为此事的曹文斌 已经被蝶鱼鱼的美貌给惊呆了 面容妖娆 长发披肩 一袭大红色的礼服 直接垂落余地 不管从哪方面看 这都是个妖精 最最关键的是 这蝶鱼鱼在低头之时 是绝对看不到地面的 网文作者成不欺我 穿越果然是老天的恩赐 这要是再蓝星 我这头牛马 怎么可能品尝到 这么美味的果实 想到兴奋处 曹文斌二话没说 一把就将蝶鱼鱼 给搂到了怀里 至于管家小霞 则是早已离开了 说说 你想得到什么吧 将头埋在绣发中的曹文斌 那真可谓是一脸的陶醉 不过他并没有忘乎所以 反而还异常地冷静 他很清楚 这女人之所以会嫁给他 看中的绝对是利益 至于感情 那不提也罢 我什么也不想要 只想陪你到天荒地老 这个世界上没有傻子 蝶鱼鱼 当然不会直接提条件 毕竟要是真那么干了 那这就不是结婚 而是在做生意了 而且有了刚才的经历后 蝶鱼鱼鱼也看明白了 只要他 能把曹文斌伺候好了 那以前他渴望而不可及的东西 就将变得一文不值 想要多少 那就能有多少 于是乎 夫君 春宵一刻值千金 有什么事 我们还是明天再聊吧 此时此刻 我们做应该做的 是探索人类的起源 说完 他还用自己的腿 蹭了蹭曹文斌的腿 要是在正常情况下 这点小诱惑 曹文斌还是能扛住的 可没成想 曹府之外的一座酒楼里 靠窗而坐的蝶鸽 正在喝着闷酒 而从他那迷离的眼神来看 他显然已经有几分醉意了 曹文斌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赶上我看上的女人 还有那蝶鱼鱼 你简直就是甜不知耻 为了变强 居然连自己的身体都能出卖 你不就是想要机缘吗 老子发现了一个圣街传承 你要是能把我伺候舒服了 那我就把传承让给你如何 越说 蝶克就越激动 其实 按照他原本的设想 此时的他 应该已经去抢轻了 可蝶鱼鱼的那番话 却是彻底打消了他的念头 毕竟 他就算是运气再逆天 那也不可能从曹府之中 抢出一个不愿意配合的人 贱祸 话音一落 蝶克就又来了一口酒 与此同时 曹府的中心区域 却是突然就浮现出了一只凤凰虚影 紧接着 这只是凤凰就仰天鸣叫了起来 针凤哀鸣 碰 心情激动之下 蝶克一拳就垂碎了面前的桌子 第004章 万美路的神奇 徒儿 你要稳住心神 再这样下去 心我可叫来了 就在蝶克即将陷入癫狂之际 他右手上的戒指 却是突然就开始闪烁了起来 紧接着 一股清凉之气 就涌进了蝶克的脑海中 呼 好险 也不知道这戒指当中 锁住的到底是何方神圣 总之 他确实是很有手段 这不 短短几秒钟之内 他就让蝶克彻底安静了下来 不过此人也确实能劳倒 徒儿 你要记住 实力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只要手脚在 那还怕没衣服穿吗 就算是你很喜欢蝶鱼鱼 那等你实力强大了之后 再回来将他抢走就是了 听到这话 蝶克的双眸立马就亮了 但仅仅几秒钟之后 就又暗戴了下去 可就算是抢回来了 那也是别人玩剩下的了啊 不难听出 蝶克依旧没有放下 杰杰 这你就不懂了吧 精力丰富的女人 那才是极品 她们就如同陈年佳酿 越品越香 好了 你还是尽快提升实力吧 你实力提升得越快 那 这一刻 戒指之中的人 还真有点想感谢一下曹文斌 毕竟 这可是绝佳的动力 曹府 曹文斌的住处 还挺懂事 瞄了一眼装睡的蝶韵鱼 曹文斌先是倾笑了一声 随后就闭目翻阅起了脑海中的万美路 很快的 该书就被翻到了第三十四页 与之前的纯灰页面不同 此时的第三十四页 已然变为了七彩之色 页面之上的虚影 也变为了蝶韵鱼的彩色照片 并且还多出了一行文字 姓名 蝶韵鱼 身份 蝶家老祖 实力 王者竟巅峰 颜值评分 93 忠诚度 81 住 该女子非常务实 你实力比她强实 那你就是天 可一旦你失了事 介绍得还挺详细 不错不错 有了她 就不怕自己的女人被刺了 在喃喃自语的同时 曹文斌的目光 就落到了页面的最下方 在那里 正有三个七彩箱子 在闪闪发光 这应该就是收录蝶鱼的奖励了吧 嘴角一翘 下一刻 三个箱子 就被她给接连打了开来 气韵掠夺数 在与天命之子掰手万石 如果能技高一筹 那就能掠夺对方的部分气韵为己用 住 气韵悬傲无比 气韵越旺盛 那所能遇到的奇遇 也就越多 旺气术 气韵神鬼莫测 但也有迹可循 大体可分为赤城黄绿青篮子这七级 切记 遇到气韵强迫你的 请立马开溜 如果不然 必将大祸临头 禁忌之体 一种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的绝世体质 拥有该体质的人 修为一日千里 未来无限光明 但也会遭到苍生嫉妒 甚至遭受天堵 曹文斌领取前两样奖励时 并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可当禁忌之体 融入他体内的一刹那 此方天地 立马就发生了巨变 哄 随着爆炸声响起 曹文斌的这处小院 直接就被炸成了虚无 那正在装睡的蝶蝴鱼 更是直接就被弹飞了出去 好在两人对战之时 他的衣服并没有被完全破坏掉 如若不然 那飞得走光了不可 而就在蝶蕴于异常迷茫之时 天地灵气 却是开始飞速地涌向了曹文斌 速度之快 甚至在他的周身 都形成了一个漩涡 怎么回事 此地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那曹家的高手 自然不会毫无所觉 于是乎 短短几秒钟之内 此地就围满了人 至于问话的 他自然就是心细儿子的灵诗音 可心急如焚的他 却是没得到任何的回应 因为唯一知道内情的人 已经被吓傻了 说实话 作为蝶家老祖 蝶蕴于那也算是 见多识广之辈了 可这么多高手 他却真是第一次见到 现场这么多人 实力最差的一个 都能随随便便地秒杀他 这就是不朽势力的底蕴吗 想什么呢 赶紧回到我的问题 蝶蕴于一惊 随后立马就躬身说道 回前辈 你不用着急 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动静 是因为文斌在与我做完那事之后 他体内隐藏的血脉觉醒了 目前正在静节 静节为 后天 先天 破碎 宁丹 人亡 王者 涅槃 准圣 圣人 大帝 大帝又分为十二品 至尊 属于大帝范畴 但又超脱于大帝 第005章 值钱了 林诗音一愣 随后立马就仔细地观察了起来 但发现确实如蝶鱼于所说的那般后 他直接就傻眼了 曹文斌资质差这个事 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 为此 整个曹家可谓是绞尽了脑汁 但最终却都是无功而返 可没成想 仅仅只是放了一炮而已 这个困扰了曹家足足二十年的难题 居然就直接烟消云散了 晕 原来这臭小子是憋的呀 早知如此 越想 林诗音就越兴奋 看蝶鱼于的眼神 也就越温柔 不过 就在他准备说点什么的时候 这方天地 却是又出现了异想 随着附近的灵气越聚越多 天空之上 居然慢慢地浮现出了九道虚影 而等他们完全成形后 这些虚影 就整齐华一地 冲着曹文斌败了一败 与此同时 众人的耳边 还响起了动人心神的哭嚎之声 九神叩拜 鬼哭狼嚎 文斌这是觉醒了什么体制啊 意象怎会如此宏大 亲眼目睹了一切的曹子燕 此刻都快疯了 因为就算是被誉为绝世天才 仅用一百年时间 就修炼到圣经的他 觉醒体制之时 也没能造成这么大的轰动啊 这是传说中的禁忌之体 你不认识到也正常 好在曹家能人无数 曹子燕不认识 但却有人认识 这不 随后一个儒雅的中年人 淡淡开口 曹文斌的底细 就直接浮出了水面 老 曹子燕下意识地就想说 老子都不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可等他看清了 开口之人的相貌后 他却是直接就跪在了地上 三族 你出关了 家主都跪了 那其他人 自然也是有样学样 参见老祖 当然 蝶蝴鱼由于不认识来人 所以反应慢了半拍 但他倒下的速度 却是不慢 没办法 他的腿被吓软了 周身道运环绕 说话言出法随 这人是大帝 而就在蝶蝴鱼一脑袋江湖时 刚刚行完里的灵诗音 却是急切地开口了 老祖 你说 我而觉醒的是禁忌之体 根据古籍记载 这种体质虽然强大无比 但却遭众生妒忌 一生会有非常多的 摆了摆手 来人并没有让灵诗音 再继续说下去 在寻常家族 这种体质 确实容易成为祸根 可在我曹家 那这就是天大的机缘 说完 三祖就淡淡地瞄了一眼虚空 君老鬼 灵老鬼 对我的话 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很显然 此时此刻 有人正在窥视着曹家 哈哈 老夫当然没意见 毕竟这娃娃的血液里 可是流淌着我灵家之血的 哼 你们两个老不死的不用得意 我家逍遥的荒谷圣体 可不比这禁忌之体差 嘴硬 冷哼了一声后 三祖就不再理会这两个老对手 转头就将注意力 都放在了蝶鱼鱼的身上 是你帮文斌觉醒的体质 蝶鱼鱼一惊 晚辈不敢鞠躬 我只是履行了身为妾室的职责而已 三祖点了点头 蝶鱼鱼的回答 让他非常满意 你无需这么谦卑 既然入了我曹家的门 那就算是我曹家的一份子了 这样吧 以后你的修炼资源 就按正七的标准来 说完 三祖的身影 就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而长辈走了之后 林诗英也放开了 一把就将蝶鱼鱼 给拽到了自己的身边 你快说说 我儿的战斗力怎么样 蝶鱼鱼被问猛了 但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挺强的 我差点都没招架住 林诗英得意一笑 我儿子果然哪哪都强 不过很快的 他就又正色了起来 鱼鱼啊 你要明白 人生在世 有些罪 那还是得受着的 千万不能因为怕苦 而将一些机缘拒绝掉 林诗英 那是越说越过 就连身为女人的蝶鱼鱼 都被羞得满脸通红了 那就更不用说 离两人不远的曹子燕了 于是乎 不可理喻 声音一落 他也脚底板抹油了 可林诗英 却是完全没有理会自己的夫君 鱼鱼 你别光点头啊 嘴角一抽 娘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至于能不能有所收获 说到这里 蝶鱼鱼的脸上 就露出来无奈之色 毕竟这种事情 可不是他能控制的 其实 他也是想弄出人命的 因为母瓶子贵嘛 这要是能弄出个男孩 那他绝对能一飞冲天 好好 你能这么想 那就够了 第六章 去蝶家做客 傅君 你终于醒了 看着实力突飞猛进 仅仅两天时间 就从后天中期 突破到了先天巅峰的曹文斌 蝶鱼鱼的双眸之中 立马充满了兴奋之色 他是真的高兴 毕竟他和曹文斌 属于一根绳上的蚂蚱 曹文斌越强 那他能得到的好处 也就越多 是啊 终于醒了 不得不说 你这谈陈年老九 后劲可真大 讨厌 撒娇状态下的蝶鱼鱼 那真可谓是风情万种 霉梢寒情 于是乎 曹文斌的心 当即就飞速地跳动了起来 当然 身体是一个整体 心脏这个发动机 竟然都跳了 那有些地方 自然是立马就响应起了号召 不过曹文斌 却是并没有让他得逞 反而 还带着蝶鱼鱼 直接就出了门 这是要去哪 夫君 你才刚醒 我们应该先去跟爸妈 打声招呼的 轻轻地翻了一个白眼 管他们干嘛 赶紧带我去你们蝶家 我要体验一下 当老祖的滋味 蝶鱼鱼先是一愣 随后就无语地摇了摇头 你取我的目的 不会就是为了这个吧 虽然这是事实 但曹文斌却是并没有承认 哪能呢 我之所以点名要你 是因为当初逛街时 听到一个老头说了一句 一生戎马心孤单 不日欲于心不甘 于是乎 曹文斌并没有把话说完 但蝶欲于 却是啥都明白了 可还没等他吐槽两句呢 两人就已经来到了蝶家的门口 恭迎两位老祖 也不知道蝶家大长老 是如何知道曹文斌要来的 总之在他到来之前 这老头就已经领着一大票人 在大门口等待着了 而这其中 就包括蝶克这位气韵之子 青涩气韵嘛 怪不得能从大地的手中 逃出升天呢 几乎就是第一时间 曹文斌就利用旺气术 观察起了蝶克的底细 妈的 趁着今天这个机会 老子最少也得消掉你一成气韵 想到这里 曹文斌的大手 当即就搂在了蝶欲于的腰上 你干嘛 蝶欲于很不减 这不是利用你撑场面吗 乖哈 配合着点 真是拿你没办法 嘴里虽然在吐槽 可蝶欲于 却是并没有拆曹文斌的台 反而还极其的配合 脑袋一歪 直接就靠在了曹文斌的肩膀上 说实话 两人的容貌都极其的出众 站在一起 那还真有一种 惊童玉女的即视感 可越是这样 蝶克那就越是愤怒 狗男女 甜不知耻 蝶欲于 你要是真忍不住了 那来找我啊 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 你难道都不懂吗 这一刻 蝶克的牙都快咬碎了 但可惜的是 他除了自己弃自己 其余的什么都改变不了 至于出手教训曹文斌 那此时的他 却是决定不敢的 毕竟他还没得到圣洁传承 手中除了一个戒中老爷爷 再就没有其他的底牌了 你们给老子等着 最多三天 我就会让你们 所有人都后悔 你确定旁边的屋子 就是那蝶克住处 虽然不明白 曹文斌为什么要问这个 但蝶欲于却还是点了点头 我在蝶家有绝对的话语圈 他们是不可能骗我的 再说了 我也能感觉到 那个叫蝶克的小辈 此时就身处隔壁 对了 你为何如此关注这个蝶克 难道是他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蝶欲于不傻 曹文斌醒来之后 既不去见自己父母 来到蝶府之后 也不用餐 反而关心起了一个蝶家的后辈 这就证明 那蝶克一定有问题 而曹文斌也没瞒他 蝶欲 如果让你跟自家的后辈抢机缘 那你能下得去手吗 没有任何犹豫 蝶欲于飞速地点了点头 要是这机缘对我有好处 那自然是下得去手的 毕竟对于蝶家而言 我才是根本 只有我强大了 那蝶家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不得不说 这女人是真的很冷静 怪不得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 却还能活这么多年呢 既然如此 那你一会就配合我一下吧 只要你叫的声音够大 能让那蝶克一直听到 那等到明天 我就送你一个圣洁传承 蝶欲于的眼睛亮了 随后二话没说 直接就点头答应了下来 至于丢不丢人 那已经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了 再说了 就算是听到了啥 那蝶克也绝对不敢去乱说 现在就开始吗 我什么时候都行 第七章 心在滴血 碰 听着隔壁传来的动静 蝶克直接就将手中的茶杯给捏爆了 而双目泄红的他 也顾不得那正在流血的右手了 贱人 甜不知耻的贱人 你怎么能这么骚 隔壁每传来一道撞击声 或者是一道呐喊声 那蝶克立马就会喃喃自语一句 与此同时 他身上的气韵之光 就会变淡一分 刚开始时 他身上的颜色 还是轻到发蓝的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颜色却是越来越淡 等天色渐渐变亮 隔壁再无声息之时 他身上的青色已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 就只剩下了绿色 唉 这小子哪都好 就是星星太差了些 出生就是蝶家少主 又被誉为绝世天才的经历 让他根本就不知道 何为挫折 看着一夜未睡 并且声音都沙哑了的蝶克 借中老人无奈地苦笑了起来 而他之所以没有出生提醒 正是想借此机会 好好地磨练一下蝶克的星星 可他哪里知道 就是这一番磨练 却是直接将蝶克的前程 给磨练没了 如果说之前拥有 青色气韵的蝶克 待气韵耗尽后 能成长到大地级的话 那此时的蝶克 圣接就已经是 他的天花板了 除非是他再有奇遇 能再次提升自己的气遇 而对此一无所知的 借中老人 此刻还在沾沾自喜呢 直至日上三竿 他这才施展清星咒 将蝶克唤醒 师尊 我又失态了 你还别说 虽然丧射未来 可经过此番洗礼的蝶克 却是明显成熟了不少 你能想明白最好 记住 不管在任何时候 实力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那曹文斌 为何能随意 玩你家老祖 想把他摆成什么造型 就把他摆成什么造型 究其原因 不还是因为他实力强吗 轻轻地点了点头 念头通达的蝶克 也认可了自己老实的话 随后他二话没说 起身就冲出了蝶斧 狗男女 你们给我等着吧 待我从圣接古墓出来后 就是你们的死期 到石南的沙吊 至于蝶韵鱼 林霄城外九百里 群山之间的一个山洞外 靠着《异界龙王》的描述 曹文斌和蝶韵鱼 终于是找到了这处机缘 而两人来的也正是时候 他们刚到 洞府门口的禁止 就随之消失了 这真的是一位圣接的陵墓 与曹文斌的淡定不同 感受到里面的气息后 蝶韵鱼的郊躯 当即就颤抖了起来 没办法 穷惯了的人 冷不丁地见到一座金山后 确实很难保持淡定 好了 你赶紧进去吧 虽然这座船程 无法让你直接成圣 但将你提升到涅槃境 那应该还是不成问题的 深吸了一口气 待自己完全平复下来后 蝶韵鱼这才郑重地说道 那我就进去了 等出来之后 我再好好伺候你 说完 他就闪身进了洞窟 至于曹文斌 则是扭头就下了山 当然 他并不是要回家 而是要去看一场好戏 那是他为蝶科特意安排的 当日傍晚 经过一番长途跋涉后 蝶科也终于赶到了山脚处 在往日 这里那绝对算得上是 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了 可今日 此地却是人声鼎沸 在一些入山的关键地带 更是有人王静的强者 在带队把守 本来嘛 蝶科的心情 还是很不错的 脑海中也一直都在幻想着 一飞冲天后的情景 当然 主要还是在回味着蝶鱼鱼的声音 可等他发现此地的不同寻常后 他的脸色 却是直接就变了 难道是圣街古墓被发现了 想到这里 蝶科当即就向着关卡冲了过去 至于那里的守卫 他却是已经顾不得了 但可惜的是 此时的他 根本就没有强行闯卡的实力 作为天命之子 越级战斗对蝶科来说 那也是家常便饭 可此时的他 却是只有破碎镜巅峰的实力 就算是战斗力再强 那也根本就不可能是人王静的对手 毕竟 双方足足差了两个大境界 于是乎 在挨了两巴掌之后 蝶科就只好跟这群人讲起了道理 你们是什么人 这里明明是荒山 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本来蝶科以为 这群人会拿出一些文件 然后跟他讲一堆大道理 以此来证明 他们的做法是合理合规的 可没成想 被质问的人在冷笑了一声后 就说出了一番气死人不偿命的话 凭什么不让你进 告诉你 就因为此地被我曹家看上了 在这中周 我曹家看上的东西 那就是我们的 第八章 半路杀出了一个成咬精 咔咔 听完这番霸道之语后 蝶科的拳头都差点被捏碎了 曹家 又他妈的是曹家 怎么哪都有你嘛 可即便是再愤怒 他也只能忍着 甚至 还得强行挤出一个笑脸来 毕竟这次的机缘 对他来说极其的重要 这位前辈 家父病重 我必须得快点赶回去 如若不然 我可能就见不到他最后一面了 你就行行好 放我过去吧 不光嘴灾卖惨 蝶科的手也没闲着 找了一个没人注意的空档 一张银票 直接就被他给塞到了守卫的怀中 而他的这一招 也果然有效 曹家守卫鬼魅一笑后 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看在你这么有孝心的份上 那我就给你指条名路吧 我们曹家之所以封山 是因为我家少主和他的小妾 正在此地打猎 你想过去也可以 但为了表明 你没有携带攻击性武器 那除了遮羞用的短裤 其余的东西 都得留在这里 一瞬间 蝶科那帅气的小脸 就直接仗成了猴屁股 羞辱 这是赤裸裸的羞辱 但他却是只能忍着 并且这一次 他还忍得心甘情愿 因为从这个守卫的回答中 他知道了圣接目的 还没有被发现 这群人来此的目的 只是为了不让旁人打扰曹文斌 和蝶鱼游玩 于是乎 沉默了两三秒后 蝶科就开始脱起了衣服 直至只剩下一条内裤 现在可以了吧 上下审视了一番 随后守卫 就将目光落在了蝶科的右手上 这没戒指也得留下 当然 你要是对我们不放心 那也可以 找个无人的地方买起来 要是别的 那蝶科绝对不会在意 甚至就连尊严 他都可以丢在地上反复践踏 可唯独这个戒指 他却是打死都不会 将其摘下 毕竟这里面的老爷爷 是他的基本盘 不过 就在他准备放弃这里的机缘 将衣服重新穿上时 到路的尽头 却是突然就驶来了一辆马车 紧接着 一道傲娇的声音 就从马车之内传了过来 好狗不当道 赶紧给姑奶奶让开 如若不然 我就要让你们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哄 听到这话 曹家守卫怒了 虽然在这个卧虎藏龙的中周 他们算不得什么人物 可宰相门前七品官 他们是不行 但他们身后的人 却是行了 于是乎 哪里来的小丫头 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 你家的大人 没告诉你 出门在外 不能太嚣张吗 马车里的人沉默了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被骂猛逼了 但仅仅几秒钟之后 反击就来了 好 很好 我武卿梦掌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遇到 敢这么跟我说话的 今天我要是不把你的臭嘴撕烂 那我就不信武 声音一落 马车的速度 明显就提升了一档次 暗处 在对方爆出名号的一瞬间 曹文斌立马就翻阅起了 异解龙王 并且很快就查清了 这女人的所有信息 武卿梦 天武皇朝的小公主 父亲为天武圣主武林天 准圣巅峰修为 母亲是天武帝后裴洛雪 准圣初期的修为 四天后 与蝶科相遇 并且双方一见钟情 私定终身 人生最大的机缘 在返回天武皇朝的路上 会捡到一只小狐狸 此狐乃九尾天狐的后裔 成长上线为圣级 到了后期 她是武卿梦不可或缺的帮手 好家伙 原来是天命女主来护肤了 曹文斌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原本的计划 是想将蝶科的戒指给骗下来 然后这些蝶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想到办法 让戒中老爷爷臣服自己 如此一来 蝶科绝对就翻不起什么浪了 可现在看来 他的步子 卖得还是有些大了 已经把蝶科的运气 给刺激的主动护主了 不过一个天武皇朝的公主 可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嘴角一翘 随后曹文斌就快步走了出去 之所以这么自信 是因为天武皇朝 乃是曹家的附属势力 武林天登基时 还是曹子燕给家的免呢 好了 都给我消停会吧 当曹文斌到达现场时 双方人马已经是吵到脸贴脸 眼瞅着就要动手的程度了 至于蝶科 则是正准备借此良机 往大山里面溜呢 但可惜的是 曹文斌的到来 直接就将他的如意算盘给打碎了 万般无奈之下 他就只好在借中老人的帮助下 躲到了武清梦的车队里 妈的 你不是在打猎吗 到处溜达什么啊 第九章 自动展开的万美路 小白脸 你又是谁 看到又有人拦在了自己的面前 武清梦当即就炸了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多 赶不给他面子的人 而且这个心来得更过分 居然敢命令他 不过他的话才刚出口 马车之内就响起了一道 略带焦急的声音 猫儿 不得对少主无礼 这话一出 马车周围的人 进阶大惊 特别是刚刚藏好的迭科 更是汗都下来了 本来嘛 在看到马车上下来的人这么硬气后 他还以为是来了一个 那跟曹家掰手腕的牛逼势力呢 可没成想 却是个营养辣头枪 别说跟曹家掰手腕了 从称呼上来看 甚至都得给人家磕一个 不行 此地不能久留 甚至连这林霄城都不能留了 如若不然 迭科一边嘀咕 一边就开始观察起了地形 准备四季而逃 其实要是没有意外的话 那这一次 他绝对地脱层皮 武清梦这个小丫头 根本就救不了他 可车厢里的人这一开口 事情立马就变得不一样了 车内的仙子既然认识在下 那为何不现身一剑呢 曹文斌之所以对车里的人这么上心 是因为就在刚刚 他脑海中的万美路 居然自动翻越了起来 并且最终停留在了第二十二夜上 很显然 车里坐着的是个榜上有名的美女 而按理来说 他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那车内的人 也应该下来大礼参拜他了 可没成想 少主 外面人多眼杂 还是你进来吧 听到这话 曹文斌先是瞄了一眼车队的右后方 随后就在迭科惊恐的注视下 斜笑着钻进了车厢 对他来说 打压天命之子 确实重要 可跟提升自身的实力相比 那就算不得什么了 毕竟不管到什么时候 打铁 那多的是自身硬 与外界的日落西山 暗淡无光不同 车厢之内 却是灯火辉煌 而随着双目适应了强光后 曹文斌也终于看清了 说话之人的模样 只见此人正轻挑地侧握着 即便是曹文斌 一屁股坐到了他的脚边 他依旧没有坐起来的打算 一袭黑色纱裙 将那近乎于完美的身材 给覆盖住了大半 他青丝如铺 肤白胜血 被肉色丝袜包裹着的美腿上 还带着一个 不知是什么宝石之城的脚链 真不愧是万美路上的美女 这长相 确实没得说 细看之下 他似乎要比蝶鱼鱼还漂亮 难道这万美路上的女人 叶数越靠前 长得就越带劲 想到这里 曹文斌突然就激动了起来 二十二叶的 都长成这样了 那第一叶的 不得是天仙啊 而就在曹文斌陷入到遐想之中时 那一直在侧躺着的女人 也终于动了 不过 他依旧没有坐起来 只是将自己的两条丝袜美腿 给放到了曹文斌的怀中 少主 奴家叫做裴洛雪 是天武皇朝的帝后 在你刚出生的时候 我还抱过你呢 说完 他的小脚还调皮地动了动 真他妈的浪 说实话 就算是这女人不诱惑的他 那为了能获得奖励 等时机成熟时 曹文斌也是绝对会出手的 不过这女人既然主动配合了 那倒是 让他省了不少心 于是乎 他的一双大手 当即救 当然 手都动了 那嘴自然也不会闲着 原来是裴仪啊 真是失敬失敬 对了裴仪 你与人打招呼的方式 还真是特别啊 别人都是伸手 而你却是伸脚 不愧是以为人母 并且爬上了地后之位的女人 裴洛雪的脸皮 那还真不是一般的厚 面对这样的调侃 他不仅没脸红 反而还微笑着反击了起来 这么说来 少主是不喜欢了 既然如此 那奴家说回来就是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做事就要动 而曹文斌虽然明知道 他是在装腔做事 却是依旧没能忍住 别 果然 这个字一出 裴洛雪立刻就停下了腿部的动作 老娘就是知道 每人能拒绝得了 我的腿 这一刻 裴洛雪的脸上 充满了得意 但很快的 他的表情就僵住了 因为曹文斌 居然在试图突破防线 别 这一下 轮到裴洛雪失态了 他刚才确实是在勾引曹文斌 其目的 是想让这位曹家少主 帮他点忙 可他也是有底线的 背盘一盘 那倒无所谓 毕竟又不会少块肉 可作为帝后 他确实是绝对不能 第十章 为了儿子 看着在那里摆弄头发的曹文斌 裴洛雪那近乎于完美的小脸 直接就红成了猴屁股 没错 他刚才全面溃败了 呼 深吸了一口气 待自己的心跳稍微恢复了一些后 裴洛雪这才媚眼如丝地说道 少主 这回我们可以谈点正事了吧 你说吧 我听着呢 说是这么说 可曹文斌的注意力 却是依旧都在这女人的腿上 武林天的心也是真大 居然敢 让你这种绝世游物单独出门 他难道就不怕自己变成大草原吗 裴洛雪轻轻地翻了一个白眼 你以为谁都有你这么大的胆子 别忘了 我可是天舞地后 就光是这个名头 就足够震慑一切了 再说了 我本身也是准胜强者 我如果不愿意 这中周有几个能强迫我的 瞄了一眼满脸傲娇的裴洛雪 曹文斌的征服欲 瞬间就又布满了心房 不过还没等他再次行动呢 裴洛雪就转移起了话题 很显然 经验丰富的他 已经发现了曹文斌的异样 少主 我这次前来林萧城 名义上是来恭贺你 觉醒禁忌之体的 但主要目的 却是来主家寻求帮助的 双目微微一亮 曹文斌立刻就来了兴趣 寻求帮助好啊 只要这女人有求于自己 那他不就有上手的机会了吗 不过他却并没有急着插嘴 而是静静地等待了起来 他知道 这女人既然说了 那就绝对会一口气说完 果然 少主 我夫君目前已经在位六十年了 按照主家的规定 到了这个期限 皇朝就该选立太子了 本来嘛 我儿成风 应该是当之无愧的皇位继承者 毕竟他乃是嫡长子 可在几个月之前 武城前那个剑种 也不知是遇到了什么奇遇 居然一改之前的顽固秉性 变得很有上镜心了起来 不仅制造出了一些样式很好看的衣服 更是研究出了一种 能装备平民的武器 那武器很神奇 虽然对我被修饰没用什么 但却能在百米开外 收割普通人的性命 防不胜防 并且 原本资质很平庸的他 修为也开始突飞猛进了起来 短短几个月 就从后天突破到了结丹境 于是乎 原本毫无波澜的立处适宜 立马就变得混乱了起来 后面的话 裴洛雪没有再说 但曹文斌却是猜出了一个大概 他儿子在与那个五成千的交锋中 应该是渐渐地落入了下风 所以 身为母亲的裴洛雪 才会不远万里地来主家寻求帮助 至于结果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碰了一鼻子的会 如若不然 身为地后的裴洛雪 也不会祭出诱惑他这种下下之策 唉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虽然满脸的感动 可他盘完人家双腿的两只大手 却是从未听过 这么说来 裴洛雪我叫上车的目的 是想让我帮帮你儿子咯 点了点头 这一刻 裴洛雪的眼中充满了期待之意 作为曹家唯一的继承人 曹文斌如果选择了站他儿子这边 那五成千就算是表现得再逆天 你绝对是毫无胜算 而曹文斌也没有让他失望 不过 裴仪 我很想知道 如果我把你儿子扶上了储君之位 那我又能得到什么呢 裴洛雪沉默了 扮赏之后 他这才咬牙说道 临天对外官宣之时 就是我扫踏以待之日 嘴角一翘 成交 不过 我希望地点时皇后请功 狠狠地翻了一个白眼 但裴洛雪 却是没有拒绝 毕竟是都做了 又何必在乎地点呢 万一让这家伙高兴了 那说不定还能得到更多呢 行 但我们先说好啊 你不能强行给临天下命令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一代帝王 你要是太盛气凌人的话 那很容易激起他的逆反心理 要是让他对乘风产生了看法 那可就真晚了 即便是裴洛雪不说 那曹文斌 也是绝对不会这么干的 他倒不是在意武林天 毕竟也就是一个家臣而已 量他也翻不起什么浪漫 真正曹文斌忌惮的 是那个突然崛起的五城前 因为从裴洛雪的描述来看 这家伙妥妥的 就是一个主角模板 不出意外的话 这家伙还有可能是他的老乡 真正的老乡 而异界龙王 很快也为他证实了这一点 第十一章 还真是有缘啊 穿越之前是机械学博士 金手指是声望越高 实力就越强 两个月之前在逛拍卖会时 买下了一位身受重伤的准胜强者 目前已经被治好 一个月之前 再无意间觉醒了规律特质 与人打赌 就能提升气域 好家伙 这纯纯就是个爽文主角啊 比迭克还要逆天的存在 越看 曹文斌就越心惊 与此同时 那颗 想要帮助武成风的心 也就越发的坚定 毕竟他要是不出手的话 那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用不了多久 天武皇朝 可能就要脱离他曹家的掌控了 而这 却是绝对不允许的 裴一不介意等我几天吧 待我跟家里交代一番后 我们再一起去天武城 当然不介意 裴洛雪大喜过望 心情激动之下 整个人直接就冲进了曹文斌的怀里 少主既然这么爽快 那奴家 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大餐虽然没办法给少主 但为了少主的健康着想 奴家今日就给您尝些甜点吧 马车之外 就在曹文斌和裴洛雪腻歪之时 蝶科和武清梦 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 当然 这对刚认识的小年轻 可没有曹文斌两人那么大胆 他们只是在无人处 手牵着手 互诉忠常罢了 那曹家少主真是可恶 怎么能处处针对蝶科哥哥呢 对了蝶科哥哥 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去天武城吧 我天武皇朝 虽然是曹家的附属势力 但我们还是有一定自主权的 而且 他们曹家几十年也不去一回 你在那里 一定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不得不说 天命之子的把妹能力 确实强到变态 这不 两人才刚认识 武清梦就已经被彻底拿捏了 而听到这番说辞的蝶科 和他戒指之中的老爷爷 则是当即就笑疯了 毕竟 这可真算得上是瞌睡了 就有人送枕头了 并且 武家这棵大树 那可比蝶家粗多了 人家手里随便漏点 那都够他们挥霍好一阵子的了 谁又能想到 这风风火火的小丫头 会是天舞皇朝的小公主呢 这运势来了 还真是 谁也挡不住啊 曹文宾 你给我等着 打不死我的 终将会使我变得更强 不行 我不能只讨好这个小丫头 等有机会的 我还得多巴结巴结她母亲 地后的能量 那可比这个小丫头大多了 一瞬间 蝶科就为自己规划出了一个美好未来 可他哪里知道 他一心想巴结的丈母娘 此刻正在拼命洗脚呢 并没有在这里逗留太久 过了一把瘾后 曹文宾就拉着裴洛雪 返回了林霄城 至于迭韵鱼 那倒是不用他操心 等接受完传承后 他自己就会返回曹家 这是两人之前就约定好的 本来嘛 曹文宾是想将裴洛雪 带回曹府的 可裴洛雪却是说什么都不同意 刚一进入林霄城 就立马带着五亲梦 寻找起了酒店 没办法 曹家他是真的不敢去 在外面 他还能仗着修为优势 勉强保住底线 可要是进了曹府 那等他再出来时 可能都得显怀了 真不知道你在矜持什么 早一点晚一点 又有什么区别呢 虽然很不解 但曹文宾也没抢求 转身就溜回了不远处的曹府 而在他踏进大门的一瞬间 一道蕴含天地规则的声音 就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 文宾 你直接来后山吧 你父母也都在我这里呢 曹文宾一愣 随后他的眼中 就浮现出了浓浓的不可置信之色 倒不是被这手段给吓住了 而是 我曹家的大地镜老祖宗 居然还有女的 并且还是个绝世美人 没错 在传音入耳的一瞬间 万美路就又自动翻越了起来 而且一次 到第九夜就停了 这可如何是后 一瞬间 曹文宾直接就抹了 不过他的脚步却是没停 当即就快速地冲向了后山 靠 不管那么多了 天大地大 奖励最大 任何事情 都不能阻止我领取奖励 越想 曹文宾就越兴奋 嘴角的笑意 也就越浓 臭小子 你想什么事情呢 竟然这么入神 曹文宾一惊 带抬起头来后 这才发现 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觉间 已然来到了后山境地 至于刚才说话的 正是他的老妈林诗英 哦 我在考虑这辈子 要给你找几个儿媳妇呢 所以在应付着老妈的同时 曹文宾的双眼 也在第一时间 就落在了那个陌生女人的身上 第十二章 六祖 未来的大敌 不得不说 万美录是真的很靠谱 经过曹文宾的仔细观察 这位穿着一身白的女人 还真就要比蝶蕴鱼 和裴洛雪漂亮一些 尤其是气质方面 那真是无人能出其右 果然是要想翘 一声笑啊 碰 而就在曹文宾看到入神时 他的后脑勺上 却是突然就挨了一下狠的 臭小子 你能不能有点理数 这位可是你的六祖 你在那瞎瞄什么呢 先是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但很快的 曹文宾的脸上 就流露出了不满之色 老爸 你干嘛打我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这位姐姐长得这么好看 我看看怎么了 毕竟在此之前 我并不知道她是六祖啊 曹紫燕大怒 这臭小子 竟然还敢强词夺脸 不过 就在她准备再给曹文宾 一下子的时候 那一直都在看书的六祖 却是说话了 好了紫燕 这点小事 你无需在意 再说了 文宾说的也没错 撂下这句话后 她就饶有兴趣地观察起了曹文宾 说实话 她活了这么多年了 见过的青年才俊 那真可谓是数不胜数 可敢这么跟她说话的 却是只有曹文宾一个 并且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她 面前的这个臭小子 貌似还对她起了谐心 有趣 实在是有趣 自从夫君去世了之后 这还是第一个 敢惦记我那方寸之地的人 仔细算算 老娘得有两千年没开过婚了吧 要是这小子既有贼心 又有贼胆 那我还真不介意尝尝先 想到这里 六祖顺手就将一块玉佩 丢给曹文宾 小家伙 这东西你拿着吧 我算出了你 不日就将远行 出门在外 如果遇到无法抵抗的人 那就向玉佩之内输送能量 如此一来 六祖我很快 就能出现在你身边 当然 你要是在修炼之时 遇到了什么问题 那也可以用他换我过去 曹文宾先是一愣 但仅仅几秒钟之后 他就欣喜地大笑了起来 毕竟有了这块玉佩 那就相当于多了一个大地镜的保镖 至于距离 对于大地镜的强者来说 距离是不存在的 随手就能撕裂虚空的他们 眨眼间就能到达这仙域的任何地方 多谢六祖 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不用这么客气 反正我最近也没什么事做 给你当保镖 就当是打发时间了 如果不是我们这些老不死的之间有协议 大地不能随意现实 那我都想时刻跟在你身边了 这一下 曹文宾是真的有些受宠若惊了 在他的认知里 这种待遇 好像还没有人得到过 也就是说 他这是蝎子巴巴 独一份 六祖 没等曹文宾把话说完呢 六祖就挥手打断了他 既然给你了 那你拿着就行 不用在意那些细枝墨减 对了小文宾 今日叫你前来 除了想跟你见一面外 老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说到这里 六祖那轻挑的神色已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无比的凝重 您说 瞄了一眼 同样也正经起来的曹文宾 六祖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十大体 是个可造之才 文宾 从今往后 你可一定要努力修炼 万万不可有丝毫的懈怠 如若不然 等你遇到那军逍遥时 绝对会吃大亏 毕竟你体质觉醒的 实在是太晚了 人家可是比你 多修炼了整整二十年 眉头微微一皱 君逍遥 那个号称拥有六个妖子 把自己小姨都给泡了的君逍遥 没错 就是那个家伙 作为一辈人 他将是你的劲敌 看到自家老祖说得如此正重 曹文宾二话没说 立马就在脑海中翻起了 一界龙王 而随着君逍遥的人生剧本 逐渐展现在他的面前 曹文宾震撼了 此人天生荒谷圣铁 二十三岁之前 平平无奇 可等他离开君家 开始到处云游之后 却是一飞冲天 再也无可阻挡 只手独占三千地 双掌横推十三周 这 就是君逍遥一生的真实写照 蝶科和五成前 这种天命之子 在他眼中 也就是个大典的蝼蚁 甘心臣服那还好说 如若不然 那必定是生死盗消 而在 一界龙王的最后 这家伙更是一统仙玉 成为了这方世界的王中王 当然 这家伙也不是完全无敌的 在成长的过程中 他也受过伤 可这不仅不会 对他造成丝毫的影响 反而还会让他越来越强 第十三章 赵渊 皇谷圣铁 君家坐后盾 最低也得是紫色契约 越错越 涌金手指 妈的 一个人叠加了这么多的buff 这还让别人怎么玩 越是分析 曹文明的脸色 就越难看 不过很快的 他就发现 自己除了气运 比君萧遥差 其他的 好像都不输对方 没错 皇谷圣体是很牛逼 可自己的禁忌肢体也不差 他有君家坐后盾 自己身后 不也有曹家吗 至于金手指 自己有两样 貌似还更胜一筹好吗 看来要想办法提升气运了 距离那家伙出山还有三年 在此之前 我最次都得把气运 提升到蓝色的水平 如此一来 我才能有资格跟人家掰手腕 想到这里 曹文明下意识地 就瞄了一眼自身 但下一刻 他就苦笑了起来 虽然在不久前 他利用蝶鱼鱼的喊声 成功让蝶克的气运 下降了一成 可他却并没有吸收到多少 此时的他 身上就只有淡淡的赤色光芒 小家伙 你也不用妄自菲薄 对于修炼者而言 二十年的差距并不大 你很快就能追上的 很显然 六祖这是想歪了 他还以为曹文斌 是被打击到了呢 差距大不大 这取决于 你肯不肯分开双腿 如果你肯主动点 那小爷都有可能 瞬间反超纳军逍遥 当然 这是他也就只敢在心里想想 并不敢堂而皇之地说出来 如若不然 就算是六祖不发飙 那曹紫燕 也得把他给拍死 唉 还是努力修炼吧 毕竟人家可是 大地径的强者 而自己却只是个 小小的先天 双方的差距 属实有点太大了 要是不进步 那就算是 自己炮妞技术高超 最终将老祖炮到手了 那都够呛能破得了人家的防 不过为了奖励 还是要先刷点好感度的 有了决定后 曹文斌立马就行动了起来 老祖放心 文斌并没有自冤自意 对了老祖 你的方名叫什么啊 总是老祖老祖的 太生分了 臭小子 曹紫燕当即就又要发飙 但却是 又被六祖给打断了 本地名叫赵渊 得到了答案后 曹文斌立马就开始顺肝往上爬 那我以后就叫你渊姐姐吧 曹紫燕差点就被吓渊 这可是六祖啊 你小子怎么敢的 可让曹紫燕没想到的是 你想怎么称呼 就怎么称呼吧 好了 我该交代的都交代完了 你们忙你们的去吧 就不用再陪我这个老太婆了 本来嘛 曹文斌是准备再说两句俏皮话的 但曹紫燕 却是没有他这个机会 抓着他的脖领子 直接就离开了后山境地 臭小子 你以后再见到六祖时 一定要给我恭敬点 还有 大快玉佩 如果不到万不得已时 你别乱用 六祖这个人 喜静不喜闹 刚一回到义士大殿 曹紫燕立马就教育起了儿子 但可惜的是 曹文斌根本就没有理会他 万般无奈之下 他就只好用起了别的办法 六祖身份尊贵 真的不能经常往外跑的 这样吧 我给你配个护道者好了 小事你让他做 他处理不了的 你再召唤六祖吧 说完 也不给曹文斌反应的时间 直接就对着外面招了招手 紧接着 一个身高只有一迷无几 长相很是可爱的女人 就从门外走了进来 薛怡 这个女人曹文斌认识 她是林诗音的婢女 全名叫薛柔 陪嫁物品之一 修炼天赋极高 现在应该是准胜巅峰境界 按理来说 这种陪嫁过来的女人 那肯定都会成为新郎小妾的 可由于林诗音过于霸道 再加上曹紫燕有些欺管炎 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 曹紫燕一直也没能得手 老爸这是放弃挣扎了 要是这样的话 那小爷可就不客气了 虽然薛怡不是万美路上的选手 但这颜值配合上那股可爱劲 也足够让人心动了 虽然满脑子的邪恶思想 但明面上 曹文斌却是极为恭敬 薛怡 以后就要麻烦你了 吐了吐自己的小舌头 薛柔很是没心没肺地说道 小少爷客气了 以后你说什么事 尽管吩咐就好 看到这一幕 曹文斌就更加地坚定了 他刚才的想法 妈的 这也太诱人了 第十四章 皇城 天武城 离皇宫最近的一座庭院内 唉 也不知道 母亲能不能搬来救兵 要是搬不来 那我与储君之位 基本也就可以说白白了 看着手中的情报 武城峰就如同吃了傲力给一般 俊俏的脸庞上 全是痛苦之色 打死他都没想到 以前混吃等死的三弟 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 就在前天 这家伙又发明了一种叫大炮的东西 那玩意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普通人操作他 居然能威胁到后天强者 于是乎 武城前的声望 当即就又上了一个台阶 原本还保持中立的好多大臣 也纷纷倒向了武城前 他的父亲 更是在大炮问世的第一时间 就跟驾临到了他三弟的府邸 直至第二天 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大公子 宫里来人了 陛下喊您去中央广场 说是要迎接一个人 听到这话 正在思考该如何反击的武城峰 先是一愣 随后就兴奋地挥舞了一下拳头 他知道 应该是自己的老妈回来了 而从这阵仗来看 同行的人员中 绝对有大人物 老妈 你真是太给力了 三皇子府邸 正在琢磨 接下来该怎么提升知名度的武城前 同样也接收到了这条指令 我的这位便宜母后 还是挺有本事的嘛 居然真的让他 把救兵给搬来了 就是不知道这位大美人 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呢 他武城前穿越之前 虽然是搞科研的 但对于人情世故 却也是门亲 在不朽曹家的眼中 天武皇朝是谁当家做主 那根本就没有区别 只要每年该进贡的东西 一样不少就行 而在这种情况下 裴洛雪想要说动曹家 为他儿子出头 那肯定得拿出足够的诚意才行 至于这个诚意是什么 在武城前看来 裴洛雪唯一能拿出来 考验干部的东西 也就只有他的身体了 可惜啊可惜 母后你虽贵为帝后 但却一点都不了解帝王之心 能坐拥万里江山的人 又怎么可能甘心九居人下呢 你天门大开将曹家之人请来 不仅帮不到你儿子 反而还会让他离储君之位越来越远 皇宫 中央广场 在武陵天的组织下 皇家的需要成员 很快就集结了起来 与此同时 一艘硕大的飞艇 也浮现在了天边 斩天之剑 曹家族会 而从族会的金边来看 来人居然是曹家的嫡系 看到这一幕 武陵天和武城前等人的眉头 就全都皱了起来 事情 似乎是有点棘手了 来人不会是曹子燕吧 要真的是他 那我们还玩个锤子 天武皇朝发展到现在 已经有两千多年了 说实话 他们的实力并不弱 在明面上 他们有三位圣级 虽然都是圣级初期 可那也圣级啊 但这点家底 在曹家面前 那根本就不值一提 光是曹子燕一个人 那就足够横扫整个天武皇朝了 而与他们的心烦意乱不同 此时的飞艇之上 却是春色满园 少主 我跳得不错吧 没错 裴洛雪这位帝后 正在为曹文斌跳钢管舞 并且 他穿得极为风骚 高开叉 灰色连裤啊 很显然 这一路上 裴洛雪肯定是没少被调教 相当的不错 真没想到 你在舞蹈方面 居然这么有天赋 说完 曹文斌就直接将这位帝后 给搂到了怀中 刚开始时 裴洛雪还是很听话的 能轻会唱 任摸不挡 可等他发现 飞艇已然进了天舞城后 却是立马就开始挣扎了起来 少主 我看到我夫君了 不行 我得去换身衣服 要是这样被他看到 那我就是全身长满了嘴 也绝对说不清了 瞄了一眼满脸焦急的裴洛雪 曹文斌照着他的翘臀 来了一巴掌后 就放他离开了 作为一个接受过 九年义务教育的现代人 曹文斌很明白 过犹不及的道理 这一路上 他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 现在要是再继续逼迫 那这个女人就该疯了 时间有多事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坚持多久 一边喃喃自语 曹文斌一边就走向了游艇的边缘 本来嘛 他是想站在高处 好好欣赏一下这座皇城的 可没成想 仅仅几眼之后 他的目光 就和一个年轻人碰撞在了一起 这是一个劲敌 第十五章 武家的布局 公营少主 非洲刚一降落 广场之上的武家人 立马就跪了一地 与此同时 武林天和武城前 也气气地松了一口气 来人不是曹子燕 那一切就都好说 曹文斌的身份 确实也高得吓人 体制觉醒了之后 在曹家的地位 甚至可能比他老爸还要高 但他的实力 毕竟还很弱 社会经验也不足 对付起来 绝对没什么难度 而事实也确实 跟他们想得差不多 这位至高无上的少主 刚一露面 就表现得甚是眉心眉肺 诸位都起来吧 我不是过来检查工作的 你们当我不存在就好 曹文斌的笑容很和善 可以说是一点架子都没有 但武家之人 却不敢当真 少主说笑了 尊备有别 礼不可费啊 没错没错 少主难得来一趟天舞城 我们怎可怠慢 少主 这回你一定得在天舞城 多待一些时日 也好让我们武家 敬一敬地主之仪 周遭全是恭维之声 但据曹文斌观察 真心实意的 却是没有几个 看来这天舞皇朝 是真的该服条新狗上位了 如若不然 他日必成大患 这一刻 曹文斌是真的动了杀心 不过他并没当场发飙 此事牵扯到一位 拥有青涩气韵的天命之子 必须徐徐律 少主 您的寝宫已经收拾好了 您看 没错 这皇宫并不是武家 独享的 地理位置最好 占地面积最大 装修最奢华的那座宫殿 即便是武林天 也是没资格入住的 因为那是给曹家高层预留的 哪怕这座宫殿 自从建成以来 曹家之人从未住过 但也没人敢打这座宫殿的主意 现在时间还早 我要去天武城内溜达溜达 至于宫殿 等晚上我回来之时再入住吧 听到这话 武林天立马点头 但很快的 他就又追问道 少主 那晚上的宴会 摆了摆手 照常举办就行 我会及时回来的 说完 曹文斌就独自离开了皇宫 上书房 武林天和武城前相对无言 办赏之后 这才由武林天打破这略显压抑的氛围 老三 那间宫殿里的庸人 都安排好了吗 嗯 虽然只有短短一个字 可回答完毕后 武城前的脸上 却是充满了痛苦 老三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一些女人而已 我们武家要是真能摆脱曹家 那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没错 被安排到曹家宫殿中的女人 并不是皇宫之内的普通侍女 而是武城前利用现代化方式 特意培训出来的女特种兵 她们无一例外 全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 颜值更是一个比一个高 其中有一位 更是 这些人 武城前原本是准备自用的 可现在为了大业 她却只能选择忍痛割暗 毕竟 只有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人 才能保证百分之百不被策反 也只有他们 才能及时且准确地 将情报传递出来 父皇放心 我心里有数 舍不得孩子 套不到狼的道理 我还是明白的 对了父皇 母后他 武城前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武林天却是已经明白了 这个儿子的意思 于是乎 碰 武林天一掌 就拍爆了面前的书桌 很显然 此时的她 是真的生气了 不过 也难怪 普通人被戴了绿帽子 那都会发疯 更何况她这位帝王了 其实在裴洛雪走下飞艇时 武林天就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地厚 有些不对劲了 虽然从外表来看 一切都很正常 可两人朝夕相处了几百年 这种掩耳盗铃的手段 怎么可能逃脱得了她的感知 第一眼的时候 她就发现 裴洛雪变得更骚了 再加上曹文斌 无故为武成锋出头 这种种的一切无不表明 她的地厚 已经被曹文斌那家伙给开了 并且 两人试过的花样 绝对不少 她都被体验过的东西 可能已经被曹文斌 给率先体验了 狗男女 老子早晚要了你们的狗命 至于武成锋 为了个储君之位 居然舍得 让自己母亲出去卖 哼 老子就算是把这个位子给狗做 也绝对不会给你 而就在武林天 暗自发狠时 将她成功激怒的五成前 却是开始暗自偷笑了起来 刚才的那句话 就是她特意说的 至于目的嘛 自然是为了 激怒这个便宜老爸 在穿越之前 这种事情 她也经历过 所以 很懂武林天的心思 如果她没将这事点破 那武林天很有可能 就不会追究了 毕竟没人知道 那就不教虑 可一旦被点破了 第十六章 被策反的分布 在武林天这对父子勾心斗角时 曹文斌却是已经在 另外一群人的宫围下 走进了一栋奢华的建筑中 这里是曹家在天舞城的分布 当然 也可以说是驻军的所在地 少爷 您此番前来的目的是 别人都叫少主 可说话之人 却是管曹文斌叫少爷 很显然 这是曹家的嫡系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此人名叫福伯 之前是曹府的管家 准胜中期的实力 傅伯 我这次来 是为天舞皇朝换代的 有些人 已经不肯屈居人下了 这话真可谓是石破天惊 直接就把这个办事处的正副首领给震住了 不过很快的 那个副首领就说话了 少主 难道是武林天起一心了 要是如此的话 那我建议服武家第三子上位 此人在天舞皇朝的威望极高 还会各种其引巧劲 如果他当皇主 那一定能让我们曹家 获得更大的利益 听到这番说辞 曹文斌的眼睛立马就眯了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 回少主 我叫宋杰 以为说到曹文斌心坎里的宋杰 脸上全是笑意 听你这话 你似乎很崇拜那个武家老三啊 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少主 不瞒你说 我还真有点崇拜他 他发明的那些东西 是真的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嘴角一翘 随后曹文斌就喃喃自语了一句 你已有去死之道 话音一落 曹文斌立马就给了福伯一个眼色 而福伯也是心领神会 一掌直接就震碎了宋杰的心脏 扑齿 口吐鲜血的宋杰 一脸都不敢置信 少主 你为什么要杀我 因为你立场不对 也没等对方再问 曹文斌直接就继续解释道 你刚才所说的话 完全就是在为普通民众考虑 可你似乎忘了 我曹家 是既得利益者 我需要的 不是一个能开疆阔土 让万民歌颂的牛逼皇主 而是一个老实听话 能够守夜的庸人 至于百姓 他们过得好不好 与我合干 只要能让他们填饱肚子 那就可以了呗 不得不说 屁股决定脑袋这话 果然是治理名言 所处的位置不同 考虑事情的方式 还真就不一样 而听完这番话的宋杰 则是立马就疯狂了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你如此不为百姓着想 曹家早晚被灭 你等着吧 在成千公子的带领下 本来嘛 他是在准备说点什么的 可他这一激动 却是让自己的伤势更重了 于是乎 他双眼一瞪 当即就咽了气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曹文斌不懈地撇了撇嘴 这话也就在兰兴的古代有用 傅伯 让此人的直系手下 和他的家人们 下去陪他吧 很显然 这宋杰最后的那番口号 直接就将他的亲朋好友们 也给送进了深渊 好的少爷 夜晚 皇宫正殿 在往日 这里早就连鬼影子都没有一只了 可今日 这里却是灯火通明 殿内更是飘香四溢 三皇仔发明的这手把锅 还真是奇妙 谁又能想到 小小的肉片 沾上芝麻酱后 居然会这么好吃 而且这东西还卫生 比以前的传统饭菜 那可是强太多了 没错 这简直就是我等洁癖之人的福音 此时的大殿之内 已经坐满了人 不过却没有人敢动筷子 就算是裴洛雪和武林天 同样也不敢 好在曹文斌还算手实 众人还没聊几句呢 他就大不留心地走进了店内 见过少主 冲着众人微微一笑 随后曹文斌就摆了白手 都坐下吧 对了 你们安没安排娱乐节目 如果安排了 那就尽快让他们开始表演吧 很显然 曹文斌这是要把 顽固子弟的形象 给演到底了 别说 还真就有人信了 母后 这就是你找来的救兵 我怎么感觉 他比我还不着调呢 看着一点心机 都没有的五成锋 裴洛雪无奈地苦笑了一声 他这个儿子 真是没救了 居然敢质疑曹文斌 那可是一个伟达目的 什么手段都敢用的人啊 他的身份够高贵了吧 可在飞艇之上 曹文斌却是为了他 一路的我爱一条柴 要不是他有准胜修为 再加上心智坚韧 他可能半路就被这只披着羊皮的狼 给吞得骨头渣子都不剩了 而在母子两人窃窃私语之时 一对身姿恶挪的舞技 却是在曹文斌的催促下 很快就来到了大殿的中央 第十七章 派母亲来卧底 少主 这舞蹈是我儿成前 在不久之前亲自编转出来的 你看如何 没有挪开视线 不错 确实不错 这音乐配合着动作 不仅能将舞者的身材 给完美地显露出来 更是能将他们骚尽 给无限扩大 上上之作 绝对是上上之作呀 嘴里虽然全是恭维之语 可在心里 曹文斌却是已经翻了无数个白眼 他是真没想到 舞成前这个家伙 居然会把女团那一套 给搬到异室进来 灵天啊 这七个人 我都要了 在我回去之前 就让他们伺候 我的饮食起居吧 对了 那个灵舞的女人 叫什么名字 似乎是早就猜到了 她会有此疑问 所以 舞灵天回答得非常快 少主有所不知 这七个人 本来就是 你宫殿之中的侍女 这场表演 就是为了让他们提前亮个线而已 至于灵舞的这个女人 她叫秦云梦 点了点头 刚开始时 曹文斌并没有察觉到 有什么不妥 但看着看着 她的眉头 就慢慢地皱了起来 倒不是舞蹈有什么问题 而是秦云梦这个名字 在嘀咕了两遍之后 居然让她产生了一丝熟悉之感 似乎是在哪里听说过 但不管怎么想 她就是想不起来 到底是在哪里听说过呢 越想 曹文斌就越烦躁 万般无奈之下 她就只好将视线挪到了别处 不过 等她看到舞成前之时 她的瞳孔 却是瞬间就收缩了起来 紧接着 她就开始在脑海中 翻阅起了 异界龙王 没有任何悬念 有了方向后 秦云梦的基本信息 立马就浮现在了曹文斌的眼前 秦云梦 舞成前的生母 在舞成前辉煌之前 她只是一位舞女 也正是因为她身份低微 才使得舞成前在储君的竞争中 从来都没有什么竞争力 所有皇子 也根本就没把她当盘菜 而等舞成前崛起后 她则是被培养成了一名女特务 平时专门负责舞成前的安保工作 并且是贴身保护的那种 日夜不离 到了后期 更是成为了舞成前的左膀右臂 在海量天才地宝的堆积下 实力最终达到了圣级初期 我靠 这舞成前是真舍的 为了对付老子 居然把自己老妈都派出来了 她难道就不怕 这一刻 曹文斌的嘴角充满了邪恶之意 既然人家都把肥肉送到嘴边了 那她断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好了 不要再跳了 老子可没有与人分享女人的习惯 你们直接回我寝宫吧 等我喝完了酒 嘿嘿 曹文斌的声音很大 所以整个宫殿里的人 立马就都暧昧地笑了起来 作为男人 他们自然明白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现场唯一笑不出来的 也就只有武成前和武林天这对父子了 武成前是在晚西 失去了回归故乡的机会 至于武林天 则是感觉自己的脑袋 貌似更绿了 成前 你赶紧出手吧 不能再让他嚣张下去了 如若不然 底下这些墙头草 就该生出二星了 好 深吸了一口气 带大殿中央的秦云梦等人 都退去了之后 武成前就一跃来到了曹文斌的不远处 少主 您听说过天舞三迷吗 轻轻地点了点头 虽然才穿过来没几天 但对于这件广为流传的趣事 曹文斌却也是有所耳闻的 所谓的天舞三迷 其实就是三样从天而降的东西 据说将这三样东西给解开后 那天武成的附近 就会有秘境现实 也正是因为如此 当年得到这三样东西的皇主 几乎就是请了全国之力 来解这三迷 但可惜的是 这位皇主终其一生 也没能解开三迷中的任何一迷 不光是他 之后的皇主们同样也拿这三迷 没有任何办法 不过曹文斌却是知道 武成前在不久之前 已经解开了其中的两迷 而他现在提及此事 很有可能就是想利用那最后一迷 来找他的麻烦 看来这是一场鸿门宴啊 果然 曹文斌才刚回过未来 武成前就出招了 少主 属下不才 前些十日 侥幸解开了其中的两迷 可对于第三迷 却始终都束手无策 本来我都打算放弃了 可少主的出现 却是让我看到了新的曙光 我想以少主的聪明才智 这东西 应该难不住您 还请不吝赐教 说完 武成前就恭恭敬敬地地上了来一个绳结 第十八章 得不到的就毁掉 三皇子居然解开了天舞三迷中的两个 真是天佑我朝啊 在三皇子的带领下 我们天舞皇朝 绝对能白齿干头 更进一步 先皇们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 你们说少主有没有可能解开第三迷 绝无可能 少主是身份高 又不是智商高 没错 三皇子既然都解不开 那就证明 这第三迷 还是无解之迷 听着大臣们的议论 武成前校的眼睛都快没了 不过等他回过头来 准备去看曹文斌笑话时 他却是直接就傻眼了 不要 之所以这么惊恐 是因为他猛然发现 曹文斌的手中 不知何时 居然多出了一柄宝剑 而从曹文斌的动作来看 明显就是要去砍千千节 说实话 要是别人这么做 那武成前是绝对不会慌的 毕竟天武皇朝的历代先祖 都已经试过了 这没从天而降的绳结 是极为结实的 寻常兵刃 根本就伤不了他分后 可现在要行凶的 那可是曹文斌啊 他的配件 那能是寻常兵刃吗 少主 此物只能用手解的 要是砍坏了 那秘境就永远都不会出现了 不难看出 武成前确实是急了 不仅是他 武林天同样也急了 其实 以武林天那准圣巅峰的修为 是完全有能力阻止曹文斌的 可他却不敢这么做 因为从曹文斌拿出宝剑开始 他就已经被人给锁定了 如果他敢有一丝的异动 那他将面临的 绝对是雷霆一击 于是乎 这对野心极大的父子 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宝剑 落到那千千节上 至于结果 武成前想的确实没错 曹文斌的宝剑 还真就不是凡俗之物 那在他们眼中 可以说是无间不摧的千千节 直接就被斩成了两半 碰 接受不了现实的武成前 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就慢慢地浮现在了他的心头 那感觉 就仿佛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正在离他而去一般 少主 你为何要这么做 半赏之后 收拾好了 心情的武成前 这才满脸落寞地询问了一句 本来嘛 他以为曹文斌会解释一番的 最不济 也会找个借口 可没成想 本少爷不喜欢我掌控不了的东西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 那就毁掉好了 正在聆听的众人 心中一礼 好八道 而众位大臣的反应 更是如同在武成前的伤口上 撒了一把盐 让他的心 更痛了 偷鸡不成十把米来啊 通往曹家宫殿的小道上 曹文斌正 边走边横横 很显然 此刻的他 心情非常不错 真是没想到啊 仅仅是一场宴会 居然就能消掉武成前一程的气运 不过也对 那秘境之中的帝兵 在往后的日子里 可是为武成前提供了不少帮助的 没了他 武成前的实力 确实是要大打折扣 越想 曹文斌就越兴奋 脚下行进的速度 也就越快 哼 老子不仅要坏你机缘 还要把你妈 秦云梦对你武成前的帮助 好像并不比帝兵小 等着吧 今晚老子 就要再断你一臂 说来也巧 曹文斌这才刚下定决心 他的身影 就已然来到了宫殿之前 参见少主 早已等待多时的七位舞女 立马就给他行了一个大礼 一时之间 曹文斌竟然看花了眼 而其实最有料的 正是秦云梦 怪不得武成前那家伙 即便是冒着天大的风险 也要每天回家呢 邪魅一笑 随后曹文斌就带着七人 走进了宫殿 当然 在此过程中 秦云梦就已经被曹文斌 给搂在了怀中 少主 还有别人在呢 怕什么 反正你们谁也跑不了 他们要是笑话你 那你以后再笑话回去就是了 看着脚步丝毫没有停顿 直奔卧室 而去的曹文斌 秦云梦知道 今天他是绝对跑不了的 万般无奈之下 他就只好给其余六人 使了一个眼色 他这是在提醒同伴 别忘了偷听 既然注定要付出了 那自然就得弄点回报 他准备趁着曹文斌意识不清时 多套出点情报来 如此一来 他儿子的胜算 就会变得更大 毕竟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殆嘛 儿子你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迷失的 这天武皇朝的未来 注定有你当家做主 第十九章 机缘 第二天一早 三皇子釜底 说 昨天晚上 曹家宫殿之内 都发生了些什么 听到这个问题 前来汇报的小太监 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地上 额头之上的汉珠 更是如同下雨一般 完了命都往下掉 我当初为什么要竞争这个岗位啊 小太监的本名叫小春子 原本是御膳房里端菜的 两日之前 才投入到五成钱的麾下 而他由于足够机灵 所以一来就被围以了重任 本来嘛 小春子以为自己 这是要飞黄腾达了 毕竟传递情报这事 那都是心腹干的 可等他接收到情报后 他这才知道 这他妈的 居然是一个玩命的活 你在犹豫什么 赶紧把情报说出来 如若不然 小心我扒了你的屁 小春子无奈一笑 紧接着 他双目一闭 随后就大声说道 昨晚曹文斌回到宫殿后 直接就带着晴云梦回了卧室 一刻钟之后 屋内就传来了呐喊声 彻夜未停 寂静 整个房间之内 落尔真可闻 本来嘛 小春子以为自己死定了 可没成想 你回去吧 有什么信息 再过来及时汇报 小春子大喜 随后就三跪九寇地溜出了房间 而等到屋内 就只剩下五成前自己后 他就再也忍不住了 砰砰砰 很快的 能砸的不能砸的 就都被他给砸了一遍 可即便如此 他的气却是依旧没消 于是乎 他身形一闪 就直奔后山而去了 很显然 五成前是准备去那里 再度发泄一番 但有趣的是 他才刚刚溜进后山 一到突然出现的漩涡 就直接将它给吸进去 什么 你说三皇子消失不见了 不得不说 武林天是真的很重视五成前 这不 五成前才刚消失一个小时 武林天就已经收到了情报 于是乎 这样天武皇朝的皇主 当即就疯了 说 三皇子消失之前 都发生了些什么事 瞄了一眼暴怒的主子 前来汇报的敬卫统领 咽了一口吐沫后 这才轻声道 回陛下 两个小时之前 三皇子接收到了 来自曹家宫殿的信息 紧接着 他就冲向了后山 之后就彻底没了信息 武林天微微一愣 随后就皱眉问到 曹家宫殿的信息 什么信息 禁卫统领嘴角一抽 不过却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据手下调查 应该是三皇子的母亲 与曹文斌通宵大战的信息 通宵 这么说来 三皇子失踪这事 与曹文斌无关了 禁卫首领肯定地点了点头 没错 因为曹家宫殿里的呐喊声 那现在都还没停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 武林天长舒了一口气 只要跟曹家无关 那就好办 毕竟在天武皇朝这一亩三分地上 除了曹家 还真就没人敢对武城前动手 不出意外的话 城前那小子 应该是又有奇遇了 想到这里 武林天当即就兴奋了起来 头顶的绿光 似乎都因为此事 而变淡了一些 曹家宫殿 当曹文斌和秦云梦再次出现时 太阳早就已经高悬在头顶了 你们两个去御膳房弄点吃的东西过来 记住 我不吃骏子 你们两个去外面修缮一下花园 至于你们 随着各种指令出现 秦云梦的六位战友 很快就被曹文斌给调走了 而等最后一人也领命离开后 曹文斌就突然来了一句 怎么样 你服了吗 碰 就如同是条教反射一般 秦云梦直接就跪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他的大眼睛里 也布满了恐惧 他从来都没想过 一个男人的战斗力能强到那种程度 按理来说 作为过来人 他应该不惧怕那事的才对 可现在的他 却是真的怕了 我服了 以后你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绝无二话 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来自己昨晚的努力 并没有白费 如果我让你对付五成前呢 秦云梦一惊 随后双目之中 就流露出了痛苦之色 少主 你就放过成前吧 这孩子很听话的 也很有能力 我敢保证 如果你将他扶上位 那他绝对能还你个太平盛世 而且有我在 你也不用担心他的中心问题 这番话一出 曹文斌直接就被逗笑了 这个秦云梦 还挺自恋啊 他也不想想 五成前要是真在乎他 那又怎么会派他来当卧底呢 第二十章 偷家 听你这意思 是想成为我和五成前之间的纽带了 曹文斌先是呲笑了一声 随后就淡淡地说道 你也配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你那个便宜儿子 已经对你提出过好几次 想要捣毁出生点的请求了吧 他都有这想法了 你居然还觉得自己很重要 秦云梦沉默了 与此同时 一股恐惧之感 也浮现在了他的心头 面前的这个男人 居然连这么隐秘的事情都知道了 那岂不是说 他是卧底的事情 而就在他一脑袋江湖之时 曹文斌却是又给他下了一剂猛药 对了 忘了告诉你了 你那个便宜儿子 从本质上来说 其实已经不是你的儿子了 身体虽然还是那副身体 但灵魂 却是已经被替换掉了 如若不然 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好了 能说的就这么多 该何去何从 你自己考虑吧 说完 曹文斌就独自走出了出去 一时之间 偌大的宫殿里 就只剩秦云梦一人 在那里一脸茫然地跪着 当然 在暗处 还有薛柔在紧盯着 他得到的命令是 只要秦云梦敢踏出宫殿半步 那就立即格杀 少主 您这是 挥了挥手 曹文斌直接就打断了武林天的话 带我去藏书阁看看 本来还一脸谄媚的武林天 听到这话之后 眼中立马就闪过一抹怒气 藏书阁 这地方对任何势力来说 那都是重中之重啊 你即便是少主 可也不能提这么过分的要求吧 不过武林天却是不敢拒绝 于是乎 他眼珠子一转 当即就将皮球给踢了出去 少主 你也知道藏书阁的重要性 所以那地方是由我家老祖管理的 您看 完美地瞄了武林天一眼 随后曹文斌就淡淡地说道 你带我过去就行 至于其他的 我自己解决 想拿老祖来压他 简直就是做梦 你五家老祖 就算是再强 那还能强过六祖 那少主这边请吧 就这样 两人一前一后 直接就走向了皇宫深处 本来嘛 曹文斌以为很快就能到的 可没成想 这一走 居然就走了足足十几分钟 这武林天不会是在 待我多圈子吧 想到这种可能性 曹文斌的脸 当即就黑了下来 不过还没等他发飙呢 一个塔形的建筑 就呈现在了他的眼前 紧接着 一位浑身干瘪 形容僵尸 但气息却极为恐怖的老者 就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 少主 您过来的目的是 老者没有理会武林天 第一时间就将目光 落在了曹文斌的身上 我要进去看看 毕竟他山之石 可以公寓吗 少主请便 里面的书籍 您随便看 预想中的针尖对卖盲 并没有出现 武家的这位老祖 态度居然比武林天还要好 很好 如果我在里面能有所收获 那出来之后 本少爷重重有赏 虽然很不理解 这老头为什么这么好说话 但人家既然吐口了 那曹文斌也就没在找事 留下一句客套话后 就直接冲进了藏书阁 老祖 你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不仅曹文斌不解 武林天同样也很不解 于是乎 等曹文斌的身影彻底消失后 他就很是郁闷地询问了起来 哎 我们拦不住他 我在这小子的身上 发现了一丝地气 直觉告诉我 如果我们敢阻拦 那将会出现极为恐怖的事情 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 这小子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再说这句话的时候 武家老祖的脸上 充满了玩味之色 老祖有后手 轻轻地点了点头 你给我传信之后 我立马就开始布置了起来 藏书阁内的重要书籍 都被我给转移了 至于剩下的 那都是烂打街的货色 不得不说 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如此一来 他们即堵住了曹文斌的嘴 又没什么损失 可两人不知道的是 曹文斌此番前来 根本就不是要看曹家典籍 而是要抢武城前的机缘 根据《异界龙王》的记载 藏书阁的顶楼 有一本被拿来垫桌角的破书 千百年来从未有人重视过 但它却是吞天大地的遗留物 里面记载的 就是吞天魔宫 一个靠吞噬别人 来增强自己的功法 而在吴家二人为自己的聪明才智 相顾傻笑之时 曹文斌却是已经将其据为己有 并且开始修炼了 第二十一章 对于泉水的执着 五日之后 上书房 成前 你这几天跑哪去了 看着突然出现的儿子 武林天很是激动 说实话 他是真怕这个儿子出神妖意外 毕竟只有在这小子的身上 他才能看到摆脱曹家的希望 回复皇 而陈在无意间遇到了一处秘境 几天探索下来 得了不少好处 其中最大的收获 就是得到了一个圣级的传承 他这话半真半假 避重就轻 那处秘境之中 确实有一道圣级传承 但最好的东西 却是一个低级地兵 镇魔塔 圣级传承 什么级别的 巅峰的 武林天双目大亮 这岂不是说 在不久之后 他们五家 就能拥有一位圣级巅峰的强者了 好好好 此刻的武林天 那叫一个美啊 不过很快的 他就语重心长地交代了起来 成前 你虽然机遇逆天 但也不能偷懒 毕竟修炼这东西 就如同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父皇放心 我心中有数 武林天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个儿子就是让人省心 那就好 行了 看你的神态 应该是还有事情要处理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忙吧 谢父皇 声音一落 五城前的身影 直接就消失在了原地 看他速度 实力明显是又进了一步 这小子 虽然没有证据 但武林天却是知道 他的这个儿子 一定是去找他老妈了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曹家宫殿之外 都姑 都姑 声音刚传出去没多久 一道苗条的身影 就小心翼翼地摸了过来 母亲 藏在暗处的五城前 那叫一个机动 随后二话没说 当即就想将 秦云梦搂在怀里 可还没等他的双臂和尚呢 秦云梦却是 直接就溜走了 这 武城前傻眼了 这种情形 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虽然到目前为止 他还没能返回 出生点打卡 但拥抱这种事情 秦云梦却是 没有拒绝过的啊 今日这是怎么回事 城前 那曹文斌 是个很敏感的人 我要是接触过 别的异性 他是绝对能发现的 听到这句解释 武城前 长舒了一口气 还好还好 他的老妈并没有便捷投敌 看来是他想多了 于是乎 不用怕的 一点气味而已 我都一百种方法 能将其清除掉 实在不行 我们就放弃卧底行动好了 这一刻 武城前是真的激动了 与此同时 他前世看过的一些短片小说 也一一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那些剧情 可还没等他来到秦云梦的身边呢 一道 让他遍体声寒的声音 就传进来他的耳中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你好像是三皇子吧 你这是要干什么 极为艰难地转过头来 待确定来人确实是曹文斌后 武城前就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原来是少主啊 您可能有所不知 您的这位武姬 其实是我的生母 我这不是刚见完父皇吗 正好过来看看他老人家 曹文斌玩味一笑 原来是这样啊 那以后 我还真得多腾腾云梦了呢 毕竟这身份 想想就让人激动 此番言论一出 武城前的指甲 当即就插进了肉里 曹文斌 老子与你势不两立 强探出声点之仇 不共戴天 当然 想是这么想的 可在明面上 武城前却是一点都不敢表现出来 不仅如此 他反而还要摆出一副 很是欣喜的嘴脸 那就多谢少主了 说完 他也没敢再多作逗留 撂下几句机箱话后 就直接离开了 怎么 想通了 看着武城前的背背影 曹文斌很是淡漠地询问道 是的少主 我已经想通了 我以后为您马首试瞻 就算让我去对付武城前 我也绝无好话 不过少主 我有一个请求 点了点头 你说 武城前死了后 我希望您能留他一个全尸 那毕竟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没问题 这点小事 曹文斌自然不会拒绝 不过他也没有听信 这女人的一面之词 毕竟人心隔肚皮 无见到这部电影 他也是看过好几遍的 对了 口说无凭 你回答我个问题 就当是投名状了 如何 您问 武城前发明各种东西的实验室 在哪 在白金汉宫 那是他开的一个青楼 不过他那个青楼很奇怪 就只接待他认可的人 从不接待散客 至于实验室 则是在青楼的底下 第二十二章 画一批 夜晚 少主 您可来了 这白金汉宫为了您 可是好几天都没营业了 里面的姑娘们 更是都快成忘孵蛋了 悄悄地告诉您 这里的人 可全都是未开封道 尽管脸上都是笑意 可武城前的心 却是在滴血 因为曹文斌 并不是一个人来的 在他的身边 晴云梦正紧紧跟随着 曹文斌啊 曹文斌 你这是 在给我创造机会啊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老子就不信你在办事时 还能把我妈带在身边 想到这里 武城前的双目之中 立马就闪过了一抹绿光 至于曹文斌 会不会迷失在这里 那根本就不在 武城前的考虑范围呢 在他看来 这个世界的人都是土边 乍一见到会所里 那些穿着吊带包屯裙 腿骨灰丝袜 脚灯红底高跟鞋的女人 怎么可能忍得住 而事实也确实 如同他想的那般 当三人 踏进白金汉宫的大厅 迎兵小姐齐齐喊出能喝会唱 任摸不挡时 曹文斌的眼睛 果然就直了 不过曹文斌发呆的原因 却是与武城前所想的完全不同 我靠 这家伙居然连电灯都发明出来了 真不愧是机械学博士 学识侦探娘的渊博 没错 这处大厅的吊顶上 安装着一个水晶吊灯 也正因为有他在 这里的逼格 一下就被拉高了好几个层次 而就在曹文斌暗自感叹之时 一位穿着黑色 身V里服 姿态优雅地走到了三人的眼前 老板 寻优格已经准备好了 您看 摆了摆手 钱都带路吧 我们这就过去 好的 说完 这女人就转身走向了楼梯 而他似乎也猜到了 有人会看 所以那小胯扭的 都快出残影了 少主 您看这质量如何 伪装成诸葛的曹文斌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点了点头 亮 相当的亮 不仅调顺 灯还他妈的大 对了 这群女人穿的衣服 这还有吗 等我走时 给我带几件如何 说着 曹文斌就把自己的胳膊 搭在了五成前的肩膀上 那热情的模样 仿佛下一刻 就要跟五成前拜霸子了一般 这都不叫事 这样吧 也别几件了 一会我就让人送一百套到您的府上 那感情好 就这样 两人边走边聊 很快就来到了那所谓的寻优格 与外面的金碧辉煌不同 这包厢之内 却是只有几盏紫色的小叶灯在照明 并且 那灯泡的颜色 还在随时变换 一会是粉色 一会又转变成了蓝色 靠 这不就是KTV包厢吗 看来在穿越之前 这位工程学博士 也没去过太多的会所呀 这想象力 实在是太有限了 虽然很不屑 可画到嘴中后 却是转变位了 不错不错 这房间够暧昧 一会玩起来后 什么也不耽误 对了成前 你准备的节目呢 赶紧开始吧 瞄了一眼满脸急切的曹文斌 五成前的眼里 飞速地闪过了一抹不屑之色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他已经发现了 这位至高无上的少主 就是个色中恶鬼 并且是个丞相传人 见到人妻 那就会走不动的 有弱点就好 只要有弱点 那就算是大地 也不足为惧 这一刻 五成前的身上 可谓充满了干劲 他仿佛看到了 自己推翻曹家 独霸中周时的鹦鹉模样 曹文斌 现在就让你先得死一回 你想不到吧 老子也是丞相传人 等灭了你之后 你的那些女人 老子会帮你好好照顾的 与曹文斌一样 虽然思绪万千 但该干的事 五成前却是一样 都没少干 啪啪 随着拍手声响起 一队穿着清凉 鞋跟比命都长女人 就相继走了进来 老板晚上好 话音一落 十人就一起聚了一躬 那一道道的事业线 差点没把曹文斌的魂 给吸进去 少主 有相中的吗 轻轻地摆了摆手 换一批 他们都与我无缘 其实 就算是曹文斌不说 五成前也猜到了答案 毕竟这一批里的人 都是些小丫头骗子 根本就不符合曹文斌的审美 于是乎 早就等待着的第二批 就走进来 替换掉了第一批 但可惜的是 这一批里 依旧没有曹文斌的财 成前啊 你这白金汉宫 也没有你说得那么好啊 第二十三章 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曹文斌的吐槽之语 刚一出口 五成前立马就慌了 他倒不是 怕曹文斌生气 而是怕曹文斌觉得 这里没意思 直接一走了之 要是那样的话 他可就没办法返回出声点了 少主稍后 我出去安排一下 曹文斌没有说话 但任谁都能看得出来 他这是默认了 所以 五成前二话没说 当即就窜了出去 屋外 你们是怎么搞的 就拿这些小丫头骗子 来考验干部 哪个干部经不起这样的考验 被指着鼻子痛骂的 正是为几人领路的那个美女 她叫吕含燕 是这白金汉宫的负责人 五成前的心腹之一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她并不怎么慌 少爷 这你可就错怪我了 刚才进去的那些 可都是我们这里最顶级的美女啊 五成前一愣 但很快的 她就反应过来 这女人还没弄清楚 曹文斌的癖好 于是乎 在万般无奈之下 她就只好耳提面命道 这位顾客爱好特殊 她不好罗利 直喜人妻 所以 下一批进去的 必须是要有韵味的 绝对不能再是这些小丫头骗子了 说完 五成前就准备返回包厢 在她看来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一吕含燕的手腕 这事肯定就不会再有什么波澜了 而她 也可以为返回出生点做准备了 可还没等决定好 等会要用什么姿势呢 吕含燕就直接给她泼了一盆凉水 少爷 你当初可是下了死命令的 我们只收录为开封的 就算是在这里被撕开封条的 那也得及时给遣散费送走 五成前的脚步一顿 随后就语气阴森地问道 一个都没有 确实没有 本来嘛 吕含燕以为自家少爷 会和她一起想个办法 从而解决掉眼前的这个难题 可没成想 她等来的 却是冷酷无情的 既然没有 那你就亲自上 记住 进去之前 你要换上后妈裙肉丝袜 再加上绑带高跟鞋 这样才能把你的魅力 给发挥到最大 不愧也是丞相传人 五成前确实很懂这里面的道道 吕含燕要是真这么办了 那曹文斌 还真就不一定能顶得住 不过听完这番说辞的吕含燕 却是并没有行动 你真让我去陪客户 吕含燕的双眸之中 充满了不敢置信之色 这个男人 怎能如此的绝情 他昨天不还赌咒发誓 说什么山无棱 天地和 乃敢于切绝吗 这二十四小时都还没到呢 怎么就变卦了呢 难道真的是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怎么 不可以吗 我告诉你 今天你不管用什么方式 都必须让里面那个男的 把你的封条撕掉 并且要保证这一晚上 他都没离开你的视线 如若不然 我就把你脱光了 丢平民窟里去 很显然 此时的五成前 想出生点 已经想疯了 好 我去 我去总想了吧 说完 吕寒烟就跑向了 不远处的衣帽间 在那里面 有五成前刚才所说的 所有装备 不过在他转身的一瞬间 他的眼神就变了 痛苦之色直接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无尽的冰冷 五成前 既然你不人 那就不要怪我不义了 你不是要把我送人吗 那今夜过后 老娘就不是你的 我封条还在 难道还怕找不到个靠山 屋内 安排好了 曹文斌的神情很不爽 看那模样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抽身离去 而这番表演 也果然将已经失了制的五成前 给骗到了 少主别急 三分钟 最多三分 一会进来的那个人 绝对合你的心意 那我就再等三分钟 听到这话 五成前长输了一口气 还好还好 还有返回出生点的希望 而随着吕寒烟 按照他的要求 身穿紫色后妈裙走进包厢 他的心就更安稳了 因为事情的发展 和他预想的 几乎一摸一样 曹文斌在见到吕寒烟的第一时间 就流露出了诸歌样 唯一让他不爽的 就是曹文斌 居然挽起了左拥右抱 在将吕寒烟搂到怀里后 也没有放开他老妈 少主 这个你还满意吧 满意 非常的满意 成前你放心 今天这事 我是不会忘记的 表面上 曹文斌就如同吃汗一般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可心里 他却是已经乐开了花 第24章 声东击西 别人可能不知道 这吕寒烟的价值 以为他就是个 姿色无双的老宝 可身怀 异界龙王的曹文斌 却是非常清楚 这女人有多牛逼 她与秦云梦一样 是五成前的左膀右臂 不过与秦云梦 能成长为圣级不同 吕寒烟的天赋 是内政 几年之后 当五成前登基称帝时 这女人官拜丞相 能力之强 更是被五成前 誉为当世武侯 五成前啊 五成前 你这是在自掘坟墓 我是真没想到 一个出生点而已 竟然能把你这位 天命之子 给缠成这样 当然 在暗自吐槽之时 曹文斌也没有 冷落怀中的美人 这不 也就几分钟的光景 吕寒烟就已经受不了 这位老板 咱们喝一会吧 别摸了 而同样也看不下去的 五成前 立马就跳出来 帮起了枪 对呀少主 光摸有什么意思 我在上面 为您预备了一个房间 您要是忍不住了 那就去过去休息吧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五成前的眼中 全是兴奋之色 他很清楚 曹文斌上楼之时 那就是晴云梦落单之日 同时也是他愿望 达成的美好时刻 但可惜的是 曹文斌并没有 按照他的剧本走 你小子懂个屁 好菜药品 直接掀了保鲜膜 那有个锤子的意思 说完 曹文斌就自顾自地 玩了起来 再也没有理会 五成前 实质 轰隆 什么声音 刚与吕寒烟 喝完交杯酒的曹文斌 在巨响传来的一瞬间 就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脸上的表情 也由之前的淫荡 转变为了惊恐 不过要是仔细看的话 那就不难看出 这一切都是伪装的 眼神中 那怎么也掩盖不住的笑意 才是他的真情实感 要是在平时 那智慧过人的五成前 大概率是能发现这处破绽的 可此时此刻 五成前却是没功夫 理会这些细枝末节了 因为他已经听出来了 爆炸声是从地下传来的 也就是说 他的地下实验室 出事了 这一下 什么保鲜膜 什么返回出声点 全都被他给抛到了猫后 冲着曹文斌微微一鞠躬 五成前满脸焦急地说道 少主 听这声音 应该是地下仓库出事了 实在不好意思 耽误您的雅信了 您看 摆了摆手 正式要紧 你去忙你的吧 反正我也该回去了 对了 这个女人我想直接带回去 你应该没意见吧 虽然心里在滴血 可五成前 却还是咬牙点了点头 曹文斌的要求非常合理 他找不到一丁点的反驳理由 少主既然舍不得他 那直接带走就是了 而曹文斌等的 就是这句话 于是乎 他没有任何犹豫 一手拉着一个 很快就消失在了 这处是非之地 路上 少主 今晚所发生的一切 应该都是你布置的吧 不得不说 这吕寒烟的能力 确实很惊人 这才过去多久啊 他就洞悉了一切 有的时候 人还是傻一点的好 如若不然 是会有性命之忧的 听到这句半威胁之语 吕寒烟笑了 少主是不会杀我的 眉毛一挑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你不会以为 你的这具身体 能救你一命吧 轻轻地摇了摇头 吕寒烟的笑容 依旧未减 当然不是 一句皮囊而已 以少主的身份 想要什么样的没有 我的底气 是我的脑子 本来嘛 曹文斌是准备 与这个女诸葛 再聊两句的 但就在新话题 即将出口之时 一道娇小的身影 却是突然就降落 在了几人的身边 刹那间 两女的心 直接就提到了嗓子眼 他们还以为 是事情败露 五成前派高手 来赌几人了呢 不过曹文斌 却是极其的淡定 事情办妥了 没错 来人正是他的 护道者薛柔 是的少爷 那处地下室内的东西 能带走的 我都给装到了 储物袋中了 至于不能带走的 我也都给砸了 对了少爷 我顺手还抓了一个俘虏 准圣 看透此人实力的一瞬间 曹文斌就猜出了 他的身份 不出意外的话 他应该就是 五成前救活的 那个准圣 真是踏破铁鞋 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这一刻 曹文斌是真的笑了 吞天魔宫这门绝世功法 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五成前 你想不到吧 你的底牌 马上就要成小爷的养料了 第25章 破府沉舟 一日之后 上书房 烂摊子收拾好了 听到开门声后 原本还在看书的武林天 立马就追问了起来 很显然 他已经知道了 白金汉里发生的事 不过也对 作为天武皇主 在这天武城内 还真就没有多少事情 能瞒过他的眼睛 而听到这话的五成前 则是露出了一个 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收拾是收拾好了 不过那个实验室 却是彻底报废了 眉头一皱 随后武林天的眼中 就飞速地闪过了一抹怒火 那处实验室的重要性 他比谁都清楚 毫不夸张地说 就是拿一位圣级来换实验室 那他也绝不会答应 可这么重要的地方 却是无辜被毁了 而凶手 至今还逍遥法外 要是举全国之力 据你估计 多长时间能再建个实验室 一个月吧 武林天尝输了一口气 还好还好 时间不算太长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对了成前 你觉得凶手是谁 武成前沉默了 这个问题 他已经想了整整一天 可却一直没有答案 唉 武林天恨铁不成钢地叹了口气 随后才很是无奈地问道 你难道不觉得 曹文斌出现的时机 有些太巧合了吗 武成前微微一愣 但几秒钟之后 他就浑身颤抖了起来 当然 他不是得了杨巅峰 而是被弃的 父皇 您的意思是 这曹文斌之所以会去白金汉 并不是为了找乐子 而是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 武林天欣慰地笑了 不愧是他最看好的儿子 果然够聪慧 什么是一点就通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别忘了 你的实验室里 可是有一位准圣保镖的 目前的天武城 除了他曹文斌 还有谁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一位准圣 说到这里 武林天停顿了一下 但很快的 他就继续说叫了起来 城前啊 有些东西该放下 那就得放下 如果实在放不下 那就将他搁置起来 等实力强大了之后 再将其翻出来 那也不晚吗 很显然 这又是一句提点之语 而武成前也听懂了 不过他却是没有接这个话茬 反而转移起了话题 父皇 那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办 这一下 轮到武林天沉默了 曹文斌的意图很明显 那就是 采用盾刀子割肉的策略 一点一点地蚕食他们也俩 而有曹家作为背书 这招简直就是无解的杨某 他们根本就无从反抗 不过作为皇主 武林天当然不会放弃 前方既然没路了 那烫出一条路就是了 向到这里 武林天的身上 当即就浮现出了一丝王霸之气 现在看来 我们就只能快刀斩乱麻了 武成前浑身一震 父皇的意思是 没等武成前把话说完呢 武林天就抢先说道 没错 我就是要干掉这个所谓的少主 当然 我们也不能忙干 最好的办法 就是将曹文斌给忽悠进一个 对实力有限制的秘境中 如此一来 他就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了 没有提任何的反对意见 武成前只是对着武林天 输了一个大拇指 这招真是绝了 不仅能铲除掉威胁 还不会引火烧身 毕竟在秘境之中挂掉 那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就按父皇说的办 正好这种限制实力的秘境 我手中就有一个 越是商业 这父子两个就越兴奋 那模样 就仿佛曹文斌 已经是他们案板上的肉了一般 同一时间 弟后宫 母后 现在都火烧没毛了 你居然还能看进去说 你知不知道 老三为了讨好少主 这几天 已经连送两个美女了 其中一个 更是他亲妈 我们要是再不行动 那搬来的这个旧兵 很快就要成敌人了 瞄了一眼 那在原地打转的五成风 裴洛雪无奈地摇了摇头 自己这么有心机的一个人 怎么就生出了这么一个玩意呢 难道是基因突变 臭小子 你就安心吧 别说是两个女人了 就是五成前送两百个女人 那曹文斌 也只会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出的价更高 对于自己的魅力 裴洛雪那是极其自信的 他不认为 有哪个女人的吸引力 能盖得过他 我的价更高 母后 你到底答应那曹文斌什么了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老老实实地 等着做你的储君吧 第二十六章 抢老爸的菜 杀了我爸 求求你杀了我爸 与往常的恩娜声不同 最近几日的曹家宫殿内 传出的却都是哀嚎之声 并且 这声音还一天比一天凄厉 本来嘛 众女都以为今天晚上 又得在这种声音的骚扰下入眠了 可没成想 待天色彻底暗淡下来之后 那圣人的声音 居然凭空消失了 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众女长舒了一口气 在他们想来 今夜曹文斌是肯定不会出关的 毕竟 不管是修炼什么功法 那功成之后 都是需要稳固一段时间的 但就在他们准备各回各屋时 主卧的房门 却是突然就被推了开来 紧接着 曹文斌的身影 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少主 薛柔本来是想问山好的 可话还没说完呢 他就愣在了原地 因为他猛然发现 自家少主的气息 居然在这短短几天之内 就猛涨了一大劫 劫丹巅峰 薛柔满脸的惊骇 他要是没记错的话 自家少主在闭关之前 好像是先天巅峰吧 几天时间 就跨越了两个大境界 这是吃仙丹了 少主 你这是 摆了摆手 一门 能吸收别人的修为 为我所用的功法而已 不值一提 薛柔听得双眸大亮 浑身更是止不住的颤抖 要说他们曹家这几年 最闹心的事是什么 那少主修为太低 绝对是首当其冲 可现在有了这个功法 那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 一个准圣 就能让少主跨越两个大境界 这要是抓个大地 想到这里 薛柔立马惊言道 少主 你既然有如此功法 那可一定要好好利用啊 不如我们现在 就传信家族 让族中老祖 为你抓个大地如何 为了你 我想老祖们是一定愿意的 这番说辞一出 秦云梦和吕寒烟 直接就骂了 抓个大地 以供修炼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不仅是他们 曹文斌同样也骂了 抓个大地 对于曹家来说确实不难 可过后的风波 却不是那么好承受的 是 他是不怕天下百姓群起而攻 可他怕所有修士群起而攻啊 整个中州 一共才几个大地 他们曹家无缘无故抓一个 那剩下的大地 绝对会人人自危 从而组成联盟 共同抗曹 不过薛姨的话也不无道理 但却需要从长计议 要是哪个大地惹到我了 那再出手 想是这么想的 但曹文斌 却还是给了薛柔一个白眼 这位被自己老爸 惦记了一辈子的女人哪都好 就是太心之口快了 你即便是这么想的 可也不能这么说啊 闷声发大财的道理 难道都不明白吗 于是乎 为了让这女人耐长长记性 曹文斌一把就将她给搂到了怀里 要是别的女人 那两人最多也就是拥抱到一起 可薛柔却是不同 身高只有一米五八的她 实在是太小巧了 曹文斌这一用力 她直接就变成了树带熊 整个人当即就挂在了曹文斌的胸前 双臂搂拨 两条雪白的眉腿缠腰 那造型 真是要多暧昧 就有多暧昧 而这一幕 要是被曹子燕看见了 那她非得极度死不可 少爷 你愉悦了 我是主母的陪嫁丫鬟 按照礼法 我应该是属于老爷的 她不提这个还好 一提这个 曹文斌瞬间就更激动了 你就不用等我爸了 她这辈子 就只能独宠我老妈了 不吃 没有任何意外 薛柔直接就被逗乐了 但笑归笑 她却也知道 这是事实 这都一百多年过去了 曹子燕为了能得到她 可谓是用尽了心机 各种机会创造了无数 但却没有一次成功的 每到关键时刻 林诗英总能及时出现 而就在薛柔回忆过往之时 曹文斌却是已经上手了 当然 为了不让气氛尴尬 曹文斌在摸的时候 嘴也没闲着 对了薛姨 我闭关的这几天 天舞城有什么大事发生吗 强忍着身体的不适 薛柔红着脸 用细弱蚊虫般的声音回答道 少爷 最近城中发生的大事不少 但与我们有关的 一共就两件 一件事几日之前 有人在城北的山林之中 发现了一处秘境 据入口处的石碑记载 此秘境乃是吞天大地的葬身之所 将会在三日之后开启 只有人亡静以下的人才能入内 而在两日之前 三皇子还派人送来了书信 询问少爷 有没有一同探索秘境的兴趣 第27章 半夜按摩 要是别的秘境 那曹文斌绝对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 毕竟他曹家根本就不缺抵御 大地葬身之所 听起来很高端 但说到底 也不过就是个古墓罢了 他曹家连活着的大地都有好几尊 又何必去当摩金校尉呢 不过这墓要是吞天大地的 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要是能在里面 找到与吞天魔宫相匹配的东西 那绝对能让他的实力大增 至于第二件事 则是帝后宫从五日之前开始 就每天有人来询问少爷出关了没有 算算时间 薛柔的话并没有说完 因为帝后宫的人 已经到了 少主 我家娘娘想请您过府一叙 现在吗 瞄了一眼外面的天色 曹文斌一脸的不可置信 这要是白天 那他勉强还能接受 可现在却是晚上啊 那女人不是一直都在提防着他吗 是的 少主 我家娘娘的原话是 您只要出关了 那就请尽快过去一趟 曹文斌眼中金光一闪 随后二话没说 直接就冲了出去 而被他光速放下的薛柔 则是满脸的不爽 碗里的都还没吃呢 却成天惦记着锅里的 臭小子你给我等着 下次你在想吃时 老娘要是能让你轻易得手 那我就不信薛 很显然 薛柔这是吃醋了 可他哪里知道 曹文斌之所以这么急 并不全是为了满足私欲 点亮万美路获得奖励 那才是他最看重的 已然是结单强者的曹文斌 速度不可谓不快 再加上两座宫殿离得并不远 所以仅仅几分钟之后 曹文斌就到达了目的地 裴仪 你终于想通了吗 来 快让我看看 你最近瘦了没有 正在躺椅上看书的裴洛雪 无奈地翻了一个白眼 果然是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这家伙 依旧是那么的爱 占他便宜 不过 面对曹文斌伸过来的大手 他却并没有阻止 反而还调整了一下躺着的姿势 很显然 他这次锁图不小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少主 我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呢 曹文斌就挥手打断了他 裴仪 你还是不要开口的好 因此 你已经没筹码了 所以 后面的话曹文斌没说 但闻闲音而知雅意 智商超高的裴洛雪 立马就明白了曹文斌的意思 看来只能等以后有了感情后 再开口讨要封地了 没错 这次他所求之事 正是想讨一块封地 五日之前 他裴家老祖在机缘巧合之下 突然就突破到了圣级 这下好了 整个裴家迅速膨胀 绝大多数的家族子弟 都在嚷嚷着要建国 但他们这点实力 却又不敢造武家的反 于是乎 他们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打算让曹家赏赐他们一块无主之地 当然 以他们的层次 那是肯定接触不到曹家的 所以 外家的裴洛雪 就成为了他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本来嘛 这浑水裴洛雪 是不想汤的 可他的拒绝至于刚一出口 他的老爸和老妈 就给他来了个一哭二闹三上吊 而他老弟更绝 居然给他来了个常规不起 万般无奈之下 他就只好答应试试 这才勉强送走父母和弟弟 唉 形势比人强 不能再矜持下去了 也罢 反正早给晚给都是给 等成风的事情稍微有点苗头后 就找个机会 把自己交出去吧 想到这里 裴洛雪双眼一瞇 随后就撒起了娇 少主 人家的腿有些不舒服 你不是会推拿只树吗 帮人家安安呗 越说 裴洛雪的脸就越红 当初飞艇上的一些修人画面 也重新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好啊 而曹文斌 可不管这女人是怎么想的 在他看来 有便宜不占 那就是王八蛋 所以 裴洛雪的声音刚一落下 他的大手 立马就落到了那两条筷子腿上 第28章 迭克现身 在知道了曹文斌要来后 裴洛雪就将宫殿内的宫女 都给派遣了出去 所以 两人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玩 到了后来 更是做起了足了 可曹文斌和裴洛雪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落在了另外两人眼中 而这两个人正是藏身在暗处的 武清梦和迭克 本来嘛 这对小鸳鸯 是在宫殿不远处的小花园里 优惠的 但不知为何 花园里的宫女 却是突然就变多了起来 于是乎 两人万般无奈之下 就只好将优惠地点改为了宫殿之内 刚开始时 一切都还好 两人浓情蜜意 好不痛快 可好景不长 当曹文斌从天而降后 一切就都变了 母亲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父亲对他那么好 他怎么能红杏出墙 不要脸 此时武清梦 小脸都快变成长白山了 在他的小情人面前 自己的母亲居然做出了这么 甜不知耻的事情 这简直就是 再给他上眼药 不行 我要用刘影石匠这一幕记录下来 然后上报父皇 说完 他就准备去找刘影石 可武清梦才刚站起来 迭克就一把将他给拽了回来 倒不是怕暴露身形 毕竟两人的周身 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轻雾 此雾是由一个葫芦发出来的 它能隔绝一切声音和气息 只要不是被亲眼看到 那其他任何探查手段 都对雾中之人无效 也正是凭借着雾气 迭克才能自由出入皇宫的 秦梦 你可别冲动 此事是万万不能扩散出去的 迭克确实对曹文斌恨之入骨 但他也明白 这是绝对不是他们能掺和的 贸然插手 那可能连全尸都留不下 毕竟天舞皇主看到了刘影石后 最先想到的 绝对不是找曹文斌的麻烦 而是先杀了他们灭口 迭克哥哥 你为什么要阻拦我 伸手摸了摸这小丫头的头 迭克苦笑了一声后 就开口解释了起来 当然 他并没有说实话 我这是 在挽留你的家庭啊 你想想 你爸要是看到了这幅画面 那你妈就一定会被擒猪笼 至于你和你哥哥 说到这里 迭克比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 毫无悬念 武清梦的小脸 当即就被吓白了 与此同时 他看迭克的眼神 也更温柔了 这个男人对他可真好 处处都为他着想 不过很快的 他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可放任不管 也不是办法呀 母亲他虽然还会失身 可看两人的状态 距离迈出那一步 明显不远了 听到这话 迭克的双眸之中 极度之情一闪而过 很显然 他羡慕了 先是老祖迭鱼鱼 又是地后裴洛雪 妈的 想说这一切的 为什么不是我 老子哪里比曹文斌差了 想是这么想的 但迭克却并不敢表现出来 毕竟此时的武清梦 可是他唯一的靠山 你不用担心 这是很好解决 三日之后 遗迹就将开始 到时这曹文斌 是一定会去的 我们只需在秘境之内 将这家伙干掉 那不就万事大吉了 武清梦神情大振 没错 只有把肩夫干掉了 那母亲不就没办法出轨了吗 至于再找一个 那根本就不现实 不是所有人 都敢睡地后的 好 就这么办 明天我就去皇家宝库走一趟 争取从里面多拿些宝物出来 我要在进入秘境之前 将我们两人武装到牙齿 第二十九章 先桌子 三日之后 城北密林 三殿下真是人意呀 大地秘境 居然都能拿出来 与我等分享 以前我还以为 它是七十道明之辈呢 现在看来 是我狭隘了呀 平心而论 如果我能控制这秘境 那绝对做不到这种程度 没错 用资源换入场券 就已经是常人的极限了 可三殿下却 从半个时辰之前开始 秘境的入口处 就到处都是对五成前的赞美之声 并且是此起彼伏 经久不衰 可这些二傻子哪里知道 他们这就是典型的 被人家卖了 还在帮人家数钱 五成前之所以开放这处秘境 就是为了多吸引些替死鬼过来 毕竟曹文斌被干掉后 那曹家是一定会发飙的 要是只有他们五家的人进了秘境 那他们就算浑身都是嘴 也绝对难逃干系 可要是进去的人多 那就另当别论了 曹家就算是再霸道 那也不能将所有参与的家族 都给灭掉吧 而且这么干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能收拢人心 这不 收割完这一波声望后 五成前的实力 同样也达到了结单巅峰 并且 这还是他特意压制的结果 如若不然 他最次都能冲到人亡境中气 这种以众生为奇的感觉 还真是美妙啊 一时之间 站在队伍最前方的五成前 眉宇间全是得意之色 不过很快的 他的眉头就又皱了起来 曹文斌怎么还不来 难道一座大地葬身之所 都诱惑不到他吗 这个想法一出 五成前立马就烦躁了起来 这要是真没钓到曹文斌这条大鱼 那这次的损失 可就大了去了 好在曹文斌很善解人意 所以并未让他烦躁多久 可曹文斌到来之后所做的事 却是让五成前目自欲裂 都给我退后 这秘境 老子承包了 没有我的允许 谁要是敢擅自靠近 那我就灭了你全家 听到这话 刚刚还在高堂扩论的众人 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但仅仅几夕之后 他们就炸了 承包秘境 你以为你是谁 天舞皇主吗 居然遇到了一个傻子 真是晦气 我们不如联手灭了他吧 很显然 现场的这些小辈 并不认识曹文斌 至于五成前 则是在曹文斌开口的一瞬间 就溜进了不远处的秘林之中 他要找藏在暗处的武林天 商量一下 看看如何才能破局 毕竟曹文斌的这一手 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 父皇 这曹文斌 明显是要掀桌子 我们要是不能尽快想出对策 那一切就前功尽弃了 越说 五成前的脸就越黑 他是真没想到 曹文斌能这么不要脸 完全不讲游戏规则 不过他却是不得不承认 对于曹文斌来说 这是最安全的做法 对策倒是有 不过代价却是有些大 听到这话 五成前立马就来了精神 父皇 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一名圣级被灭的代价 五成前神情一阵 可还没等他询问呢 武林天就自顾自地解释了起来 守护在曹文斌身旁的那个女人 是准圣巅峰的修为 也就是说 要想让曹文斌退让 那就必须得有圣级出手 五成前懂了 他父亲 这是要打一个时间差 没错 曹家确实有很多圣级 可这附近却是没有啊 所以只要有圣级出生 那曹文斌必然会退让 不过这个圣级的命运 想到这里 五成前的眼中 立马就掠过了一抹寒芒 父亲 反正都得牺牲一名圣级 那我们为何不 轻轻地摇了摇头 武林天直接就拒绝了自己儿子的提议 曹文斌可以死 但只能死在秘境之中 如果在外面出了事 那我们绝对也难逃一死 说完 武林天也没有在末迹 右手轻轻一挥 一道荧光 当即就飞向了天边 而从飞行轨迹来看 荧光的目的地 正是天武皇宫 父亲 不知你叫的是哪位圣级 这个问题 武成前刚才就想问了 毕竟在他的记忆中 武家除了那几位老祖 好像就没有其他的圣人了 而这件事 明显是不能让老祖出马的 王涛 虽然得到了答案 可武成前 却是更猛逼了 王涛 他不是准圣吗 烈嘴一笑 他现在确实是准圣 但那是因为他受了致命伤 不过在拼命的情况下 他却是能短暂地 发挥出圣级的实力 第三十章 我曹文斌的后台 很硬 圣级虽然做不到撕裂虚空 但速度那也是奇快无比的 这不 武林天才刚刚传递完信息 秘境入口处的虚空中 就突然浮现出了一位刀疤男 听我的后背说 这里有一位 想独霸秘境的狂徒 来 让老夫看看 到底是怎么个事 说完 他的注意力 就直接落在了 曹文斌的身上 这要是一般人 那绝对会被吓一跳 毕竟从气息上来看 这可是一位圣级 但曹文斌 却是完全没把他当盘菜 一个重伤捶死 只能勉强发挥出 圣级实力的蝼蚁而已 你有什么可好横的 王涛微微一愣 但很快的 他就笑了 不过这笑容 却是极其的圣人 你明知道我很快就要死了 居然还敢刺激我 难道你就不怕 我在临死之前 拉你当电辈的吗 曹文斌 同样也笑了 伸手拨开挡在身前的削柔 随后他就淡淡地反问道 你知道大臣 在被刺死之前 为什么都要谢主龙安吗 王涛沉默了 为什么要谢主龙安 那当然是为家人谢的呀 要是不谢的话 那九族可就要谢他了 而想明白了曹文斌 话语中的深意后 王涛的额头上 立马就浮现出了一层细汉 但此时的他 却是已经没有退路了 于是乎 他就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装狠 驴唇不对马嘴 你打什么哑咪 好了 你赶紧给老子滚开 这秘境是大家的 而你也没有独霸这秘境的实力 话音一落 他就准备强行 将曹文斌给赶走 但让王涛没想到的是 他都把戏演到这种程度了 可面前的小子 却依旧无动于衷 他到底有什么底牌 这一刻 王涛是真的心虚了 而曹文斌 也没有让他继续胡思乱想下去 很快就将底牌给亮了出来 哎 我给过你机会了 可你却一心求死 他就怪不得我了 喃喃自语声一落 曹文斌胸口处的一块玉佩 就散发出了五色豪光 紧接着 众人的头顶 就凭空出现了一道裂缝 而从裂缝之中走出来的 正是六足 臭小子 你终于舍得召唤我了 看着如此炸裂的一幕 在场之人 除了曹文斌和薛柔外 其余的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被吓傻了 至于刚才还在装逼的王涛 更是被吓得 直接就从空中掉了下来 碰 没有任何缓冲 他直接就摔了一个狗啃式 但此时此刻 却是没人再关注他了 因为曹文斌这家伙 已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直接就钻进了来人的怀中 卧槽 这家伙到底是谁啊 不仅有准圣护卫 更是敢吃大地的豆腐 没错 抱住赵约后 曹文斌并不老实 大脸一直都在高耸处乱蹭 听父亲说 曹家的少主来天舞城了 现在看来 此人应该就是少主了 兄弟 一会 你别忘了给我收拾哈 我刚才喷少主来了 收个屁的是 你觉得少主要追究的话 我能跑得了吗 少主真帅啊 我想给他生猴子 而就在吃瓜群众们议论纷纷时 曹文斌和赵约 却是已经开始 亲切地攀谈了起来 好了臭小子 你要是渴了 那就快去找水喝 我没生过孩子 没办法为你解渴的 曹文斌爆汗 真不愧是熟透了的女啊 言辞就是犀利 本来嘛 曹文斌下意识地就想说 我可以让你拥有此能力的 但话到嘴边后 他却是又给咽了回去 而他这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也被赵约给看在了眼中 想说什么就说吧 跟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 很显然 他这是会错了意 以为曹文斌是有事要求他呢 不过他的这番话 也确实给了曹文斌一个台阶 约二姐 这束秘境对我很有用 所以我想让你 帮我堵住这道出口 在我出来之前 不要让任何人进去 说完 曹文斌就伸手指了一下 那已然开的秘境 没有任何迟疑 赵约直接点头 你安心探索就是 只要没有别的入口 那绝对没人能打扰到你 给曹文斌吃了一颗定心丸后 赵约就低头看向了下面的吃瓜群众 我只给你们实习的时间 实习之后还没离开的 那就永远都不要离开了 当然 不服的也可以把你们的长辈叫来 我这人爱讲道理 喜欢以理夫人 众人大惊 随后连屁都没敢放一个 眨眼之间就消失的一干二净 好了 你进去吧 点了点头 紧接着 曹文斌直接就钻进了秘境之门中 当然 在他的身后 还跟着秦云梦 这位实力 同样也是结单期的大美妞 至于带这个女人的目的 撕 撕裂虚空 来人竟然是大地境 几十里外的树林之内 五成前毫无形象的羊躺 在草地上 那么呀 真是要多狼狈 就有多狼狈 曹文斌 你不讲武德啊 老子只用了一个平 哎 你怎么就放大招了呢 哎 古人说的果然没错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再完美的计谋 那都是一坨屎 这一刻 五成前迷茫了 赵渊的出现 将他的雄心壮志 全部击碎 他感觉自己的人生道路 那就是挑死胡同 而曹家 正是他面前 那赌用任何办法 也翻不过去的墙 要是我此时 前去求和 不知道曹文斌 会不会把我母亲放回来呢 不得不说 五成前这家伙 是真的很执着 即便是到了这种时刻 他却依旧 还在惦记着出生点 原来成前兄 也是同道中人啊 谁 五成前一跃而起 紧接着 他直接就掏出了震魔塔 战斗姿态瞬间成形 成前兄 不用这么紧张 再下名叫蝶科 与你一样 也跟那曹文斌 有血海深仇 只不过 我被抢走的是自家老祖 而你被抢走的是老妈罢了 听到这话 五成前立马就对蝶科 产生了一丝 惺惺相惜之感 原来 在这个世界上 他并不孤独啊 跟他有同样爱好的 还大有人在 可即便如此 五成前 却依旧没有放松警惕 那不知蝶兄 来此的目的是 蝶科也没有兜圈子 敌人的敌人 那就是朋友 我此番前来寻你 就是想与你联手 对抗曹文斌的 苦涩一笑 刚恢复了一些 精气神武成前 立马就又变成了 爽打的茄子 蝶兄 要是在今日之前 这事我绝对不会推辞 可现在 那尊大帝 想必你也看到了吧 说句不好听的 我们拿什么与人家斗 嘴角一翘 随后蝶科就吐出了一句 让五成前 直接蹦起来的话 如果我知道 另外一个秘境的入口呢 此言当真 五成前 那叫一个激动啊 如果秘境还有其他入口 那一切的问题 就都将迎刃而解 并且还会让计划 变得更加完美 毕竟你家大帝 都来亲自作证了 那曹文斌 要是再出点什么事 你总不能还怪别人吧 自然是真的 另外一处入口 就在距离此地 十公里之外的一个山洞中 怎么样 我们现在可以谈谈 战利品的问题了吗 五成前双目一眯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秘境之内的一切 当然 你母亲肯定是你的 我不会多人所好 没有任何犹豫 五成前直接点头 成交 第三十一章 用秦云梦下套 一处秘林之内 曹文斌和秦云梦 凭空就出现在了一个树叉上 好在两人都不中 再加上这树叉很结实 如若不然 他们非得摔个狗坑石不可 少爷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往那边走 本来嘛 曹文斌也是很迷茫的 毕竟入木之处都是树 根本就看不到远处的事物 不过 就在他准备随便选个方向之时 一股迷你之音 却是在指引着他 往西方走 应该是吞天魔宫 和吞天大地的墓葬 其反应了 果然 世间万物 都是有因果关系的 牵一发动全身 这要是让五成前知道了 嘴角一翘 随后曹文斌也没在墨迹 直接就领着秦云梦 奔向了西方 可仅仅几分钟之后 两人就又停了下来 因为 在他们的十几米外 居然躺着一具尸体 而从那还在往外渗血的伤口来看 此人显然才死不久 还有别的入口 曹文斌神情大震 身体也在一瞬间 就紧绷了起来 与此同时 那前去检查尸体的秦云梦 也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少爷 此人是被五成前所杀的 你确定 郑重地点了点头 这伤口 明显就是天子剑造成的 此剑五成前 既有用过一段时间 所以我绝对不会看错 曹文斌沉默了 他是真没想到 五成前能这么难缠 一位大地境的强者 居然都没能阻止得了 那家伙进入秘境 看来在进入墓葬之前 要想办法 先坑他一把了 有了决定后 曹文斌没在犹豫 当即就以更快的速度 奔向了前方 他要绕到超过五成前 从而为自己争取到 布置陷阱的时间 妈的 这秘境怎么这么大 看着一望无际的森林 五成前的双目中 都快喷出火来了 他放弃了此行的一切收获 目的就是为了 能干掉曹文斌 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别说是干掉那家伙了 就是想找到人家 那都是渴望而不可及的事 难道要白打工了 异常不甘的五成前 当即就准备跳上 树顶再观察一下 可还没等他行动呢 那一直都默不作声的迭克 去是说话了 什么声音 声音 五成前一惊 随后就静下心来 倾听了起来 紧接着 一道若有若无的声音 就传进了他的耳中 女人 五成前和迭克相视一笑 下一刻 两人就一起 冲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可等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后 五成前却是直接就炸了 曹文斌 你他妈的不是男人 居然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没错 发出声音的女人 正是晴云梦 此时的他 也不知是被谁给捆在树上 原本就不算太长的裙摆 已然被彻底撕烂 五成前和迭克都是过来人 所以仅仅几秒钟之后 他们就脑不出了刚才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一定是曹文斌遇到了强敌 然后在不敌的情况下 把晴云梦给丢出来 当诱饵了 畜生 曹文斌你就是个猪狗不如的畜生 我五成前发誓 你一定要弄死你 并且 让你老妈 也体验一把今日的阵仗 不过就在五成前赌咒发誓时 迭克却是轻轻地推了他一下 这里有没外人 你就别整苦大仇身那一套了 赶紧去你妈 给解救下来吧 当然 你要是不嫌脏 五成前愣住了 很显然 这个提议让他心动了 但很快的 他就清醒了过来 我可不喜欢现场直播 话落 五成前就准备去解绳子 可就在他即将走到晴云梦的身边时 那原本还很结实的绳子 却是突然就断了开来 紧接着 刚刚还在闭目哼哼 仿佛已经被玩晕过去的晴云梦 就直接从背后掏出了一把匕首 没有任何悬念 毫无准备的五成前 被捅了得结结实实 要不是在最后时刻 五成前勉强避开了心脏要害 那此时的他 可能就又要去穿越了 为什么 盯着眼前晴云梦 五成前一脸的绝望 打死他都没想到 这个他惦记了好几个月的女人 会对他动刀子 不是说虎毒不食子吗 可他的母亲为何 想到这里 五成前浑身一颤 难道是这女人已经发现 他不是原来的他了 第32章 异常执着的五成前 五成前很惨 可他却不是最惨的 就在他被晴云梦袭击之时 一旁的迭科 同样也陷入到了巨大的危机之中 而袭击迭科的不是别人 正是曹文斌 姓曹的 我家老祖都让你给睡了 你怎么还能 对我们这些小辈动手 看着透体而过的利剑 迭科的心在滴血 说实话 曹文斌要是捅别的地方 哪怕是脑子 那他都不会如此愤怒 可曹文斌捅的 却是他的腰子 这可是一个男人的本钱 本来嘛 迭科是想来个极限反杀的 但还没等他行动呢 一个声音就在他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并且语调非常焦急 小子快跑 这曹文斌手中拿的 是一把地级上品地兵 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你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出于对老爷爷的信任 迭科没有任何迟疑 当即就脱离了战场 而他也很讲义气 在撒鸭子跑路之前 还不忘提醒五城前 点子扎手 快撤 摆脱追击后 我们传送点集合 五城前心口一痛 传送点 出声点 不过他也知道大势已去 这次是无论如何 也杀不了曹文斌了 于是乎 他挥剑挡了一下 秦云梦刺过来的匕首后 就戒势飞退了起来 少爷 我们追谁 瞄了一眼周身 指于皇宫的两位天命之子 曹文斌微微一笑后 就淡淡地说道 都不追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赶紧将这里的机缘 给收入囊中 尽管都身受重伤 但五城前和迭科的速度 却是依旧惊人 这不 仅仅半个多时辰后 两人先后到达了约定好的地点 而从外表上来看 此时的两人 那都跟没事人似的 五兄 你与女的手段 也太差了吧 自己的老妈 竟然都能被人家策罚 五城前知道自己理亏 所以什么话都没说 但很快的 他就很是不解地询问道 我被偷袭得手 是因为对方乃我老妈 我根本就没有防备之心 可你被得手 又是怎么回事 从之前的情形来看 你好像跟我一样 也没做出太大的规避动作 迭克宇塞 他当时的注意力 都放在秦云梦的肉丝眉腿上了 怎么可能做出太大的规避动作 当然 实情他是肯定不会说出来的 毕竟这位皇子 对自己老妈的心思 那就是 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他要是真说了 那这个松散的联盟 当即就得解散 我这不是被突然出现的变故 给惊呆了吗 好了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我们还是想想 该怎么解决曹文斌吧 你应该也明白 既然都已经正面交锋了 那就绝对不能让曹文斌活着走出去 如若不然 这话 武成前倒是赞同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曹文斌要是活着走出了秘境 那武家必定会壮士断腕 将所有的过错 都推到他身上来 到了那时 别说储君了 就是过街老鼠 他都当不成 于是乎 有着共同目标的两人 当即就群策群力了起来 别说 三个臭皮匠 还真就能顶个诸葛亮 虽然磕磕绊绊 但十来分钟后 一条名为遗己之道 环师笔身的计策 就在两人的修修改改下 新鲜出炉了 好 就这么办 这次我们一定能把 那对狗男女都弄死 五成前眉头一皱 弄死曹文斌就够了 至于我母亲 那还是得留下的 他只不过是受了曹文斌的蒙蔽而已 我有信心将他调教回来 蝶科翻了一个白眼 这位皇子 真是无可救药了 不就是一个出生点吗 居然把他给你成这样 不过等蝶科回想起 秦云梦的肉丝眉腿后 他却是又有些理解五成前了 这要是他的母亲 那就算对他动刀子了 他也绝对舍不得杀 那行吧 等交手时 我特意注意点就是了 对了 我准备拿圣级上品的饮年糊 来诱惑曹文斌 你呢 你准备拿什么 瞄了一眼蝶科手中的东西 五成前咬了咬牙后 就将阵魔塔给拿了出来 我出一件下品地器吧 要不然 我怕那小子看不上 竖了竖大拇指 蝶科一脸的羡慕 不愧是皇族之人 这底蕴确实不是我能企及的 不过 有帝兵作诱惑 那这个计谋的成功率 绝对能在上一个台阶 只要是人 那就没有不喜欢听好话的 五成前同样也不例外 但他却并没有表现出来 祖辈于阴罢了 不值一提 我想以蝶兄的造化 早晚也会有地器的 好了 我们还是尽快去寻找 合适的埋伏地吧 毕竟石不带我呀 第三十三章 巅峰地兵吞天塔 顺着冥冥之中的指引 曹文斌和秦云梦 历经千山万水后 终于到达着 这处秘境的中心处 与想象中的阴森恐怖不同 这里没有坟包 只有一座高耸入云 但却只有三层的宝塔 要是别人在此 那肯定会以为 这是一个另类的牧师 可曹文斌却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座宝塔 正是他心心念念的 地级上品神兵吞天塔 走 进去 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当曹文斌拽着秦云梦 踏上吞天塔的一瞬间 两人当即 就被传送进了塔内 哈哈 这么多年了 新的娱乐周刊终于来了 快快 赶紧把你们的脑子给我 新的记忆啊 这次老夫一定要细细品味 虽然你们两个家在一起 可能都没有一百岁 但也足够我乐呵一阵子的了 曹文斌和秦云梦 才刚刚站稳 一道癫狂之音 立马就传进了他们的耳中 而等曹文斌 琢磨明白了这段话的意思后 他却是直接就炸了 说话的老家伙 居然想把他的记忆 当成娱乐周刊来阅读 这还真是狂得可言 不过等曹文斌 看清了说话之人的相貌后 他却是瞬间无语 原来是个老疯子 只见此人 被足足十八条铁链 固定在了虚空之中 全身上下 唯一能接触到地面的物品 并不是他的脚丫子 而是他的胡须 你才是疯子 你全家都是疯子 小贝 老夫乃是镇摩大帝 三千年前 在整个中周 我的名字 能指小而叶提 好了 赶紧把你们的脑子 交出来吧 如果你们的记忆 能把我逗笑 那你们的人生 也就圆满了 不懈地撇了撇嘴 曹文斌并没有 在搭理这个老疯子 毕竟这没有任何意义 左右扫视了一眼 待发现了通往 二层的楼梯后 他立马就窜了过去 站住 你们的脑子 还没留下来呢 有锁链固定 老疯子的人 那是一点都动不了的 可没成想 他脑袋一甩 居然操纵着 自己的胡子抽了过来 老杂猫 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镇摩大帝 要是在巅峰时期 那曹文斌 绝对是一点反抗余地 都没有的 可被吞天塔 吞噬了整整三千年的他 却是只剩下了 人亡初期的实力 虽然还是比他曹文斌强 却已经在可拼搏的范围内了 于是乎 曹文斌当即就操纵着地剑 迎上了胡须 在以往 镇摩大帝的这一招 那是无往不利的 毕竟他的实力 虽然一不存一了 但肉身强度 却还是大帝级的 而从这种身体里 所长出来的胡须 那自然也不是繁俗之物 可今天 这些胡须 却是遇到了克星 刷 当双方相遇之后 那无往不利的胡须 就如同豆腐一般 直接就被地剑 给斩掉了一大截 本来嘛 曹文斌是准备成胜追击的 但就在此时 老疯子却是惊恐地 大吼了起来 那模样 就仿佛是剑到了鬼一般 罗刹剑 小子 翘叶叉赵约 是你什么人 曹文斌一愣 翘叶叉 赵约 居然有这么霸气的外号 那是我老婆 怎么 你有意见 呵呵 镇摩大帝的笑声里 充满了鄙怡 小子 我不得不承认 你的胆子是真的很大 这话 要是让那个风女人听到 你九泉之下的老祖 可能都得跟着遭殃 好了 你赶紧过去吧 记住 你如果能出去 那千万别说遇到过我 因为我不想被牵连 曹文斌又愣住了 赵约的威慑力 竟然这么强 仅仅一个名头 就把一位大帝给吓到 不敢与他交流了 有意思 不过就算是在牛逼 那又能如何 最终不还是得被小爷给 哼 我不一定能成为大帝 但我一定能上到大帝 越想 曹文斌就越激动 随后他就怀着这样的心情 大踏步地走向了 吞天塔的第二层 第34章 万美露再动 小子 快想办法放本皇女出去 只要你能成功 我保你万事荣华 与第一层时一样 曹文斌才刚刚踏入第二层 一道声音 就立马传进了他的耳中 不过与之前的极其不爽不同 此时的曹文斌 却是异常的心情 因为这个女人的声音 居然将万美露给触动了 并且还是第十一页 没有任何迟疑 曹文斌当即就寻声望了过去 腿好长 美不美 看大腿 本着这样的理念 曹文斌的注意力 第一时间就落在了女人的腿上 但随着视线向上一动 曹文斌的眉毛 却是逐渐皱了起来 倒不是这女人长得很难看 相反的 她的容貌 不输曹文斌见过的任何女人 包括六族 她之所以皱眉 是因为她发现 这个女人并不是人族 你是龙女 听到这话 同样也被捆着的女人一扬脖子 你还挺实惑 不错 本龙乃是龙族的第三十五代皇女 龙脊公主 曹文斌神情一阵 随后就快速地翻阅起 异解龙王 很快的 答案就出炉了 龙脊公主 远古怪胎 具体实力不详 被吞天大地镇压之后 一共遇到过两次脱困机会 第一次 就是五成前收复吞天塔之时 但在援助中 由于龙脊公主太过高 五成前怕镇不住她 所以就又找地方将她封印了起来 而第二次 才是她真正脱困之时 救她的 乃是她的后辈 那龙由于被君逍遥 给斩断了一条手臂 所以就起了将她 给挖出来报仇的心思 但可惜的是 即便是远古怪胎 也依旧不是君逍遥的对手 打了两次 不仅都没打过 反而还被君逍遥给上了 小子 你还在等什么 赶紧想办法 砍断这锁链啊 被惊醒的曹文斌 嘴角一翘 紧接着 就快速地凑了上去 而看到这一幕的龙脊公主 则是大喜过望 这小子很伤到吗 既然如此 那出去之后 就让这家伙 给自己当奴仆吧 但几秒钟之后 喜悦之情 就凝固在了她的脸上 打死她都没想到 曹文斌靠近后 居然没去研究锁链 反而是研究起了她的眉腿 小子 你找死 龙脊公主的眼珠子 都气红了 她长这么大了 还是第一次 有人敢对她做这种事 并且更让她抓狂的事 她居然什么都干不了 只能任其失伪 卑贱的人类 等我出去后 我一定要灭你全族 祖坟里的蚯蚓 我都会竖着劈掉 曹文斌不屑地撇了撇嘴 灭我全族 好啊 你去吧 我叫曹文斌 住在林霄城 你去之后 随便一打听就能找到 绝对不会迷路 龙脊公主沉默了 那原本还在拼命加紧的腿 也突然就松了开来 姓曹 住在林霄城 你是曹家的直系后裔 嘴角一翘 看来你也挺识货嘛 对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 我提前跟族中长辈们说好 让他们洗干净了等着你 龙脊公主的眼珠子更红了 不过 这回不是气的 而是羞的 去曹家住宅找事 那就是他们信奉的龙神来了 估计都不敢吧 我们谈谈吧 办赏之后 无计可施的龙脊公主 无奈地认怂了 可曹文斌 却是异常的强硬 没什么可聊的 老子 今天就要上了你 说完 他就准备把龙脊的衣服给扒掉 你疯了吗 我龙族可并不比你曹家弱 你要是真强完了我 那两家就都别想消停了 邪魅一笑 曹文斌一脸的胸有成竹 你错了 正因为我们两家实力相当 所以我玩了你 才不会有任何事 说到底 这也只不过就是小辈间的交锋罢了 吃亏占便宜 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各自的长辈 根本就不会因此而大动耽搁 因为那样的后果 谁都承担不起 龙脊听的是目瞪口呆 不过稍微一琢磨 他就知道曹文斌说的没错 他被玩了这事 要是真传回了族里 那两家联姻 族中长老亲自把他 送到曹文斌的床上 才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毕竟只有这样做 才能将利益最大化 而就在他沉思之时 曹文斌却是已经将龙脊的长裙给 终于又能领奖励了 可如同龙脊那般 他的笑容 也很快就僵在了脸上 第35章 吞天大地的后手 你不讲武德 看着眼前那浑身金灿灿的大长虫 曹文斌的眼睛绿了 打死他都没想到 这女人居然会变回原形 这简直就是绝户之计啊 目标都没了 这还让他的武器怎么捅 而更气人的是 龙脊竟然还在那说风凉话 真不愧是曹家之人 心理素质是真好 在这种情况下 居然还有心情六鸟 曹文斌被讽刺得满脸通红 直至穿戴完毕后 他这才恢复过来 你之前不是想谈谈吗 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 龙脊得意一笑 但很快的 他的情绪就又低落了下去 因为他知道 虽然在刚才的交锋中 他小胜了一手 但最终 他却还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如若不然 他根本就脱不了困 我需要付出什么 你才肯救我出去 这回轮到曹文斌笑了 不过他却是没说什么 只是上前撸起了龙 半晌之后 他这才问道 小母龙 你明白了吗 龙脊翻了一个白眼 他又不是傻子 曹文斌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 他怎么可能不明白 所以权衡了再三后 他就咬牙回答道 我认栽了 只要你能救我出去 那我就把龙元给你 龙元 这一刻 曹文斌的眼睛亮了 所谓的龙元 其实就是人类的遗血 但作为夺天地之造化的物种 龙的遗血之中 那是蕴含着巨大能量呢 将其夺走的人 能获得天大的好处 成交 声音一落 曹文斌没再耽搁 转身就走上了三楼 别人可能不清楚 但他却是知道 三楼的中心处 有一个水晶小塔 而那东西 正是这吞天塔的核心 只要用精神力将其炼化 那这座巅峰地气 就将是他的囊中之物 你先酝酿一下情绪 顺便再想想 怎么取悦我吧 滚 三楼 一座晶莹剔透的小塔之前 最后一关了 只要能踏过去 那这座与我极其相合的极品地气 就将彻底属于我了 南南自语了一句 谁也听不懂的话后 曹文斌顺手就往嘴里 丢了一颗药丸 随后他才伸手去握水晶小塔 哈哈 1500年了 鱼儿终于上钩了 真是没想到 掉上来的 居然还是一个禁忌之体 不亏 这不绝对不亏 龙母你个搔娘们 你给老子等着 百年之内 我必让你在我身下身影 在手与小塔接触上的一瞬间 曹文斌的视线 当即就模糊了起来 而等他再能试误时 却是发现自己 已经变成了灵魂体 并且在他的对面 还站着一位留着山羊湖 身穿一袭青袍的中年男人 当然 此人同样也是灵魂体 吞天大地 听他这话 青袍男人一愣 随后就一脸诧意地询问道 你居然不害怕 耸了耸肩 你会害怕早就猜到的事情吗 青袍男人大惊 不过很快的 他就又镇定了一下 小子 我不得不承认 你的城府 确实够深 我都差点被你给忽悠住了 很显然 吞天大地并不相信曹文斌 早就猜到了一切 但很快的 他就骂了 因为就在两人聊天的当口 这处空间的地面 居然由之前的白色 慢慢转变 为了金色 此 吞天大地轻轻地触碰了一下后 他的灵魂体 就被蒸发了一部分 净魂丹 这怎么可能 就算你早就察觉到了 这里有诈 可又怎么能拥有净魂丹 这可是地级丹药 就算是不朽势力之中 也没有几克 很是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忘了告诉你了 我叫曹文斌 是曹家这一代唯一的继承人 吞天大地更骂了 可此时的他 却已经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了 于是乎 老子跟你拼了 吼声一落 吞天大地立马就扑向了曹文斌 但 此 吞天大地来得快 但回去是更快 因为此时的曹文斌 已然被金黄所覆盖 他根本就无从下手了 扑通 万般无奈之下 吞天大地 这位名震一时的大地强者 居然直接就给曹文斌跪下了 少主 是我有眼无珠 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屁给放了吧 实在不行 你也可以将我装在一个容器之中 小人修行了3790多年 经验极为丰富 在您成长的过程中 我能为您带来非常多的帮助 而且 我的见识也极为惊人 有我在您身边 拍卖行 那就是您的取款机 第36章 老祖救我 不屑地撇了撇嘴 曹文斌双手一挥 先是操纵着金光 将吞天大地的包围住 随后才淡淡地说道 老子可看不上这撒瓜俩枣的 对于我来说 你将灵魂奉献出来 那才是最大的贡献 好了 你就安心地去死吧 不过 我会帮你完成医院的 并且还用不上百年 在曹文斌说话之时 吞天大地的灵魂 就在药力的作用下 持续地蒸发着 与此同时 曹文斌的灵魂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强着 小子 你不得好死 老子诅咒你 终生不举 捅人走错门 曹文斌一愣 随后就淡淡地说道 谢谢 你可能不知道吧 老子从来都不走寻常路的 就喜欢歪门邪道 吞天大地抓狂了 他也算是见多识广了 可这么欺人的小子 他却是第一遇见 好 好 非常的好 既然 你要赶尽杀绝 那老子也不让你好过 话音一落 吞天大地的灵魂 就开始膨胀了起来 砰 不得不说 大地魂魄的自暴威力 确实很惊人 但地急丹药 那也不是吃素的 这不 在金光的保护下 这次的自暴 根本就没对曹文斌 造成任何伤害 唯一遗憾的 就是不能再继续提升灵魂之力了 真是没有助人为乐的精神 怪不得终身都卡在地级初七 连个女人都打不过呢 轻轻地吐槽了一句后 曹文斌就让灵魂回归了肉体 紧接着 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炼化起了水晶塔 时光匆匆而过 地冰这东西 那是极其难收服的 当初炼化罗刹剑时 曹文斌就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所以 等他将吞天塔彻底据为极有时 却已经是半个月之后了 这活还真不是人干的 说是这么说 可曹文斌的嘴角 却全是效益 没办法 吞天塔给他带来的惊喜 实在是太多了 让他不得不凡尔赛一下 不过 就在他准备实际操作一下吞天塔时 这座宝塔 却是突然就强烈地晃动了一下 眉头一皱 这是怎么回事 听到曹文斌的询问 一直都在为他护发的晴云梦 立马就回答道 少爷 具体原因我也不知 但这个晃动 却是从十五天前就开始有了 十五天前 喃喃自语了一句后 曹文斌的脑海中 当即就闪过了一道灵光 靠 怎么把那玩意给忘了 在原著中 五成前灭掉了吞天大帝的灵魂后 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而据 《异界龙王》记载 造成吞天塔晃动的罪魁祸首 是一只圣极巅峰的吞天蟒 它是吞天大帝的宠物 是来给吞天大帝报仇的 哼 就算你是圣极又能如何 老子不陪你完了 声音一落 曹文斌就操作着吞天塔冲向了天空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只要飞到一定的高度后 那就会触发传送阵 最终哪来的回哪去 碰 碰 碰 很显然 吞天网并没有放弃 依旧在拼命地撞击吞天塔 不过曹文斌 却是完全没有理会 毕竟他撞了十五天都没撞开 这就证明了 他的攻击对吞天塔来说 就是挠痒痒 而随着一阵天旋地转的感觉传来 曹文斌知道 他回到天武城了 于是乎 他二话没说 直接就收起了吞天塔 可迎接他的 却并不是六祖的热烈拥抱 而是一张 仿佛能将天地吞下的血盆大口 靠 这不科学 武城前用这招逃跑时 吞天网没跟出来啊 难道是吞天大帝临死前发布的指令不一样 心中虽然是思绪万千 可曹文斌的嘴皮子 却是一点都没被耽误 老祖救我 第37章 什么 我有未婚妻了 曹文斌的求救之与刚一出口 这片空间就立马安静了下来 那距离他仅有几步之遥的血盆大口 也直接就被钉在了原地 而从吞天网的眼神中 就不难看出 他是很想将嘴巴给合上的 但他却做不到 臭小子 你这次收获不小吗 居然都惹得胜兽来追杀你了 听到这话 曹文斌的眼珠子 立马转动了起来 紧接着 他就装出了一副 受惊过度的模样 随后 月儿姐 能见到你真好 你是不知道啊 在里面我被各种胜兽地兽追杀 要不是想再见你一面 我可能早就成动物分辨了 说话之时 曹文斌就已经钻了赵渊儿的怀中 而让曹文斌欣喜的是 赵渊儿居然一点都没反抗 看来渊儿姐并不抗拒我呀 如此一来 可还没等曹文斌畅想出个一二三来呢 她的正在慢慢往下一动的手 就被赵渊儿给拍掉了 你这孩子怎么毛手毛脚的 还好你老妈给你说了一门亲事 要不然 你还指不定做出什么触格式呢 曹文斌愣住了 说了门亲事 这剧情 扮上之后 曹文斌这才声音干涩地询问道 渊儿姐 这门亲事的女主角 以前不会是有个青梅竹马 然后被你们给生生拆散了吧 吐痴 赵渊儿直接就被逗笑了 你这孩子 一天天的都在想些什么 这脑回路 也太奇葩了吧 能被我们曹家选为儿媳妇的人 除了要门当户对外 那人也得是极为干净的 并且不光身体干净 精神也得干净 这么说吧 你那个未婚妻 从小到大 方圆百米就没出现过雄性生物 就连养的宠物 那都是雌性的 曹文斌听的是将性将疑 他总觉得 此事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渊儿姐 你知道那女人叫什么名字吗 轻轻地点了点头 好像是叫张纸烟 没有任何迟疑 曹文斌当即就翻阅起了 一界龙王 可等结果出来后 她的脸上 却全是古怪之一 张纸烟 张家家主的小女儿 族内有两位大地境的老祖 从小乖巧听话 精通多种才艺 而赵约也确实没说错 这女人 还真就从未接触过雄性生物 因为 她出生之时 天空之中出现了春燕飞上枝头 变凤凰的异象 这预示着什么 张家自然有数 所以 从小就在将她往不朽视力 女主人的方向培养 张纸烟的父亲 和两位哥哥 为了避嫌 更是连夜就搬出了张家祖宅 至今未归 不过真正吸引曹文斌的 却不是这些 而是这女人的能力 她的前世 乃是十二平女帝 在突破更高境界时 被仇家暗算 最终被天劫所灭 好在她提前留了后手 这才得以转世重修 至于异象 那同样也是她提前规划好的 目的就是为了找个靠山 省得重新崛起后 再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而据《异界龙王》记载 她的一切谋划 也确实成功了 最终嫁给了林家的灵动 当然 两人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走到一起之前 也经历了非常多的波折 并且 结局也很不好 看来老妈还是挺靠谱嘛 居然给我找了个 天命女主做老婆 至于林栋 要是真算起来 我应该管她叫表哥吧 不管了 好吃不过饺子 好玩 越想 曹文斌就越激动 而被她紧紧搂着的赵渊 自然是第一时间 就感受到了 她身体的变化 于是乎 啪 啪 曹文斌的屁股上 直接就挨了两巴掌 紧接着 赵渊就撕裂空间离开了 消失之前 她就只留下了一句 轻视定下来之后 张家就发出了邀请函 等你有空了 那就过去看看吧 如果不喜欢 我们也好从长记忆 还有 那条小蛇三分钟 以后就会恢复行动能力 在此之前 你一定要将气给处理掉 看着逐渐消失的虚空裂缝 曹文斌无语地摇了摇头 这咋说跑就跑了呢 我还准备再突破一次底线呢 可她哪里知道 她刚才那无意识的一下 就已经把赵渊的所有底线给击碎了 之所以跑得这么急 是因为被刺激的 必须要换胖次了 算了 还是赶紧把这里的事情给解决掉吧 我那位小未婚妻 虽然未来的成就很高 可却是多灾多难呢 要是去得晚了 那可就 想到这里 曹文斌二话没说 直接就用吞天塔 将大猛蛇给收了起来 随后她就向着天舞城冲了过去 第38章 利处军 早朝时分 有资格进入皇宫大殿的大臣们 就如同往常一般 有序且快速地走向了自己的位置 但很快地 他们就惊骇地发现 在龙椅的左侧 居然多出了一个规格更高 也更为豪华的椅子 这是什么情况 龙椅为何会摆两把 难道是帝后要上朝 不应该啊 正所谓须左以待 我朝自古以来 就是以左为尊 就算帝后今日要上朝 那也应该是 坐在皇帝右侧啊 这是要有大事发生了 正在交头接耳的这些人 无一例外 都是新瓜蛋子 至于那些老油条们 则是都已经装起了鞍蠢 他们知道 天要变了 因为左侧那把椅子上一次出现时 是武林天登基称帝 而上上次 则是册封武林天为储君 再联想到 那已经在天舞城里待了几个月的曹文斌 这些老油条们 瞬间就有数了 左侧的椅子 是为少主准备的 他们没有猜错 当正常的流程都走完 该皇帝登场时 最先走进来的 并不是武林天 而是曹文斌这位少主 这一下 就连那些新瓜蛋子 都不敢出声了 生怕触了眉头 少主 这事是由你来宣布 还是由我代劳 心中虽然在滴血 可等两人相继落座后 武林天却还是满脸微笑地询问了一句 你来吧 毕竟 这里是你的主场 杀人猪心 尽管后曹牙都快咬碎了 可脸上却依旧全是笑容 好 说完 武林天就掏出了一块流饮石 紧接着 秘境之中 武城前退走之时 向曹文斌丢剑的一幕 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寂静 底下的大臣们 已经紧张到都不敢呼吸了 那几个武城前的铁杆支持者 更是差点没晕过去 向少主出手 并被留下证据 这是什么罪 好像在武天皇朝几千年的历史中 都没有出现过吧 而就在众人考虑着 三皇子会受到什么惩罚时 武林天的声音 就又响了起来 武城前无故对少主出手 罪大恶极 现在我宣布 剥夺其皇子的身份 贬为庶民 发布S级通缉令 不管是何人遇到此贼 都可以就地格杀 平人头换取赏金 刚开始时 曹文斌是满脸笑意的 毕竟负沙子的大戏 着实不错 但很快的 他的眼睛就眯了起来 无故 平人头换钱 武林天这家伙 话里有话 看来不能再留他了 想到这了 曹文斌的眼中 立马就闪过了一丝寒芒 而并不知道 已经大祸临头的武林天 则是还在侃侃而谈 为了不让少主过后再跑一趟 所以我宣布 立武成锋 为我天舞皇朝的储君 择日举行大典 帝后宫 朝会之后 武成锋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就冲进了 自己母后的寝宫 老妈 我被封为储君了 我终于被封为储君了 哈哈 老三那个家伙 终究还是其差一招 看着风风火火 已然找不到北的儿子 裴洛雪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就不能稳重点吗 这种新性 怎么能当好皇主 被教训习惯了的武成锋 很是不懈地撇了撇嘴 新性跟能不能当好皇主 有什么关系 武成前新性倒是好 天天为名做主 可那有用吗 在我看来 只要能抱紧曹家的大腿 那就是投猪 也能成为最好的皇主 裴洛雪一愣 他是真没想到 自己的儿子 居然能有这件事 看来是自己小瞧 这小子了呀 可还没等他夸赞两句呢 一阵大笑之声 就突然传进了两人的耳中 不错不错 这才是完美的皇主 最起码能分得清大小王 你比你爹和你那便宜弟弟 可强太多了 没有任何迟疑 武成锋当即就想大理参拜 但却被曹文斌 给挥手制止了 毕竟马上就要把人家母亲 很快就是一家人了 就别整这些虚的了 好了 你快去准备几天大典的事吧 就不要在这儿 讨扰你母亲了 明白 我这就走 这就走 裴笑了两句后 武成锋直接就消失在了原地 他不傻 虽然刚开始没想明白 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思考后 他却是什么都明白了 接下来 人家曹文斌 肯定是要收取报酬了 他要是再磨叽下去 那刚到手的储君之位 很有可能就得飞了 而他也确实没想错 他的身影才刚一消失 曹文斌立马就搂着 裴洛雪的牵腰 走向了主卧室 少主 我们还是去外面找家酒店吧 不行 说好了 第一次要在皇宫之内的 第39章 养剑术 依旧是三个七彩箱子 七星点命术 此术为七星大帝所创的拼命法门 人有七灯 每亮一盏 实力提升一倍 七灯全亮 大帝可是尊 祝 该术由于泰国逆天 使用之后必遭反噬 禅一手套 上品地器 由巅峰地兽六尺金蝉索土之丝混合流经天麻编织而成 带之 刀枪不入 水火不漆 祝 由于该手套具有极强的隔绝性 所以戴上它后 就无法再使用其他兵器 养剑术 剑圣无名所创的绝世功法 领悟此术后 只要不出剑 那自身的剑意 就在不断增强着 当剑意足够时 可图神魔 无名正是凭借此术 才敢满血拉二胡 残血浪全途 不愧是万美洛 果然给利亚 这要是我能把一万叶都点亮 那还怕个屁的军逍遥 直接当着她的面 捣毁她的出生点 咧嘴一笑 随后曹文斌又观察起了这女人的简介 姓名 裴洛雪 身份 天舞皇朝帝后 即将晋升为皇太后 实力 准地初期 颜值平分 95 忠诚度 91 住 该女子非常地在乎亲情 只要你不伤害她的直系亲属 那她永远都不会背叛 在她看来 夫君不算直系亲属 你傻笑什么呢 大床的不远处 裴洛雪正翘着二郎腿 对着镜子梳头发 而从她那红润的脸庞来看 她刚才显然得到了不少好东西 哪里是什么傻笑 我这是得意的笑好吧 德姓 给了曹文斌一个白眼 不过等她把头发扎好后 她直接就又扑到了曹文斌的身上 少主 你再帮人家一个忙呗 只要你答应 人家以后就是你的枪套 嘴角一翘 裴家建国的事 裴洛雪重重地点了点头 没错 说完 她就准备再让曹文斌尝点甜头 可还没等她开始行动呢 曹文斌就挥手阻止了她 你等等 我们还是先谈正事吧 至于报酬 那一回收取也不迟 裴洛雪一愣 随后就满脸惊喜地询问道 这么说来 你是同意了 也没有再卖关子 原则上是同意了 并且 我还可以把靠近海边的 那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给你们裴家 但我却需要你为我做一件事情 没有任何迟疑 什么是你说 哪怕是要我这条命 我也可以给你 伸手抚摸了一下裴洛雪的头发 这么美的枪套 我哪舍得丢弃啊 不过 你倒是猜对了一半 我还真想要一个人的命 说完 曹文斌的手中 就凭空出现了一包药粉 这是神仙岛 天下第一奇毒 你想个办法 让武林峰吃掉一点 只要能成功 那你们裴家的人 就可以收拾行李去心领地了 本来曹文斌以为 这女人怎么也得做一番思想斗争 然后再答应她的 可没成想 成交 曹文斌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靠 万美路程不起我呀 这女人果然没把夫君当亲人 吐槽归吐槽 但曹文斌 却还是把神仙道塞进了她的手中 你有把握吗 再次点头 非常有把握 虽然武林天在吃饭时 任何菜她都不会再吃第三口 以免有人在菜中下毒 可她的习惯 能瞒得了别人 却瞒不了我 有这第一奇毒配合 我想让她三更死 阎王都没法留她到五更 对了少主 你想让我什么时候行动 曹文斌竖了竖大拇指 跟聪明人合作 就是舒坦 一点就透 当然是越快越好 我不想看到什么立处一世 而是想看到登基一世 这一下 裴洛雪的眼睛就更亮了 本来她还是有一些内疚的 毕竟一日敷七百日恩嘛 可现在 她却是有些迫不及待了 少爷放心 她绝对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说完 她就做起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而这一回 曹文斌也没再阻止她 第四十章 丧家之犬 午饭时分 御书房门外 接过送翻太监手中的饭菜后 一脸朝红 双腿还有些颤抖的裴洛雪 就颤颤巍巍地走了进去 当然 在行径的过程中 一些无色无味的粉末 就悄无声息地落在了酒壶的瓶嘴处 陛下 该吃饭了 听到那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声音 武林天豁然抬头 紧接着 她的身体就止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那幅度 居然比裴洛雪的腿 抖得都要厉害 武林天不傻 自己正牌夫人这副模样 所代表的含义 她自然清楚 那家伙也不行啊 居然这么快就放你出来了 我还以为她能把你玩得下不来床呢 说说 我们两个到底谁厉害 说完 武林天一把就夺过了托盘上的酒壶 随后仰头 就灌了一大口 不得不说 她的这番动作 着实够潇洒 可却没人知道 此时的她 心已经碎成了渣渣 而更让她抓狂的是 她的地后 居然还在气她 只见裴洛雪 先是捂了一下自己的胃 随后才一脸娇羞地开口说道 她比你还是要强不少的 眉头一皱 你捂肚子做什么 因为她到达了这里啊 武林天双目一红 一口老血 更是直接就冲到了喉咙处 不过却是被她给生生地咽了回去 她不想在这个贱人的面前丢人泄眼 裴洛雪 我武林天扪心自问 从来都会辜负过你 可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何要引狼入室呢 难道就为了那储君之位 可你知不知道 摆脱曹家的控制 那是我武家历代先贤的毕生所愿 而成前这孩子 是最有可能完成这一壮举的人 他才是武家的未来 呵呵 裴洛雪被逗笑了 并且笑声越来越大 半赏之后 这才一脸疯狂地反对道 你张口武家毕生所愿 毕口武家的未来 可这跟我和成风有什么关系 我们只想要 原本就属于我们的皇位 为此 我们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武林天大怒 当即就要斥责裴洛雪一番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就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紧接着就彻底没了呼吸 不懈地撇了武林天一眼 就你这样的 还想跟少主斗 你等着吧 那被你寄予厚望的儿子 也很快就会下去陪你的 到时候 你们在一起做如何推翻曹家的梦 唉 真是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啊 三皇子那么爱名的人 凭什么被通缉 三日之后 为大皇子举行立处大典 这他妈的不是胡闹吗 他大皇子也配 没错 比爱名 三皇子曾数次与民同乐 为何决堤之时 不仅发明了水泥这种修堤神器 更是亲自奋斗在第一线 而那大皇子呢 除了吃喝玩乐 就是他妈的欺男霸女 至于对国家的贡献 三皇子发明了各种火器 功绩堪比开国大地 可大皇子有什么 就他妈的 有个天仙老妈 那曹文斌是谁 他被刺杀这等小事 居然能影响到立处 皇主昏庸 天舞皇朝威仪 还想让我们用三皇子的头颅去换钱 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 就是 老子就是饿死 也绝对不赚这份丧良心的钱 城门口 随着禁卫军将黄榜给张贴出来 吃瓜群众们直接就炸了 而混迹其中的五成钱和蝶科 则是欣慰地笑了 还好还好 虽然曹文斌将他们给弄成了过街老鼠 但最起码人心还可疑用 如此一来 他们便还有翻盘的希望 现在该怎么办 五成钱目光一闪 随后就沉声说道 用你那能屏蔽气息的葫芦 前进皇宫 只要不被曹家的人发现 那父皇就绝对不会动我们 而有了父皇的支持后 那我们在暗中搞起小动作来 就能事半功倍 蝶科略一思索后 也觉得这主意不错 于是乎 他立马就将饮烟壶给拿了出来 而两人的气韵 虽然都已经降位了黄色 但气韵之子 终归就是气韵之子 尽管皇宫之内戒备森严 可最终却还是让两人 摸进了御书房 不过 等他们看清了里面的形势后 他们却是直接就惊呆了 说来也巧 两人进门之时 正是武林天被堵倒的那一刻 什么人 尹烟壶确实牛逼 可离得近了之后 却确实被裴洛雪给发现了 走 没有任何迟疑 蝶科和五成钱 立马就飞掠了出去 而就在他们离去的一瞬间 他们刚刚站立的地方 就凭空出现了一个大坑 说实话 这也就是裴洛雪害怕使用权力后 把武家的那些老家伙给引出来 如若不然 那这两人还真不一定能跑的了 抓刺客 陛下 被三皇子及其同党 给吓要堵死了 武成钱和蝶科听得吐血 可两人又不敢停下来狡辩 因为他们只要敢停 那绝对会被裴洛雪给直接拍死 于是乎 两人就只好硬接下了 这口大黑锅 武兄 这里看来是没有你我的立足之地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此别过吧 日后有缘再会 话音一落 蝶科立马就从怀中 掏出了一枚金色的符咒 紧接着 他的身影就消失在了原地 武成钱一愣 随后就破口大骂的起来 靠 这家伙也太不讲义气了吧 倒不是他城府差 而是蝶科这一下 实在是太坑人了 没了尹烟湖的遮掩 此时的他 那就是个活靶子 看来就只能拼命了 有了决定后 武成钱当即就开始截起了手艺 他虽然没有传送服那种逃跑神器 但他却是会一种激发潜力 从而大幅度提升速度的攻法 不过这招使用了之后 确实会造成气血亏损 很难恢复过来 你们这些贱人给老子等着 我是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不愧是气韵之子 即便是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却是依旧不忘装逼 可回应他的 却是一记从天而降的掌力 好在他的手印已经结完 如若不然 第41章 游行 按理来说 武林天这位皇主都驾崩了 那立处一试 怎么说也得往后挪一挪了 毕竟死者为大 出病事宜 肯定是要先安排的 可事实却是 立处一试 或者说是新皇登基一试 根本就没有延期的意思 所有工作 依旧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至于武林天的尸体 更是被几个小太监 随意就处理掉了 而这个消息刚传出时 天舞城甚至还出现了 一番骚乱 一些忠贞之士 认为这是侮辱 但很快的 他们就都消停了下来 因为就在他们闹得最欢时 天空中出现了一道裂缝 于是乎 在登基一试之前的这段时间里 保皇党们都异常的安静 不过就算是傻子 那也知道 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罢了 三天之后的正午 中央广场 陛下确实是个明军 但可惜啊 他的心实在是太大了 没错 曹家哪是那么好推翻的 现在好了 陪了夫人又折兵 咦 这么大的事情 武家的那些老祖 为何一个都没出现呢 这不合常理啊 还出现个屁啊 据我估计 也终于开口了 不过他也就只来得及说这一句 然后就又没办法说话了 因为广场之外 突然就涌进来了一大群人 他们穿着统一的白色衣服 手中举着横幅 嘴里更是喊着统一的口号 至于领头的 正是五成钱 大皇子如母杀父 嫁祸袍地 实乃国贼 曹家仗势欺人 实乃天下祸根 我等恳请有识之士 加入我们 还这天下一个朗朗乾坤 扑吃 曹文斌直接就被逗笑了 而更让他兴奋的是 五成钱这家伙的气韵 居然已经降为了赤色 这水平 都不如他这个天命大反派了 也就是说 今天他 如果能占据优势 那这家伙 就绝对跑不了了 想到这里 曹文斌双目一亮 随后就凌空来到了 游行队伍的正上方 曹贼 你仗势欺辱我母亲 过后又强睡地后 似你这种大奸大恶之人 居然还敢堂而皇之地 出现在人前 难道就不怕遭天浅吗 曹文斌无语 仗势欺辱你母亲 拜托 你母亲是你亲自 送我床上去的好吧 不过曹文斌也没解释什么 毕竟他是真的不在乎 底下这些平头老百姓 都是一些战斗力 只有五的渣渣罢了 他们就跟前世那些 在网上为不平事 发生的二货一样 一些事情 在他们的关注下 最终得到了妥善处理 他们就觉得 是自己的功劳了 殊不知 那只不过是他们的想法 与高层恰巧不谋而合罢了 如若不然 就他们的社会地位 就算是把键盘敲碎后 又有什么用 涂抹心子 那是永远淹不死人的 只要有武力的人不乱 那就万事可控 五成前 你不会以为 这些手无负机之力的人 能帮你逆风翻盘吧 曹文斌的脸上 全是玩味之色 而还并未认识到 事情严重性的五成前 则是得意地扬起了头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曹文斌 你这个土包子 根本就不知道 群众的力量有多大 今日 你要是不给出个 合理的解决方案 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愚润压力 脸上的笑容更胜了 随后 曹文斌就给了 削柔一个眼神 后者心领神会 下一刻 一到长达十米的剑盲 就毫不迟疑地 砍在了游行队伍中 没有任何意外 剑盲锁到之处 被忽悠过来的平头百姓 直接蒸发 原本还拥挤不堪的 游行队伍中 顿时就出现了一块空地 傻眼 所有人都傻眼了 没人能想到 曹文斌居然说 动手就动手 刚才那一下 少说也得死了一百多人吧 来 你展示一下 所谓的舆论压力吧 我倒要看看 这压力 到底能把我怎么垫 被惊醒的五成前 浑身一抖 随后就磕磕巴巴地询问道 你 你怎么能杀人 我为什么不能杀人 从理论上来说 整个中州 都是我曹家的 这上面生活的人 都是我的私有物 只要老子想 别说是灭了这百十来人了 就是把整个天武皇朝 都给灭了 那又能怎么定 说完 曹文斌就抱着膀子 等待了起来 而此时的五成前 则是在脑海中 挽起了模拟 他把曹文斌 设定成了邪恶势力 他和他身后的人 就是喜欢声张正义的水友 至于武家 则是高层 而现在的情况是 邪恶势力犯了事 高层没能力 或者是不想管 他们这些喜欢声张正义的人 却是已经在网络上 掀起了滔天巨浪 但这时 邪恶势力反击了 开始不断地清除 喜欢声张正义的人 我该怎么做 我该怎么做 五成前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 可他最终 却是绝望地发现 他根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反击的手段 就是一群带宰的羔羊 这就没招了 既然如此 那你就跟你身后的 这群支持者们 一起去死吧 看着一脸呆滞的五成前 曹文斌笑了 本来他以为 第一个被自己干掉的天命之子 应该是迭克 可没成想 却是气运和未来成就 都更高的五成前 甩了甩头 曹文斌没再想 这些乱七八糟 将吞天塔寄出后 就直接操纵着他 砸向了五成前的脑袋 碰 红色气运并不足以再救他一命 于是乎 五成前的脑袋 直接就被开了瓢 第四十二章 狸猫换太子 将五成风扶上大位后 曹文斌就开始准备起了 前往张家的事宜 与来天武皇朝时的一切从简不同 这次去张家的阵容 那真可谓是奢华至极 飞艇就足足动用了五艘 其中三艘 都是用来运送见面里的 另外还有一艘 是用来运送保镖的 当然 这群人的实际作用 其实就是撑场面 基本不会动手 少爷 你这可是 去见自己的未婚妻 带着我们不好吧 嘴角一翘 随后曹文斌就伸手摸了摸 裴洛雪头发 有什么不好的 别忘了 你可是我的枪套 要是不带着你 那我的枪 可就没地方放了 讨厌 看着一旁薛柔等人的 暧昧的眼神 裴洛雪这位帝后 当即就受不了了 转身就跑进了船舱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曹文斌居然也跟了进去 好了 起航吧 中州最东面 张家祖宅 今天是张家祭祖的大日子 因此 张家所有还能喘气的 都已经集中到了祖宅之中 当然 那两位大帝并没有来 毕竟他们本身就是祖 刚开始时 一切都还是好好的 可就在即将散场时 大长老却是开始整起了幺蛾子 纸燕 你等一下 我有些事情想跟你说 这话一出 那些正准备离开的张家之人 立马就都停下了脚步 紧接着 就互相窃窃私语了起来 大长老这是疯了吗 居然敢这么跟张纸燕说话 要知道他 可是曹家未来的女主人啊 话不能这么说 要是曹家少主已经相中他了 那大长老自然是不敢这么说话的 可现在嘛 两人都还没见面呢 大长老自然不会怕他 毕竟大长老的权力 可比家主大多了 可不管怎么样 现在得罪张纸燕 也不是明智之举吧 毕竟张纸燕 终究还是有机会 成为曹家女主人的 就是就是 而且张纸燕长得这腰带劲 那曹文斌 怎么可能看不上他 想不通啊 不过大长老这老狐狸 肯定不会吃亏就是了 这家伙惊着呢 不仅这些人想不明白 作为当事人的张纸燕 同样也没想明白 大长老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于是乎 他当即就给自己的老爸 使了一个眼色 而后者虽然常年接触 不到自己的女儿 但作为家主的他 又不是傻子 所以立马就站了出来 大长老 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 纸燕这孩子你也知道 比较内向 很难沟通的 在张天一想来 自己竟然都出头了 那大长老的肚子里 即便是有再多的坏水 也应该是不会往外吐了 毕竟他不管怎么说 也挂着个家主的名头呢 但他显然是高估自己了 这不 大长老只是淡淡地 瞥了他一眼 随后就冲着张纸燕 吩咐的 等曹家少主来了后 你先不要出面 让你纸燕表妹 先去接待一下 这是长老会的决定 我们一致认为 纸燕比你更适合 曹家少主 这番无耻的言论一出 直接就将现场的 所有人都给惊呆了 伴上之后 这才有人弱弱地自语道 大长老口中的纸燕 不会就是 他那个人尽可福的孙女吧 咕噜 他身边的同伴 咽了口口水 应该是吧 毕竟我们张家 就那个叫纸燕的 而两人的对话声 也成功地将其他人 都给惊醒了过来 我靠 用张纸燕 替换掉张纸燕 这是用脚趾头 想出地铁计策吗 这要是成功了 那曹家少主可就悲催了 脑袋上直接顶个大草原 嗨 这片草原中 有我种下的一株草 那咱俩算是连金啊 实不相瞒 这个工程我和我哥也参与过 而且还是一起施工的 不是为何 我的脑海中 突然就出现了爬灰这个词 如若不然 大长老怎么可能下这种脑残的命令 还真有这种可能 毕竟那张纸燕 向来是来者不拒的 一根棒棒糖 就可以来八次 妈的 这不是 把我们张家往火坑里推吗 曹家少主又不是傻子 是不是原装的 他难道还敢治不出来 到时盛怒之下 我们哪还有活路 吃瓜群众都如此愤怒了 那就更不用说张纸燕这位当事人了 不过 他到底是女帝转世 城府那还是有一些的 所以 仅仅几个呼吸后 他就将自己的情绪 给平复了下来 可他能忍 但张天忆却是忍不了 大长老 你说这是长老会的决定 那我为何毫不知情 难道现在开长老会 都不用通知我这个家主了吗 面对质疑 大长老只是淡淡一笑 要是寻常的长老会 那自然是会邀请家主你到场的 但这次的会议 却是老祖亲自主持的 他老人家就点了我们几个人的名字 我们就算是想带你 那也带不了啊 你 张天忆的眼珠子 都气红了 可他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帝家的两位老祖 没有一个是他这一派系的 他这个家主 只不过是两个派系扶持出来的傀儡而已 目的就是为了保持平衡的 手里根本就没有多少诗权 就按大长老说的办吧 希望纸运表妹能齐开得胜 就在张天忆尽也不是 退也不是之时 张纸烟这位当事人 终于是开口了 而撂下这句话后 张纸烟也就没再停留 转身就走向了自己的住处 路上 女儿 是为父对不起你啊 要不是我实力不济 又岂会让你错失此等机缘 张纸烟淡淡一笑 父亲过滤了 能把握住的 那才叫机缘 把握不住的 那叫灾难 你就等着看吧 大长老一定会为他 今日的决定付出代价的 看到自己的女儿如此自信 张天忆心中的郁闷之气 也消散了不少 可是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毕竟那张纸烟有多骚 你又不是不知道 摆了摆手 张纸烟一脸的不以为意 父亲 你这是当局者迷了 身为曹家少主 那曹文斌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 光有是骚的话 那是绝对拿不下她的 张天忆一想也对 于是乎 她的脸上 很快也浮现出了一抹笑意 本来嘛 她是还想说点什么的 可就在这时 两人的身后 却是突然就冲出来了一群人 并且都在向着大门口狂奔 一边跑 一边还在大喊 曹家少主快到了 第43章 骚气冲天 快看 曹家的飞艇出现了 祸 一次来五搜 这可真是有钱烧的 也不知道 我们能不能跟人家攀上亲家 如果能 那我们多少也能得些好处 毕竟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吗 出面的要是张纸烟 那概率绝对不低 可要是张纸玉那个骚货 就在众人交头接耳之际 五艘庞大的飞艇 就已经飞到了住宅的上空 其实这种行为 是很不礼貌的 要是同级别的势力这么干 那很有可能会引发战争 可对于曹家来说 这却是常规操作 不管到谁家去 那都是这么干的 而随着飞艇一次落地 一对对的曹家之人 就陆陆续续地走了下来 至于打头阵的 正是来冲场面的保镖 他们无一例外 全是准胜初期的修为 卧曹 48位准胜保镖 这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家族的部分长老 好像都还没达到 人家保镖的水平吧 这一刻 张家的小辈们 是真的被震撼到了 以前的他们 对于不朽势力的认知 都停留在道听途说阶段 只知道不朽势力强 但具体有多强 却是并没有个直观印象 可现在 果然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而震撼 还远远不止于此 当曹文斌左搂薛柔 又用裴洛雪走下飞艇时 这些年轻人的眼珠子 直接就飞了出来 苍天啊 这家伙是什么艳佛 他右侧的那个女人 貌似都不比张芷燕差 这就有点过了吧 我还是觉得 张芷燕要更美一些 毕竟她更年轻 这你就不懂了吧 鼠女才更有韵味 小丫头骗子 就只会喊轻点 张芷燕 还是别上去自取其辱了吧 我副意 连人家的贴身丫鬟都比不过 还上去个屁啊 可事情往往都是不尽如人意的 你越是怕什么 那就越是来什么 这不 曹文斌的脚 才刚刚踏到地面上 大长老就已经带着张芷燕凑了上去 恭迎少主大驾 没有任何鱿鱼 两人当即就行了一个大礼 而曹文斌 也很给他们面子 两步来到他们的身边后 就亲自将他们给扶了起来 两位无需这么客气 对了 我母亲相中的女孩在哪 快叫出来 让我看看 听到这话 张芷燕眼珠一转 随后满脸娇羞地说道 少主 我就是啊 上下打量了一番张芷燕 下一刻 曹文斌的眉头 就紧皱了起来 他虽然没见过张芷燕 但他的理性却在告诉他 这里面绝对有问题 这浑身骚气冲天的女人 怎么可能是张芷燕 不说的别 光是颜值 面前这女人就明显不配啊 那可是十二平女帝 就算是在随意 那位自己安排的后路 也绝对不会太差 她的转世之身 就算不是什么绝世美女 但也绝对是万美路上 有名的人物 想到这里 曹文斌立马就四处张望了起来 而等他的目光 扫到东南方向时 他脑海中的万美路 果然就动了 并且在第十页时就停止了 这才对吗 嘴角一翘 随后曹文斌就抬腿 向东南方走了过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张芷韵这个冒名顶替的骚娘们 居然也跟了上来 并且还在试图将薛柔挤走 从而独霸她的右臂 脚步一停 这位女士 有些事情我不想点破 希望你能自重 说实话 她说的已经说得够明了 但张芷韵 却依旧在装傻冲愣 曹公子在打什么哑谜啊 人家可是你的未婚妻呢 有事你就直说好了 说话之时 她已然挤开了 不想跟她一般见识的薛柔 顺势还抓住了曹文斌的衣袖 松开 哎呀 你怎么这么凶啊 正所谓 势不过三 而曹文斌显然也没有说第三遍的想法 于是乎 啪 没有任何意外 张芷韵直接就被扇飞了出去 你居然敢打我 捂着自己那已经肿成猪头的右脸 张芷韵一脸的不可置信 从小长这么大 她可从来都没挨过打的 如果有必要 我敢杀你 曹文斌的语调并不高 但周围的张家之人 却是都感受到了她的决心 可娇恨惯了的张芷韵 却是没管这个 张嘴就准备还击 很显然 她并不相信曹文斌敢杀她 好在她的爷爷及时赶到 这才救了她一命 不好意思哈少主 我这孙女今天忘吃药了 您该忙忙您的 我这就把她带走 说完 她就带着张芷韵 冲进了祖宅 当然 在此之前前 她早已将张芷韵的嘴给堵住了 唉 这又是何苦呢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你张芷韵是绝对没机会的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恕 被利益蒙蔽了双眼 活该 虽然都是一家人 血管中都流着同样的血 但张家的其他人 却是没有一个同情张芷韵的 包括她的那些玩伴 毕竟要是让张芷韵成功了 那他们整个张家 就都有被血洗的风险 而就在他们暗自庆幸之时 曹文斌却是已经来到了张芷韵的面前 你应该才是真的张芷韵 我母亲相中的儿媳妇吧 张芷韵一愣 随后就一脸诧异地询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微微一笑 知母莫如子 我老妈虽然很不靠谱 但眼光却是很独到的 她怎么可能选择骚狐狸 给我当媳妇 怎么样 有兴趣一起出去走走吗 并没有过多的犹豫 张芷韵很快就点了点头 好啊 第四十四章 三灾之体 海边的一个木栈道上 曹文斌与张芷韵 正手主着栏杆跳往远方 当然 在欣赏风景的同时 两人的嘴也没闲着 不过他们 却不是在接吻 而是在欢快地聊着过往 怎么样 现在你还敢睡我吗 把能说的都说完后 张芷韵就饶有兴趣地 观察起了曹文斌 之所以会有此疑问 是因为就在刚刚 他将自己最大的缺陷给说了出来 他是三灾之体 一种即便是转世重修 也改变不了的体质 按古籍上的记载 拥有这种体质的人 一生之中会遭遇三次大劫 并且一次比一次凶险 平安度过两劫的人有 但第三劫 却是从未有人能扛住 所以 方间才有命中三劫 再劫难逃的说法 而如今的他 两劫已过 三劫即将到来 如果曹文斌要是取了他的话 那大概率也会遭殃 呵呵 本来在张芷妍想来 听完这番话后 曹文斌即便是不直接拂袖而去 那也得权衡一番利弊的 可没成想 曹文斌居然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就直接笑了 你笑什么 我想起了一句名人名言 什么名言 有必 张芷妍一愣 但很快的 他就抬起小拳头 给了曹文斌一下子 你这人怎么这么粗辱 说是这么说 但他脸上的笑意 却是怎么也遮掩不住 毕竟曹文斌的意思 已经很明显了 那就是 并不会放弃他 这家伙还真是个完美伴侣 不仅长得帅 还这么有担当 可张芷妍哪里知道 曹文斌是因为早就知道了前因后果 所以才能这么潇洒 如若不然 他跑得可能比兔子都快 那君逍遥 不仅是你的结 同样也是我的结啊 另一边 大长老带着张芷妍离开后 就直接回了自己的练功房 直至太阳吸锤 两人这才一千一后的从中走出 而此时的张芷妍 那被删成猪头的脸 已然消肿 除了一丝红韵外 跟正常人 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很显然 这段时间里 两人是在疗伤来着 爷爷 你可一定要报我报仇啊 从小长这么大 我还从来都没受过这种侮辱呢 就算您不敢招惹 那曹文斌 可收拾一下张天忆那一脉的人 却总是没问题的吧 不知为何 此时的爷孙俩 貌似更清静了 好说好说 我这就传令给张芳 张天忆那一脉之人的用度 从明天起 再度减半 听到这话 张芷妍的嘴角 立马就流露出了一抹阴森之意 曹文斌 你很快就会知道 选择张芷妍 是一个多么错误的决定 那一点资源 都没有的穷丫头 根本就不配和我比 干净 那有个屁用 有资源 那才是王道 可就在他洋洋得意之时 一个下人 却是突然就冲了进来 大张老 曹家之人又有新动作了 他们从刚才开始 就不断地从三艘飞艇上 往下卸东西 据小人查看 他们所卸之物 应该全都是修炼资源 其中以灵石为主 各种丹药为服 听完汇报 原本还坐着的张芷妍 蹭得一下就站了起来 至于大长老 那更是满脸焦急地询问道 他们把东西都搬到哪里去了 库房吗 作为张家的实际控制者 在正常情况下 他是绝对不会为资源的事而着急的 可现在不同 汇报之人所说的那一批物资 很有可能是曹家带过来的见面里 以曹家的地位 那数量和质量 回大长老 不是库房 而是芷妍小姐的住处 反了 彻底反了 大长老瞬间暴怒 紧接着 他和他身边的张芷妍 就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而等两人在出现时 却是已经来到了一栋小庭院的门前 张芷妍 你还有没有点家族意识了 得到资源不上交 直接就往自己屋里拿 你这还没嫁出去呢 胳膊肘就开始往外拐了 但发现事情 确实如汇报之人所说的那般后 大长老立马就冲着门口的张芷妍 大喊了起来 并且 声音是越来越大 之所以这么失态 皆是因为他发现 这些见面里 全都是难得一见的真品 很多他都只是听说过 但却并未见过 就比如 刚才被端过去的那盘天青花 那可是服用之后 能提升一甲子修为的宝物 他当初为了一株这玩意 可是被准圣级别的妖兽 整整追杀了三天 但此时 这玩意却是如同杂草一般 被堆了整整一盘子 兽元果 养魂木 越看 大长老的眼珠子就越红 据他估算 这些东西 要是都给他 不 哪怕是给他十分之一 那都他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突破到圣级 本来嘛 他觉得自己刚才那一嗓子过后 张芷妍就会让这些搬运之人改道 老老实实地将这些资源 给送到仓库里去 毕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 张芷妍可是从来都没忤逆过他的 可没常想 这次张芷妍 却是连鸟都没鸟他 至于那些搬运物资的曹家人 更是将他的吼声 当成了放屁 于是乎 忍无可忍之下 大长老直接就爆发了 但还没等他有什么动作呢 庭院之内 却是突然就传出了一道 极为懒散的声音 是哪只老狗在门外乱叫 话音一落 曹文斌就夺步走了出来 而他的话 也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曹文斌 你可是我张家的女婿 从辈分上来说 你得管我叫一声爷爷 就算你身份尊贵 他的话说不下去了 因为那一直跟在曹文斌身边的薛柔 已经出手了 以老卖老的狗东西 在我家少爷面前提辈分 你是喝假酒了吗 不仅是薛柔动了 那些正搬运东西的保镖们 同样也动了 几乎就是在眨眼间 他们就组成了一个阵法 而大长老 正好就被锁在了阵中 第四十五章 第几 很了不起吗 碰 没有任何意外 大长老虽然也是准地巅峰 但在薛柔和一杆准胜的围攻下 仅仅一个回合过后 就直接吐血到飞了出去 反了 都反了呀 落地之后的大长老 一边喃喃自语 一边就从怀中掏出了一块牌子 而随着他往牌子之中注入能量 一道声音 立马就在虚空中响了起来 何方萧萧 居然敢来我张家撒野 话落 一个甘瘦的老头 就突然出现在了众人的头顶 老祖 就是这位曹家少主在惹事 你也知道 他是来提亲的 可这家伙 却是准备把带来的礼品 直接给女方 从而实现白嫖 听到是曹家少主 张孝天这位张家老祖的神情 当即就变得正中了起来 原本打算直接出手的他 也立马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既然都是一家人 那又何必动手呢 何其才能生财吗 本来嘛 张孝天是准备从中调停一下的 毕竟也不是什么大事 可等他在无意中 看到了下方的那些礼品后 他的话术 却是直接就来了个大转折 不过曹家小子 你的做法 确实有欠考虑 送出来的东西 那就如同泼出去的水 哪有往回收的道理 好了 之前的礼物就算了 剩下的这些 就直接送到我张家的库房去吧 很显然 面对这等海量的资源 这位老祖也不淡定了 但可惜的是 即便是他 这位大帝开口了 曹文斌却依旧没给面子 这可真是谁浅王八舵 遍地是大哥呀 老头 你又是从哪个狗窝爬出来的 张笑天目光微微一宁 小辈 我是张家老祖 一位大帝 不懈地撇了撇嘴 大帝很牛逼吗 小爷虽然不是大帝 但早晚能上到大帝 这话一出 张芷燕的小脸 立马就红了 而张笑天 则是狠狠地吸了一口气 小辈 看来你的家教不怎么样啊 既然如此 那就由老夫来代替你家的大人 教教你 什么叫尊老阿诱吧 说完 张笑天的手中 就凝聚出了一股能量 血柔脸色一变 随后就冲着那48位准圣保镖大喊道 列阵 保护少主 虽然列阵的人数变多了 但与之前一样 阵法依旧是在眨眼间之间就形成了 紧接着 一道黄灯灯的光柱 就从阵法的正中心射了出来 至于目标 正是张笑天凝聚出来的能量 哄 随着一声巨响传出 方圆几百米之内 立马就是阴尘四起 形如世界末日 老祖这是疯了吗 居然对曹家少主出手 这简直就是自掘坟墓啊 应该是被那些极品资源 给刺激的失去理智了吧 不行 我要立马退出曹家 再待下去 很有可能就得给大长老这些傻逼陪葬 待我一个 你们别冲动 万一曹家少主挡住这一击了呢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那可是大帝得一接 看着不远处的情形 隐藏在暗中看热闹的张家子弟们 当即就窃窃私语了起来 而从这群人无一例外 全都不看好曹文斌这一方 可等到燕尘渐渐落下 交战区重新显露出真容后 张家的人 却是全都骂了 他 他居然 挡住了 一群准圣 居然挡住了大帝一击 并且从外表来看 他们除了狼狈一点 好像并没有受什么伤 这就是不朽势力的底蕴吗 我们居然跟这样的势力交恶了 不仅是这些吃瓜群众没想到 天空中的张笑天 此刻同样也很诧异 有趣 实在是有趣 能拦下老夫的随手一击 足够你们名流轻史了 不难看出 这位张家老祖 是懂需要语言艺术的 他这话看似是说给曹文斌听的 但实际上 却是在跟自家的小辈解释 不过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曹文斌却是也开口了 你没有再次出手的机会了 张笑天很不羡 他承认 曹家的这伙人确实很强 他一时半会 还真攻不破这阵法 但要说让他散失反击能力 那纯属就是扯淡 毕竟准圣与大帝之间 那是存在着这一鸿沟的 而这条鸿沟 根本就不是人术和阵法能磨平的 可就在他准备开口嘲讽两句之时 他的不远处 却是突然就出现了一道空间裂缝 紧接着 一股恐怖的气息 就从其中传了出来 谁又欺负我家的独苗了 说话间 一条美腿 就率先伸出了空间裂缝 咕噜 翘叶叉 赵 赵渊 刚开始时 赵渊的脸上 还蛮是笑意的 在他想来 曹文斌应该就是 叫他来撑场面的 可等他看到天空中的张家老祖 和被阵法保护在中间的曹文斌后 他的笑容 却是立马就消失了 以大欺小 一个一品的垃圾 居然也干攻击我曹家少主 看来 我们这些老家伙 是太久没活动了 诗人已经忘了 我们的威名啊 说完 赵渊以指为剑 直接就凌空展向了张家老祖的右臂 能看得出来 张笑天是想躲的 可赵渊所发出的剑气 实在是太快了 张笑天虽然在极力躲避 可等剑气过后 他的一截小臂 却还是掉了下来 赵渊 你也太狠吧 别忘了 按照当初的协议 你们这种酒瓶以上的大地 是不能随意出手的 张笑天并没有反抗的打算 而是第一时间就拿协议说起了事 倒不是他怂 而是同位地级 他非常清楚双方的差距 毕竟地级十二品 一步一登天的说法 可不是空学来风的 呵呵 不过回应他的 却是一阵不懈的冷笑声 协议 那是什么玩意 没有能与我对抗的实力 你也好意思跟我提协议 实话告诉你 你所谓的那个协议 只在不朽势力 与不朽势力碰撞之时 那才会生效 似你这等垃圾 我就是灭一百个 那又有谁会为你出头 说完 第四十六章 张家还有底蕴 这回赵渊儿没再用剑 而是一掌直接就拍了过去 毕竟他可是知道 曹文斌有吞天塔的 这要是一不小心 把张孝天给弄死了 那损失可就大了 而活捉虽然比直接干掉难一些 但张孝天 却依旧没能翻起什么浪来 仅仅三个回合过后 他就如同死狗一般地 趴在了地上 文斌 你将他收起来吧 虽然只是个异品 但怎么说 也是个大地 应该够你炼花一段时间的了 好嘞 曹文斌很兴奋 他是真没想到啊 居然这么快就 梦想成真了 现在的吞天塔里 已经有了张家老祖 和吞天莽这两个炼花对象 看来是得找个时间 闭下关了 打定了主意后 曹文斌二话没说 拉着赵渊 就回了张芷燕的小院 至于曹家的其他人 则是又当起了搬运工 很快的 现场就只剩下了 在暗处看热闹的张家人 和已经陷入了 呆滞状态的张芷燕爷俩 差距这么大吗 我们老祖在人家的手里 居然跟个小鸡仔似的 别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了 人家小鸡仔 最起码还能扑腾两下呢 可我们的老祖 咦 动静闹得这么大 我们家的另一位老祖 为何不出面呢 出面 他出面干啥 跟着一起挨揍吗 别忘了 我们家的两位老祖 实力是在伯仲之间的 其实仔细想想 这还真不一定是坏事 毕竟 要是张芷燕父亲 当家的话 那我们也能算是曹家的外戚了 这社会地位 直线上升啊 雄台高见 想想刚才的那些资源 这要是定期分给我们一点 那我们张家的实力 绝对能再上一个台阶 众人的议论声并不小 所以很快就将张芷燕和大长老 给惊醒了过来 爷爷 现在该怎么办 能看得出来 此刻的张芷燕 是真的慌了 在他想来 不就是争个疯 吃个醋吗 怎么也不至于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啊 那可是一尊大帝啊 居然说没就没了 而与他相比 大长老倒是显得很镇定 虽然也是满脸的肉疼 但却并没有乱了方寸 别慌 曹家确实牛逼 但在这个世界上 也不是没有能与其抗衡的人 张芷燕眼睛一亮 爷爷 我们还有其他一掌 大长老点了点头 但很快的 就又摇了摇头 一掌算不上 毕竟对方也是存了利用我们的心思 不过此时的我们 却是已经顾及不了那么多了 驱狼竹虎虽然是下策 但也不得不用了 说完 大长老就一脸郑重地观察起了四周 但确定了没人关注这里后 他这才从怀中 又掏出了一块玉佩 爷 爷爷 你不会是又要召唤大帝吧 轻轻地给了张芷燕一个白眼 不过大长老却是没解释什么 下一刻 他就往玉佩之中注入了一股能量 原来爷爷真的还认识别的大帝 这把吻了 也不怪张芷燕会这么想 毕竟这套流程 跟召唤大帝时的情形 简直一摸一样 但很快的 他就知道 他想多了 因为这回被玉佩召唤出来的 并不是虚空裂缝 而是一道虚影 张老头 你终于想通 本少爷早就说过了 只有跟着我龙云鹤 那才是明智之举 你们自己混 根本就混不出什么名堂来 你 本来这个自称龙云鹤的人 是还想说些什么的 但却被大长老给挥手打断了 紧接着 大长老就将张家目前的处境 给一五一十地复述了出来 末了 大长老承诺道 如果你能将曹家赶走 那以后 我张家就是你云鹤公子的附庸 你惦记多时的那件宝物 我们也会双手奉上 龙云鹤沉默了 其实在听说这是跟曹家扯上了关系后 他就准备放弃张家了 毕竟他收编张家的目的 是为了给自己的夺敌事业 添加一份筹码 可要是为此而得罪了曹家 那就得不偿失了 不过大长老附数之时提到的一个东西 确实让他改变了主意 你确定 那曹文斌所持有的是吞天塔 而不是别的什么塔 听到这句反问之语 大长老的眼中立马就闪过了一抹金光 说实话 他其实是不确定的 可为了能把龙云鹤给忽悠过来 他却是一口咬定道 千真万确 就是吞天塔 点了点头 龙云鹤沉思了几秒钟之后 就咬牙说道 行 这是我帮你平了 但我们要先说好 你家中的那件宝物是定金 我到了之后 你必须要先将其给我 没问题 大长老答应得很痛快 很显然 为了巩固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 他已经豁出去了 而协议达成后 两人也没再多聊 直接断开了联系 没想到 还有意外收获 听完了薛柔的汇报后 曹文斌笑了 没错 他之所以没杀大长老和张纸运 就是为了钓鱼 本来嘛 他的目标是 大长老手中的那件宝贝 据《一届龙王》记载 张家的手中拥有一缕不败之光 乃是张家的镇足之物 也正是凭借此物 张纸嫣在后期 才勉强拥有 跟军逍遥掰手腕的资格 可没成想 现在居然钓到了一条更大的鱼 文斌 你可不能钓以轻心 这龙云鹤 是龙族这一带的第二天骄 实力据说 早就到了王者境 再加上那强悍的真龙之躯 同辈中人 很少有能打过他的 听到这话 曹文斌的嘴角 立马就翘起了一个好看的弧度 随后他一头 就钻进了赵渊儿的怀中 一个王者境而已 有六族你在 那还不是 随手就能捏死 你这孩子 赵渊儿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是龙族之人 除非是你有什么生命危险 如若不然 我是没办法出手的 说是这么说 但赵渊儿早就想好了 如果那龙云鹤太过分 他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不就是份协议吗 我们曹家什么时候在乎过 大不了就再来场地战呗 第47章 先礼后兵 时光飞逝 眨眼之间一跃即过 在这段时间里 整个张家变动极大 原本掌权的大长老和二长老 全部退居二线 张家的所有权力 尽归张天忆所有 当然 政权交替自古以来 那就没有不流血的 这次自然也不例外 在交接之时 一些不太重要的位置 例如采买权 长老会席位等 大长老他们 放得极为痛快 可像功法阁直士 仓库管家这等重要职位 大长老却是死活都不肯放 直至张天忆 来了一招杀鸡警猴 这才让大长老等人败退 而与外面的血雨腥风不同 张纸彦的小院内 却是从始至终 都那么的安静 没有任何人敢来打扰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曹家少主闭关了 需要一个无声的环境 不过 万事都无绝对 这不 安静了一月有余的小院 这一日 就迎安了一位不速之客 而此人 也不是别人 正是龙云鹤 见过赵前辈 这是晚辈 在临行前 足中长老 让我带给您的龙眼茶 您无事之时 可以尝尝 刚一进入会客室 龙云鹤立马就行了一个大礼 态度那真可谓是恭敬到了极点 让人一点毛病都跳不出来 坐吧 不用这么客气 正所谓伸手 不打笑脸人 虽然赵渊恨不得直接抽死 眼前的这条小龙 可他却只能隐忍不发 毕竟这家伙 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 我来这里的事 是经过足中长 老收益的 对了 你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刷 先是潇洒地打开手中折扇 待轻善了两下后 龙云鹤这才笑着答道 晚辈听闻 张家有一才女 名曰张纸运 这不 我特意让足中的先知 为我们 合了一下生辰八字 但发现 我们非常相配后 晚辈就立马赶了过来 为了能尽快看到我的良配 这一路上 晚辈可是开坏了两艘飞艇 听到这话 赵渊儿的脸上 当即就流露出了 极其怪异的神色 不仅是他 此刻同样也身处 惠客听门的晴云梦等人 也都在强忍着笑着 有什么问题吗 龙云鹤一脸的怪异 很显然 此时的他 还不知道 张纸运是个什么货色 不过就算是知道了 他可能也不在意 毕竟龙性本应 男龙更是处处留情 没什么 好了 你的见面里 我收下了 你该干什么 就干什么去吧 那晚辈就先告退了 依旧是那么的彬彬有礼 而赵渊儿 也是微笑已对 不过 等龙云鹤的身影 消失之后 赵渊儿的脸色 立马就阴沉了下来 因为 他发现情报有误 这龙云鹤 根本就不是传闻中的王者静 而是涅槃初期的修为 薛柔 你去将文斌叫醒吧 顺便将龙云鹤的 真实实力告诉他 让他也好 有个准备 省得被人家打个措手不及 少爷 走到曹文斌 静坐的床边后 薛柔立马 就轻声呼唤了起来 本来他以为 怎么也得叫个三四声 自家少爷 才有可能醒的 可没成想 第一声刚落 第二声都还没出口呢 曹文斌 就已经睁开了眼睛 紧接着 就直接将他 给扑倒了床上 薛姨 你这是忍不住了吗 居然大白天地来撩搏我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客气了 现在就让你见见红 说完 曹文斌就开始拔起了薛柔的衣服 并且速度极快 眨眼间外套 就离他而去了 好在薛柔的反应也不慢 及时地压住了曹文斌的手 如若不然 少爷别闹了 那个龙云鹤已经到了 并且刚跟六族请完安 而据我们的观察 那家伙 已然拥有了涅槃七的实力 实在不行的话 薛柔的话 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因为他猛然发现 自家少爷的实力 居然也来到了涅槃七 一月升三级 少爷 你这实力 薛柔满脸的惊骇 毕竟这种情况 别说是贱了 就算是听 那也没听说过 摆了摆手 曹文斌道 是不觉得有什么 有一位圣级巅峰 和一位大帝做养料 要是没有这进度 那才是见鬼了呢 好了薛姨 这些琐事日后再谈吧 这一个月都快把我憋死了 来 赶紧让我解解禅 话音一叫 曹文斌 就准备继续扒薛柔的衣服 但可惜的是 这回 他依旧没能成功 并且在他手忙脚乱之际 还让薛柔趁机脱离了他的怀抱 西西 这次我就不给你 谁让你上次把人家丢下不管 直接就跑去找裴洛雪来着 这是报复 曹文斌一愣 随后就无语地摇了摇头 靠 这女人报复心还挺强 而就在他准备花言巧语一番时 薛柔却是已经开门跑了出去 得 看来今天就只能饿着了 不过 曹文斌也不沮丧 毕竟跑得了和尚跑不妙 这口肉早晚都是他的 薛姨你给我等着 等被我得手时 我要是不把你玩散架了 那算你长得结实 咧嘴一笑 随后曹文斌的身形 就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当然 他并不是出去了 而是钻进了自己的吞天塔中 毕竟马上就要 跟龙族之人短兵相接了 也是时候 跟龙及公主深入交谈一下了 与上次来时的景色一样 不过被锁着的人 却是已经换了 之前的镇魔大帝 已经被他吸成了飞灰 吞天猛 同样也是如此 而此时被锁着的 正是张家老祖 杀了我吧 你快杀了我吧 已经被炼化掉五分之一 修为的张笑天 再看到曹文斌的一瞬间 就疯狂地大吼了起来 很显然 他已经不想再受此折磨了 但曹文斌 怎么可能放弃 这么优质的修炼资源 所以连里都没有理他 转身就上了二楼 以后一楼 就用来关 这些修炼资源好了 至于二楼嘛 就用来关 还没被收服的美女吧 唉 要是有个迎兵就好了 这样自己每次进来 就有人喊楼上 男兵一位了 第48章 他是我玄孙 小子 你错过最佳时机了 要是之前你肯放我出去 那最起码还能在我身上爽一把 可现在 你却是什么都得不到了 天助我也 真是天助我也啊 本来曹文斌以为 他登上二楼之后 迎接他的会是一番甜言蜜语 毕竟他与小母龙之间 可是有协议的 以炮换自由 可现实却是 甜言蜜语根本就不存在 迎接他的 只有冷嘲热讽 你这是吃错药了 还是自暴自弃 不想出去了 曹文斌满脸的惊恶 这女人也太善变了吧 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啊 怎么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而龙脊也没有跟他都圈子 你不知道吧 我等纯血龙族之间 可是有感应的 这种感应在一定的距离内 可以无视任何阻隔 就在刚刚 我感受到了后辈的气息 他一定是来救我的 曹文斌明白了 原来是龙云鹤 给了他新的希望啊 怪不得敢这么猖狂呢 你就这么确信 他能就得了你 没有任何犹豫 龙脊直接点头 同辈之中 我龙族向来没有敌手 好吧 你赢了 正所谓 话不投羁绊居多 曹文斌清楚 此事已经没有再聊下去的必要了 于是乎 他转身就走向了来时的楼梯 不过在即将下楼时 他却是停顿了一下 来人叫龙云鹤 跟你是什么关系 云自卑的吗 要是算起来 他应该是我的玄孙 对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 曹文斌摆了摆手 还能干什么 我已经想好了 等将龙云鹤抓住后 我就当着他的面 龙极大怒 但就在他准备来断三字经时 曹文斌却是已经消失了 大长老和二长老 还真是有手段啊 居然这么快就找到了外援 与那两个老家伙相比 其实我更佩服张纸云 那可是龙族之人啊 他居然也能陪一天一夜 这份战斗力 着实了得 哎 本来就碰不到边界 这一下就更碰不到了 你们说这场内斗 最终哪方会赢 应该是龙族吧 藏书阁门前 喜欢看热闹的张家子弟们 正在窃窃私语 而在藏书阁之内 一场一边倒的战斗 已然到了尾声 纸琼哥 你还是把藏书阁的钥匙交出来吧 如若不然 小妹可就要下杀少捞 看着自己脚下的张纸琼 张纸运得意的 都快找不到北了 曹文斌你看到了吗 老娘把你大舅哥给踩在脚下了 别着急 不久之后 你也会享受到这一切的 说起来 我还得感谢你的不选真呢 如若不然 我又怎么可能遇到龙少呢 越想 张纸运就越兴奋 不过就在这时 张纸运你个骚货 赶紧把你那杯牛奶淹过的臭脚拿开 再踩下去 老子就要被熏死了 张纸运大怒 随后他二话没说 脚丫子直接就在张纸琼的脸上撵了起来 你不是嫌老娘脏吗 既然如此 那我就用你的脸蹭干净 不得不说 这女人是真的很 几分钟之后 张纸琼的鼻梁鼓 就被他给踩塌了 好在收到消息后 曹文斌和张纸运及时赶了过来 要不然 还指不定出什么事呢 龙云鹤 你这招引蛇出洞 实在是不怎么高明啊 并且极其地掉价 正所卫兵对兵 将对将 弄清了形势后 曹文斌连看都没看张纸运一眼 直接就将矛头对准了龙云鹤 刷 依旧是先甩折扇 随后龙云鹤才耸了耸肩 没办法呀 你的庭院里有 赵前辈作证 我可不敢去找不痛快 听到这话 原本还在死撑着的张纸琼 直接就被气晕了过去 可即便如此 现场却依旧没人理会他 更是没人帮他包扎伤口 毕竟两位大佬掐架在即 众人根本就没有精力管其他的 你倒是挺诚实 说吧 这是你打算怎么解决 龙云鹤知道 曹文斌所指的 并不是张纸琼的事 而是整个张家的归属问题 于是乎 龙云鹤立马就将自己的想法给吐了出来 我们一战定输赢 赢得独享张家资源 至于输的 那就带着自己的女人滚蛋 当然 以你我二人的咖位 张家这个赌注确实有点小 所以我想额外再加个注 不知曹兄敢不敢见 眸光微微一转 曹文斌顿时就猜到了龙云鹤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真是巧了 居然想一块去了 于是乎 曹文斌立马就来了个 旧坡下驴 就没有我曹文斌不敢的事 说吧 你想赌什么 本来曹文斌以为 龙云鹤会跟他都几个圈子的 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吗 直接就将自己的想法给说出来 那是很容易遭算计的 可没成想 龙云鹤居然没按常理出牌 就赌你吞天塔内的龙吉公主 她是我的长辈 我说什么都得把她带回龙族 虽然这龙云鹤表现得很是大意凛然 但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曹文斌的眉头就轻皱了起来 这家伙好像并不在乎龙吉的死活 可一头死去的龙女 又能有什么用吗 难道是龙吉 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体质 想到这里 曹文斌立马就在心中 重新规划起了战略战术 当然 在明面上 他依旧还是那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 龙吉 他可是个古代怪胎啊 价值不菲呢 不过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 我也不是不可以将他拿出来当赌注 但你能拿出与之相匹配的东西吗 龙云鹤怒了 因为对于龙族来说 你嘲讽他什么都行 唯独不能嘲讽他的持久力和财力 相巴老 今天小爷就让你看看 神龙是多么的富有 说完 他右手轻轻一挥 下一刻 藏书阁的空地上 就出现了一堆稀奇古怪的玩意 第四十九章 套话 下品地器斩云刀 中品地集丹药 不灭草 万年凌辱 天地悬身 越看 在场的张家之人就越眼红 不朽势力的底蕴 都这样牛逼吗 地级宝物 都成堆的往外拿 怪不得人家能人才辈出呢 有这么多宝物在 那就是一头猪 也能给堆成大地啊 而外围的张家之人 既然都看到了 那就在近前的曹文斌 自然没有将之遗漏的道理 不过 就在他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 曹兄还是尽快挑赌注吧 毕竟你我的时间 可都是极其宝贵的 本来嘛 曹文斌还是满脸笑意的 可这番话一出 他的脸色 却是立马就黑了下来 龙云鹤 你莫非是还没睡醒 居然想拿这些破烂来 跟我对赌远古怪胎 张家之人嘴角一抽 这些东西是破烂 那他们张家宝库里的 又是什么 垃圾吗 不过他们 却又不得不承认 人家曹文斌 确实有说这话的资格 那你想要什么 这回曹文斌没在末迹 我要那吕不败之光 别跟我说你没有哈 要是那样的话 我们就一拍两散好了 龙云鹤沉默了 但仅仅几秒钟之后 他就咬着牙说道 行 我就用不败之光来 对你赌龙集天祖母 曹兄 你用调整状态吗 要是不用 那我们现在就去比武场 走一遭吧 早打完早利索 曹文斌咧嘴一笑 你都不用 我自然也是不用的 说完 他就深化神光 冲向了西方 而那个方向 正是张家比武场的所在地 曹兄 如果你肯将龙集天祖母给我 那今日这场比武 你将是最大的赢家 我甚至都可以陪你演一场戏 在最后关头 惊险输掉 当然 如果你想出风头 那我也可以一招败北 怎么样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一块地心之眼所造的高台上 曹文斌与龙云鹤相对而立 本来嘛 曹文斌是准备直接开干的 可还没等他行动吗 一道非常细微的声音 就翘无声息地传进了他的耳中 而这 也成功地勾起了曹文斌兴趣 这龙集的身上 应该隐藏了一个惊天之秘 如若不然 这龙云鹤绝对不会这么低声下气 不行 我得探探他的口风 想到这里 曹文斌眼珠子一转 随后就用传音之术 讲起了故事 云鹤凶 不久之前 我遇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敌人 那家伙极其的聪明 气韵也是极为的逆天 可以说是走几步 就能遇到一个秘境 不过这家伙却是有一个致命弱点 那就是 离不开自己的老妈 甚至一门心思地想返回 你对龙集那么上心 不会是也存了这个心思吧 刚开始时 龙云鹤是一脸猛逼的 毕竟曹文斌说的这些话 跟之前的那个问题 那简直就是驴唇不对马嘴 可等最后一句出口后 龙云鹤却是什么都明白了 于是乎 他那英俊的脸庞 包括他头顶上的两个小龙角 都在一瞬间 就变得通红了起来 很显然 他是真的被气到了 曹文斌 你能不能长点脑子 脑子怎么可能 有那等龙龊的爱好 说是这么说 但龙云鹤的心 却是有一点虚的 因为被曹文斌这一启发 他已经在不自觉地 往那方面想了 哈哈 你恼羞成怒了 不过云鹤兄放心 我嘴巴很严的 绝对不会传出去 龙云鹤气急 于是乎 他下意识地就来了一句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之所以想要龙集天祖母 是因为 他乃是冰火 说到这里 龙云鹤突然就反应了过来 紧接着 他就仰天怒喝了一声 曹文斌 你居然敢套我话 真是该死 说完 他右手成拳 直接就向着曹文斌冲了过来 不得不说 这家伙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尽管什么招式 都没用 可拳锋却依旧有排山倒海之势 而曹文斌 同样也是以拳头相迎 并且是后发先制 直接就将龙云鹤的拳头 给拦截在了两人的中间 碰 硬拼了一击后 两人的身体 全都不受控制地 飞退了开来 那原本能承受准胜权力一击的地心之言 更是被两人踩出了一个又一个脚印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人类的肉体力量 怎么可能与我龙族抗衡 这一刻 龙云鹤三观尽碎 其实不仅是他 台下正在围观的张家之人 同样也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要知道 在正常的情况下 人类强者对战普通妖兽 那都是败多胜少啊 至于很龙族作战 那向来都是五对一的 可现在 真不愧是曹家少主啊 确实不同凡响 我就说嘛 我们人类乃是万物之灵 怎么可能会比那些野兽弱 我误了 原来人不管是人还是物 都是有三六九等之分的 不是那块料 即便是在努力 那也是白大 我不得不承认 你说的对 而就在吃瓜群众们议论纷纷之时 擂台的最左侧 却是突然就传来了一声奸笑 龙公子 我想起来了 这个曹文斌 好像是什么禁忌之体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张纸晕 曹文斌眉头一皱 随后他的双眸之中 就飞速地闪过了一抹杀意 反正这女人也没用处了 既然如此 那等下了擂台后 就送他们那一脉下地狱吧 对了 还有二长老那一脉 同样也得送过去 毕竟人多一点 路上也好有个半 第五十章 不是主角还想跑 曹文斌 跟本龙打架之时 你也敢走神 不就是拥有个神体吗 你还真当自己天下无了 感觉被羞辱了的龙云鹤 整张脸都被气扭曲了 于是乎 已经调整完毕的他 直接就化为流光 再次冲向了曹文斌 并且越是前进 他身上的气势就越足 去死吧 在龙云鹤想来 他的这一招 绝对能打曹文斌一个措手不及 弄好了的话 甚至都有可能让曹文斌 直接丧失战斗力 可等他来到曹文斌的身旁时 他却是在曹文斌的脸上 看到了一抹邪笑 不好 中计了 有了这个判断 龙云鹤下意识地 就想抽身后退 但他冲得实在是太猛了 一时之间根本就杀不住车 不 龙云鹤绝望了 因为还没等他控制住身形呢 曹文斌的身后 就已经浮现出了一道魔影 魔王拳 这是曹家的独门绝界 至于结果 咔嚓 没有任何悬念 龙云鹤那条原本垂向曹文斌的手臂 直接就被轰断 整个人更是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眨眼之间就飞出了擂台 寂静 吃瓜群众们全都惊呆了 他们看到了什么 一位涅槃静的龙族天骄 两个回合就被打下了擂台 这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哼 少主好猛啊 刚才那一击 我们家族里的很多长老 估计都接不下来吧 兄弟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胜负已定 我们张家自此以后 就是家主一脉说的算了 快看 那个龙云鹤居然跑了 可不是吗 就在众人聊得正嗨之时 他刚刚还如同死狗一般的龙云鹤 就已经开溜了 而从速度来看 此时的他 实力下降极为严重 连之前的三层水平 可能都没有了 曹文斌你给我等着 今日之仇 老子日后必报 很显然 即便是 已经丢了半条命 可龙云鹤却依旧不服 不过他也知道 此地是不能久留了 所以 在说完狠话之后 他就恢复了龙身 以此来增加速度 但很快的 他就猛逼了 因为他猛然发现 自己的头顶 不知何时 居然多出了一座巨塔 你又不是天命之子 气运更是最低级的赤色 在这种情况下 要是还能让你跑了 那老子 也就不用活了 嘲讽之音一落 曹文斌就掐了一个手印 紧接着 吞天塔的底部 就爆发出了一股 异常恐怖的犀利 不 知道被吸进去 会有什么后果的龙云鹤 立马就完了命地挣扎了起来 但可惜的是 他只不过是在做无用功罢了 仅仅几秒钟之后 他就被吞天塔给收了进去 少爷牛逼 曹文斌这边才刚打完收工 裴洛雪吉女 就立马围上来 捧起了臭脚 要是在平时 那曹文斌绝对会得死一番 可现在 他却是没这个功夫 薛姨 你带人去把张家的大长老 和二长老全部干掉 一个不留 记住 只要是他们那一脉的 那就算是一枚鸡蛋 也得给他咬散黄了 至于张家的另一个老祖 说到这里 曹文斌转身就准备去找赵渊 可还没等他行动呢 赵渊的声音 就已经在他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你去忙吧 张家老祖的事 你就不用管了 很显然 赵渊一直都在关注着这里 而得到了承诺的曹文斌 也没墨迹 当即就溜进了吞天塔中 碰 在龙极不敢置信的目光中 曹文斌右手一甩 直接就将龙云鹤 给丢到了他的脚下 哇 这就是你等待的救星 说实话 这家伙是真的很弱 你们龙族年轻一代 要都是这种选手 那你还是老老实实地 献出龙园吧 毕竟他们根本就不可能 把你救出去 龙极沉默了 打死他都没想到 打脸会来得这么快 扮上之后 他这才声音干涩地说道 你怎么能这么残忍 他这都快不成人形了 没错 在上二楼之前 曹文斌就已经对龙云鹤用过行了 至于目的嘛 那当然是想知道龙极身上的秘密 但可惜的是 即便是四肢全部被打断 双目被戳瞎 可龙云鹤却依旧什么都不肯说 唯一的收获 就是从他的身上 搜出了 那还没被炼化的不败之光 而面对龙极的质问 曹文斌却是表现得极为淡然 没办法 谁让他宁死 都不肯回答我的问题呢 还有 你也不要再为这家伙命不平了 因为你如果也不肯配合我 那你会比他还惨 小嘴一撇 龙极很不满地瞪了曹文斌一眼 你不就是 想要我的龙园吗 多大点事啊 来吧 我给你就试了 说完 他就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你怎么还不动手 等了半场 依旧没有等来异样的龙极 就很是不解地睁开了眼睛 光要龙园 那是之前的价格 可由于你之前装了一把逼 所以现在提价了 听到这番说辞 龙极那极为好看的眉毛 当即就皱了起来 除了龙园 你还想要什么 此刻的龙极 已经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果然 在外界之时 龙云和这家伙说漏嘴了 所以 我知道你的身上 还藏有一个今天的秘密 而我想要的 正是这个秘密 不可能 本来曹文斌以为 龙极会以此为条件 跟他好好讨价还价一番的 可没成想 龙极居然 直接就拒绝了 一点犹豫都没有 这一下 曹文斌就更好奇了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样的秘密 居然能让两位龙族 添交以死相护 你也不肯说吗 既然如此 那我就只好 再冲荡一次恶人了 让我想想哈 对了 你听说过木马行吗 没听过 那包皮和叉指甲呢 也没听过 哎 你这古代怪胎的见识 可真是不怎么样 算了 看在你是美女的份上 本少爷 就勉为其难地 为你解释一番吧 第五十一章 粪哭 随着曹文斌的讲解 蓝星古代的十大酷刑 就慢慢地 呈现在了龙极的眼前 而越听 龙极就越恐惧 特别是当曹文斌 说到木马之行时 龙极更是被吓得 全身都颤抖了起来 你给我闭嘴 我都告诉你 我什么都告诉你 这种行了吧 听到这话 曹文斌 直接就乐了 可四肢皆废的龙云鹤 却是爆发了 龙羁你敢 那地方 是属于我龙族的 你要是敢说出来 那你就是所有巨龙 共同的敌人 曹文斌 你不是懂很多刑罚吗 那你冲着我来啊 老子但凡皱一下眉头 那都是你养的 不得不说 这龙云鹤 是真的很有骨气 曹文斌 也很佩服这样的人 但佩服归佩服 可该做的事 他却还是要做的 于是乎 在一阵见光过后 龙云鹤及行动能力 和视觉之外 又丧失了语言能力 而亲眼目睹了一切的龙极 则是立马就皱起了眉头 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 曹文斌笑了 不过这笑容之中 却是充满了邪气 之前我不就说过了吗 我喜欢在小辈的面前 玩 龙极小脸一白 随后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就转移起了话题 我身上的秘密 跟我的体质有关 我是冰火神体 龙极没能再说下去 因为冰火神体 这四个字一出 曹文斌 直接就挥手打断了他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水火永不相容 这是傻子都知道的事情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存在冰火神体 龙极轻轻地 给了曹文斌一个白眼 你不知道 并不代表 就不存在 其实在太古时期 龙族之内 很多人都是冰火神体 之所以 后来没有了 是因为龙族 与凤凰族决裂了 水火永不相容 也是那时候 传下来的天地规则 曹文斌的眼睛 亮了 你的意思是说 凤凰与巨龙相结合 所生下的后代 就一定是冰火神体 龙极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 而我的冰火神体 也正是这么来的 我的父亲 是他们那一代的第一天骄 而我母亲 则是天地间的 最后一头凤凰 听到这里 曹文斌的眉头 就又皱了起来 因为根据 异解龙王记载 那军逍遥的坐骑 就是一头凤凰啊 龙极的母亲 要是天地间 最后一头凤凰的话 那军逍遥的那一头 又是哪来的呢 不过有了之前 背对的经历后 这回曹文斌 就没再乱插嘴了 他相信 随着龙极越说越多 答案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果然 由于有水火 永不相容的天地规则在 所以我刚一出生 天结立马 就降了下来 好在我父母早有准备 这才让我逃过一件 不过他们却是 我父亲 他当场身亡 母亲倒是凭借着涅槃 重生的天赋神通 勉强保住一命 但也魂归了凤族祖地 不知何时才能重现人间 而也正是 受到我母亲魂魄的执意 世人才重新找到了 凤族祖地的位置 可那些想要进去寻宝的贪婪之徒 却是都被凤族的户族大阵 给击伤了 哪怕是大帝亲至 都没能破掉那阵法 至于后面 龙吉没再说下去 不过曹文斌 却是已经挠不出了一切 那群进不去的人 在尝试完各种方式后 自然就把主意 打到了龙吉的身上 毕竟他身怀凤族血脉 凤族祖地 绝对不会排斥他 于是乎 经过一番大战后 龙吉就落到了 吞天大地的手中 可由于受伤过重 吞天大地 在前往凤族祖地的过程中 肉身就直接崩坏了 无奈之下 就只好摆下了 吞天秘境 希望能靠夺赦 从获新生 可惜他时运不济 遇到了曹文斌 这个知道部分剧情 从而提前准备了 克制之物的老六 好了 我该说的都说完了 现在我们可以 谈谈条件了吧 听到这话 曹文斌笑了 说说你想要什么吧 记住 别太过分 如若不然 我就将你干掉 然后带着你的尸体 去破解凤族祖地的阵法 龙吉一愣 随后小脸 直接就垮了下来 本来他还以为自己 在这次的交易中 能占据主动权呢 可没成想 看来最多 也就能要个自由身了 有了这个判断后 龙吉立马就说道 我只想要自由身 当然 前提是你 不能再要我的龙元了 说实话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他要是长得不漂亮 那曹文斌 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可现在吗 那是不可能 你的龙元 我说什么都会取走 这是关系到 三件奖励 曹文斌自然是寸步不让 你 龙吉被气疯了 如果眼神能杀人 那此时的曹文斌 绝对已经死八百遍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到底想怎么样 难道想让我白白付出不成 对于这个问题 曹文斌早就想好了方案 所以回答得很是从容 这样吧 反正你帮我拿到凤凰族的遗产后 龙族你也回不去了 既然如此 那你以后就跟着我吧 我可以给你一个妾室的身份 龙吉的眼睛瞬间瞪大 他是真没想到 居然有人能无耻到这种程度 他要是同意了这个方案 那不就代表着 他从临时炮架 变为永久炮架了吗 不过戏琢磨了一番后 他又觉得 曹文斌说得很有道理 跟着曹文斌混 虽然有些地方会遭点罪 可修炼资源和人身安全 却是绝对有保证的 毕竟曹家 那可是一棵粗到不能再粗的大树了 考虑得如何了 龙吉咬了咬牙 我同意了 不过 我有一个要求 你说 如果我们在凤族的祖地之中 找到了凤凰蛋 那他必须归我 曹文斌眼睛一亮 随后就斜笑着说道 没问题 那煤蛋孵出来之后 你们永不分开都行 第52章 龙足的天命之子 条件既然都谈妥了 那曹文斌 自然也就不会再客气了 毕竟从名义上来说 这女人已经是他的妾室了 可就在他扑过去之时 龙吉却是又变为了龙形 你有病啊 曹文斌相当的恼火 刚才那凌空一字马多殆尽啊 这眼瞅着就能盘完一完翻了 却是又涂生了变故 我这是为你好 你现在变回人形 那才是多好 看着双目通红 明显被憋坏了的曹文斌 龙吉笑了 你小子不是很牛吗 不是处处都能拿捏老娘吗 现在你倒是继续牛啊 当然 想是这么想的 可他 却不敢这么说 我真的是为你好 如果你在凤枯之中拿下我的话 那借助着冰火神体 与凤枯之内海量的火属性 你最起码 也能获得个火焰免疫的能力 运气好的话 那甚至都有可能领悟空火术 曹文斌沉默了 他知道 这女人并没有撒谎 因为据《异界龙王》记载 君逍遥就能免疫一切火属性神通 哪怕是大帝用火焰攻击他 那也伤不到他一根汗毛 算了 也不差这点时间了 有了决定后 曹文斌转身就走 你干嘛去 看着曹文斌的背影 龙脊猛圈了 还能干吗 当然是往凤枯赶啊 要不然什么时候才能当上龙骑士 龙祖祖地 一位须发皆白 仿佛已经与天地契合在一起的老者 突然就睁开了眼睛 云鹤竟然死了 喃喃自语声一落 原本还很是温馨的洞窟 立马就布满了肃杀之气 日天 素来见我 他的话就是对着空气说的 声音也并不大 可仅仅几秒钟之后 一道彩光就飞快地掠进了洞府之中 老祖 是出什么事了吗 说话之人长得极其帅气 不过品位却是不咋低 跟龙云鹤一样 也是擅自不离手 而他 正是龙祖目前的第一天骄 龙日天 凤族祖地即将开启 你尽快动身前往吧 记住 里面的东西 一定要全都拿回来 哪怕是一块石头 还有 在里面如果遇到了那个曹文斌 那不要犹豫 直接将其干掉就行 刚开始时 龙日天还是很兴奋的 毕竟 那可是凤族祖地啊 大帝遇见了 都走不动到的绝世宝地 这要是能将其掌握在手中 那大帝经对他来说 就将是起点 而不再是终点 不过等老者 说到曹文斌后 龙日天的眉头 却是立刻就皱了起来 是 他是狂 可他即便是再狂 那也不敢随意干掉曹家少主啊 老祖 干掉曹文斌 这是不是有点 还没等龙日天 把后面的话说出来呢 老者就直接打断了他 按我说的做就行 毕竟是他们先下死守的 下死守 龙日天的眉头 皱得更紧了 没错 你云鹤族地已经死了 杀他之人 应该就是那个曹文斌 龙日天双目瞬间瞪大 随后他就躬身说道 老祖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很好 记住 要下死守 谋划凤族遗产的人 并不只有龙族一个 这不 那好不容易才从曹文斌手中逃脱掉的迭克 此时也正在飞速地赶往凤族祖地 而在飞略的同时 这家伙还在喃喃自语 时隔这么多年 终于又见到阳光了呀 唉 其实我也不想这么早就出来的 奈何你小子太不争气了 我能感觉得到 如果再让你浪下去 那我们两个都得死 所以啊 就只能委屈你了 不过你放心 老夫会帮你完成医院的 那谍芸鱼 我是一定会帮你体验到的 不仅是他 那曹文斌的其他女人 我同样也会帮你体验到的 没错 此时的迭克 已经不是原来的迭克了 现在控制这具身体的 是那戒指之内的老爷爷 而他的身份 正是威名赫赫的要地 四千年前 独霸一方的大人物 一手炼丹之术 无人能出其右 本来嘛 他应该是等迭克成胜了之后 再夺取身体控制权的 可在三日之前 自命不凡的迭克 却是又惹到了一个不小的势力 要不是要地及时出手 那迭克早就交代了 于是乎 等到安全了之后 知道不能再继续下去的要地 就只好提前发动了袭击 至于他为何要赶往凤族阻地 那是因为 他有一种能改变体质的丹药 服用之后 在十五分钟之内 可以让服药的人 变为任何种族 凤族的遗产 应该足够我修炼到大地巅峰了 如此一来 我也就具备跟曹家掰手腕的资格了 十日之后 曹文斌所乘坐的飞艇 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 凤族祖地 与其他势力的祖地不同 凤族的祖地 是设立在火山之内的 而将大地都挡住了的阵法 就在了火山口处 靠 这鬼地方可真热啊 正在寻找降落地点的曹文斌 很是不爽地嘀咕了一句 要是在往常 这种事情自然是不用他干的 可这次却是不同 不管什么事 他都得亲力亲为 因为这一回 他是独自前来的 不管是他的未婚妻 还是裴洛雪这个枪套 亦或者是薛柔 这位护道者 通通都没跟来 当然 并不是他们不想来 而是赵渊不让 去凤族祖地又没危险 带那么多人干嘛 再说了 你不是有我给你的玉牌吗 真要是出什么事了 那你召唤我就是了 至于他们 就都跟我回去准备 接下来的仪式吧 刚开始时 曹文斌是有些懵的 毕竟在他的印象中 最近曹家好像并没有什么喜事 直至旁敲侧击了一番后 他这才知道 原来是要准备 给他办订婚一事 不得不说 这个理由确实很强大 于是乎 曹文斌就只好 自己灰溜溜地 跑来寻宝了 那个平台不错 就在那里降落吧 第53章 飞跃是提升 嗯 时隔这么多年 老娘终于又见到太阳了 这空气好新鲜啊 火山口处 刚被放出来的龙脊 热泪盈眶 可还没等他抒发完情感呢 一道大沙风景的声音 就突然传进了他的耳中 矫情两句就行了 赶紧把这里的禁止给解除了吧 老子是真的受不了了 很是不满地 瞪了曹文斌一眼 你可真没情调 但吐槽归吐槽 可龙脊的动作 确实不慢 用指甲在手指肚上 划出一个小口后 他就在火山口处的 能量罩上勾化了起来 而随着他手指的移动 那原本还坚不可摧的 能量罩上 很快就出现了一个 足以让成年人通过的门 走吧 这门只能存在五分钟 所以我们必须得快点 说完 龙脊就率先钻了进去 至于曹文斌 那自然是快步跟上 本来嘛 龙脊是准备一直往里面走的 可两人的身形 才刚跨过防护罩 曹文斌就一把将给他拉住了 你干嘛 龙脊很是不捡 不过认真看的话 却是能发现他的大眼里 全是羞涩之一 很显然 他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说实话 这要是来个脸皮薄的人 那还真就有可能 被他给糊弄过去 可曹文斌 却是没管那个 行了 你就别跟我耍心机了 今日 你是绝对跑不掉的 对于那能提升实力的龙元 老子可是垂涎已久了 话音一落 曹文斌就拉着龙脊 向崖壁跑了过去 说来也巧 在他们的不远处 居然有一个天然形成的山洞 刷 曹文斌与龙脊刚钻进山洞不久 他们刚才所站立的地方 就凭空出现了一个青年 而此人也不是别人 正是龙日天 其实他来得很早 但由于破不开禁止 所以才等到现在 妈的 好白菜都让猪拱了 不过没关系 本少爷就喜欢吃剩菜剩饭 开垦荒帝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还是交给傻子做吧 盯着不远处的山洞看了几眼后 龙日天笑了 随后他就深化红光 冲向火山深处 而有趣的是 他前脚刚走 后脚这里 就有多了一人 呀 本来嘛 这个新来的人 注意力是都在那道红光之上的 可随着一道诡异的声音传来 此人的眼睛 却是立马就描向了山洞 这里居然还有也鸳鸯 现在的年轻人 都这么不靠谱吗 宁可不要凤族的遗产 也得先把引过了 来得较晚 之前并没有看到 曹文斌和龙极的药帝 双目之中 全是震撼之色 但听着听着 他得眉头就不自觉地皱了起来 咦 其中的一道声音 怎么这么耳熟呢 靠 是曹文斌 那个家伙居然也在 继承了蝶科全部记忆的药帝 很快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随后他的目光就开始闪烁了起来 是进去打曹文斌一个措手不及 趁机将这位大敌给干掉呢 还是先去收取凤族遗产 回头再来收拾这对野鸳鸯呢 一时之间 药帝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 不过很快的 他就不用为难了 因为现场的形势 已经帮他做出了判断 随着那诡异的声音越来越急 此方天地的灵气 居然开始躁动了起来 紧接着 就一窝蜂地拥进了山洞中 女的是条龙 这是借助龙原突破了 不愧是活了四千年的老怪物 这件事确实逆天 而有了判断后 药帝也没在此地久留 转身就去追龙日天了 他很清楚 从山洞之内爆发的气势来看 目前的他 除非是手段进出 如若不是 是绝对拿不下曹文斌的 可他要是真这么干了 那凤族遗产 也就与他无缘了 算了 就让你小子 再多活些十日吧 等我将凤族遗产都拿到手后 再来收拾你小子 顺便再当当龙骑士 时间过得飞快 眨眼间两日急过 那一直吵吵闹闹的山洞 再不久前 也终于安静了下来 但仅仅几分钟之后 一阵大笑声 就打破了这难得的宁静 转了 这不真是转大了啊 此时的曹文斌 再也感觉不到一丝的炎热 反而还觉得这地方很亲切 没错 那原本应该属于 君逍遥所有的闭火神通 此刻已经归他所有了 不仅如此 曹文斌更是领悟了控火术 从今以后 哪怕是再强的一伙 那都将成为他的玩具 对了 还有三个宝箱没领吗 想到这里 曹文斌就更兴奋了 随后他二话没说 当即就将万美路翻到了第十一页 姓名 龙骑 身份 龙族的古代怪胎 实力 涅槃晋后期 原本为圣人初期 被吞天塔镇压后 实力大减 颜值评分 九十六 忠诚度 九十 祝 该女子气运不俗 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请尽力培养 大体扫了一眼龙极的基本信息 随后曹文斌就将注意力 放到了那三个七彩宝箱之上 菩萨保佑 一定要出好货啊 先是临时拜了拜佛 紧接着 曹文斌就将宝箱一一点了开来 神行百变身法 此数乃是无字天书上 所记载的绝世身法 使用此数之人 身形变化多端 攻时 敌人无从防备 退时 敌人类死也难以追上 助 该技能使用之时 不仅不会消耗体力 更是会缓慢地增加修为 破天拳 此拳法乃是破天大地所创 一共七是 每打出一拳 都有破天之势 如果连贯使用 那威力更是会层层叠加 七是连贯使出 能震碎天道 助 涅槃境最多能连续打出两拳 星辰神甲 巅峰地气 由绝世神物星辰时 外加巅峰地兽之皮所造 穿之 百毒不清 万邪退避 助 由于该铠甲过于沉重 所以实力不够准圣镜者 请勿穿戴 将三样宝物的属性都看完后 曹文斌惊呆了 他有想过 这次的奖励会很逆天 毕竟龙集第十一页的颜值 已经极为靠前了 可逆天到这种程度 却还是大大的出乎了他的预料 第五十四章 很有狗命的龙日天 小样 这回你服了没 盘点完这次的收获后 曹文斌立刻就不怀好意地 看向了龙集 算你厉害 这总想了吧 龙集甩了甩尾吧 声音之中 全是疲惫之意 没错 龙集又变回本体了 当然 这回他不再是为了弃曹文斌 而是为了自保 用他变身之前的话说就是 老娘要是再不变回龙形 那就得死在这个山洞里 服了就行 好了 你快变回来吧 我们的抓紧时间去寻宝了 说到这里 曹文斌的眼中 立马就闪过了一抹金光 这是贪财的表现 不过这也不怪他 毕竟根据《异界龙王》记载 那君逍遥的好多底牌 可都是从这里得来的 火属性免疫和坐骑 那都是小头 对君逍遥帮助最大的 当属使奉之心 君逍遥借助着他 只用了百年的时间 就将自己的肉身 给淬炼到了 与天地同寿的地步 可以说只要灵魂不灭 那他就不会死 那颗心脏 说什么都得拿到手 下定了决心后 曹文斌当即就准备 离开这处山洞 但走了几步之后 他却是又停了下来 因为他发现 龙吉竟然没跟上来 怎么还不走 龙吉再次不满地甩了甩尾巴 我没力气了 曹文斌先是一愣 但很快地 他就笑出了声 而他解决问题的方式 也很简单粗暴 直接就将龙吉当成护臂 给缠在了手臂上 你什么时候恢复了 什么时候再下来吧 一条狭长的通道内 龙日天正在艰难地前行着 与刚进来时的一起风发不同 此时的他 已经热成了狗 注意 这并不是比喻 而是形容 毕竟只有狗才会吐舌头 妈的 凤族的那些老娘们 怎么会喜欢待在这种地方 怪不得他们出事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男人呢 原来是为了歇伙啊 在吐槽的同时 龙日天右手一挥 直接就为自己套上了一层水盾 可还没等他体会到凉爽之意呢 水盾上的水元素 就都被蒸发掉了 靠 龙日天骂了 紧接着 他就打起了退堂鼓 因为他清楚 在这种环境下 他最多也就能坚持一个时辰 如果再继续走下去 那他很有可能 就得交代在这里 算了 还是保密要紧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哨 至于祖老那里 随便编个故事 应该就能糊弄过去 有了主意后 龙日天也没有磨叽 当即就准备原路返回 可就在他转身之时 他的右手 却是好巧不巧地 触碰到了一块石头 而随着石头被移动 他身旁的一面墙壁 居然缓缓地分了开来 尽管从小到大 这种场面 已经出现过无数次了 可龙日天却还是愣了一下 不过经验丰富的他 清醒的却是极快 哈哈 老子果然是受上天眷顾的人 我就说嘛 我怎么可能空手而归 说完 他一头就钻进了密室之内 按照他之前的经验 这么隐蔽的密室里 那一定是有好宝贝的 但进来之后 他却是郁闷地发现 里面除了岩石 就只有一棵树 这棵树 难道是什么一种 真没见识 这叫梧桐树 火系至宝 谁 正在专心研究树木的龙日天 差点没被吓死 可还没等他回过头来呢 他就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掌 随后他就口吐鲜血地飞了出去 小子 你可是真有狗命啊 要不是种族不同 灵魂不能相容 老夫是真想 把你夺射了 这一句倒是真心话 毕竟被药帝寄予厚望的蝶科 都没有龙日天这种运气 不过眼馋归眼馋 可该下的手 药帝却是一点也没含糊 对敌经验非常丰富的他明白 既然选择出手了 那就绝对不能心软 如若不然 很有可能就会徒增变数 小子 去死吧 说完 药帝的手掌 就在刺向龙日天拍了过去 按照他的计算 这一招龙日天绝对躲不过去 可他显然是太小瞧龙日天 这位龙族第一天交了 或者说 他太小瞧龙日天的富有了 是 龙日天确实是毫无防备的 挨了一掌 可他所受的伤 却并没有药帝所想的那么重 因为龙日天的身上 穿了一件初级地甲 这东西 帮龙日天抵挡掉了20%的伤害 于是乎 药帝的这致命一击 也就没能取得预想的结果 小子 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 你知不知道 老子可是龙族的第一天交 敢对我出手 小心我龙族灭了你九族 听到这话 药帝笑了 在手中攻势不停的情况下 他顺嘴就回了一句 龙族很了不起吗 别说是你这个第一天交了 想当年 老子连龙母都玩过 那扫尼丘 为了跟我求要 可是给我当了一百年的做起 白天晚上都能骑的那种哦 这番话一出 龙日天的眼睛直接就红了 因为他就是龙母这一戏的啊 历届龙母那都是他的长辈 如果眼前之人说的是真的 那岂不是说 不敢再想下去的龙日天 当即就大吼道 你放屁 我龙族的龙母向来兵清玉劫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 还给你当做起 你他妈的也配 话音一落 龙日天直接转手为公 意思很明显 那就是不想再让药帝出生了 可药帝又怎么可能让他如愿 敌人越不想让你干的事 那你越得干 只有这样 那才能敌人乱了方寸 所以 你不信 既然如此 那我就跟你说说细节吧 给我当做起的那条骚尼丘 好像是第二十五代龙母 她为了能突破到地极 孤身跑来找我求要 当天 她全身只穿了一层薄纱 不过她好像是知道我喜欢丝袜的 所以腿上倒是裹着一层灰丝 你也知道 我这人最喜欢助人为乐了 可能帮人突破到地极的丹药 实在是太珍贵了 当时我手里也没有 而为了不让那姆尼丘失望 我就只好为了她一杯营养价值极高的牛奶 你是没看到啊 当时她兴奋的都浑身抽出了 对了 那女人表示忠诚 还亲自在自己的小腹处 闻了一个魅魔纹 不知道你见过没有 第五十五章 一拍即合 不得不说 这剥嘴炮攻击 杀伤力确实很足 特别是魅魔纹这三个字一出 龙日天的脑袋 更是直接就炸了 因为第二十五代龙母 小腹处还真就有魅魔纹 那还是她在无意中看到的 编的 你所说的一切 都是你编的 一定是你偷窥了我家老祖 所以才知道魅魔纹的 吼声一落 龙日天的身前 直接浮现出一枚印章 这是她压箱底的手段 之前不管遇到什么事 她都没用过 可这一次 她却是用了 很显然 药帝已经触碰到了她的底线 而本来还满脸笑意的药帝 再见到那枚印章后 脸色当即就变了 神龙印 我认 老子是睡了你老祖 又不是睡了你老妈 你拼什么命啊 要是在全盛时期 那别说是龙日天使用神龙印了 就是一位大帝使用神龙印 那药帝都不带怕的 可今时不同往日 此刻的她 就只有涅槃境初期的实力 那由守山之精雕刻而成 真实重量足有百万斤的神龙印 别说是被催动了 旧光是杂 那都足以砸死她了 小子 我们谈谈吧 那颗梧桐树我不要了 我额外再给你一颗疗伤丹药 此事就算结过了 如何 说实话 药帝所开出的条件 绝对不算低 毕竟能被她随身携带的丹药 那都是极品中的极品 可没成想 龙日天居然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谈 我谈你老母 如我老祖 今日你必死 大帝来了都救不了你 我说的 说完 神龙印就在龙日天的操纵下 飞速地来到了药帝的头顶 这一下 药帝是真的急了 冷汗那就如同是下雨一般 刷刷往下掉 这家伙是怎么回事 为何会这么看重那扫尼丘 难不成 嘀咕到这里 药帝的脑海中 突然就闪过了一抹灵光 随后她没敢耽搁 立马就歇斯底里的大吼道 停手 我有办法能让你 睡到那女人 与此同时 一枚金黄色的药丸 就出现在了药帝的手中 它叫养魂丹 服用之后 能保证灵魂千年不散 很显然 刚才那一嗓子 它只是死马 再当活马一罢了 它自己都不觉得能有用 可现实往往 就是那么的扯淡 你越是觉得不可能是 那就越有可能发生 那威氏无双的龙神印 在距离药帝还有一米时 直接就停了下来 你真的能办到 药帝一愣 随后嘴角就开始抽出了起来 靠 怪不得它刚才 就跟被踩了尾巴似呢 原来是知道 自己睡了它女神 心里不平衡了呀 真是没出血 这辈子难成大气 尽管很是不屑 可化到嘴边后 却是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我当然能办到 那龙子眉之所以 到现在都没把魅魔纹去掉 就是因为 我在她的体内 留下了一道静止 只要能静她的身 再激活静止 那龙子眉就会任你折腾 于取于求 龙日天听的大喜过望 她从来就没想过 自己最渴望的东西 会离自己这么近 仿佛一伸手就能摸到 赶紧把激活静止的方法告诉我 只要是真的 那我不仅放你离来 更是会把那棵梧桐树给你 龙日天一脸的极切 于是乎 攻守异畏了 而要帝作为老狐狸 既然摸到了龙日天的命门 那自然不会 这么轻易就被打发了 我手中的静止 牵扯到了一位大帝 利用好了的话 甚至能把大帝调教成私宠 这等神物 你觉得一棵梧桐树能换到吗 龙日天目光一鸣 已经清醒了一些的她 知道自己失算了 她刚才表现的 实在是太过急切了 不行 得想办法拿回主动权 想到这里 龙日天目光一鸣 随后就控制着龙神印 又往下落了半米 你要是再不说 那老子就把你砸成肉饼 这一刻 龙日天的脸上 全是凶恶之色 但可惜的是 药帝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眼睛一刺 薄一痒 直接就来了一句 来吧 反正老子这辈子也够本了 唯一遗憾的 就是不能再品尝一次 那骚泥丘了 你小子不知道吧 那骚泥丘 可是很润的 不得不说 药帝对人心的把握 是真的很牛逼 这不 这一番描绘下来 龙日天的口水 差点就溢出了口腔 好吧 你赢了 说出你的条件吧 只要不过分 那我都能答应 双目瞬间睁开 随后药帝就伸出了一根手指 我就一个要求 那就是你必须要在此处 帮我守五天 五天之内 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进去 如果你能办到 那等我从里面出来后 控制龙子梅的静止 我立马双手奉上 听到这要求 龙日天的眉头 当即就皱了起来 而一直在关注着他的药帝 也立马就发现了他的异样 怎么 有困难 没有装太尾巴狼 龙日天直接点头 你让我守在这里 应该是怕寻宝之时 被火山口山洞里的那两个人打扰吧 说实话 以我的实力 拦住他们 那很简单 可问题是 这里实在是太热了 别说是五天了 就算是一天 那我都坚持不了 药帝笑了 他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这简单 你把这玩意服用了吧 说完 一颗火红色的药丸 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这丹药叫闭火丹 服用之后 一个星期之内 你将不再惧怕炎热 当然 你得离那条 岩浆之河原点 毕竟这丹药的药效 那也是有上限的 解释完毕后 药帝就将丹药 丢向了龙日天 可就在龙日天 准备伸手去接时 两人的身后 却是响起一阵呲笑声 你们两个就别折腾了 乖乖等死就行了 第五十六章 你到底带不带把 话说得非常硬气 可等曹文斌走进密室后 他却是沉默了 并且 神情还越来越凝重 打死他都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 蝶克这位老熟人 最最关键的是 原本气韵 已经被削为黄色的蝶克 竟然来了个绘土重生 那环绕在他周身的蓝光 差点没晃下曹文斌的双眼 这是天道出手了 他妈的 我们曹家是抱天道的局了吗 为何总想置我们于死地 这一刻 曹文斌的脑海中 浮现出了一段又一段的文字 先历五千一百七十一年 曹家家主及其夫人 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 双双自意而亡 先历五千一百八十六年 曹家六祖被蝶克及其党羽设计埋伏 最终寡不敌众 为保清白自暴而亡 先历五千一百九十四年 曹家三祖被蝶克联合军家 老祖埋伏 先历五千二百五十年 这些都是异界龙王 关于曹家灭亡时的片段 蝶克必须死 这个想法一经出现 就如同那复古之躯一般 不管怎么甩 那都甩不掉 而曹文斌也听从了本心 二话没说 直接就冲向了蝶克 并且一上来就是杀招 魔王拳 不得不说 这招的气势是真的很足 但被攻击的蝶克不仅没慌 反而还笑了 这可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 今天正好将你干掉 然后再想办法 去睡那蝶蝴鱼 话音一落 一股同样也极为恐怖的气势 就从蝶克的身上爆发出了出来 林天长 哄 在双方接触之前 蝶克那是极为自信的 毕竟他战斗经验多足啊 曹文斌毛都没长齐呢 拿锤子跟他比 可当双方全掌相撞后 他的脸色立马就变了 因为他能明显地感觉到 曹文斌所爆发出的力量 最起码要比他大三成 这怎么可能 我们明明都是涅槃出气 退了十几步才站稳的蝶克 满脸都不敢置信 对了 神铁 是体质的差别 这蝶克的圆灵肢体 虽然也是亘古少有 但与禁忌肢体相比 却还是要插上一筹的 很显然 蝶克这是在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事实上 圆灵肢体 连碰瓷禁忌肢体的资格都没有 而大受震撼的 可不止蝶克一个 同样也被对撞冲击波 蝶兵此时也有点猛 毕竟在他的预想中 这小家族出身的蝶克 在这一拳之下 就算不被打出屎来 那也得势口吐鲜泻啊 不对 这绝对不是蝶克 睡了蝶鱼那么多次 曹文斌对蝶家的底细 那真可谓是了如指掌 他敢肯定 蝶家绝对没有林天长 这么强力的技能 对了 借中老爷爷 脑海中灵光一闪 随后曹文斌就猜出了 眼前之人的真正身份 你是要帝 蝶克已经被你彻底吞噬了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要帝大害 但很快的 他的眼睛就红了 小子 你知道的太多了 如此一来 今天我说什么 也得把你留下了 不难看出 此刻的要帝 跟曹文斌一样 也动了杀心 不过也对 他的炼丹能力 对于任何势力来说 那都有致命的诱惑力 他的真实身份 如果被捅出去了 那他绝对会成为 异界版的唐僧 于是乎 都不想让对方再活下去的两人 当即就开始疯狂地对碰了起来 可打着打着 要帝就蒙圈了 因为仅仅五个回合之后 他就被堵在了墙角之中 并且还挨了两个大嘴巴子 这要是再没有外力介入 那他很快就会被曹文斌给泄了 万般无奈之下 他就只好舔着张老脸 呼叫起了支援 龙日天 你准备看到什么时候 你他妈的 是不是不想玩那扫尼丘了 本来嘛 龙日天是准备鱼翁得利的 毕竟对他来说 眼前的这两个人 都不是什么豪鸟 可耀帝这声呼唤一出 他就再也没办法装死了 让我出手可以 不过是成之后 他身上的一切东西 都得归我 还有 控制我家老祖的禁止 你必须也得交出来 看到龙日天居然敢趁火打劫 耀帝的眼中 当即就掠过了一抹寒芒 不过他却并没有表现出来 没问题 只要这家伙死了 我立马就将禁止给你 反正那尼丘 我也完腻了 至于这家伙身上的东西 对我来说 那更是烫手的山芋 你就算是给我 那我也不敢要啊 这番话有理有据 任谁也找不出一丝漏洞 所以 龙日天在得到承诺的一瞬间 就直接冲向了战团 但很快的 他就又停了下来 倒不是他醒悟了 而是他面前出现了一个人 龙吉公主 既然认识我 那你就快滚吧 这里的浑水 不是你这个小家伙能汤的 龙吉的神情很高傲 而龙日天也确实被震住了 听过龙吉传说的他 很清楚 这女人的战斗力有多强 可又挨了两个嘴巴子的要地 确实不干了 龙日天 你他妈的 到底带不带把 不就是条母尼秋吗 有什么好怕的 就你这样的 那龙子梅就算是脱光了 躺你面前 你估计都不敢上吧 你 啊 本来要地是 还想再说两句的 可曹文斌 确实没给他这个机会 一个大嘴巴子 直接就又糊在了他的脸上 并且 这次是卯足了劲的 于是乎 他那盲口的大白牙 当即就被删掉了一多半 还有心思使鸡将法 有这功夫 你还是想想一言吧 呲笑了一声后 曹文斌的右拳之上 就浮现出了一股 极为庞大的能量 破天拳 这一招的气势 虽然比不得魔王拳 但要是打实了 那绝对也能见到脑僵 不过 气韵已经暴涨为蓝色的要地 显然没有那么好杀 这不 他的右臂 直接就以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 拦在了曹文斌的进攻路线上 第57章 敢不让我骑 哄 咔 没有任何悬念 挡路的那条手臂 直接就被捶成了两截 不过要地却是长输了一口气 毕竟不管怎么说 小命暂时是保住了 可就在他准备再催促一下 龙日天时 他的眼睛 却是瞬间就瞪成了灯泡 这怎么可能 一个涅槃境初七的人 怎么可能爆发出准胜的力量 这种逆天之势 就算是那些远古怪胎 也不曾办到过 没错 一招得势后 曹文斌并没有停歇 立马就又举起了拳头 而这一次 依旧还是破天拳 可招式虽然还是那个招式 但气势 却是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于是乎 不敢再心存侥幸的要地 直接就从自己的戒指之中 拿出了一枚通体血红的丹药 随后想也不想 直接就将丹药 塞进了自己的嘴中 曹文斌 这是你逼我的 下一刻 要地的身体 就开始急速地膨胀了起来 气势也越来越足 更诡异的是 那刚才被曹文斌给揍出来的伤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转着 靠 打不过就嗑药 你犯规了呀 裁判呢 我请求对他进行尿解 嘴里虽然全是调侃之词 可曹文斌手上的动作 却是一点也没停 拳头很快就落在了要地的脑门上 动 预想中的西瓜碎裂声并没有出现 反而是响起了一阵金铁交鸣声 很显然 曹文斌依旧没能杀得了要地 运气这东西 是真他妈的不讲道理 尽管很不爽 可曹文斌 却还是飞退了开来 倒不是他胆小 而是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再说了 此时的要地 实在是太诡异了 好人哪有挨揍了之后 还咧嘴大笑的 曹文斌啊 曹文斌 看来你的三板斧是抡完了呀 既然如此 那你就见识见识老夫的三板斧吧 说完 要地一踏地面 直接就向着曹文斌冲了过去 速度之快 空中甚至都出现了残影 这是要拼命吗 曹文斌不傻 他虽然不认识 那血红色的丹药 但药效 他却是猜了的八九不离十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激发潜能的 于是乎 曹文斌立马就做好了 打游击战的准备 毕竟这类丹药的效果虽然强大 但无一例外 全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他只要能拖到丹药失效 那药地就将是他案板上的肉 随他拿念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十六字真言应该是 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劈我打 敌退我追吧 嘴角一翘 随后曹文斌就按照真言所说的那样 飞速地后退了起来 并且 为了能达到拉扯的效果 他甚至都用出了 神形百变身法 本来嘛 曹文斌以为 接下来绝对会是一场恶战的 他整不好兜地 用出七星点命之术 可事实 却是恰恰相反 药地根本就没追他 也没有去斩杀龙杰 反而是在他退开的一瞬间 就向着密室的石门冲了过去 曹文斌愣住了 那一直在对峙的龙杰和龙日天 同样也愣住了 很显然 药地的这番操作 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直至他的身影彻底消失 三人这才反应过来 我曹 就他这不样的 刚才也好意思问我 带不带把 这家伙可真狗 不过也正因如此 他才能活这么久的吧 两龙都是感慨 可曹文斌 却是差点就破口大骂 他知道 自己上当了 药地那老家伙 一定是从科药开始 就在准备逃跑了 之后 他所表现出来的一切 都是在做铺垫 目的就是为了 让他曹文斌不改硬拼 妈的 你以后改名吧 叫什么要地啊 直接叫影帝算了 狠狠地咒骂了一句后 曹文斌就不怀好意地 看向了龙日天 那老家伙既然跑了 那就拿你开刀吧 前两天消耗挺大的 正好拿你的龙鞭补补 说完 曹文斌就准备动手 可同样也醒悟过来的龙日天 却是已经先一步开逃了 直见那一直 悬浮在空中的神龙印 在龙日天手印落下的瞬间 就突然爆发出了一阵绿光 随后这件地气 就裹着龙日天 飞速地逃离了这里 那速度 竟然比磕了药的药地还要快 这帮天命之子 可真他妈的难缠 不爽归不爽 可曹文斌却并不失落 毕竟龙日天身上的青涩气韵 不是假的 杀不死才是正常现象 算了 日后再谋划他们吧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把这里的机缘都拿到手 甩了甩头 紧接着 曹文斌就走向了梧桐树 待将这颗天地灵根砍下来后 他这才心满意足地 向密室之外走去 不过就在他即将踏出去之时 他却是又停了下来 随后就一脸邪笑地看向了龙极 这里具核心区域 应该还有一段不短的路 我刚才大战了一场 腿都已经软了 你看可不可以 曹文斌的话并没有说全 可龙极却是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所以这只小母龙 直接就把脑袋给摇成波浪鼓 不行不行 白天骑和晚上骑 只能二选一 曹文斌也没抢球 但却轻轻地叹了口气 原来还有这么个规矩 看来我得重新物色地做齐了 对了 之前逃回这里的那只凤凰 不知道重生成功了没有 要是成功了 那他就挺适合当做齐 凤凰啊 那可是白鸟之王 嗯 这主意不错 嘎吱嘎吱 曹文斌说得倒是随意 可他身旁的龙极 却是已经被气到开始磨牙了 半赏之后 小母龙这才吹胡子瞪眼地说道 你可别霍霍那凤凰了 老娘给你当做齐 这种行了吧 说完 他直接就变回了龙形 而曹文斌也没客气 几步就窜到了他的后背上 不做不做 够舒适 行了 可以启程了 第五十八章 放心 我会让他陪好你的 呼 真他妈的险啊 差点就变成一堆材料了 火山之外的一块巨石后 龙日天双手煮膝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很显然 他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这才逃出来的 而就在他一边恢复体力 一边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时 药帝却是如同炮弹一般 直接就砸在了他的不远处 刚开始时 龙日天并没有认出 这位难兄难弟 毕竟此时的药帝 由于被丹药反噬 已经变成了一个人形窟窿 全身上下的肉夹在一起 可能都没有二两了 于是乎 已经被吓成惊弓之鸟的龙日天 下意识地就准备出手自慰 好在药帝及时出生 要不然 那可就真热闹了 小子 你给老子住手 你要是把我杀了 那你这辈子都别想睡龙子眉了 这句话果然有用 那已经悬空的神龙印 当即就停了下来 不过龙日天的眼睛 却是直接就红了 你少拿这是威胁我 老子不信了 妖帝愣住了 龙日天的这个反应 大大的出乎了他的预料 在他想来 龙日天不是应该为动生 为动死 为动奋斗一辈子吗 这怎么突然就醒悟了呢 不行 不能让他脱离掌控 要不然就真的barbecue了 那龙子眉 是我翻盘唯一的希望 这要是接触不到他 妖帝不敢再想下去了 下一刻 他立马就安抚起了龙日天 我这回真没骗你 不如这样 你先带我回龙岛 我施法 让你尝一次先 然后我们再谈别的 如何 你是不知道啊 那龙子眉 挥了挥手 龙日天并没有让妖帝 再继续说下去 你说的是真的 真让我先尝先 没有人和犹豫 妖帝直接点头 我都要跟你回龙岛了 这还能有假 只要你能让我 接触到龙子眉 那我就让他 先陪你三天 龙日天沉默了 他总感觉 有哪里不对 可具体 是哪里不对 他又没想出来 本来嘛 龙日天是准备 细细思量一番的 可还没等他 想出个一二三来呢 妖帝就再度开口了 看来你是不想 再与我合作了 既然如此 那老夫就告辞了 话音一落 妖帝做事就要离开 说实话 龙日天是打心眼里 不想阻拦的 毕竟这妖帝 实在是太邪门了 自从两人相遇之后 他就仿佛是 人家的棋子一般 处处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可随着妖帝越走越远 越走越快 龙日天却是慌了 龙子眉那绝美的容颜 隐隐不堪一窝的小蛮腰 更是相继出现在了 他的脑海中 等等 我同意与你继续合作 不过再回到龙岛的第一时间 你就得让龙子眉过来陪我 这番说辞一出 要的当即就停下了脚步 紧接着 他就笑了 没问题 到时我是一定会让那扫泥丘 好好陪你的 夫君 快醒醒 到地方了 听到呼唤声 龙背上的曹文斌 立马就睁开了眼睛 呦 本来嘛 曹文斌是打算调侃龙吉一番的 毕竟这是龙吉 第一次在清醒的状态下 管他叫夫君 可话才刚一出口 他就立马顿住了 注意力更是全都被不远处的 一扇大门给吸引了过去 这后面 就是凤族宝藏所在地了吗 重重地点了点头 已经变回人形的龙吉 同样也很亢奋 应该错不了 毕竟前面已经没路了 说完 他就迫不及待地去推门了 而曹文斌也没闲着 立马就跟了上去 当然 他并没有参与推门 而是一脸紧张地环顾着四周 他这是 在防备暗器 不过很快的 曹文斌就知道 他想多了 小说里那暗器机关满天飞的情形 并没有出现 龙吉推门的过程异常地顺利 顺利的 甚至都有点不真实 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 凤族 难道就不怕他们的宝库被盗吗 听到这话 正在擦汗的龙吉 直接就笑了 被盗 你看看周围的环境 如果没有凤族血脉 你觉得谁弄进来 曹文斌一愣 随后就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可不是吗 这里的岩石 都是通红的颜色 周围的温度少说 也得有几万度 一般人还真进不来 失误失误 好了 我们快点进去吧 尴尬一笑 随后曹文斌就头也不回地进了宝库 而最先映入他眼帘的 并不是他心心念念的使凤之心 而是一座高耸入云的仙金山 居然都是顶级的仙金 看来凤族很有家底吗 这要是一般人 那口水 可能都已经流出来了 毕竟仙金可是这方世界的硬通货 地位相当于蓝星的黄金 这么一座顶级的仙金山 都够建个国的了 可对于曹文斌来说 这玩意跟路边的石头 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 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 然后就 直接绕了过去 而在这之后 两人又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货架 上面的锦盒里 放置的全是天才地宝 和各种盛器 并且越往里面走 宝物的等级就越高 到了最后 曹文斌都没能忍住 顺手就拿了一双鞋 那是一件上品地窃 名叫金丝主日靴 穿上之后 能让人的步伐和速度 更为灵活 跟神形百变身法 简直就是绝配 嗯 终于找到你了 而就在曹文斌 计算金丝主日靴 到底能为他带来 多大的提升时 龙吉却是已经 眼含热泪地 冲向了一棵梧桐树 这棵梧桐 与之前曹文斌砍的那棵 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他的一根树叉上 却是放置着一枚蛋 很显然 这正是龙吉老妈的 转世之身 希望他能上万美路吧 如此一来 老子就能体会龙凤 畅想了一下未来后 曹文斌就没再管龙吉 直接就提速 跑向了最里面 本来嘛 曹文斌以为 很快就能找到 使缝之心 可现实却是 足足半个时辰后 他这才来到一个 硕大的心脏之前 你可真是让我好找啊 声音一落 他的右手 就迫不及待地伸了上去 紧接着 他就失去了意识 有缘人 你终于来了 声音很动听 是个女人 第59章 小屁孩 你胆子不小啊 刷 在女生想起的一瞬间 曹文斌脑海中的万美路 就开始翻动了起来 而与以往的连番好几页 甚至几十页不同 这次的万美路 居然就只翻动了一页 第二美女 已然苏醒过来的曹文斌 心神俱正 随后他就迫不及待地 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他倒要看看 这第二美女 到底长得有多带劲 还能有比我家月儿姐还漂亮的 我咋就这么不信呢 刚开始时 曹文斌还是七个不服 八个不愤的 可等她的视线落到 那个女人身上后 曹文斌却是立马就服了 专业的就是专业的 万美路确实没瞎排名 不管是身材还是气质 他都要略胜赵约一筹 至于长相 以曹文斌九年义务教育 所学到的词汇 根本就不足以形容他 卧曹 这是感叹词 同时也是曹文斌心中的想法 不过很快的 他就正色了起来 你是史丰 虽然是在询问 但曹文斌的语气中 却是充满了肯定 毕竟 这里可是史丰之心的内部 果然 你很聪明 没错 我就是凤凰一族的始祖 史凤 对了小家伙 你的胆子挺大嘛 居然想睡我 你知不知道 当年疯狂追求我的至尊强者 就算是没有一百 那也得有八十 其中 还有你们曹家的老祖 可就算是他们 都不敢对我动歪心思 你刚才的想法 多少有点大逆不道了 曹文斌愣住了 这女人会有很多舔狗 倒是在她的预料之内 毕竟人家的颜值 在这摆着呢 只要是不瞎的男人 那就很难不对她产生好感 可她曹家的老祖 也是舔狗 这一点却是曹文斌没想到的 有意思了 这要是我把这女人睡了 然后领她去曹家祖坟溜达一圈 那场面 越想 曹文斌就越激动 当然 在心里剧烈活动的同时 她的嘴也没闲着 只要胆子大 都能放产假 那些至尊 包括我家老祖 就是胆子太小 这要是换成我 你这一辈子 都出不了这座火山 不是在代产 就是在代产的路上 没有任何意外 史丰的脸 直接就红了 正如她所说的那般 她这辈子所遇到的男人 那都是舔狗 一个个的在她面前 全都是人五人六的 根本就不会说脏话 现在突然遇到了 曹文斌这个满嘴乌言慧语的 她根本就不知道 该如何应对 于是乎 她沉默了 特别是等她想到 自己现在的状态后 她就更沉默了 半赏之后 她这才眼带哀伤地说道 算了 就愿意说什么 就说什么吧 反正这辈子 你也就只能过过嘴瘾了 听到这话 曹文斌的眉头 当即就皱了起来 这女人的意识是 自己这辈子都睡不到她 这怎么行 先不提过瘾的事 就光是那排名第二的奖励 她就不能放弃啊 你什么意思 我凭什么就只能过过嘴瘾 告诉你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阻挡不了我睡你 石凤眼睛一眯 紧接着 她就笑了 并且 这个笑容非常的异味深长 就仿佛是阴谋得逞了一般 天王老子来了 也阻挡不了 那我问你 我现在就剩下一颗心脏了 你准备怎么睡 对血管 曹文斌被噎得是哑口无言 许久之后 她这才善善地说得到 你们凤族不会能御火重生吗 既然如此 那你就重生好了 放心 我可以等的 狠狠地给了曹文斌一个白眼 要是这么容易的话 那我还用等到现在 你也不想想 这招既然叫御火重生 那肯定得先有火才行啊 而不同等级的凤凰 御火重生所用的火 那也是有区别的 就比如外面的那头小凤凰 他用地心之火 就能重生 可我 却是需要遇到混沌经验 那才能进行涅槃 使凤的意思很明显 那就是 想睡他可以 但却是需要先找到混沌经验 而这玩意 显然是一种绝世奇真 如若不然 他的那些舔狗们 早就双手奉上了 原来是这样 你放心 混沌经验我 一定能帮你找到 接下来的时间 你唯一需要考虑的 就是拥有身体了之后 该如何取悦我 曹文斌并不是在说大话 而是真的有把握 因为根据 《异界龙王》记载 迭克在后期 就拥有一朵混沌经验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要递给他的 而那个老家伙 既然都能找到 那被靠着曹家的他 没有理由找不到 对了 按你的说法 你活着之时 绝对是团宠级别的存在 既然如此 那你又是怎么死的呢 这个问题 从见到史凤开始 就一直环绕在了 曹文斌的心头 毕竟从史凤的状态来看 他明显不是老死的 本来 曹文斌以为 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 可没成想 史凤听完之后 却是沉默了 半晌之后 他这才驴唇 不对马嘴地反问了一句 今年是哪年了 先历5066年 史凤明显一愣 随后就喃喃自语道 还有不到450年了呀 你在说什么 这一刻 曹文斌的眉头 直接皱成了一个穿字 脸上也全是紧张之情 额头上更是在一瞬间 就出现了一层细汗 没办法 450年这个时间节点 对曹文斌来说 实在是太特殊了 要是450年以内 那大事 他都可以查 一解龙王 可要是450年以后的事 一解龙王 就爱莫能助了 因为这本书 就只记载到了 先历五千五百年 在那之后 就全是白纸了 本来曹文斌以为 是因为君逍遥 已经无敌于世 所以一解龙王完结了 可现在看来 事情明显没有那么简单 你还卖什么关子 知道什么就赶紧说啊 毕竟一人计短 两人计长啊 第六十章 惊天之秘 这回史凤没再卖关子 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后 就缓缓地说到 九千五百多年前 先遇的最西边 出现了一道空间裂缝 刚开始时 根本就没人在意 毕竟那里实在是太荒凉了 可在裂缝出现的第三年 其内却是突然就涌出了一群被生双翅 形如妖魔的怪物 他们有组织有纪律 贱人就杀 非常的残暴 于是乎 作为西大陆唯一不朽势力的柳家 就当人不让地出手了 可没成想 在双方短兵相接后 柳家居然被打得节节败退 不管柳家派出什么等级的人物 怪物军团总能应对 哪怕是柳家的至尊出手 同样也没能占到便宜 这一下 其他的不朽势力也坐不住了 虽然在往日里 彼此之间都不对付 但纯王齿寒的道理 确实没人不懂 所以仅仅几天之后 图摸联军就出现了 但即便如此 也没能将怪物军团赶回裂缝之后 那一战 双方打的是昏天地暗 大地死伤无数 号称授予天骑的至尊 同样也没能幸免 星空至尊在战起之后的第一年就死了 教廷教皇紧跟其后 麒麟老祖 包括我 同样也是 在那时失去的肉身 仅剩的这颗心脏 还是你家老祖送回来的 而要是一直站下去 仙玉其实是必败无疑的 毕竟人家的高手源源不断 可我们的 却是越来越少 不过就在所有人都心生绝望 准备现地求荣之时 柳家的至尊 却是站了出来 他向天地借力 以永不超生为代价 直接就封印了空间裂缝一万年 每多说一句 使缝的眼中 就多一份伤感 但他到底是活了近万年的人物 很快就收拾好了心情 对了 现在柳家如何了 出现新的至尊了吗 曹文斌没说话 不是没听见 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毕竟他都没听说过柳家 以这种情况来看 别说是至尊了 柳家 现在还有没有大帝 那都不好说 而使缝也不是傻子 曹文斌的态度 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看来仅剩的那几个老家伙 都没遵守诺言啊 不过也对 他们念及香火情 可能会扶持柳家 可他们的后辈却是不一定 有这样的觉悟 嘿嘿 说到最后 使缝居然笑了 你笑什么 曹文斌一脸的不减 我想起了你家老祖的一个迥事 当初柳家至尊向天地借力时 你家的那个至尊 可是对天发过誓的 世间但有曹家在 柳家子孙永不绝 生生世世为祖训 天上地下不被约 瞧瞧 说得多好听 曹文斌晕了 打死他都没想到 自家老祖能这么中二 还好他当时没在现场 要不然 都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可能是情绪到了 有感发吧 对了 你觉得封印失效后 裂缝那边的人 还会来侵略吗 虽然明知道曹文斌 是在转移话题 可使凤却还是认真地回答道 一定会的 那个种族侵略成性 断然没有放弃的道理 再说了 在空间裂缝和尚之前 他们的一个至尊 可是亲口说了 下次再来时 是要途径先遇 轻轻地点了点头 随后 曹文斌也没再说什么 双眼一闭 精神力瞬间就散发了出去 该问的都问完了 也是时候将这个心脏 收入体内了 不过他 这才刚动手 使凤就立马急了 你这是要干嘛 没了这个心脏 我的灵魂最多 也就能坚持一百年 喂 你赶紧停手啊 等你找到混沌经营后 你再练化他好不好 越说 使凤的语气就越软 到最后 甚至都撒上胶了 可曹文斌 却是并没有停手的意思 但他却是抽空 给使凤吃了一颗定心丸 放心吧 以我的修为 想要练化这颗心脏 那少说也得一两百年 在此期间 你还是可以待在里面的 而且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 你这头凤凰 我齐定了 所以 在我探动之前 我是不会让你出事的 龙道 长途跋涉了好几天的龙日天 终于赶回了自己的老巢 按理来说 他是出去执行任务的 所以回来之后 也理应先去复命才对 可他却并没有这么做 反而是直接就来到了 25号龙母宫的门前 晚辈龙日天 前来给老祖请安 寂静 宫殿之内 一点声音都没有 不过就在龙日天 准备在喊一声时 一道满视不解的声音 就传了出来 日天 你小子不好好修炼 跑我这里来干嘛 说是这么说 可宫殿的大门 却还是缓缓地敞开了 很显然 里面的龙子梅 并没有防备自己的后背 可他哪里知道 他打开了 可不仅仅是这一扇门 而龙日天也没客气 大门的缝隙 刚够一人通行时 他就已经钻了进去 有什么事 你小子直说就行 能帮的 我肯定会帮的 看着盘膝而坐 容颜精致到了极点 浑身上下都是骚气的龙子梅 龙日天笑了 老祖 我就是想让你陪我睡一觉而已 怎么样 这是对你来说 应该不难吧 龙子梅迷茫了 这番说辞 他有多长时间没听到了 好像自从那个男人消失后 就再也没人敢对他这么无理了吧 放肆 可就在他准备出手教训一下 这位口无遮拦的后背时 龙日天的身后 却是突然就出现了一个人 龙子梅 这么多年不见 你的脾气渐长啊 不错不错 终于有点龙母的气势了 这回我再调教起来 就更有成就感了 要地在调侃的同时 双手也在截着印 而龙子梅 也不知是习惯使人 还是受到了印节的执意 总之他居然在 要地声音响起的一瞬间 就直接跪在了地上 主 主人 你居然没死 第六十一章 拥有两颗心脏的男人 你这叫什么话 我的本事 你还不知道吗 你都没死 我又怎么可能会死 龙子梅大害 他从要地的话语中 听出了一丝丝的不满 于是乎 他连辩解都不敢辩解 直接就开始磕起了头 主人我错了 请您责罚 不得不说 要地是真有两下子 一个涅槃出气的选手 居然能把一位大帝 给训成这样 虽然只是个一品大帝 但那也是大帝啊 而目睹了全过程的龙日天 则是立马就兴奋了起来 快快 快让这女人陪我去卧室 龙日天很激动 脑海中 甚至都已经开始构思议会 带用什么姿势了 可还没等他想出几种呢 要地的话 就让他落入到了冰窟之中 子梅 出手将这家伙镇压了 好的主人 话音一落 龙子梅的手中 当即就浮现出了一股天地伟丽 紧接着 龙日天就直接趴在了地上 再无一丝反抗的能力 信要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是说好的 到了这里之后 你就先让我尝尝先的 龙日天很愤怒 因为这跟当初约定好的 根本就不一样 于是乎 质问完之后 他就等待起了要地的解释 可要地的回答 却是差点没把他气死 尝先 就凭你也配 你小子不会是到现在 都还没想明白吧 其实我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你 带我来到此地啊 龙日天猛了 自己这是引狼入室了 想到这里 他下意识地 就看了一眼龙子妹 果然 他从自家老祖的眼底深处 发现了一抹愤怒 老子跟你拼了 但可惜的是 他根本就动弹不了 而要地接下来的话 更是直接就震碎了他的道心 好了 你小子就别挣扎了 乖乖地在这躺着吧 老子就先去爽爽了哈 放心 我不会关门的 虽然尝不到 但我会让你闻闻味的 说完 要地就不再理会龙日天 大手直接就搂在了龙子妹的腰上 但就在他即将迈步之时 天空之中 却是突然就响起了一道 异常威严的声音 三月之后 我曹家少主 将举行订婚仪式 届时所有势力 必须派代表出场 如有不道者 过后 我曹家将一一登门拜访 嚣张 霸道 可整个仙玉 却是没有任何一人 敢露出不难之情 因为这是全仙玉传音 九瓶以上大地 才能办到的事情 有趣有趣 既然如此 那我就送曹文斌一份大礼吧 龙子妹你跟我来 我要往你的重要部位图点东西 老子就不信了 这样还弄不死那个家伙 凤足宝库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一只双目紧闭的曹文斌 终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没有任何异象出现 但在他不远处 正紧张注视着他的龙脊 却是突然就连续后退了几大步 涅槃后期 不对啊 就算是涅槃后期 那也不可能有这么强的气势啊 这家伙到底在这里得到什么 很显然 龙脊并不知道使缝之心的事 不过龙脊却是明白 现在的他 肯定不是曹文斌的对手了 之前那床上败北 床下找回场子的日子 将一去不复返了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此刻的曹文斌 打十个 他都有富裕 有趣 实在是有趣 我还以为会是使缝之心 替换掉原来的心脏呢 没成想 却是双心共存 底牌 这绝对是最大的底牌 哎 可惜了 为什么是心脏呢 要是磕肾 那该多好啊 对了 据说那军销摇有六颗腰子 看来得找机会 管他借两颗了 而就在曹文斌傻乐之时 他的实海中 确实就响起了一道 极其愤怒的声音 姓曹的 看你干的好事 曹文斌微微一愣 随后就很是不爽地询问道 我干什么了 今天 要是不说清楚 那我就 话并没有说完 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打死他都没想到 他在恋化使缝之心的时候 居然在无意识的情况下 把使缝的灵魂也给恋了 而随着探查深入 曹文斌还惊喜地发现 此时的使缝 已然跟他产生了很深的联系 他甚至都能决定 这女人到底是凤凰形态 还是人身形态了 也就是说 这位排名第二 拥有众多舔狗的美女 已经彻底归他所有了 失误 我敢用我家老祖的人格保障 这绝对是失误 说是这么说 可曹文斌脸上的笑意 却是怎么也遮掩不住 那家伙有个屁的人格 虽然还是那么的高傲 可曹文斌却是能明显地感觉到 这女人 已经不敢再像之前那么狂了 说话的语气上 也下意识地低了他一头 你以后会对我好的 对吗 没有任何犹豫 曹文斌直接点头 这是肯定的 当然 在有些地方 我是会让你遭点罪的 不过 这不是针对你 而是所有女人 都会遭这个罪 轻轻地给了曹文斌一个白眼 你可挣扎 本来我以为 你家老祖够混蛋的了 可没成想 你这个后辈 居然倾出于蓝 而胜于蓝了 对了 你真的能找到混沌金言吗 要是没有这档子时 那曹文斌绝对不会说实话 可现在嘛 他却是没在隐瞒 当即就将药帝在未来 会拥有混沌金言的事 给吐露了出来 而得到了这个消息后 史凤的双目之中 立马就掠过了一抹金芒 这么快就要复活了吗 看来这个曹文斌 还真就是我的天命之子呢 唯一不爽的就是 跟了他 老娘的辈分 会下降一大截 不过也无所谓了 毕竟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尽快复活 想到这里 他立马就飘到了曹文斌的耳边 既然你有线索了 那就要多多努力哦 忘了告诉你了 我是雷火双属性的凤凰 你越早找到混沌金言 那就能越早体会到 急暖又妈的感觉哦 第六十二章 胎中之谜 不得不说 史凤是懂诱惑人的 而曹文斌 也确实被诱惑到了 你等着 最多十年 老子必定让你知道 当女人是多么痛苦的事 说完 曹文斌直接就退出了诗海 紧接着 他就冲着龙极大喊道 你再让我骑一次呗 我们该回 剩下的话 曹文斌没能说出来 因为他的注意力 都被龙极怀里的那个小家伙 给吸引了过去 你千万别告诉我 他是那枚蛋里跑出来的 没错 此时的龙极 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了 他的怀里 不知何时 竟然多出来了一个 两岁左右的小娃娃 小家伙一身大红衣上 头顶扎了两个小丸子 那模样 真是要多可爱 就有多可爱 少见多怪 这叫胎中之谜 等灵智开启了之后 他就能恢复原样了 没有理会满脸鄙夷的龙极 很是好奇的曹文斌 立马就凑了上去 看那模样 似乎是想抱一抱这小丫头 但可惜的是 龙极根本就没给他机会 身形一闪 瞬间就拉开了 两人之间的距离 你别想对玲珑 做什么奇怪的事情 曹文斌翻了一个白眼 你的思想能不能健康一点 一个小丫头骗子而已 我能对他做什么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喜欢熟的 龙极一愣 而就在他考虑着 要不要相信曹文斌一次时 他怀里的凤玲珑 却是已经替他做出了选择 抱抱抱抱 龙极的脸黑了 刚出生就找男人 你没有男人活不了啊 可凤玲珑 却是跟曹文斌一样 并没有搭理他 奋力挣脱他的怀抱后 就迈着小短腿 冲向了曹文斌 哈哈 老子的女人员果然牛逼 大小通杀 对了 他这种状态 会持续多长时间 龙极很受伤 所以 他回答的也是有气无力 快的话三五年吧 慢的话那就没准了 倒是不久 点了点头 随后曹文斌就饶有兴趣地 捏起了凤玲珑的小脸 而凤玲珑也很配合 不过小孩子到底是小孩子 很快就失去了耐心 紧接着 他的樱桃小嘴中 就蹦出了一句 曹文斌都接受不了的话 哥哥 玲珑饿了 你要死啊 你 已然抓狂的龙极 劈手夺过了凤玲珑 随后就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隐约之间 曹文斌就只听到了一句 你以后喝什么都行 就是不准喝牛奶 听到了没有 夫君 我们现在去哪里 当然是回曹家祖宅啊 毕竟小爷的订婚仪式 可是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吧 龙行的龙极撇了撇嘴 随后就全力向中州的中心处 飞了过去 刚开始时 一切还都是平安无事的 可就当一人一龙一缝 准备掠过一片巨大沼泽时 哄 先是一阵剧烈的爆炸声 在几人的不远处响起 紧接着 一声巨吼 就传进了三人的耳中 无耻小辈 赶紧将我妻子交出来 如若不然 我麒麟族与你势不两立 曹文斌笑了 有趣 实在是有趣 没想到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还能碰到同道中人 强抢人家妻子 还真是无被楷模呀 可笑着笑着 他的眉头 就慢慢地皱了起来 麒麟族 强抢妻子 这一切的一切 怎么那么像 《异界龙王》里 灵动篇的一段剧情呢 停 夫君 你不会是要去烫浑水吧 这可不行 我能听得出来 那头麒麟 最低也有准胜出七的实力 我们要是没事找事 那很有可能将自己都搭理 说是这么说 可龙吉却还是停了下来 随后就恢复了人行 这趟浑水 我们是烫也得烫 不烫也得烫啊 因为那个被追杀的家伙 是我表哥 龙吉愣住了 几秒钟之后 他这才一脸钦佩地说道 这可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啊 你这位曹家少主 抢逼属下媳妇出轨 而你的表哥更绝 直接就在光天化日之下 抢抢梁家妇女 不朽失利的脸 都让你们给丢尽了 没有搭理龙吉 曹文斌稍微准备了一下后 就悄悄地摸了过去 而事情也果然没让他失望 那正在逃跑的 正是灵动 你准备怎么办 凉拌 斜笑了一声后 曹文斌没有一丝犹豫 转头就冲向了不远处的一个山洞 一点要救援灵动的意思都没有 这一下 龙吉是真骂了 你不去帮忙 帮个屁 我这位表哥的命大着呢 能杀死他的人有 可却绝对不是这头麒麟 那你现在这是要 去偷麒麟族的德威圣火 龙吉的大脑一阵眩晕 好学没背过气去 打死他都没想到 曹文斌的胆子能这么大 那可是德威圣火呀 麒麟族的命根子 想当年 一头小白虎 只是在无意中瞄了那玩意一眼 就被整个麒麟族追杀了一百年 这是要把他偷了 龙吉打了个寒战 不敢再想下去了 右手一伸 直接就将曹文斌给拽了回来 相公 咱别闹了行吗 赶紧跟我回家吧 对了 你不是一直想体验冰火两重天吗 只要你现在跟我走 那等到了安全地带后 我立马就满足你 在龙吉想来 他都开出这条件了 那曹文斌断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可没成想 你之前不是说 做不到一半兵 一半火吗 看来你是在骗我呀 你给我等着 等我取完德威圣火后 看我怎么收拾你 话音一落 曹文斌的身上 就突然涌现出了一股距离 随后龙吉就发现 自己居然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 好在他还能说话 于是乎 他立马就苦口婆心地劝说了起来 相公 麒麟族对德威圣火非常重视 以我们两个的实力去偷他 那简直就是去送菜 这个世界上 还有那么多小少妇 等你去解救呢 没有你 他们可怎么活啊 第六十三章 劫胡 曹文斌并没有解释什么 他的策略 就是你说你的 我走我的 于是乎 龙吉绝望了 所以 在进入山洞的一瞬间 他就开始跟凤玲龙 道起了别 娘亲 我对不起你啊 你才刚复活 我就又让你陷入了险境 不过 我真的是尽力了 您看人家要怪 就怪前面这头油 言不尽的倔驴吧 我说的话 他哪怕是听一个字 越说 龙吉的声音就越小 倒不是怕曹文斌抱抱负 而是他已经发现了一丝不对 藏德威圣火的地方 怎么可能这么安静 难道是 发现了 曹文斌嘴角一翘 随后就满脸得意地说道 没错 最近正是麒麟族的行善日 而刚才出去追我表哥的麒麟 就是麒麟族唯一的守卫 你不会真以为一个德威圣火 就能让我奋不顾身吧 我有那么不值钱吗 所谓的行善日 其实就是麒麟族特有的一种节日 每十年一次 节日到来后 所有麒麟不管实力强弱 哪怕是大地 哪都会自发地外出行善 而这种行为 会持续整整半个月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麒麟才会成为 先遇所有百姓都爱戴的瑞手 至于目前这局面 所形成的原因 其实麒麟那家伙 早就在谋划德威圣火了 麒麟族刚一确定留守之人 他立马就开始 频繁地在这附近溜达 其目的 就是为了勾搭上 留守麒麟的老婆 而皇天不负有心人 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 麒麟终于跟那头 名叫墨语的麒麟认识了 本来嘛 麒麟基本是没什么机会的 毕竟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 可就在他准备 借助药品的能力 来个先上车后补票时 那留守麒麟 却是突然就送来了一个助攻 他出轨了 并且好巧不巧地 被墨语发现了 于是乎 墨语就跑来 等灵动肃起了苦 至于之后的是 那你怎么不早说 看我出仇很开心吗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 龙吉原本是准备 轻锤曹文斌一下的 可他的手才刚抬起来 就又顿住了 不对啊 就算是 你能拿到德威圣火 可你又怎么逃离呢 要知道麒麟族的大帝 那可都是在德威圣火的帮助下 成帝的 留守麒麟 只要一发出信号 他们绝对会在第一时间赶回来 你千万别告诉我 你还有能从大地眼皮子底下溜走的手段 曹文斌耸了耸肩 为什么就不能有呢 记住 你如果不想死 那就要无条件地相信我 一会开溜之时 我走的路线 哪怕是在扯淡 你也一定要紧紧跟随 明白了吗 我们之前的差距 最多只能有两步 超过两步 你必死无疑 曹文斌并没有威严耸听 只是在陈述事实 在援助中 灵动抢到德威圣火后 就完了命地往沼泽里跑 最终显之又显地钻进了一个秘境中 这才逃过一劫 不过 那一直跟随他的宠物兄 却是被大帝给拍死了 此时 距离秘境就只差了三步 我明白了 深吸了一口气后 龙吉就重重地点了点头 虽然他很不喜欢将命运交到别人的手中 可现在却是别无他法了 毕竟他可没有从大帝手中逃命的本事 准备好了吗 说话间两人就已经来到了山洞的最深处 而在他们不远处的一个祭台上 一团乳白色的火焰正在熊熊燃烧着 好了 你取火吧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 曹文斌没有一丝犹豫 手掌轻轻一挥 控火术当即就施展了出来 第64章 颇为俊俏的护道者 住手 曹文斌规划的确实很好 但计划 却是永远都赶不上变化 这不 就在得为圣火即将进入他手中之时 一声娇和 却是突然就响了起来 紧接着 一位长发披肩 身材异常风鱼的美少妇 就出现在了曹文斌的不远处 赶紧把圣火放下 如若不然 小心老娘剁了你的爪子 曹文斌皱眉 双目更是如同焊在了人家身上一般 久久没有离开 倒不是这女人长得有多漂亮 而是她出现的 实在是太诡异了 在《易解龙王》的记载中 这一段里 根本就不存在她这么个人 你是谁 就凭你们 还不配知道老娘的身份 我再说一遍 赶紧把圣火放下 也不知道是不是太长时间 没得到滋润了 总之 这个女人的脾气非常暴躁 曹文斌的反问之语一出 立马就被反对了回来 于是乎 曹文斌也炸了 看来 你上面的嘴 是不会好好说话了 既然如此 那小爷就帮你缝上 然后再教你如何用下面的嘴说话 七星点命 话音一落 曹文斌的头顶上 当即就出现了七盏灯 紧接着 其中的三盏 就相继亮了起来 而曹文斌的修为 也瞬间就被拔高 到了准圣初七 真不愧是大地所用的功法 三盏灯居然就能让我突破到准圣境 这要是七盏全量 越想 曹文斌就越兴奋 可不远处的少傅 对此 却是不屑一过 这就是你大言不惭的底气吗 还真是井底之蛙呀 今天我云青竹 就让你这只癞蛤蟆看看 什么才叫天河 说是这么说 可他的神情 却是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随意 不过也对 之前的曹文斌 实力只有涅槃后期 而他则是准圣巅峰 双方之间 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凭境界就可以轻松碾压 可现在 两人却是只差两个小境界了 再想取胜 那多少都得费一番手脚了 并且此时的云青竹 心里也犯起了嘀咕 因为能用出此等搏命之术的人 那背景肯定也是不凡 但很快的 他就又镇定了下来 老娘现在可是灵动少爷的护道者 有这层身份在 我还用怕别人 想到这里 云青竹的嘴角 当即就浮现出了一抹傲然之色 随后 他就不再犹豫 直接就拔出了腰间的宝剑 灵霄剑法 在吼声响起的同时 一道剑气 就直奔曹文斌的面门而去了 按理来说 曹文斌是该避气锋芒的 毕竟不管从哪方面来看 他都不具备 应接这道剑气的资格 可现实却是 破天权 夫君 不可 龙疾大害 心急之下 他抬手 就准备将凤玲龙 给丢向剑气 好在最终他忍住了 如若不然 凤玲龙可能就得重新涅盘了 而就在龙疾心急火燎的响对策时 曹文斌和云青竹的攻击 却是已经对撞到了一起 碰 受冲击波的影响 山洞在剧烈晃动 碎时更是成片地往下掉 很显然 这处山洞快要塌了 可不管是龙疾 还是云青竹 注意力却是都没在这上面 平手 这不可能 云青竹的狐狸眼中 充满了不敢置信之色 他与薛柔一样 在名分上 都是家主的通房丫头 所以 他使用的功法 那全都是最顶级的 在此之前 越级战斗对他来说 那就是家常便饭 同级的 那更是随意镇压 至于境界比他低的 说句不好听的 那种垃圾 他都没拿正眼看过 可今天 他却是被插他一个 大境界的人给教育了 这也就是他心态够厚 要是换成一般人 那非得崩溃了不可 你到底是谁 这回 轮到云青竹来问这话了 可他得到的答案 却是 你还不配知道我的身份 不过你放心 等你被小爷按倒大叫之时 我会给你留下线索的 毕竟我不能让我儿子没罢 云青竹的鼻子 差点都被气歪了 与此同时 也明白了 什么叫抱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好了 你给老子乖乖地躺下吧 破天拳 同样的招式 但却是不同的气势 这一刻 云青竹居然感受到了一丝圣威 该死的 这一定是错觉 这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 怎么可能可能触及到圣人的门槛 妈的 老娘跟他拼了 实在不行 我主动分开腿就是了 既然没有生命之威 那还怕个屁 有了决断后 云青竹立马就挥舞起了手中的长剑 不多时 一片剑木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第65章 热心肠的表哥 哄 剑与拳很快就相撞在了一起 至于结果 没有任何意外 山洞直接就塌了 而这里的洞井 也终于将那头已经失去理智 一心只想干掉灵洞的麒麟 给惊醒了过来 圣火动他了 不好 中计了 有了这个判断后 这只名叫墨北的麒麟 直接就变回了人形 下一刻 他就开始在地上写写画画了起来 专门研究过麒麟的灵洞知道 墨北这是在呼唤老祖 而这个办法所需的时间 是一分钟 也就是说 一分钟之内 他如果不能钻进那秘境之内 那他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至于指望家族 那是不可能的 任何势力 都不敢在不战里的情况下 来招惹麒麟族 因为这个种族里的绝大部分人 都是一根精的 整不好的话 他们是真敢发动地战 甚至是不朽之战的 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云一不是在替我看守得位圣火吗 这怎么看着看着 就把圣火洞给弄塌了呢 难道是遇见敌人了 灵洞一边琢磨 一边就飞速地掠向了圣火洞 本来嘛 他是准备等到达目的地后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替云青竹将敌人给干掉的 可当他真看清了场中的形势后 他却是直接就妈了 文斌表爹 他不在家准备订婚仪式 跑这里来干嘛 还有 这小子不是个废物吗 就算是几个月前觉醒了禁忌之体 可也不至于能跟云一打成平手吧 甩了甩头 灵洞没敢再耽搁 身形一闪 直接就冲向了战团 当然 他的策略改变了 不再是动手 而是改为拉架了 文斌表弟 云一 你们快停手 万万不可再打下去了 听到这话 曹文斌直接就收回了 即将轰出的第三季破天拳 与此同时 他的脸上 也流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 曹文斌不傻 刚开始时 他可能没反应过来 可有这么长时间做缓冲 却是已经足够他 分析出云青竹的大体身份了 目前他唯一还没想明白的 就是灵动为何不让云青竹 直接去干掉那只麒麟 而是选择自己引诱 而与曹文斌的淡定不同 云青竹听完了这番说辞后 那双穿着肉丝的筷子腿 直接就打起了白子 他竟然对曹家绍主动了杀心 还把人家逼得 使出了薄命的功法 并且还说了一大堆乌言晦语 这一刻 云青竹感觉自己的前途一片暗淡 嘴里更是充满了苦涩 这个篓子 我的几张嘴 应该是吞不下吧 本来嘛 他觉得这里可能就是他人生的终点了 毕竟灵家是绝对不会为了他 而去得罪曹文斌的 只要眼前的小屁孩一告状 那为了曹灵两家的感情不出现裂痕 灵动绝对会让他自裁 可就在他琢磨着该留什么遗言时 却是惊奇地发现 曹文斌居然一点 要告状的意思都没有 他这是什么意思 这一下 云青竹是真迷糊了 不过能不死 那自然是好的 于是乎 他直接就装起了安蠢 尽可能地降低起了存在感 当然 他也是在跟着大部队跑的 毕竟这个地方有多凶险 他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而在他胡思乱想之时 曹文斌和灵动 却是在边跑边聊 文斌表弟 你不在家准备订婚仪式 怎么跑这里来了 还有 你什么时候 有个这么大的女儿了 很显然 灵动这家伙 是将一人一笼一缝 给当成一家三口了 轻轻地翻了一个白眼 曹文斌一边玩了命地跑 一边抽空回怼道 你什么眼神 看不出这小丫头 是只凤凰吗 她目前正处于胎中之谜阶段 等回复了 她的实力能吓死你 这倒是不是吹牛 因为据龙吉所说 凤玲龙巅峰之时 可是有大地六匹的修为 至于为何会在这里 曹文斌耸了耸肩 意思很明显 那就是 为了这个小凤凰而来 没想到 这都要回去了 却是又得了一朵得为圣火 说完 他还将乳白色的火焰 给拿出来显摆了一番 那模样 真是要多欠奏 就有多欠奏 不过这火焰一出 却是将原本紧跟着 他们的云青竹 给逼退了一点点 没办法 曹文斌三人 那都是对火焰免疫的 灵动因为身穿地气火神凯 所以勉强能忍受到了 得为圣火的高温 可什么都没有的云青竹 却是受不了啊 之前他之所以只是守着圣火 而没伸手去拿 也正是这个原因 第66章 剑术退大地 文斌 快把圣火收起来吧 考得怪难受的 对了 你说这小女孩是凤凰 那岂不是说 接下来的话 灵动没能说出来 因为原本末北所处的位置 已经有一道光柱 冲天起了 不好 信号已成 麒麟族的大地要回归了 果然 灵动的声音刚一落下 光柱的边上 就有慢慢地出现了一道裂缝 不难看出 这被召唤回来的大地 实力应该不怎么强 最起码要比赵渊差很多 毕竟赵渊撕裂虚空 那向来都是一蹴而就的 根本就不会如此费劲 不过再不强 那人家也是大地 在大佬的眼里 可能不够看 但捏死他们 却是绝对比捏死一只蚂蚁 困难不了多少 你们不要反抗 这里我的实力最强 速度也最快 所以 由我来带你们跑 才是最佳选择 听到这话 龙极下意识地 就产生了一丝抵触之情 熟知曹文斌手段的他 自然明白 接下来要出场的 就是吞天塔了 但他也知道 曹文斌说的没错 所以就强压下了心底的不是 瘦 很快的 现场就只剩下了曹文斌一人 紧接着 他就将神形百变身法 给施展到了极致 准圣出其修为 再加上金丝竹日薛辅助 此时的曹文斌 那就如同是在顺移一般 眨个眼的功夫 就已经到了百里开外 本来嘛 曹文斌以为 这是不会再出现神妖意外了 毕竟在 异界龙王中 灵动涅槃境巅峰的修为 都能逃出生天 那他这个为准圣 自然也是不在话下的 可他却是忘了 人家灵动那可是天命之子 万事都能逢凶化吉 可他呢 按照原剧情 他现在的坟头草 应该都有一米高了 所以 没有任何悬念 意外很快就出现了 老祖 那家伙抢走了得威圣火 你快点出来了 看着越跑越远 马上就要消失了的曹文斌 漠北极了 而他的这番说辞一出 空间里裂缝的那边 立马就响起了一声怒吼 无耻小贼 你找死 声音一落 空间裂缝展开的速度 当即就加快了不少 很显然 裂缝那边的大地 应该是使用了什么秘法 靠 曹文斌大怒 他知道 得想办法了 如若不然 他绝对逃不出去 必须地把他堵在那头 要是没了空间的约束 那就算是十个我 也不够他杀的 打定了主意后 曹文斌就把罗刹剑给掏了出来 当然 他并不指望这把地气 能帮他御敌 而是 养剑术 没错 曹文斌又掏出了一张底牌 一张他自从获得后 就从未用过的底牌 刹那间 风云变色 被酝养了几个月的剑气 已经面世 天地皆惊 剑芒所过之处 时空全部扭曲 别说是别人了 就是始作俑者曹文斌 此刻都被惊呆了 咕噜 这是老子砍出去的剑气 而就在曹文斌陷入自我怀疑之时 刚才还在狂吼的墨北 却是 已经被剑气的余波 给搅成了漫天碎肉 至于剑气的主体 则是继续在往空间裂缝狂奔着 该 让你多嘴 老子就想不明白了 看个门而已 又不给你开工资 你他妈的 玩什么命啊 狠狠地吐槽了一句后 曹文斌转身就走 一点也没拖延 因为他明白 这道攻击虽强 但最多也就是给大帝造成点麻烦 想要彻底阻止骑过来 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当然 这道剑气 要是孕养几年的 那就另当别论了 而事实也确实如曹文斌所预料的那般 这道剑气 就只拖延了大帝三秒钟 不过这对曹文斌来说 确实已经足够了 当麒麟族这位眼珠子都被气拦了的大帝过来之时 曹文斌已经一只脚 踏进秘境之中了 白白了您嘞 啊 小贼 我莫冤发誓 哪怕是为此神魂俱灭 我也必杀你 这一刻 莫冤被气的右腿都开始刨地了 这是他受刑时 要冲锋的前兆 但可惜的是 他很快就失去了目标 秘境之内 修为已经调回到涅槃后期的曹文斌 挥手之间就将龙吉等人给放了出来 而经过短暂的适应后 灵动两步就冲到了曹文斌的面前 先是伸出双手 抓住曹文斌的胳膊 随后他才满脸激动地询问道 你的塔内居然关了两位大帝 快说说 你是怎么抓住他们的 他说的大帝 正是张家的那两个 嘴角一翘 紧接着 曹文斌就得意洋洋地说道 他们是渊儿姐为我抓来的猪 供我修炼用的 灵动一愣 但很快的 他就蹦了起来 渊儿姐 我靠 你小子把赵渊儿给拿下了 第67章 猜谜语 这还不明显吗 要是不知根知底 渊儿姐能亲自出手 帮我擒拿大帝 虽然明知道曹文斌是在吹牛逼 可灵动的心中 却还是浮现出了一丝极度之情 毕竟那可是赵渊儿啊 即无数光环于一身的天之娇女 在这仙狱中 惦记他的男人少说 也得有三位数 其余的不是不惦记 而是有自知之明 他家的一位老祖 当初在得知赵渊儿要结婚时 直接就自断了心脉 好在发现得早 要不然 喜事可能就直接变丧事了 而这种级别的美女 别说是那啥了 就是能牵牵手或者是抱一抱 那也足以幸福好久了呀 要是我也能 想到这里 灵动双眸一亮 随后二话没说 伸手就搂住了曹文斌的脖子 文斌表弟 从小到大 表哥对你不错吧 瞄了一眼满脸邪恶的灵动 曹文斌很是肯定地点了点头 那是相当的不错 我到现在都记得 小时候你领我去偷看姑妈洗澡 被发现后 哪有鼎雷的事呢 灵动大汉 这小子咋这么记仇呢 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呀 嘿嘿 你小子得理解我呀 两害相权取其亲嘛 那时候你岁数小 长辈打你 肯定不会下死手的 曹文斌翻了一个白眼 我谢谢你呀 行了 你有什么事赶紧说吧 不远处还有好东西 等着我们去取呢 没有在兜圈子 灵动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后 就渐渐地说道 文斌啊 娇娇老哥 如何抛大地呗 也知道的 我们林家也有一位 跟赵前辈情况差不多的 虽然颜值跟赵前辈没法比 但那韵味 灵动越说越激动 可他却没注意到 此时曹文斌的嘴角 已然浮现出了一抹邪笑 灵动说的那人 曹文斌知道 那是一位四品大帝 长得不算顶尖 但有大帝身份加持 也算是个有名有姓的美女 不过曹文斌还知道 这女人极其地忠贞 对名声看得极重 这是个找回场子的好机会 刹那间 肚子里的坏水 就都涌进了曹文斌的脑中 表哥 你真想学 想 那你敷儿过来吧 这可是绝学 轻易不能试人的 做足了铺垫后 曹文斌这才神秘兮兮地说道 我成功的秘诀就五个字 好女怕蝉狼 灵动眉头一皱 这能行 当然行 大帝平时都是很寂寞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突然闯入了他的生活 那肯定是半功倍啊 记住 这一招的重点 就在这个蝉子上 只要一有时间 那就要立马缠上去 对了 还要多说些俏皮话 甚至在必要时 都可以给他讲 带颜色的小笑话 曹文斌说的是 有鼻子有眼的 而灵动稍微一琢磨 也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乎 文斌 这个人情当歌的记下了 你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跟歌说 上刀山下火海 我灵动绝对不会皱一下眉头 曹文斌笑了 不过这笑容 却是异常的耐人询问 还上刀山下火海 你先能保住你的两条腿再说吧 当然 这话曹文斌并没有说出来 而是继续维持着 他的好弟弟形象 对了表哥 你会讲笑话 或者谜语吗 灵动一愣 随后就不好意思挠了挠头 这个还真不会 文斌 不如你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道西如何 假装无语的 瞪了灵动一眼 你可真没情调 怪不得这么多年来 就只泡到一个墨语呢 这样吧 我暂时也就想到一个 就先将其告诉你的 这是一个谜语 女人的胖刺 打一个儿童食品 灵动眉毛紧皱 与此同时 她的大脑也飞速地运转了起来 但很快的 她的脸上 就露出了苦涩之意 因为她一点头绪都没有 而等她 准备找曹文斌所要答案时 却是发现自己的表弟 已然冲向了不远处的古朴建筑 文斌 你还没给我答案呢 等探索完这秘境再说吧 话音一落 曹文斌的身影 就消失在了建筑之内 少爷 我们也跟过去吧 要是晚了 那可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 虽然云青竹说得很在理 可灵动的动作 却是依旧很缓慢 而从她那不时挠头的动作来看 她显然是 还在琢磨谜语呢 放心吧 文斌表弟 是不会吃毒食的 别忘了 她的母亲灵失鹰 可是我亲过 第68章 谋划军逍遥的 夫君 那个谜底到底是什么啊 很显然 不只是灵动没想出答案 龙吉这位古代怪胎 同样也没想出来 是喜之狼啊 曹文斌回答得很随意 可被点醒了的龙吉 却是直接就羞红了脸 至于刚刚走进来的灵动 妙啊 果冻 好一个果冻 文斌 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 你这么有才呢 轻轻地给了他一个白眼 曹文斌并没有在这个话题上 继续纠缠下去 待灵动走到他的身边后 他就指着左右两侧的走廊说道 真是巧了 这里正好有两条通道 我们一人一条如何 没问题 不过 我要走左边这条 一提起正事 灵动立马也正色了起来 与此同时 他那拥有四个眼珠的双目 也开始散发起了光芒 我靠 你要不要脸啊 居然使用重碰作弊 说是这么说 不过曹文斌的脸上 却是没有一点恼怒之色 因为他知道 左侧通道内的东西 就算是给他了 那他也用不了 于是乎 吐槽完毕后 曹文斌转身就走向了右侧的通道 没有一点犹豫 很快的 现场就只剩下了 怀抱凤玲珑的龙脊 和独身一人的云青竹 本来嘛 云青竹以为他 终于可以休息一会了 但就在他寻找可以落座的地方时 龙脊却是开口了 我夫君让我给你带句话 云青竹的身体瞬间紧绷 小脸更是直接就失去了所有血色 他就知道 曹文斌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就放过他 有什么事 还是让曹少爷亲自跟我说吧 这样我才能更好的聆听教诲 龙脊笑了 他自然明白云青竹的意思 不就是想拖到灵栋回来吗 你觉得 是你跟灵栋的关系尽 还是我夫君跟灵栋的关系尽 真要是出事了 你觉得灵家会向着你 还是会向着我夫君 云青竹沉默了 嘴角更是充满了苦涩之意 向着谁 这还用说吗 人家那可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啊 而他呢 说好听点是灵栋的护道者 要是不好听的话 那就是个预备炮架罢了 你说吧 之前是我做错了事 我甘愿受罚 龙脊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实时务者为俊杰 放心吧 我夫君并不是想分开你的腿 而是想让你在特定的时期 去帮他邀请一个人 云青竹愣住了 打死他都没想到 曹文斌会提出这么个条件 就这简单 不然呢 你不会真以为我夫君图你身子吧 拜托 那样的话 就不是惩罚 而是奖励了好吧 这一点云青竹倒是认同 毕竟能被曹家少主睡 那是先遇绝大多数女人的梦想 不管是已婚的 还是未婚的 可这个要求 也太诡异了吧 这个世界上 还有曹文斌邀请不到 而我却能邀请到的人 他不知道的是 还真就有这种人 并且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 君逍遥的母亲 姜柔 没错 就是 异界龙王 第一男主的母亲 在这个时期 根本就没人能想到 云青竹这个没什么存在感的女人 会跟强大的江家有渊源 三百多年前 当时的江家家主 在探索秘境时 被仇家设计埋伏了 本来嘛 那是一个必死之局 可就在紧要关头 云青竹的先祖 却是搭救了江家家主一把 这才让江家家主逃出生天 不过 逃虽然是逃出来了 但两人却是全都身受重伤 江家底蕴身后 付出了一些代价后 自然是很轻松的 就救活了家主 但云家却是一个小家族 所以云青竹的先祖 刚一回到家里 就直接挂了 临死之前 他拼尽全力 就只从怀中 掏出了一块玉佩 至于话 却是一句都没说出来 于是乎 这没玉佩的强大作用 就彻底尘封在了历史中 可别人不知道 这玉佩的价值 曹文斌却是知道 这没玉佩 就是那两个老家伙 分散逃离时 那位江家家主 塞给云家老祖的 并且还给出了承诺 只要是云家之人 手持玉佩登门 那江家必会帮其 完成任何心愿 当然 这只是场面话罢了 不过用这没玉佩 约一下姜柔 那却是不难的 而曹文斌所看重的 也正是这一点 他要找个合适的机会 把姜柔擒住 至于之后的是 嘿嘿 你想什么呢 到底肯不肯配合我夫君 肯 当然肯啊 第69章 用至尊骨强化右手 右侧的通道之内 曹文斌正在飞速地狂奔着 不过越跑 他的速度就越慢 刚进来时 他每抬一次腿 那少说也能窜出去几百米 可现在 却是连十米都不到了 当然 这并不是他体力不支了 而是 这处空间的重力 居然在缓慢增加 咦 这手段 怎么有一点熟悉呢 而就在曹文斌 做出判断的一瞬间 那一直在他心脏里 猫着的使缝 竟然也破天荒地开口了 小家伙 你用全力轰墙壁一拳看看 虽然不清楚 使缝的目的是什么 但曹文斌 却还是第一时间就照做了 毕竟人家吃过的盐 比他走过的路还多 在这种情况下 听有经验之人的话 那肯定是没错的 魔王拳 哄 如果是在外面 涅槃后期的曹文斌 一拳虽说轰不碎一座山 但让气矮一截去 却还是能做到的 可在这里 他这一拳 却是连点石线都没能轰下来 这怎么可能 果然是他 曹文斌一愣 随后就立马追问道 这个他是谁 立之至尊 十号 不出意外的话 你们找到的这处秘境 应该就是十号没成名时的训练场 你这边是训练力量和意志力的 至于你表哥那边 应该就是训练智力和掏掠的 小家伙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将这条路走完 因为在路的尽头 有那十号放置的一根至尊骨 只要你能拿到它 那实力和潜力 绝对会有个质的飞跃 偷偷地给史凤 竖了一个大拇指 这一刻 曹文斌是真的服了 不愧是活了近万年的人物 这件事 确实无人能出其用 知道的居然比 异界龙王所记载的都要相信 怎么 你没信心 看到曹文斌迟迟没有动静 以为他害怕了的史凤 立马就使用起了激将法 不过 他显然是想多了 没信心 你可真会开玩笑 曹文斌并没有放什么狠话 他深吸了一口气后 就继续奔跑了起来 而这一跑 就跑了足足三天 到了最后 他甚至就只剩下了抬腿的本能 至于速度 那更是慢到了极点 几分钟都迈不出一步 唯一能让曹文斌感觉到欣慰的 就是他已经看到了一个拱门 不出意外的话 只要跨过拱门 那就能脱离这该死的重力去 小家伙 你倒是爆发一下 就只剩下最后五米了 实在不行 你就把拱门想象成你最喜欢的东西 只要再加把劲 那你就能 还是那句话 史凤是懂诱惑人的 这不 他的话音刚一落下 曹文斌的身体里 立马就涌现出了一股洪荒之力 紧接着 他两步就跨过了那刚才 还如同天折一般的五米距离 碰 没有任何意外 刚一脱离重力区 曹文斌立马就趴在了地上 胸膛更是如同风箱一般 起伏的那叫一个剧脸 这个秘境 可真蛇魔人 仅仅休息了半分钟 曹文斌就强忍着不是站了起来 毕竟休息这事 什么时候都能干 现在的当务之急 还是将至尊骨给拿到手中 而随着曹文斌转动脑袋 一个通体散发着阵阵金光与威压的壁骨 就映入了他的眼帘 此物就静静地悬浮在一个祭坛的上空 周围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 不过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尽管没看出什么异常 可在取至尊骨之前 曹文斌却还是绕着祭坛转了好几圈 待确定真的没有什么坑后 他这才伸手将至尊骨给握在手中 你想好用他强化 哪里了吗 曹文斌下意识地就回道 当然是强化右手 史凤德旭盈点了点头 不错 强化右手 对你来说确实是性价比最高的 毕竟 你每次施展拳法 用的都是右手 他分析得头头是道 可他哪里知道 曹文斌就只是单纯的 想拥有个黄金右手罢了 第七十章 好白菜都被诸拱了 曹家祖宅 以往很是宽敞的广场 此时已经停满了各种飞艇 当然 还有各式各样的坐骑 不过他们的主人 却是早已不见了宗面 北大陆青云建宗 为少主送来贺礼 圣品宝剑一柄 哇 青云建宗挺下本啊 我记得 他们整个宗门 一共也才七把圣剑吧 礼州附近 吃瓜群众们一轮纷纷 中州孔雀皇朝 为少主送来贺礼 夺天丹十颗 万年终如百地 看看 这才是真正的下血本 夺天丹啊 那可是能活死人肉 白骨的圣级顶尖丹药 这一刻 绝大部分的吃瓜群众都红了眼 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动歪心思 毕竟 这里可不是一个能撒野的地方 是龙 你得盘着 是虎 也得握着 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们的红眼病也是越来越重 一点要好转的意思都没有 不过也对 越晚登场的势力 那实力肯定就越强 送的贺礼 自然也就越名贵 但万事 多有例外 这次也是一样 这不 同为不朽势力的军家 就送了一个侮辱性极强的礼物 军家送了一口钟 没错 军家之人就是送了一口钟 一口足有百米之高的青铜大钟 曹家与军家的关系 已经恶化到这种程度了吗 没见识了不是 上次那军家军逍遥出生时 曹家更狠 直接就送了一截猪尾巴 这是什么寓意 断后 说来也是奇怪 跟曹家有世仇的军家都来人了 可世代 都与曹家联姻的凌驾 怎么到现在都还没动静呢 这还用问 肯定是早就进去了 毕竟人家 那可是这儿巴金的一家人 好了 我们快进去吧 直觉告诉我 这场订婚宴 一定会非常的有趣 这人并没有猜错 此时的曹家内堂里 还真就是极其的热闹 倒不是有人在捣乱 而是林诗音正在发飙 臭小子 订婚这么大的事 你居然也能迟到 当然 曹文斌毕竟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 所以林诗音并没有说什么重话 于是乎 林读音就遭殃了 说 是不是你小子又领我儿子 去偷看谁洗澡了 林读音大汗 吐不汗 天地良心啊 这次之索一卡点回来 跟他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不过他也知道 跟女人讲道理没用 所以他立马就转移起了话题 小姑 时间不早了 我跟表弟就先出去了 要是再晚点 那就该失礼了 说完 林读音也不给林诗音反应的机会 拉起已经换完衣服的曹文斌 就直接就跑向大厅 那里 是小辈们的聚集店 一个老人都没有 至于这么做的目的 那当然 是为了方便交流 至于老一辈的人 则是都在另外的地方喝茶 顺便做看小辈争斗 而也不知道 是不是心有灵犀 总之在曹文斌走进大厅时 张芷燕居然也恰巧到了 看着身穿喜服 正在向两人走来的女人 灵动的双眼瞬间瞪大 这就是弟妹 怎么样 漂亮吗 重重地点了点头 确实漂亮 奇怪 我为什么会有心痛的感觉呢 曹文斌笑了 在正常情况下 这可是你老婆啊 现在归我了 你不心痛才怪 表哥 不是弟弟不是人 实在是嫂子太迷人啊 不过 我这也算是拯救你了 毕竟这女人牵扯甚大 你把握不住的 本来嘛 曹文斌是还想跟灵动扯几具皮的 可还没等他开口呢 张纸烟却是已经到了 于是乎 曹文斌立马见色妄意 直接就将灵动给丢到了脑后 怎么样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没人欺负你吧 张纸烟鸣嘴一笑 怎么可能有人欺负我 别忘了 本姑娘可是从正门进来的 再说了 我跟阿姨天天都是形影不离的 别人就算是想给我脸色 那也没机会啊 曹文斌一想也对 不过张纸烟的称呼 却是引起了她的不满 阿姨 这订婚一事都举办了 你居然还不改口 看来老子要振一振复刚了呀 你等着 今晚我就把你 没有任何意外 张纸烟的小脸 当即就红了 毕竟从小就没接触过男人的她 哪听过这种乌言晦语啊 你要死啊你 大厅广众地说这个 而就在她抬起小手 准备捶曹文斌两下时 一道冷哼声 就在大厅之中响了起来 哼 真是好白菜 都让猪拱了呀 美女 不如你跟我吧 不管从哪方面看 我都比曹家的这家伙强啊 放心 我不在乎你是不是二手货 到了我那边 你依旧是正妻 第七十一章 古兽如柴的龙日天 这番说辞一出 刚刚还很热闹的大厅 顿时就安静了下来 紧接着 众人就开始寻找起了 口出狂言之徒 龙日天 这家伙是吃错药了吗 龙族跟曹家 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应该是色令之婚了吧 毕竟龙姓本营 看到这么漂亮的女人 一时没管住嘴 也实属正常 你们说 曹少爷会怎么回应这家伙 那还用说 肯定是揍他压的呀 哪个男人看到自己的女人 被调戏了 还能无动于衷 不见得吧 你们别忘了 曹文斌的神体 满打满算 也就觉醒了一年而已 这个时间太短了 曹家的资源就算是在逆天 那又能把他提升到什么程度 要我看啊 闹到最后 肯定是临动出头 听着周围的议论声 已然成为焦点的龙日天 神情那叫一个得意 随后他就在万众瞩目之下 缓缓地走向了大厅中心 步伐稳健 速度极快 不过与凤枯之时的英俊潇洒相比 此刻的他 却是兽谷凌寻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家伙在最近这段时间里 一定是纵于过度了 曹文斌 本来嘛 龙日天是准备来断开场白的 可作为地主的曹文斌 又怎么可能让他把B装完呢 所以他的嘴才刚张开 就直接被曹文斌给打断了 龙日天 看来你是皮痒痒了呀 说吧 这次你准备以什么样的姿势来揍 此言一出 正在看热闹的其他天骄 身体顿时一阵 狂 太他妈的狂了 至于龙日天 那更是被气的眼珠子 都变蓝了 其实 这是要是放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 那龙日天还不至于如此生气 可现在却是不同 那龙子梅 可就在别的房间里关注着他呢 虽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他玩到了所有想玩的 可也正因如此 他才更不希望在龙子梅面前出宠 因为体验过了的他 想长期持有 曹文斌 你不会真以为我怕你吧 告诉你 我上次之所以逃 是因为你有帮手 要是一对一 我能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耸了耸间 曹文斌并没有选择继续打嘴炮 而是几步就窜到了龙日天的面前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我们就比一场吧 输的人自费双手 如何 好 龙日天回答得极其爽快 在别人看来 他这是自信的表现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一切都是早就设计好的 想当初 要帝根本就不让他碰龙子梅 所以 违达目的 他就拼死抵抗 并且还扬言 除非是杀了他 要不然等他出去后 必定将知道的一切 都告诉给龙族高层 这一下 耀帝妈了 毕竟在他的计划中 龙日天可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龙日天要是不肯配合 那什么事都做不成 于是乎 耀帝第一时间 就对龙日天用起了心 可知道 后面会有美人计的龙日天 却是紧咬牙关 哪怕是耀帝用出了灵石之行 也依旧没有让他沉浮 而也正是他的这份执着 才让他拥有了接下来的美好时光 尽管这份美好 是与人共享的 但他却也知足了 不过就在十几日之前 耀帝却是突然就找到他 问他想不想独自拥有龙子眉 这一下 他哪里还忍得住 没有一点犹豫 他当即就表示 只要将龙子眉给他 那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本来嘛 龙日天以为耀帝会让他 干多么那天的事呢 可没成想 耀帝却只是让他 在今日的宴会上 挑衅曹文斌一次 不管输赢 事后都会将龙子眉给他 说实话 他也知道这里面有诈 可他却还是忍不住想搏一把 哼 你有你的张良记 我有我的过墙梯 这次如果能赢曹文斌 那我在族内的地位 一定能再次上升 只要能进入到 藏书阁的最高层 我就不幸 找不到破解禁止的办法 想到这里 龙日天的气势 顿时就诱足了一份 曹文斌 受死吧 看到厅内的防护罩一打开 龙日天没再多等 当即就将神龙印给寄了出来 神龙盖顶 一上来 直接就是杀招 由此就可以看出 他对这场鄙视的胜利 是多么的渴望 而更让龙日天欣喜的是 曹文斌居然拖大的 就只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用手挡神龙印 你当你是励志至尊了 嘴里虽然在吐槽 可龙日天却是没打算放过这个机会 手中印绝一起 当即就帮神龙印提了提速 各位 准备好品尝肉饼吧 第72章 龙子眉登场 这曹文斌到底在想什么 你们说 他有没有可能是活够了 想去重新投胎 你要是降生在了曹家 还成为了唯一的继承人 你舍得重新去投胎部 真是想不通啊 不过这场比赛的胜负 却是没什么悬念了 很显然 在场的吃瓜群众们 没有一个看好曹文斌的 其实不仅是他们 就连张芷燕 同样也不看好自己的丈夫 夫君 大声呼喊了一句后 张芷燕就准备冲上去 不过还没等他迈步呢 一道能量就拦在了他的面前 弟妹 比武有比武的规矩 你不能擅自介入的 规矩 狗屁的规矩 那玩意 是我曹家有用 还是对你凌家有用 别墨见 赶紧跟我一起出手 凌动一愣 随后 就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是真没想到 这女人居然还有这一面 看来自己的表弟 以后有的瘦了 不过他依旧没动 因为已经没有必要了 哄 说话的功夫 那边就已经短兵相接上了 至于结果 只见那原本还不可一世 仿佛能把一座大山 都给砸平的神龙印 此刻竟然安安稳稳地 停在了曹文斌的右手中 一点浪花都没泛起 这不可能 亲眼目睹了一切的龙日天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不只是他 整个大厅里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包括之前就对曹文斌 很有信心的灵动 同样也都惊呆了 徒手接下神龙印 这确定不是开玩笑 而就在众人发懵之时 曹文斌却是动了 你的攻击 就跟你的人一样 真是虚到不能再虚了 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这才是真男人的攻击方式 话音一落 曹文斌的背后 当即就浮现出了一道漆黑的影子 魔王拳 看到曹文斌出手了 原本还在愣神的龙日天大海 不过就在他准备躲时 却是发现已经迟了 于是乎 万般无奈之下 他就只好将双臂交叉在胸前 试图挡下这一击了 但可惜的是 他这完全就是在座无用功 哄 在巨响声响起的同时 龙日天也倒飞了出去 直至撞到大厅的墙壁上 他这才堪堪停下 其他的天骄们再次惊呆了 我是不是眼花了 曹文斌他居然是涅槃后期的修为 我去 曹家之内是有仙丹吗 看来曹家的底蕴 比想象中的还要恐怖啊 一年的时间 居然就能把一个 只有后天修为的人 给生生拔到涅槃后期 天赋好 果然是不如生的好啊 这些话 曹文斌自然都听到了 不过他却是没有理会 一个闪身 他直接就来到了龙日天的身边 先是身腿踢了一下对方 但发现这家伙 已经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后 曹文斌笑了 看来 你是无力在战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要收取堵住了 说完 曹文斌就要动手 但就在此时 一道充满骚气的声音 却是突然就从大厅之外 传了进来 紧接着 一位身披薄纱 里面就只穿着 肚兜和胖刺的绝美女人 就毫无征兆地 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有趣的是 他居然还光着脚丫 好骚 这是所有人共同的心声 下一刻 除了曹文斌之外 现场的男人 就都不自觉地攻下了身子 当然 他们并不是在行李 而是在掩饰尴尬 你是谁 又为什么要阻止我 抬手撩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我叫龙子梅 是龙族第二十五代龙母 至于为何要阻止你 龙子梅耸了耸肩 这孩子是我的后辈 现在他又难了 我自然要为其出出头的 嘴角一翘 曹文斌上下打量了 这女人一番后 就颇为不屑地说道 出头 你觉得你能出得了 这个头吗 一位一品大地而已 他根本就不在乎 哪怕对方是龙族的 毕竟这是他战礼 不过曹文斌也不得不承认 这女人长得 是真的很漂亮 这要是别的男人 那还真有可能 抵挡不住他的诱惑 下意识地就答应了 他的请求 奇怪 以这龙子梅的颜值 足以上万美路了 可万美路为什么没动静呢 难道是他的精力太丰富了 拉低了他的评分 我的天 这要是真的 那这女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越想 曹文斌就越觉得不可思议 与此同时 被他对了一句的龙子梅 也终于再度开口了 我自然是不够级别出这个头的 不过小女子 确实可以以别的方式补偿你 只要曹少答应 不砍日天的双手 那我就陪你一晚 如何 第73章 将计就计 我是出现幻听了吗 高贵的大帝居然会说这种话 幻觉 这一定是幻觉 要知道 这可是龙母啊 与教廷的圣女一样 是仙玉最纯洁的存在 大哥你别逗了好吗 不说别的 就光说着穿着 我就没看出他哪里纯洁了 说句不好听的 春水阁里的姑娘 穿的都比他正经 其实从古至今 不管是龙母还是圣女 都跟纯洁站不上边 他们只不过是两个 不朽实力包装出来的产物罢了 只要利益足够大 那随时都可以卖 确实是这么回事 坊间不就有传言说 当初教廷为了能拉拢 那怀有至尊谷的时号 直接就把当时的两代圣女 都给派出了吗 果然啊 要想玩高配 那要么是背景硬 要么就是拳头硬 龙子没得说辞一出口 吃瓜群众们直接就炸了 大帝 这可是一位大帝啊 从古至今 跟大帝乐和过的人 一共能有几个 可现在 却是有人要 当着他们的面 完成这项成就了 这一刻 绝大部分的天骄 极度的都快要发疯了 而刚才还如同 死狗一般的龙日天 更是如同回光返照一般 直接就从地上爬了起来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我宁可死 也绝对不会 让老祖受刺等羞辱 说完 龙日天就拦在了 龙子梅的身前 顺势还伸出了双手 那意思很明显 就是你 胆情多了我吧 本来嘛 众人都以为曹文斌 不会搭理龙日天的 毕竟 龙找才值几个钱啊 哪有龙子梅香 可曹文斌的举动 却是出乎了 所有人的预料 他还真就奔着 龙日天的手去了 我日 你要是不要 那把这次机会给我啊 妈的 早知道有这好事 我刚才就挑战龙日天了 这姓曹的 不会是不喜欢女人吧 没有理会他们 已经到位的曹文斌 直接拽向了 龙日天的双手 看那意思 似乎是想将自己的战利品 给升拽下来 不过就在曹文斌的手 即将搭在 龙日天的手腕上时 一股极为柔和的力量 却是突然就将他给荡了开来 曹公子 我说过了 你今天就只能得到我 日天对我龙族很重要 他的手 你就别惦记了 盯着再度走上前来的龙子梅 曹文斌笑了 不好意思 我这人虽然喜欢吃熟食 但却不喜欢烂熟的 你 龙子梅想发怒 但很快的 他就又冷静了下来 毕竟临走之时 要地交代的话 可是历历在目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哪怕是当众跳艳舞 也必须要让曹文斌中招 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龙子梅的脸上 就又重新挂满了妩媚之色 曹少爷 这你就不懂了吧 年少不知阿姨好 曹文斌很不羡 这简直就是强词夺脸 不过就在他准备反驳时 一道传音 却是突然就在他的耳边 响了起来 曹少 你能先假装答应下来吗 我家老祖已经被人控制了 我怀疑他现在的举动 并不是出自本心 曹文斌目光一宁 被控制了 难道是药帝 一瞬间 粪窟里所发生的一切 就如同放电影一般 飞速地在他脑海中过了一遍 原来当时药帝所说的搔泥丘 就是眼前的这一条啊 有趣 实在是有趣 本来还想让五清梦去当卧底呢 现在看来是不需要了 至于被控制了 对于这事 曹文斌并没有太在意 毕竟他曹家之内 也有这方面的高手 完全解除不敢说 但将药帝留下的暗手压制住 让龙子梅重新拥有自己的人格 却还是能办到的 曹少 你考虑得如何了 要是不肯收取我提供的赔偿物品 那你可就要鸡飞蛋打了哦 说完 龙子梅做事就要转身 以退为进 既然如此 那老子就来一招 将计就计好了 嘴角一翘 随后曹文斌就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们给我站住 在我订婚仪式上闹完事 一点代价都不付出 就想走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你们不是不想付出吗 那好啊 老子来付出 来人 带这条骚泥丘去后堂 等忙完了这里的事后 我再过去炮制他 这句吼声一出 大厅之内立马就热闹了起来 而龙子梅这位当事人 更是当即就拍起了手 不错不错 曹少爷是懂及时止损的 既然如此 那本姑娘就静候佳音了 第七十四章 一号续练 夫君 看到自己的丈夫当众干这种事 张芷嫣立马就不干了 不过几秒钟之后 他就安静了下来 因为曹文斌给了他一个稍安无躁的眼神 有内幕 而没得到提示的其他人 则是依旧在窃窃私欲 曹文斌的眼睛是真好啊 我刚才一度都以为 他真没看上龙母呢 懂得都懂 这只不过是做给龙族看的而已 毕竟曹家的敌人是军家 在双方没分出胜负之前 不可能再交恶其他不朽势力的 这艳符是真他妈的 让人羡慕啊 玩大帝 也不知道我这辈子 能不能达成这个成就 就以你的天赋 还是洗洗睡吧 听着周围的议论声 曹文斌的脸 当即就黑了下来 靠 这群人怎么这么肤浅 难道就不能透过表象看本质吗 各位 插曲已过 我们还是继续 话并没有说完 因为又有一个人跳了出来 订婚宴上 逼人家老祖赔睡 曹文斌啊 曹文斌 你还真是个人才呢 想到诺大的曹家 以后要交给你 本人 真是做梦 都能孝心 曹文斌神情一阵 随后就寻声望了过去 军家的 说话之人 曹文斌并未见过 但仅凭对方的语气 曹文斌就大体猜出了 对方的身份 毕竟这火药味 实在是太足了 还算有些见识 不错 本人军家第一序列 军万劫 没有任何犹豫 在对方曝出名号的一瞬间 曹文斌立马就翻阅起了 异界龙王 而金手指也没让他失望 很快就将答案 呈现在了他的眼前 军万劫 军家十大序列之首 军逍遥的表哥 这个时候 应该是准胜初期的修为 实力非常强 由于 曾被军逍遥单手打败过 所以非常崇拜自家族地 是其铁杆支持者 终身魏靖女色 但却在三百年后 晋升大地强者 妥妥的金牌配角啊 魏靖女色更是点睛之笔 怪不得能一直跟随在主角身边呢 轻轻地感慨了一番后 曹文斌就淡淡地说道 君万劫 这个名字可真不吉利 你都万劫了 又能活多久呢 这番回击不可谓不犀利 而君万劫 也果然变了脸色 毕竟还是第一次 有人这么解读他的名字 一时之间 他就如同吃了大便一般 要多恶心 那就有多恶心 曹家之人 果然就只会耍嘴皮子 一点真本事都没有 曹文斌嘴角一翘 随后就接起了对方的牢底 一点本事没有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几十年前 在你军家所组织的一场宴会上 家父一人一见 好像是直接就横扫了 你们军家的十大序列吧 这要都不算本事 那被横扫的军家 又算什么 垃圾吗 没有任何意外 君万劫的脸 直接就变成了猪肝色 口舌之力 曹文斌 我要向你发起挑战 不知道你敢不敢接 终于来了吗 曹文斌笑了 其实他早就在等待这一刻了 毕竟这是曹军两家 半宴会时的传统曲目 只要两家有同辈之人 那必定就得干一下子 以此来彰显实力 赌注是什么 赌第三条腿 曹文斌当即就翻了一个白眼 靠 你他娘的可真会找东西 你终身不尽女色 那东西有何没有都一个样 可老子不行啊 老子还指着他领奖励呢 不过稍微琢磨了一番后 曹文斌也没拒绝 他并不认为自己会输 哪怕他比对方低一戒 军家第一序列变为了太监 这个消息 想来足以轰动整个仙狱了吧 想到这里 曹文斌没在末迹 身形一闪 就又回到了大厅中央 而军万劫自然也是不甘落后 你们说 这场比是谁能赢 这还用问 肯定是军万劫赢啊 这家伙 虽然名义上跟曹文斌是一辈的 但实际上 却是比曹文斌大了足足二十岁 在双方抵运差不多的情况下 这二十年的差距 根本就没办法逾越 没错 这场一定是军万劫赢 毕竟上次军家 已经丢过一次脸了 这次一定是做足了准备的 你们是不是忘了 曹文斌可是拥有身体的 这个优势足以抹平二十年的差距了吧 曹文斌有身体 难道军万劫就没有 别忘了 他可是军家的一号续练 不如曹文斌的禁忌之体 这是肯定的 但绝对也差不到哪里去 听到没有 支持你的人可是寥寥无几呢 尽管在头两次的语言交锋中 军万劫都败北了 但他却并未吸取教训 这不 在与曹文斌对峙之时 他又开口嘲讽了起来 于是乎 跟龙日天对战时 还一个支持我的人都没有呢 可最终 我不还是赢了吗 我觉得吧 你还是别耍这些小聪明了 有这个时间 你应该琢磨琢磨 今后怎么撒尿 你 军万劫被气的头发都立起来了 不过痴疑欠掌一致 此时的他也明白了 论嘴炮 他绝对不是曹文斌的对手 所以他当即就改变了策略 领域 开 声音一落 军万劫的气势立马就变了 与此同时 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韵律 就以他为中心 慢慢地扩散了开来 按理来说 有不明物体近身 那众人应该想办法躲避才对 但在场的天骄们 却是没有一个动的 很显然 他们都明白 这韵律并没有任何攻击性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这是准胜独有的手段 能让自己的对手 受到全方位的压制 当然 要是同为准胜 那没人会用这招 毕竟 你会我也会 用了等于白用 小子 我看你还怎么狂 察觉到曹文斌 已经中招的军万劫 立马就狂笑了起来 随后他就闪身 向曹文斌冲了过去 本来嘛 他以为曹文斌的脸上 多少都会出现一些慌万之情的 甚至都有可能抱头鼠窜 但很快的 他就失望了 曹文斌一如既往地镇定 老子但要看看 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说完 军万劫就举起了 他那砂锅大的拳头 至于目标 正是曹文斌那张 比他要帅气不少的脸 给老子躺下 碰 没有任何意外 肉与肉的碰撞声 瞬间就传遍了整个大厅 但军万劫所打到的 却并不是曹文斌的脸 而是那不知何时出现在 他进攻路线上的手 没错 他的拳头 被曹文斌给擒住了 这不可能 军万劫一边大吼 一边就准备抽身后退 他不傻 虽然只是简单地对拼了一下 什么招式都没用 但他却是看明白了 近身缠斗 他绝对不是曹文斌的对手 毕竟你都看不清人家的动作 那还玩个屁 此时再不走 那恐怕就走不了了 可让军万劫惊恐的是 他不管怎么用力 那被擒住的右手 就是拽不出来 你怎么可能有如此剧烈 禁忌肢体的优势 是不被天道束缚 拥有无限可能 并不是力大无穷啊 可军万劫哪里知道 先后融合了使奉之心 与至尊骨的曹文斌 肉身已经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程度 这也就是两样东西 还未被完全炼化 如若不散 曹文斌就是站着让他打 那他也伤不到曹文斌一根汗毛 你不知道的 还多着呢 禁忌肢体有多恐怖 岂是你们军家 这种土鳖所能知晓的 在嘲讽的同时 曹文斌的右手 也在缓慢发力 于是乎 军万劫的脸上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张狂 取而代之的 是扭曲 无尽的扭曲 快放开我 你说放开就开 你以为你是谁 不懈的撇了撇嘴 下一刻 曹文斌就猛的一发力 啊 这回曹文斌松手了 可军万劫 却是已经没有了逃跑的力气 直接就抱着右手 在地上打起了滚 海领域 整那些花里胡哨的 有什么用 一击破万法 这才是正途 话落 曹文斌就抬腿 踢向了军万劫的蛋蛋 从速度与力量来看 这一下要是踢实了 那绝对是个鸡飞蛋打的局面 卧槽 这曹文斌也太狠了吧 他真要废了军万劫 这也太嚣张了吧 在以往 军曹两家 不管谁输谁赢 都从未取过赌注啊 曹文斌应该会在关键时刻停 腿的 这一刻 现场的男人们 都不自觉地夹紧了双腿 而绝大多数的人都觉得 曹文斌一定不敢踢实 可随着腿离淡淡越来越近 有人却是坐不住了 小兔崽子你敢 赶紧给老子住手 吼声是从大厅之外传来了 但还没等声音消散呢 一道人影 却是已经出现在了曹文斌的不远处 看气势 这居然又是一位大帝 而此人的实力 显然要比龙子没强不少 不过还没等他有什么作为呢 一声娇斥 就将他给震住了 怎么 当我曹家无人 第76章 回家路 碰 啊 既然对方的帮手被震住了 那曹文斌自然也不会客气 一击直中要害 刹那间 一股腥红的血液 就从君万劫的双腿之间流了下来 曹文斌 我与你势不两立 此时的君万劫 还没有终生不敬女色的觉悟 所以 在发现自己真的被废掉了之后 直接就疯了 但右手被捏爆 弱点更是被击碎的他 已然没有了任何的反击能力 唯一能做的 就只是在地上打滚 连句完整的话 都说不出来了 不过他不能反击 有人却能 这不 君家那位名叫君无道的大帝 在看到自家后辈如此凄惨后 当即就怒了 而且看他的模样 似乎比君万劫这位受害者 都还要更愤怒 曹文斌 你太过分了 我们君家要与你曹家开战 此言一出 满屋皆惊 扑吃 可曹文斌 却是直接就被逗乐了 随后他就抢在赵渊之前 回怼道 开战 就凭你 好像还没有资格 说这句话吧 当然 要是君家已经沦落到 让六品大帝当家做主了 那就当我没说 你 君无道想说什么 但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曹文斌说的没错 开战这事 他确实做不了主 别说是他了 就是他的靠山 同样也做不了主 毕竟他们君家 可不像曹家这么团结 任你花言巧语 今日 都必须给老夫个交代 如若不然 挥了挥手 曹文斌并没有让君无道 把话说完 别磨叽了 你现在就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赶紧带这个太监滚蛋 另外一个 就是你与他都长眠于此 哼 本来嘛 君无道是想反对曹文斌 也做不了主的 可没成想 他的冷哼声才刚一出口 赵渊儿就已经凑到了 曹文斌的身边 好 你们很好 尽管脸都被气扭曲了 但君无道 却是没有乱来 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后 就转身 向君万劫走了过去 没办法 形势比人强 他是真干不过赵渊儿啊 当然 就算能干过 他也绝对不敢出手 毕竟曹家的老怪物 那也是不少的 别动 老祖这就帮你止血止痛 说完 君无道就在君万劫的身上 轻点了起来 而他也不愧是活了几千年的老怪物 虽然不会医术 但止血止痛这种事 那还是手道擒来的 你们君家好自为之吧 待确定了君万劫已经无事后 君无道就开始撕裂起了空间 不过他是消停了 可有人却是又开始作妖了 这不 刚刚清醒过来的君万劫 连周围的情况都还没弄清呢 就直接放弃了狠话 曹文斌 今日支持我记下了 来日必当百倍奉还 对了 我逍遥足弟 会在通天之路开启之时出关 到时他会让你明白 我君家是有多么的恐怖 即便是受了如此重伤 可在提到君逍遥时 君万劫的眼中 却还是闪过了一抹崇拜之色 不仅是他 就连一直板着一张老脸的君无道 也跟着笑了 很显然 两人已经开始幻想君逍遥 抱走曹文斌时的情景了 你们君家要是不怕成为太监家族 那让他来就是了 你 听到这话 君万劫就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一般 浑身的毛直接就炸了起来 不过 就在他准备做点什么时 已经将空间裂缝给撕开的君无道 就直接带着他离开了 消失之前 他就只来得及留下一句 我逍遥足地的强悍 可不是你能想象的 这点曹文斌是承认的 要是在刚过来那会 听到君逍遥的名字 他甚至都得抖三抖 但现在嘛 也就那么回事 好了各位 杂事已经处理完了 我们可以继续浪了 接着奏乐 接着舞 说完 曹文斌就回到了张芷燕的身边 随后就开始狂炫起了桌子上的食物 毕竟接连战斗了两场 他是真的饿了 你能不能注意点形象 一直在边上伺候的张芷燕 翻了一个白眼 紧接着 他就准备帮曹文斌擦擦嘴 于是乎 还没有形成默契的两人 胳膊直接就撞在了一起 曹文斌筷子上夹着的那块虎边 也没有任何悬念地飞了出去 而好巧不巧的 这块虎边 居然直接就落在了张芷燕的双腿之间 曹文斌一愣 随后就咧嘴笑了 这玩意挺厉害啊 这都切成段炒熟了 居然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开始时 张芷燕是没反应过来的 不过 等他看到曹文斌那猥琐的表情后 却是瞬间就醒悟了过来 要死了啊 你 第77章 恐怖的王老 能来参加宴会的人 那都是有头有脸人物 没人会插那一口吃的 所以插曲一过 立马就有人告辞离开了 而将绝大部分的人都送走后 曹文斌也没耽搁 带着张芷燕 直接就奔向了龙子梅的所在地 他对那位龙母身上的秘密 可是好奇得紧呢 夫君 那通天之路是什么啊 曹文斌一愣 随后才猛然想起 张芷燕是一流势力出来的 不知道也实属正常 于是乎 曹文斌就一边走 一边解释道 通天之路是一个超大型的秘境 没人知道它的来历 由所有不朽势力共同把持 每过一百年 该秘境就会开启一次 而那时 就是所有不朽势力的狂欢 因为有传言称 通天之路的内部 有能让至尊都更进一步的宝物 当然 这只是传言 不过其他好东西 却是不少 上一次通天之路开始时 我父亲连闯四关 最终得到了一枚制药 成帝丹 张芷燕神情一阵 成帝丹他是知道的 能提升成帝的几率 毫不夸张地说 圣级巅峰 如果服用一颗成帝丹的话 那几乎就是百分之百 能突破到地级 不过这玩意 却是极其难练 仙玉 已经几千年没出现过了 没想到曹家却是拥有 既然这秘境这么重要 那你们不朽势力的高层 为何不出手呢 耸了耸肩 因为这个秘境 与大多数秘境一样 是限制岁数的 所以每次出手的 都是年轻一辈的人 原来如此 而在两人闲聊间 他们也终于来到了 龙子梅的下榻地 少爷 少夫人 说话的是一位老者 长须垂地 一脸的老太 那模样 就仿佛随时都有可能 嫁鹤西去一般 但曹文斌 却是一点都不敢小瞧他 因为就连赵渊 都不知道 此人具体多大岁数了 就只知道 他一直在曹府做总管 从古至今 一直如此 王老 您怎么提前过来了 这是少爷第一次 吩咐老奴做事 老奴自然得积极显 少爷 您请 说完 王老就主动推开了 小院的院门 这是 一间三进的院子 里面要什么 有什么 很显然 那安排龙子梅的下人 并没有弄懂曹文斌的意思 还真以为自家的少主 是要与这位龙母乐呵乐呵呢 不过也对 要是人小私都看明白了 那被控制了的龙子梅 可能早就跑了 很快的 几人 就在池塘边 找到了龙子梅 此刻 他正在喂鱼 曹少爷就是曹少爷 半个事都要摆这么大的排场 放心吧 我是全自动的 不需要别人伺候 没有理会他 待王老流露出 原来如此的表情后 曹文斌立马就追问道 看出什么了吗 王老自信地点了点头 这女人所中的禁止 名为戏魂诀 是六七千年 一位采花贼创 众此数者 自我意识将被镇压在石海深处 万事都将以施数者的利益为主 有趣 实在是有趣 本以为此数在那位采花贼被灭后就失传了 没成想 居然还有人会 刚开始时 龙子梅还是满脸不在意的 可等王老将他的底细给抖出来之后 他的脸色立马就变了 随后 龙子梅二话没说 转身就要走 但可惜 这里是曹家 又岂是他说走就能走的 给我停下 王老连动都没动 就只是冷哼了一声 下一刻 身为一品大地的龙子梅 就直接被钉在了空中 上上不去 下下不来 卧曹 曹文斌的眼珠子 差点没飞出来 他知道王老牛逼 可牛逼到这种程度 却还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这老家伙 到底是什么实力 虽然满肚子的疑问 但曹文斌却并没有问 毕竟该让他知道时 老王绝对会第一时间告诉他的 王老 既然你看出问题了 那能解决吗 本来嘛 曹文斌以为 能得到肯定答案的 可能没成想 王老居然很是果断地摇了摇头 师数之人的水平不差 除非是 将其彻底干掉 不然此数是无解的 曹文斌脸色一变 但还没等他说什么呢 王老却是又开口了 不过 我能暂时 将他的自我意识唤醒 大约能维持五天 嘴角一抽 曹文斌当即就苦笑了起来 五天也太短了 根本就不够 我不局的呀 王老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第78章 这要下的 要是配合醒神丹的话 倒是能将时间延长到一个月 少爷 你看 曹文斌满脸的纠结 毕竟一个月还是太短了 不过他也知道 这应该就是极限了 算了 一个月就一个月吧 抓紧点时间就是了 想到这里 曹文斌立马就给了王老 一个肯定的眼神 开始吧 好 还没等答应声落下呢 王老那行将救木的身体 就已经出现在了 龙子眉的身边 随后他一指 直接就点在了 龙子眉的额头上 没有任何悬念 龙子眉当即就晕了过去 少爷 事情办好了 老奴就先走了 有什么事 您再换我就行 说完 他就直接就消失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 一枚丹药 也缓缓地飘到了曹文斌的手中 少爷 这就是醒神丹 待这个女人醒来后 你让他服下就行 曹文斌有些忙 这就解决了 这也太敷衍了吧 不过曹文斌也知道 王老绝对不可能骗他 说解决的 那就一定解决了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当龙子眉再次睁开眼睛时 他的气质变了 虽然整个人看上去 依旧还是那么的骚 可他的眼神 却是变得极为清澈了 谢谢 落地后 龙子眉立马就给曹文斌鞠了一躬 很显然 之前他的自我意识 虽然被封印了 但外界所发生的事 他却是全都知道的 无需客气 好了 你还是先说说 要地给你安排了什么任务吧 龙子眉沉默了 看那模样 似乎是在组织语言 办上之后 他这才轻声说道 从龙日天挑衅开始 直至我出面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要地步的局 至于目的 我想你应该也猜到了 就是为了 能让我名正言顺地 陪你滚床单 只要你没把持住 那你就会短暂地丧失自我 从而被我轻易地 带到要地身边 曹文斌一愣 随后就满脸不解地 询问道 你有这本事 只要睡你的人 就都会丧失自我 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自然是没有的 不过我体内的毒素 却有 在临出门前 要地在我的体内 放置了一个毒囊 只要毒囊破碎 那你再劫难逃 曹文斌听得是心神俱阵 要地那老家伙 这么毒的吗 这种招数 也能用得出来 妈的 还好这龙子眉 不在万美路上 要不然 后面的事 曹文斌没有再想下去 毕竟结果那是显而易见的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一起对付要地 当然有 老娘现在恨不得 吃她的肉 和她的血 当初那明明 就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 我陪她一百年 她助我突破到地级 她凭什么偷偷下岸手 龙子眉这话说的是 又快又急 不难看出 她早就 在等待这一刻了 不过曹文斌 也没完全相信她 毕竟越漂亮的女人 那就越会骗人 你把这两颗丹药吃了 我就与你联手 对付要地 如何 本来曹文斌以为 已经吃过一次亏的龙子眉 一定会犹豫一下的 可没成想 她居然连想都没想 仰头就将两颗丹药 给吞了进去 现在 你可以说了吧 你有什么招数 尽管用就行 不用顾虑我的感受 曹文斌竖了竖大拇指 随后就轻声地 说起了自己的计划 龙族祖地 龙母公 龙子眉怎么还没回来 难道是计划败漏了 不可能啊 戏魂诀异常地隐蔽 除非是十二品大帝 或者是至尊当面 要不然 根本就不可能暴露 曹家虽然有这种人物 可曹文斌就算是再受宠 那也不可能配这种保镖啊 难道是那曹文斌的战斗力 很强 龙子眉还没能将其拿下 嗯 应该就是这样的 自以为找到真相了的药地笑了 但很快的 他就又狠狠地咒骂了一句 妈的 那小子肾可真好 老子吃自己配的特效药 都没这水平 看来等他过来后 我得先给他 做个小手术了 而事情有时候 就是那么的巧 这不 他的自语声才刚落下 他的不远处 就出现了一道空间裂缝 并且 这道缝隙 还在缓慢地扩大 回来了 要地大喜 哈哈 有了曹文斌这个傀儡 那老子以后的路 绝对会顺风顺水 恢复往日的实力 甚至是再进一步 那都不再是吗 龙子眉啊 龙子眉 你还真是我的福星呢 第79章 故意放水 很快的 龙子眉就带着神情 有些呆滞的曹文斌 和满脸复杂的龙日天 走出了空间裂缝 主人 我们回来了 轻轻地点了点头 要地并没有说什么 此时的他 注意力都在曹文斌的身上 咦 这曹文斌 怎么会呆成这样 难道是要量放大了 不应该啊 而就在他准备 再仔细琢磨一下时 龙日天却是 突然就大吼了起来 信要的 我日你八倍祖宗 你他妈的 居然把老子当吼耍 你知不知道在宴会之上 老子丢了多大的人 说完 龙日天一掌 直接就拍向了要地 你疯了吗 咱俩现在怎么说 也算是连金吧 让你帮点忙怎么了 这样吧 之后的一个星期 我让龙子梅单独陪你 这总想了吧 要地一边抵挡 一边飞速地说道 当真 一口唾沫一个钉 似乎是早就在等待这一刻呢 总之要地的话刚一说完 龙日天立马就收手了 靠 你早晚死这女人的身上 要地被气得胡子 都翘起来了 不过他倒是没在 与龙日天纠缠 转头就冲着曹文斌招了招手 毕竟他对曹文斌所下的毒 那可是有时效的 要是再不用细魂诀巩固 那百分之百会出事 至于刚才他所思虑的是 被龙日天这么一打岔 那早就被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小子 你在凤窟里的神气劲呢 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曹文斌 要地笑得那叫一个开心 他的脑海中 甚至都已经开始琢磨 一会该怎么炮制曹文斌了 对了 第一时间就得 让他将蝶鱼鱼送过来 这样才能对得起 这具身体的原主人 越想 要地就越兴奋 蝶鱼鱼那完美的身姿 更是在一瞬间 就占据了他的全部思维 但很快的 他的瞳孔就开始收缩了起来 倒不是兴奋的 而是他猛然发现 来到他身旁的曹文斌 不知何时 居然掏出了一把匕首 并且还在往他的心脏上捅 做梦 我一定是在做梦 说是这么说 可耀帝的身体 却是极为诚实 躲避的那叫一个迅速 可两人离得实在是太近了 他的反应的 即便是再快 也没能躲过曹文斌 这必杀一击 扑斥 没有任何悬念 匕首直接就捅进了 耀帝的心脏中 这要是一般人 那可能当场就得去投胎了 但耀帝到底是耀帝 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方式 居然将匕首 给卡在了他的身体中 任由曹文斌如何努力 竟然都拔不出来 你居然没中毒 直到现在 耀帝依然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不过他倒还算镇定 毕竟这间屋子里 还有两个被他完全掌控的人 他即便是丧射战斗力 曹文斌也依旧翻不起什么浪漫 但仅仅几秒钟之后 他的神情就从之前的淡定 转变为了惊恐 因为他猛然发现 龙子梅这位大帝 居然也脱离了他的掌控 那只在几千年前 见过一次的发散型武器 也在向他的要害处袭来 怎么会这样 耀帝彻底梦了 这和他所想的情形 完全不一样 我靠 不会是龙子梅行动时 撞上了曹家的十二品大帝吧 想到这种可能 耀帝的身体 立马就颤抖了起来 这一刻 他是真的害怕了 不行 我必须赶紧走 这要是真惊动了十二品大帝 那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就不了我 不得不说 耀帝确实够果断 这不 打定了主意后 他的身前 当即就浮现出了一个小顶 耀王顶 中品地气 昔日 他的最佳伙伴 老伙计 永别了 喃喃自语声一落 耀王顶的顶身之上 立马就散发出了一阵白光 不好 这家伙要引爆地气 龙子梅见多识广 所以在洞悉了耀帝的想法后 当即就拽着曹文斌 后退了起来 嗯 只带曹文斌 龙日天跟他们不是一伙的 要是这样 那这条小龙倒是还可以再利用一番 瞄了一眼 明显也被这番变故给惊呆了的龙日天 耀帝的眼睛亮了 于是乎 他当即就呼喊了起来 龙日天 快过来助我逃跑 我能看得出来 龙子梅只是暂时恢复意识 只要你帮我逃跑 那我立马 就将控制他的禁止给你 龙日天明显呆了一下 但很快的 他就破口大骂了起来 你他妈的用这招骗我几回了 这次老子说什么也不上当了 第八十章 卧底 耀帝也明白 靠画饼 是不可能再忽悠到龙日天了 所以这一次 他直接就丢过去了一块玉牌 而这玉牌上所记载的 正是戏魂诀的上半部 这回 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龙日天一愣 很显然 他没想到 耀帝会这么果断 不过想要的东西既然到手了 那他也就没在磨叽 闪身就来到了耀帝的身边 看在你如此有诚意的份上 那老子 就在帮你一把 说完 龙日天就拉着身受重伤的耀帝 飞速地冲向了宫殿大门 与此同时 那已然膨胀到极限的耀网顶 也终于爆炸了开来 哄 一时之间 整个龙母宫内 到处都是如同山红一般的气浪 说实话 这也就宫殿里面 存在着众多地级防护阵 如若不然 这间宫殿 都得被这股冲击波给先飞了 而龙日天与耀帝借此机会 也终于逃了出来 现在去哪里 耀帝微微一沉思 随后就咬牙说道 两月之前 我曾发现了一个秘境 本来是想等突破到准胜之时 再去探索的 毕竟那处秘境 实在是太过于凶险了 可现在看来 我们想要东山再起 那就只能铤而走险了 秘境 听到这两个字 龙日天的嘴角 立马就流露出了一抹 意味深长的笑容 那模样 龙母宫内 黄色气韵了吗 耀帝呀耀帝 你也该下线了 盯着那两道 颇为狼狈的背影 曹文斌笑了 与此同时 耀王顶爆炸所产生的气浪 也终于被龙子梅给捋顺了 不会出什么差错吧 能看得出来 龙子梅是很紧张的 不过也对 这是毕竟关乎着她的自由 搁谁身上 那都淡定不了 放心吧 耀帝必死无疑 别忘了 我们可是有后手的 你现在啊 还是想想 等彻底恢复自由后 该如何生活吧 龙子梅一愣 随后就彻底沉默了 生活 好陌生的两个字啊 在以往 她的意识里 就只有活着 顺便等待主人的召唤 不过耀帝的生命 既然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那她也确实 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了 曹少爷 我想在之前的 那个小院里 度过余生 不知可不可以 当然 我不会吃白食 有人与你为敌食 只要对方不是龙族之人 我都可以帮你解决 甚至 我都可以给你当做旗 其实要是没有龙日天 那她完全可以 继续当她的龙母 毕竟她跟耀帝的事 并没有几个人知道 在外人的眼中 她依旧是那么的高不可判 可现在 可以当做旗 曹文斌的眼睛亮了 要知道 这可是个大帝啊 尽管只有一品 但那又如何 大帝就是大帝 不是其他任何等级的人 能碰瓷的 这要是骑着她出门 那不管到哪里 她曹文斌 绝对都是最亮的仔 出场就比别的天骄高一头 你便回龙行 让我瞧瞧 这话一出 龙子眉的大眼睛 当即就眯了起来 她不傻 自然明白曹文斌这话的意思 于是乎 念动之间 她就变回了原形 与龙脊的金黄色不同 龙子眉是条白龙 但也不是纯白 而是白中透粉 还挺好看 自语声一落 曹文斌一个闪身 直接就躺在了龙背之上 触感居然比龙脊还要好 不错 确实不错 对了 你为什么选择回那个小院啊 龙行的龙子眉微一沉吟后 就轻声回道 我是在那里被唤醒的 所以我想在那里开启新的人生 曹文斌竖了一个大拇指 不愧是活了几千年的人物 这境界 确实牛逼 可她哪里知道 这就是个幌子 龙子眉的真实想法 是想报恩 报曹文斌 助她脱离苦海之恩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要是再不答应 就太不是人了 走吧 我们也该去寻找那两人的踪迹了 全速前进哈 让我看看 你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曹文斌一边说着 一边就拍了拍龙子眉的头 意思很明显 那就是可以出发了 而龙子眉也没让她失望 修长的身躯一扭 一龙一人 就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等在出现时 却是已经来到了龙族祖地之外 北大陆的龙脉之上 一座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宅子 就那么静静地耸立着 此地不是别处 正是军家祖宅 只要是军家之人 那不管是嫡系还是龙系 统统都生活在这里 当然 龙系的人就只能住在外围 在修炼的同时 顺便充当着保镖的角色 本来嘛 这里是一片祥和的 军家的所有人 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 可就在此时 祖宅的上空 却是突然就出现了一道口子 这一下 但凡是看到这一幕的军家之人 就都炸了 毕竟军家祖宅跟林萧城一样 那都是近空的 哪个不开眼的大帝这么嚣张 居然敢这样降临我们 周围的吵闹声 很快就消失了 有些人甚至连话都没说完 就直接闭嘴了 因为吃瓜群众们 已经看清了 来人是谁 原来是无道老祖回来了啊 咦 他身后的是君万劫吗 这怎么出去一趟 形象都变了呢 你不说我还没发现 我们这位第一序列 怎么变得这么阴柔了呢 对了 他不是去参加 曹家的订婚宴了吗 不知道这次他赢了没有 噓 你他妈的小点声 这场比试的结果 都写两人的脸上了 你还问个锤子啊 而就在众人窃窃私语时 最中心的议事殿内 却是突然就传出了一道 极为苍老的声音 是无道回来了啊 快带万劫过来吧 听到这话 君万劫的眼泪 立马就落了下来 随后二话没说 直接就冲向了议事殿 那模样 像急了要去找老师 告状的小学生 这一下 围观的君家人 就彻底猛圈了 卧曹 君万劫哭了 不行 我还没睡醒 得回去补补教了 君万劫在曹家 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不会被人用棍子给 第八十一章 大号已废 可以练小号了 碰 曹家 好一个曹家 竟然敢让我让到后背绝后 给老夫等着 我要是不把你曹家的祖坟绝了 那我就不兴趣 一时听理 听完了君无道的附书后 坐在手座的老者 直接就将手中的茶杯 给砸在了地上 之所以这么愤怒 是因为君万劫 乃是他们这一支的毒苗 也就是说 君万劫废了 他们这一支就断了根 不过很快的 他就镇定了下来 因为他知道 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洛峰老左 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听到这声呼喊 君洛峰的眼中 闪过了一抹心疼 但仅仅几秒钟之后 就转变为了决绝 一锈一挥 一本功法 就落在了君万劫的面前 君万劫大喜 在他想来 老祖所赐下的 应该就是修复身体的办法 虽然他从未听说过 仙玉有此等神术 但这位老祖 都存活上万年了 有些压箱底的东西 那简直太正常了 可等君万劫 满脸期待地 捡起功法后 他脸上的神情 却是立马转变为了惊恐 莲花宝剑 这要是别人 那可能还不清楚 这书所代表的含义 但作为嫡系的君万劫 却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这莲花宝剑 那可是 得祖中死是修炼的 因为这功法开篇第一句就是 弓起热生 热从身起 身然而生 欲炼此弓 必先自弓 而这功法 虽然前期升级很快 但由于 练功者五体不全 所以 终身都不可能成圣 我不要 打死我都不练这个 君落风的眼睛 当即就眯了起来 万劫 你不要再胡闹了 这功法你练也得练 不练也得练 别忘了 三年之后 通天之路可就要开启了 最近一千年 我们这一支 一直都被君逍遥那一脉研制着 而通天之路 就是我们唯一的翻盘点 本来嘛 你绝对不是那君逍遥的对手 可等你练了这 莲花宝剑 那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 三年的时间 以你的天赋 加我们的资源 足够将你提升到准胜巅峰了 如此一来 通天之路的最大赢家 就一定是我们 再说了 你难道就不想亲手 报复那曹文斌吗 刚开始时 君万劫那是满脸不屑的 毕竟 他可是极致的利己主义者 家族什么的 对他来说 那就是浮云 可君落风的最后一句话 却是直接就说到 他的心坎里去了 于是乎 君万劫咬了咬牙后 就将莲花宝剑 给收入了怀中 老祖 这功法我可以练 不过 我需要你保证 我今后的地位 永不下降 毕竟准胜巅峰在我君家 实在是拿不出手 没有任何犹豫 君落风直接点头 放心 你的吃穿用度 永远都是第一序列的标准 哪怕是入葬 好 眼中凶光一闪 随后君万劫转身就走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而直到他的身影彻底消失 君落风这才再度开口 无道 去通知万劫的父亲 就说大号已废 让他重新练小号吧 十日之后 一片戈壁里 信耀的 你是不是记错了呀 这种鬼地方 怎么可能存在秘境 跟在药帝身后的龙日天 脸上写满了不爽 不过牢骚归牢骚 但他的速度 却是一点都不慢 我办事你放心 这附近不仅有秘境 而且还是一个极大的秘境 如果能全部探索完 那足够将你我武装到牙齿的了 但我们先说好啊 其余的东西 看在共患难的份上 我们可以平分 可这里的那一朵一火 却是必须都归我 龙日天无所谓地摆了摆手 无所谓 兄弟我不缺那些东西 你知道的 我只在意戏魂诀 嘴角一翘 随后要地就冲着龙日天 竖了一个大拇指 兄弟 我就喜欢你这份执着 放心 都不用等秘境结束 只要进了秘境 那我立马就将戏魂诀的下半部给你 一言为定 龙日天当即就大笑了起来 表现得甚是没心没肺 而交流完毕后 两人就不约而同地 将速度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可即便是这样 两人却还是足足又跑了半天 这才到达目的地 到了 说完 要地立马就奔向了绿洲中的水潭 与此同时 他的手中 还出现了一块镜子 本来嘛 龙日天是想问问 要地这是在闹哪样的 可还没等他开口呢 被镜子所照耀到的地方 就都变成了黄沙 至于那潭泉水 则是变为了一个漩涡 幻境 龙日天一脸的惊骇 要知道 龙族那可是天生就具备慧眼的 寻常的幻术 根本就瞒不住他 可面对刚才那片绿洲时 他居然一点破绽都没看出来 兄弟你无需惊讶 这片幻境乃是先天而成 别说是你了 就算是那龙子没来了 也是绝对看不破的 点了点头 龙日天并没有反驳 毕竟这就是事实 这个漩涡 就是秘境传送阵吗 穿过它 就能进入秘境 哪有那么简单 没有解释太多 回了龙日天一句后 要地就从自己的戒指中 拿出了一个罐子 紧接着 他就将罐子丢进了漩涡之内 碰 没有任何意外 罐子在接触到漩涡的一瞬间 皆直接爆裂了开来 不过罐子内的毒液 却是对漩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在他的腐蚀下 原本还在飞速旋转的漩涡 居然满满地停了下来 直至变为一个大洞 这回才是真的可以进了 话音一落 要地一个闪身 直接就来到了大洞的上方 随后就俯冲了下去 从他的表情上就能看出 这一回是真的可以进了 但 碰 可就在他即将钻进洞里时 洞的上方 却是出现了一层无形的屏障 直接就将他给反弹了回来 这不可能 这处入口 就只有两道陷阱的 要地一边揉着脑袋 一边狂吼道 而回应他的 却是一道戏虐之语 哎呦喂 你这铁头弓炼的不到家呀 不行话 你再多撞几下吧 曹文斌 第82章 要地 死 做梦 我一定是在做梦 你们两个快给老子滚 我的梦里不欢迎你们 看着突然出现的曹文斌与龙子梅 要地疯了 没办法 这处秘境对他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要是这里再被抢走 那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再重返巅峰了 当然 说虽然是这么说的 但他也知道 这并不是梦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解决问题 不行 老子不能放弃 说什么 也得冲进秘境 只要进去了 那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想到这里 曹地立马就转头看向了龙日天 你手里应该还有地气吧 赶紧引爆一个 只要冲破了龙子梅所部的空间禁锢 那我们就能钻进秘境 放心 不会让你吃亏的 等有了收获后 我会不及你的 本来嘛 耀地以为龙日天会如同之前那般 跟他讨价还价一番的 他甚至都已经将戏魂绝的下半部给拿出来了 可没常想 这一回龙日天答应的居然极其爽快 没问题 说完 龙日天的手中 就出现了一把宝剑 耀地一愣 随后 就悄悄地将玉佩给藏了起来 毕竟能省一点是一点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呀 赶紧引爆 行 依旧是那么的痛快 下一刻 地平宝剑就开始散发起了荧光 看那模样 明显是要自爆了 好兄弟 耀地是真的感动了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呢 地平宝剑就直接从龙日天的手中消失了 等在出现时 却是已经扎进了他那刚痊愈不久的心脏里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对我出手 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没了我 你还怎么操控龙子眉啊 看着胸口处冒出来的剑尖 耀地一脸的不可置信 我明白了 我全都明白了 原来你们早就串通好了 刚回来时 你之所以恼羞成怒的出手 是因为我发现了曹文斌的异样 你是在转移我的注意力 而他们能找到这里 也是因为你在沿途留下了记号 怪不得这一路上 你总去上厕所呢 之前我还以为是你的肾废了 可现在看来 将一切都捋顺了的药地没在犹豫 抬手就从戒指之中 拿出了一枚丹药 转世丹 他知道 今日他绝对是在劫难逃了 不过有了这枚转世丹 他的肉体和灵魂虽然保不住了 但却可以带着意识重生 你们三人见人给老子等着 千年之后 我必报今日之仇 就算你们挂了 老子也要绝了你们的坟 不得不说 药地这家伙 是真够狠的 但可惜的是 曹文斌根本就没给他实施计划机会 这不 他才刚把药拿出来 曹文斌就直接将他的手腕给擒住了 随后稍微一用力 药地拿药的手 就生生地被拽了下来 还想给自己留后路 做梦去吧 你知不知道 为了杀你 老子连未婚妻都没来得及睡 嘲讽声一落 曹文斌顺势又抓住了那把剑 紧接着 他就开始时疯狂地搅动了起来 没搅动一下 药地的生机就降低一分 与此同时 气韵也是大将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帮他们 难道你不想要龙子梅了吗 知道再无活路的药地 也没在挣扎 临死之前 就只是将心中的疑问给问了出来 很显然 他这是 想做个明白鬼 而龙日天也没让他失望 耸了耸肩后 就淡笑着解释道 你这个人渣 哪里明白 什么叫真爱 老子不求天长地久 只求曾经拥有 子梅找到真我 那才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药地一愣 随后 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丝毫不顾胸口 那正在疯狂流血的血洞 有趣 实在是有趣 你等着吧 你早晚会后悔的 我敢断定 你以后再体会不到那没好了 说完 他就彻底没了生息 不过曹文斌 却是一点没松陷 将宝剑从其心口处拔出后 就又在药地的身上刺了起来 两剑身子一剑头 神仙来了也难救 果然 当宝剑插进药地脑中之时 这家伙居然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直至几秒钟之后 才彻底消停 妈的 这些天命之子的后手还真多 吐槽了两句后 曹文斌就又狠狠地刺了两剑 为求心安 他甚至将德威圣火 都给召唤了出来 于是乎 蝶克的这具身体 很快就被烧成了飞灰 曹文斌 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秘境就在眼前 难道还能放弃不成 在说话的同时 曹文斌就已经冲向了漩涡 第83章 激动的屎缝 掩埋在尘土中的废弃城池 到处都是残渊断壁 空中灰蒙蒙的 没有一点生气 这就是曹文斌 目前所处的环境 而在曹文斌举目四望之时 那已经沉寂了好久的屎缝 却是突然就蹦了出来 小子 快 快去城市中心 我嗅到混沌金盐的气息了 这话史凤说的是 又快又急 语气之中 更是充满了兴奋之意 可让史凤抓狂的是 曹文斌居然一动都没动 你在想什么 赶紧出发啊 我涅槃重生 就只需要一缕混沌金盐的 剩下的 足够让你的体质 再进化一番了 这个诱惑不可谓不大 但曹文斌 却依旧不为所动 这一下 史凤是真的急了 不过他也知道 所以肯定是没用了 曹文斌这家伙 一定是在等他行贿呢 说吧 你想要什么 史凤倒也光棍 想明白了之后 立马就问起家 别拟你的 来 先叫声夫君听听 史凤一愣 随后就磕磕巴巴说道 夫 夫君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这是你家至尊敬的老祖 都不曾听到的称呼 曹文斌不懈地撇了撇嘴 正因为他没听过 所以我这个做后辈的 才要帮他听听啊 你不叫是吧 行 那我可就走了哈 反正那混沌金言 对我的作用也不大 作为曹家少主 我提升体质的办法多着呢 说完 曹文斌就真的转过了身 顺势还抬起了右腿 等等 尽管明知道曹文斌 是在装腔做事 可史凤却还是出声叫住了他 毕竟 这可是上万年来 他唯一的复活机会 他赌不起 也不敢赌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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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可以了吧 曹文斌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听这种游逼人物叫夫君 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当然 好不容易有了一次拿捏史凤的机会 他自然是不可能就提一个要求 记住 以后都得这么叫 还有 等你有了身体后 必须得为我跳一支舞 你 史凤都快被气疯了 如果可以 他是真想狠狠地咬曹文斌几口 不过他也知道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行 你让我跳什么 到时候 我就跳什么 哈哈 大笑了一声后 曹文斌就闪身冲进了城内 毕竟过犹不及 至于舞蹈的类型 到时候 就让秦云梦教他一个吧 最好是来个双人舞 越想 曹文斌就越兴奋 但很快的 他就没工夫瞎琢磨了 因为随着他的深入 周围那倒塌的房屋之中 居然钻出了一堆厉鬼 并且越来越多 一分钟不到 这附近的空间 就都被这些鬼物给塞满了 杨切 好新鲜的杨切 活人 我们有几千年没见过活人了 都别抢啊 这具身体是我的 凭什么 就请你这三脚脑袋 曹文斌有些猛逼 他是真没想到 有朝一日 会成为别人眼中的香饱饱 算了 死地不宜久留 将混沌精炎弄到手 才是目前的头等大事 喃喃自语生一落 一朵乳白色的火焰 就悬浮在了曹文斌的头顶 正是得威圣火 而随着他的出现 刚才还在拼命 往曹文斌身边挤的鬼物们 瞬间就倒退了出去 眨眼之间 曹文斌的四周 就出现了一片大空地 这麒麟族的圣物 还真是好用 看来的 找个机会 将其练化了 还有那不败之光 吞天塔里的两位大帝 曹文斌无奈地摇了摇头 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好多收获 根本就没时间消化 你怎么又停下了 赶紧走啊 骚凤皇 你急什么 说是这么说 可曹文斌的身体 却是极其的诚实 身形一闪 他就直接来到了空中 可还没等曹文斌 看清周围的环境呢 一股距离 就突然降临在了他的身上 于是乎 他直接就来了的倒栽葱 哄 没有任何意外 满是尘土的地面之上 当即就被砸出了一个大坑 嗨嗨 净空 我日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这么多年没人维护 净空法阵居然还好用 飞速站起的曹文斌 一边抖着身上的灰尘 一边骂骂咧咧地吐槽道 而没办法飞行的他 就只好贴地搜索了起来 希望这里所隐藏的宝物 能对得起老子付出 如若不然 我飞一把火 将这里给点了不可 第84章 准圣鬼物 可能是威胁之余起了作用吧 总之仅仅几分钟之后 一栋较为完整的宫殿 就出现在了曹文斌的面前 虽说经过岁月的侵蚀 他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荣光 但那股大气劲 却是怎么也掩盖不住 不错 很懂事 这要是换成旁人 那可能还会犹豫一番 可手中握有得威圣火的曹文斌 却是没管那个 推门就走了进去 嘎吱 门很轻 一推就开 但门后的东西 却是重落泰山 当先涌出来的 是海海量的鬼气 紧接着 一声爆喝 就跟着传了出来 何方萧萧 居然敢擅闯本王爷的府邸 本来嘛 曹文斌的一条腿 都已经迈进宫殿里了 可这话一出 他却是下意识地就闪了开来 果然 他前脚刚走 刚才他所站立的地方 就立马出现了一个大坑 准胜巅峰的力量 有了这个判断后 曹文斌的神情 当即就变得凝重了起来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潇洒 还算有些严厉 小子 将你的肉体贡献出来吧 如果你配合 本王可以赏你的男爵 声音一落 一位身高 足有两米多的巨人 就出现在了曹文斌的面前 他也是一个鬼物 不过与外面那些 虚无缥缈的家伙不同 此鬼的身体 几乎凝为了实质 出了肤色 几乎就与凡人无异了 而在他的身旁 还跟着一位 身穿工装的女人 看那个亲密镜 不出意外的话 两人应该是一对夫妻 扑斥 即便是非常忌惮对方的实力 可曹文斌 却还是被逗乐了 随后 就满脸不屑地回怼道 老头 大清早就亡了 你手头的爵位 还是带到棺材里去吧 放肆 曹文斌的这套说辞 普通人听了 那都受不了 就更不用说 这个所谓的王爷了 我清零骨国气欲绵长 就算是天地俱灭了 那我们也不可能灭亡 小子 本来我只是想品尝一下 你的肉体 可现在看来 我却是要将你的灵魂 也吞噬掉了 记住 吃掉你的 是并肩王 易擎天 说完 这位王爷就提权 冲向了曹文斌 他居然能无事得为圣火 这玩意 不是一切邪恶的克星吗 曹文斌一脸的惊骇 不过很快的 他就发现 是他多虑了 这位王爷确实强 但也做不到 无事得为圣火 他只不过是在用 鬼气抗衡罢了 至于代价嘛 自然是实力大减 原本准圣巅峰的修为 带来到曹文斌的身旁后 最多也就能发挥出 准圣初期的水平了 清零皇朝 这里难道是清零皇朝的都城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这些话 是使风喊出来的 要是这往日 那曹文斌绝对会好奇心爆棚 拉着他问东问西 可现在 曹文斌却是没这个功夫 魔王拳 碰 在此消彼长之下 这一次交锋 两人居然打了个平手 做梦 我一定是在做梦 与之前的曹文斌一样 已经后退到安全区域的易青天 也是满脸的惊骇 倒不是他的定力差 而是现在的情形 实在是太诡异了 涅槃对抗准圣 这在他的观念中 是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做梦 既然你觉得自己还没睡醒 那小爷就就将你打醒好了 向来都是得理不饶人的曹文斌 在缓过进来后 就立马来了个主动出击 至于这一回 他所用的拳法 正是破天拳 与此同时 他还将得为圣火 给包裹在了拳头上 这一下要是打实了 不 都不用打实 哪怕是擦到点皮 那都够一晴天喝一壶的了 不过一晴天也不傻 面对曹文斌这明显犯规的举动 他当即就脚底摸起了油 躲得那叫一个迅速 本来嘛 他以为凭借着自己的速度 很快就能将曹文斌给甩开的 可没成想 跑了一会后 两人间的距离不仅没被拉长 反而还越来越近了 这家伙的速度和灵活性 怎么这么变态 不行 再这样下去 老子非得被得为圣火 给进化了不可 想到这里 一晴天的脸色 立马就变得阴森了起来 随后他就 冲着那个一直没什么动静的女人 大喊道 附体 正在追击的曹文斌一愣 附体 这是什么玩意 清零皇朝独有的能力 第85章 清零皇朝的传说 卧槽 还真能附体啊 就在曹文斌 还处于猛圈状态时 那个女鬼物 却是已经向着一晴天飞了过去 一边飞 他一边 还在改变着身体的形态 并且速度极快 几乎 就是在眨眼之间 他就变成了一副盔甲 随后 就牢牢地附在了自己男人的身上 目瞪口呆 这一刻 曹文斌是真的傻眼了 与此同时 他还发现 穿上了这套铠甲的一晴天 气势明显 又上了一个台阶 被得为圣火给压制到 只有准圣初期的修为 已然恢复到了中期 大千世界 还真是无期不有啊 感慨声一落 曹文斌的头顶 立马就浮现出了七盏灯 七星点命 说实话 他是很不想用这招的 毕竟用过之后的虚弱期 实在是太难受了 可没办法 以曹文斌现在的实力 最多也就能对抗准胜初期的选手 面对中期的 那就必须地借助外力 哼 既然你让老子难受了 那你也别想好过 而一晴天 显然也存了同样的心思 于是乎 两人当即 就碰撞在了一起 碰 这一下属于是双向奔赴 所以对碰得极为结实 本来嘛 一晴天以为 这回是能吻吃曹文斌的 可没成想 现实却是给他上了 极为生动的一刻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没错 他是提升了不少 但曹文斌 却是提升的更多 没有任何悬念 一晴天直接就到飞了出去 而在双方接触上的瞬间 得威圣虎 也顺势就窜到了他的身上 因此 啊 连身形都还没稳住呢 一晴天就开始满腿打起了滚 此时的他 身上的鬼气 已然被震散 整个鬼体 直接就暴露在了得威圣虎之下 至于那由媳妇换化而成的铠甲 更是早就被蒸发掉了 快 快停手 只要你收回得威圣虎 本王可以封你为侯爵 不 把我的王爵给你都行 能看得出来 一晴天是真的慌了 扛不住焚烧的他 为了诱惑曹文斌 甚至连引以为傲的王爵都拿出来了 但可惜的是 曹文斌根本就看不上 我之前就说了 爵位那玩意 你还是带进棺材里去吧 说完 曹文斌立马就飞退了起来 此人已经是必死无疑了 既然如此 那就没必要再与其纠缠了 毕竟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啊 小子 你不得好死 我诅咒你终身 一晴天的话并没有说完 因为此时的得威圣虎 已经焚烧到了他的喉咙 诅咒 这玩意要是有用 那我们不朽势力 还玩个屁 早就被咒到绝根了 不懈地撇了撇嘴 随后曹文斌将注意力 放到了史凤的身上 他可没忘记这女人之前的呼喊 听那意思 他好像是知道些 这清零皇朝的情况 你听说过清零皇朝 没有让曹文斌失望 史凤当即就重重地点了点头 在我们那个年代 方街有关于这个皇朝的传说 据说在太古时期 你曹家还没崛起之前 中周这一亩三分地 就是清零皇朝做主的 而他们的立足根本 一共有两个 一个就是他们的炼魂术 该皇朝的高层 灵魂肢体都异常地强大 就算是失去了肉身 那也不影响他们的生存 只不过就是 实力会降低一些罢了 至于另外一个立足之本 就是他们皇族之中的女性 能变身成为铠甲 为战斗人员增加实力与防御力 本来嘛 我是不信的 毕竟一个大活人 怎么可能成为铠甲 可今天 越听 曹文斌的眼睛就越亮 随后他没再多言 扭头就跑向了宫殿的最里面 很显然 他这是想为自己 也找一套铠甲穿穿 可惜 就算是江里的地皮 都给翻过来了 曹文斌 也没能再见到第二个鬼物 唯一的收获 就是发现了一本 修炼灵魂的办法 和许多灵魂攻击手段 晦气 曹文斌在向外走的同时 嘴还在骂骂咧咧 不过他也没有太过于失望 毕竟这里只是一个王府 等他找到皇宫后 那铠甲绝对能挑到手软 不知道这个皇朝的当权者 是男的还是女的 要是个女皇 那让他变成自己的铠甲 不行 我得尽快找到皇宫 已然兴奋起来的曹文斌 立马就将速度给提了一个等级 但随着他的深入 曹文斌却猛然发现 这座废弃城池 好像并没有他所想的那么简单 第八十六章 潜入皇宫 皇城跟下 看着城墙之上 那密密麻麻的守卫 曹文斌的眼珠子 都快要瞪出来了 普通小兵都是王者精的 还好这清零皇朝的人 离不开这里 如若不然 仙玉的格局 瞬间就会发生变化 此时的曹文斌 正隐藏在一片烟雾之中 没错 城墙上的鬼物 之所以嗅不到他身上的生气 正是因为 他使用了引烟壶 真没想到啊 本来应该置我于死地的迭克 居然还帮了我一把 嗯 这笔账就算在 蝶鱼的身上好了 等回去之后 一定得多报答他几次 嘴角一翘 随后曹文斌就寻了个机会 飞快地越过了城墙 其实以城墙上的守卫密度 曹文斌就算是缩小十倍 那也绝对过不去 但好巧不巧的 他行动之时 正好赶上了两拨人马换班 这才给了他可乘之机 完美 看来老子的运气 也在慢慢变好啊 这倒不是自恋 而是事实 毕竟此刻曹文斌身上的 气韵之光 也达到了绿色的程度 都快赶上当初的五成钱了 当然 胡思乱想归胡思乱想 可他的脚步 却是一点也不慢 在使风的指引下 他正飞速地向混沌精炎靠近着 不过越是前行 曹文斌的眉头 就皱得越紧 因为他发现 越往里走 周围的鬼气 居然就越浓郁 不对啊 得为圣火的所在地 那都是炎热无比 寻常之人很难靠近的 按理来说 作为品质更高的混沌精炎 那他的周围就算不是赤壁千里 也应该是人处皆无的 可现在 这个问题 不仅是曹文斌在想 史凤同样也在琢磨 而史凤 也不愧是活了上万年的人物 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我明白了 这是圣极而衰 物极必反 混沌精炎作为火中至尊 自身所蕴含的力量 已然达到了极致 所以散发出来的 就是阴森鬼气了 而这清灵皇城里的鬼物 之所以能活这么久 也正是占了他的光 按理来说 听到这消息后 曹文斌应该很是兴奋才对 毕竟混沌精炎越强 那他的收获也就越大 可现实却是 曹文斌的脸 都快拉成长白山了 靠 按你的说法 那混沌精炎 岂不就是这里圣物 使缝啊 咱还是打道回府吧 等我啥时候突破至尊境了 我啥时候再带你来 取这混沌精炎吧 曹文斌很有自知之明 他非常清楚 此刻的他 就算是把所有底牌都用上 那撑死也就能应付个圣人 可这里呢 曹文斌敢肯定 这里一定有大地 至于至尊 那应该是没有的 如若不然 这里的当权者 绝对不会甘心窝在 这么一个小地方 可即便是只有大地 那捏死他也足够了呀 所以此时不走 更待何时 但他这一打退堂鼓 使缝立马就不干了 老娘夫君都叫了 你说走就走 你能不能有点出现 一遇到时就跑 这样的你 以后还怎么执掌曹家 没有任何犹豫 曹文斌立马就反驳了起来 这跟有没有出息 有个毛线的关系啊 涅槃静印钢大地静 这不叫有出息 而是叫傻逼 使缝沉默了 因为他知道 曹文斌是正确的 可是他同样也知道 绝对不能曹文斌真的离开 于是乎 夫君 你就帮帮人家呗 灵魂状态很不舒服的 再说了 这种状态下 我也没办法服侍你啊 难道你就不想体验一下 你家老祖都不曾体验过的 之前的曹文斌 想走的心非常坚决 可这番话一出 他却是犹豫了 而使缝一看有戏 立马就加大了火候 我复活后 低头可是看不见脚尖的哦 至于为什么 死 曹文斌的呼吸 立马就急促了起来 随后就咬着牙说道 老子就信你一次 可过后 要是让我发现了 你没形容得那么好 羞涩一笑 有一点虚言 那我任你处置 这一下 曹文斌是真的被惦到了 女人果然都自带查起 不过 老子喜欢 咧嘴一笑 随后曹文斌 就再次迈开了脚步 可才刚走了几步 他就不得不再次停了一下来 因为 站住 你是谁 你为何要用这怪物遮掩气息 很显然 他被发现了 对方应该是路过这里时 正好看到了狂奔的他 妈的 真是被啊 暗自嘀咕了一句后 曹文斌就缓缓地转过了头 第87章 被诅咒的中周 上 万美路时隔多日 终于又动了 并最终停留在了第17页上 很显然 出生的是一个女人 而随着曹文斌转身 对方的容颜 也终于暴露在了他的眼中 熟 熟透了 这是曹文斌的第一感觉 至于第二个 则是高贵 这女人 就如同是天生的帝王一般 浑身上下 全都充斥着贵气 她绝对是清零皇朝的皇族 甚至都有极大的概率 是清零皇朝的女皇 拿下她 一定要拿下她 当然 想虽然是这么想的 可曹文斌的脸上 却是没有表现出 一丝贪婪之色 毕竟这个女人的实力 足有准胜巅峰 要是让对方有了警惕之心 那别说 是将其抓住了 就是还能不能活着逃离这里 那都是未知数 于是乎 大人 一个多时辰之前 小人在宫外的废墟里 捡到了一座地级的宝塔 我身边的烟雾 就是那宝塔散发出来的 说着 曹文斌就将吞天塔给拿了出来 这是他临时想出来的计策 目的就是想看看 这女人的警惕性怎么样 如果很差 那就趁其不注意时 直接将他收进塔内 要是很强 那就将其干掉 然后迅速远顿 反正七星点命之术的实现 还没过 目前还是准胜的曹文斌 有信心在清零皇朝的大帝 反应过来之前 彻底离开这处秘境 地冰 可能是上万年 都没遇到过危险了吧 总之眼前的这个女人 警惕性都已经不能说是低了 而是直接就没有 这不 听完了曹文斌的说辞后 他居然连犹豫都没犹豫 一把就夺过了曹文斌手中的小塔 还真是地冰 西西 有了他 我的魂体 应该就能到圣级了 小子 这东西我要了 至于赏钱 你一会去内务府领取就行 本地会通知他们的 说完 这女人就笑眯眯地转过了身去 很显然 他这是准备离开了 而这 也正是曹文斌在等待的机会 因此 一个手印过后 刚才还满心欢喜的女人 就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哎 你妈妈没告诉过你 不能乱拿陌生人的东西吗 咧嘴一笑 随后曹文斌也跟着消失了 塔内 已经闲置了好长时间的二楼 终于又迎来了一位犯人 而他此时的造型 跟当初的龙脊 那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大 活人的气息 你到底是谁 又是怎么进入这方世界的 没有理会他 曹文斌捏着自己的下巴 先是欣赏了一会 他那前凸后翘的身材 随后才反问道 说说你叫什么名字 又是什么身份吧 一提到这个 女人的脖子当即就养了起来 本地乃是清零皇朝 第67代皇主 易秦儿 小子 你要是识相的话 那就赶紧将本地放了 如若不然 我族中的长老 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还有 你如果还想活下去 那就必须把如何进来的 给说清楚 曹文斌双眸一亮 听这女人的意思 他似乎对外界很向往啊 要是如此的话 那就有操作的余地了 不过曹文斌也没有 一上来就把话挑明 你不用恐吓我 要是害怕的话 那我刚才就不抓你了 好了 你还是说说 你们清零皇朝 是如何落到这般田地的吧 本来嘛 易秦儿还是满脸傲气的 可听完最后一句后 他却是立马就悲伤了起来 足足过了几分钟 他这才低沉地问道 你应该也是中州人士吧 能说说现在的中州 是谁当家做主吗 微微一愣 这个问题 真是大大的 出乎了曹文斌的预料 不过直觉告诉他 这易秦儿接下来要说的 应该是个惊天大瓜 第88章 被诅咒的中州 下 现在的中州 是曹家的天下 基本达到了令之所至 莫敢不从的地步 曹文斌没有说太多 只是简短地介绍一下 可就是这短短的两句话 却是直接就让易秦儿冷笑了起来 莫敢不从 好霸气啊 看来这中州 又到了要改朝换代之时了 果然是万年一轮回 谁也逃脱不掉 这要是换成别人 那绝对当场暴走 毕竟这诅咒 是实在是太恶毒了 可熟知未来的曹文斌 却是并没有动物 反而还流露出了好奇之色 你这就有些威严耸听了吧 要知道曹家可是有很多大帝的 别说改朝换代了 没等曹文斌把话说完呢 易秦儿就直接打断了他 那些都没用 想当初 我清零皇朝 同样也是大帝遍地走 巅峰大帝 更是有好几尊 可最终 不还是落到如今这步田地了吗 不仅是我们 上上代的中州霸主 同样也是如此 并且他们还更惨 我们最起码还留下了一些火种 可他们 却是连毛都没能剩下一根 曹文斌沉默了 因为这节奏 跟原著中的曹家 是真的很像 原本的擎天之柱 请客间就分崩离析了 而易秦儿的吐槽 还没有结束 本来嘛 我们也没多想 就只以为是技不如人而已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却是渐渐明误了 原来一切的一切 都是那可恶的天道在搞鬼 他虽然没有意识 但却拥有变强的本能 而这中州 正是他的养骨场 每万年收割一次 从而壮大自身 越说 易秦儿就越怒 不过也对 这是搁谁身上 那谁也不会好受 而将一切都听在耳中的曹文斌 则是更加的沉默了 我明白了 我全都明白了 原来所谓的天命之子 就只是天道培养的柜子手而已 怪不得他们一个个的都那么施杀 一言不合 就图人家满门呢 不行 老子不能坐以待毙 既然天道不仁 那就换个天道好了 没有任何意外 曹文斌的双眸之中 当即就闪过了一抹凶光 紧接着 他的全部注意力 就又落回到了易秦儿的身上 毕竟想要完成如此壮举 那可不是一件一事 必须得团结一切 能团结的力量 你这是什么眼神 好了 我已经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你赶紧将我放了吧 你放心 我出去后 绝对不会出卖你 曹文斌笑得很邪恶 这话 以后就别再说了 我是绝对不可能放你离开的 你这位女皇的出路 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 乖乖地给我当盔甲 易秦儿一愣 很显然 他没料到面前的家伙 胃口会这么大 但很快的 他的小脸就又红了 因为铠甲 那可不是想变就能变的 这其中的过程 那可是相当曲折的 第89章 合作 沉默 知道了曹文斌 想让他变成铠甲后 被五花大绑的易秦儿 就再也没出过声 很显然 他这是在变相拒绝 但很快的 他就绷不住了 因为曹文斌的大手 正在向他袭来 你干嘛 易秦儿大害 可回应他的 却是只有一阵节节节的怪笑声 直至大手彻底到达目的地后 曹文斌这才开口道 不错 跟我预想的一样舒适 如此一来 我就更不能放你离开了 毕竟这么完美的盔甲 我很难再找到第二件了 这话让易秦儿很受用 但同时他也让他很绝望 不过 女皇到底是女皇 这不 他很快就想到了破局之法 朋友 你也太没见识了吧 实话告诉你 我们清零皇朝里 比我叔父的铠甲多了去了 远的不说 就说我母后吧 她就要 比我叔父无数呗 而且 她便铠甲的手段还很娴熟 不像我 什么都不懂 对了 我母后她还很漂亮 清零一只花 说的就是她 与她相比 我就是个丑小鸭 完全不值一提 曹文斌的双眸 瞬间变大 其中更是写满了 不可置信之色 扮上之后 她这才边 竖着大拇指边说道 你很棒 这手祸水东影 更是惊天地气鬼神 不过我很好奇 你难道就不怕你跌揍你吗 易秦儿满脸傲然地养了养伯 这叫死道有不死平道 反正娘亲她已经能变铠甲了 既然如此 那位谁变不是变呢 至于我爹 在我皇族 男性是没有发言权的 只要我娘亲同意 那她甚至都得帮忙放哨 而且 我能看得出来 你所图不小 所以我娘亲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 毕竟她的权限 那比我大多了 这一下 曹文斌的兴趣 顿时就被提了起来 没办法 谁让她曹呢 祖传一致 那可不能丢 但感兴趣归感兴趣 可她的警惕心 却是依旧超强 提议不错 可我却是不放心啊 万一 你把我往陷阱之中领 那我找谁说理去 这话也不无道理 于是乎 两人当即就展开了一场拉锯战 但最终 却还是易秦儿败下了阵来 倒不是她口才不行 而是曹文斌不讲武德 只要稍一不顺心 那立马就先桌子 你不同意我的方案是吧 那我就不要你娘亲了 对付着用你就好了 因此 我让你种灵魂印记总行了吧 但要说好啊 以后不论何时 你都不可以强迫我 除非 是我主动投降 没有任何犹豫 曹文斌立马点头 速度七快无比 生怕易秦儿后悔 不过也对 只要种下了灵魂印记 那一切可就都由她所可算了 至于誓言 那是什么玩意 她都准备返天了 还会在乎誓言 行 开始吧 下印记的过程很顺利 满打满算 也没超过一分钟 而等一切都结束后 易秦儿 立马就带着吞天塔 赶往了太后寝宫 第九十章 点背 赶上造反的了 这一路上 易秦儿走得异常顺利 遇到的所有人 不论实力如何 也都对她领域有加 可惜 好景不长 随着距离混沌经验越来越近 她的眉头 也就逐渐皱了起来 怎么了 时刻关注外界的曹文斌 立马就发现了她的异样 好像是出现特殊情况了 在往常 外面不会有这么多人的才对 而且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 这些人看我的眼神 明显不对 听到这话 曹文斌的头 顿时就大了 这要是在外界 那她最少有一百种方法 能弄清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在这里 她却是什么都干不了 那你准备怎么办 沉默 几秒钟之后 易秦儿这才说到 不管了 还是先去找我娘亲吧 她的手中 握有我皇族的所有力量 只要能找到她 那一切就都不再是问题 说完 她的脚步 就猛地又快了几分 可想法很美好 但现实却是极其的骨感 这不 她才刚走到太后请宫的门外 就直接被拦了下来 皇上 太后她身体不适 最近都不一见客 所以 你还是请回吧 微微一愣 随后易秦儿的小脸之上 就浮现出了愤怒之意 刘炳唱 你睁开狗眼 看看我是谁 娘亲她就算是身体再不适 那也不耽误见我吧 这所谓的刘炳唱 正是易秦儿的父亲 要是在往常 易秦儿稍一栋怒 那这个男人早就跪下了 可今天 她却是一反常态地邪笑了起来 皇上 你也老大不小了 这么大呼小叫的 成何体统 看来啊 老夫得为你寻个夫婿了 我记得你娘亲她 年轻之时也如同你一般 可自从被我拿下后 那就温柔多了 毫无意外 易秦儿的身体 顿时就颤抖了起来 很显然 她被气得不轻 不过也对 任谁看到往日 对你言听计从的狗 突然对你呲牙了 那都不会好受 但最终 她却是什么都没说 真出事了 她不是傻子 两人闹得动静这么大 可太后寝宫里 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就很说明问题了 而就在她准备 跟曹文斌沟通一番时 另外一个人的出现 就让她更不淡定了 皇上 您父亲真没骗你 太后短时间内 真见不了任何人 所以啊 你还是请回吧 对了 我那儿子对您仰慕已久 希望您能给他的机会 您看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清零皇朝 另外一大势力的领头人 丞相司徒静 而看到他 一擎而瞬间 就啥都明白了 不用问 肯定是这老家伙 不满足于现状 突然发难了 至于他娘亲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被控制起来了 你坐 本来嘛 一擎而是准备一口回绝的 毕竟司徒静的那个儿子 是真的不咋地 要颜值没颜值 要情商没情商 属于狗见了都烦的选手 可他的话才刚刚出口 曹文斌就直接打断了他 答应对方 那个家伙 是我们翻盘的关键 一擎而的反应 同样也不慢 于是乎 他很快就摆出了一副 极为不情愿的表情 你让他来我请公找我吧 话音一落 一擎而也就没再久留 转身就离开了这里 丞相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留下他呢 如此一来 贵公子也就不用费劲了 毕竟还没嫁过人的易擎 可没有变身铠甲的能力 一旦被控制住 那根本就拒绝不了的 看着易擎的背影 司徒静没有解释 转身就推开了太后请公的门 他当然想直接控制易擎 可现实却是不允许 因为宝皇派的人 那还是有不少的 目前还没到彻底撕破脸的时候 而随着那雕龙画风的大门 被彻底打开 店内的情形 也终于呈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只见里面绝大部分的地方 都很正常 装修也很奢华 唯独大殿的中间 是那么的不和谐 一个身材好到爆炸 容颜与易擎儿 有气氛相似的女人 正被牢牢地吊在空中 即便是这女人的腿 少说也得有一米二 可充其量的 也就只能脚尖点地 那模样 别提多狼狈了 刘炳畅 你不得好死 但凡老娘重获自由 必将你刘家上下全点天灯 可能是被憋坏了吧 总之 女人嘴里的丝织物 刚一被拿出来 她立马就破口大骂了起来 可惜 不论是刘炳畅 还是司徒靖 都没有将这怒吼当回事 不过也对 在他们的眼中 易小福这位太后 已然是案板上的肉了 着实没有害怕的必要 太后 你就别挣扎了 本丞相既然敢出手 那就证明 有实权的把握 来 给我笑一个 你可能不知道吧 其实在我给你当差时 我就已经对你有想法了 这么多年了 终于有机会了 在说话的同时 司徒靖的大手 也缓缓地伸了出来 看那意思 明显就是要占便宜 可就在他即将得手之时 那看似已经丧失了 反抗能力的易小福 却是就突然幻化成了一副铠甲 与曹文斌在王府里 见到的那副不同 这一小福所画的铠甲 要精美不少 假身之上 更是布满的刘光 很明显 这副盔甲的防御力更强 穿上之后 能给人带来的提升 也绝对更大 但看到这一幕的司徒靖 却是怒了 你赶紧给老子变回来 要不然 小心我对你用刑 没有回话 也没有变回原刑 于是乎 司徒靖当即就准备动手 可在这时 刘炳畅却是伸手拦住了他 丞相 你就不用白费力气了 盔甲形态的他 是没有痛觉的 这一辈 司徒靖的脸 就更黑了 你作为他的契约者 你有办法让他变回来吗 尴尬一笑 刘炳畅没有再说话 在双方的契约里 他完全处于被动状态 怎么可能 有控制一小幅的手段 废物 说实话 这也就是曹文斌不在这里 要不然 他一定得笑死 这两个人啊 还是太纯洁了 没有痛觉 就让你们束手无策了 难道你们就不能 往铠甲的身上 泼点脏东西吗 癞蛤蟆趴脚面 不咬人隔音人的道理 难道都不懂吗 第九十一章 父亲英雄狗雄 那家伙的儿子 是什么修为 并不知道 太后寝宫里发生了什么的 曹文斌二人 已然回到了一秦儿的住处 而大门才刚一关上 曹文斌立马就从吞天塔内 蹦了出来 跟我一样 准圣巅峰 这是所有修士的一道坎 不是那么好跨越的 轻轻地点了点头 其实在问之前 曹文斌的心中 就已经有数了 之所以还问 只不过是确定一下而已 那你觉得 他会带下人来吗 沉默 很显然 这个问题有些超纲了 不好说 要是在之前 那司徒峰 自然是不会带人来的 一来是皇家那院 外人很难进来 二来则是那家伙 每次见到我 都是一副诸葛样 这么丢人的事情 他自然也不想 让属下见到 可现在 后面的话 一擎而没说 但曹文斌 确实已经懂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兵来将挡 水来涂掩吧 而人这个东西 那向来 是不扛嘀咕的 这不 话音一落 司徒峰就刚好到了 皇上在吗 陈司徒峰求见 刹那间 两人的神识 就一起扫向了门外 随后两人的脸上 就不约而同地 都浮现出了喜色 自己来的 好好 如此一来 我们也就不用怕动静过大 被人发现了 话说 你的魅力不小吗 在这种情况下 居然还能把这家伙 给诱惑得独自牵来 微微一扬头 易秦儿的脸上 写满了得意之情 紧接着 他小手一挥 直接就打开了宫殿大门 至于之后的战斗 那简直就是一面倒 曹文斌与易秦儿中的任意一个 实力都不弱于司徒峰 因此 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 十招一过 司徒峰就已经如同死狗一般 彻底丧失了反抗能力 你是谁 为何会出现在秦儿的房间里 曹文斌服了 这家伙的脑子里 装的都是屎吗 都这种情况了 竟然还有心情争风吃醋 再说了 孤男寡女都共处一室了 剩下的那还用说 他不会真以为男女之间 有蠢有益吧 白痴 于是乎 不喜欢和傻逼聊天的曹文斌 直接就释放出了得威圣火 啊 惨叫声惊天动地 看得一秦儿是一阵庆幸 还好他当初没选择死客 要不然 这一切 可就都要落到他身上了 也不知道这家伙能扛多久 要是能超过一分钟 很显然 他太高看司徒疯了 还没等他胡思乱想完呢 求饶之语 就已经如同连珠炮一般 飞速地钻入了他的耳朵之中 快 快停手 再烧下去 我就要死了 你想让我干什么 都统统都会配合 绝对不打折扣 微微一愣 下一刻 一秦儿直接就翻了一个白眼 与此同时 感觉时机差不多了的曹文斌 也开始审讯问起来 说吧 你爹到底把太后怎么样了 这 司徒风明显不太想回答 可曹文斌仅仅是瞪了一下眼 他立马就耸了 别动手 我说 太后他老人家 在今天早些时候 已经被我父亲给控制起来了 我司徒家的高手 也已经与皇家的高手 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现在只要我父亲能征服太后 然后借势收拢太后的死忠 那胜利的天平 就将彻底倒向我们 兄弟 一家大势已去 要我说啊 你还是来帮我吧 只要你能帮我情下一秦儿 那一家的其他女人 以后随便你玩 你可能不知道吧 一家可是盛产美女的 他们一个个的 那叫一个水量 可能是聊兴奋了吧 总之说着说着 这家伙竟然劝想起了曹文斌 于是乎 他很快就洗涤了两个大嘴巴子 外加一记飞踢 你他娘的 简直就是在想屁吃 行了 赶紧再说说你们 还准备了什么后手吧 记住 别说废话 不然 我就控制得为圣火 往你两腿中间烧 这个威胁 不可谓不狠 因此 司徒峰的身体 下意识地就颤抖了一下 我父亲 还准备拉拢天牢 最底层的那个疯子 用以应对一切突发事件 在我来之前 我母亲就已经 亲自过去谈判了 曹文斌一愣 让一个女人 去找一个多年 没见过婚姓的囚犯 谈事情 这是哪个人 才想出来的创意 妈的 这女人回来之时 要是不变胖 我就把曹子倒过来写 这简直就是 肉包子打狗吗 而精力比较少的一琴儿 显然没有想到这一层 不过的小脸 却是在天牢最底层 这四个字出来的一瞬间 就直接变成了纯白色 你怎么了 深吸一口气 随后一琴儿 才回答道 夫君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 阻止丞相夫人的行动 那天牢底曾关押的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疯子 在被关进去之前 曾有141名女性 惨遭她的毒手 死状都极其的凄惨 最最关键的是 此人有半步大地境的修为 是我清零皇朝的第三高手 他要是真到向了司徒家 那我们就危险了 曹文斌再次一愣 第三高手 这清零皇朝 已经没落到这种程度了吗 而一琴儿 显然也猜到了 他在想什么 没错 我们现在就只剩下两位大帝了 他们都是从远古活下来的 目前都是七品的实力 事实上 自从我们沦落到这处空间后 大地境的那道坎 就再也没人能够逾越 天牢底层的那个疯子 也正是因为这是才疯的 他觉得 既然前路已断 那还修炼个屁 还不如好好享受人生呢 这么一说 曹文斌就全都懂了 但就在他准备 说些什么的时候 被夫君二字 给刺激疯了的司徒疯 就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不用瞎折腾了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知道为什么 是我娘亲去谈判吗 因为 她是那疯子的初恋 据我估计 此时此刻 条件可能都已经谈成了 那疯子正在往皇宫赶呢 第九十二章 准地与大帝之间的差距 一琴儿大惊 小脸上立马就浮现出了绝望之情 可曹文斌对此 却是异常的不屑 你不用听他吹牛逼 我们还有都是时间 一个被关了无数年的男人 突然遇到有求于自己的初恋 那怎么可能不搞点事情 据我估计啊 现在的天牢 天花板肯定在不停地落会 也没人能睡得着觉 一琴儿的脸红了 他是单纯 但不傻 曹文斌的话才说到一半时 他就已经懂了 至于司徒风 则是郁闷的想吐血 你这家伙知道就知道呗 干嘛要说出来啊 他不要脸的吗 不过很快的 他的双眸之中 就又闪过了一抹亮光 呵呵 就算真如你说的那般 那又如何 你们无非就是晚死一会而已 所以啊 你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那就是想办法让我开心 只要我高兴了 我会让那疯子 留你们一命的 啪 没有任何意外 司徒风又喜提了两个大嘴巴子 这么大的人啊 连尊老爱又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吗 什么疯子 那是你后把 至于我们的处境 那就不用你操心了 不久之后 我会让你知道 你娘亲冒着出人命的风险 所请来的帮手 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话落 曹文斌将司徒风往吞天塔里一收 随后就带着一琴儿 飞翠向了城外 你不会是要逃走吧 不行不行 我不能丢下我的族人不管 轻轻地翻了一个白眼 你想什么呢 铠甲还没到手 你就算是想让我跑 那我也不会跑啊 那你这是 去搬救兵 太后请公 妈的 这女人可真难产 不过没关系 我们有都是时间 而且那疯子也快来了 我们没办法 不代表她也没办法 看着眼前的铠甲 司徒静与刘炳昌的脸色 都不是很好看 也对 每一位佳肴就在眼前 但却没办法品尝 这换成谁 那脸色也都不会太好 而更让他们郁闷的是 他们估算错了时间 他们以为疯子很快 可实际上 等疯子与丞相夫人到来时 那都是两个时辰之后了 你们 而等司徒静看清两人的模样时 她那本来就很难看的老脸 顿时就变成了猪肝色 因为她的夫人 一脸的潮红 整个人更是都靠在了疯子的身上 很明显 这是已经脱力了 怎么 你有意见 不对啊 这个结局 你心中应该有数啊 毕竟这女人 可是你派来的 司徒静的心在低血 她心中当然是有数的 可悲用得这么狠 却是她没想到的 但正所谓 宰相肚子能撑船 这不 仅仅几个呼吸之后 她的脸上 就浮现出了笑容 前辈教训的是 各取所需而已 是我格局小了 对了前辈 眼前的这个局面 你有破解的手段吗 淡淡地扫了一眼盔甲 随后疯子就笑了 这简单啊 我们弄点脏东西来 然后泼到她身上就行了 我不信她能忍受得住 话不多 声音也不大 可那一直都没动静的铠甲 却是突然就颤抖了起来 不多时 铠甲就重新化为了人形 你们三个敢 别忘了 我家老祖可还活着呢 要是让他知道了 非扒了你们的皮不渴 司徒进大喜 与此同时 疯子的眼中 也冒出了绿光 没办法 谁让一小幅的身材 实在是太好了呢 姐姐姐 你家老祖 你等着吧 不久之后 你家老祖会比你还惨 毕竟他威震这里这么多年了 对他感兴趣的人 那可着实不少 一旦有机会了 话没说完 可在场的三个男人 却是立马就都坏笑了起来 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疯子与司徒进 也第一时间就扑向了一小幅 至于刘炳畅 不好意思 他还不够格 但正所谓赛翁失马 言之非福 就在刘炳畅暗自郁闷之时 那刚刚扑上去的两人 突然就以更快的速度 倒飞了回来 直至镶嵌进那巨大的店主之内 这才堪堪停下 扑痴 没有任何悬念 两人又先后吐出了一口鲜血 谁 司徒竟很愤怒 可实力更强的疯子 却是满脸的骇人 要知道 他可是半步大帝啊 尽管被关了很久 之前还做了一番运动 可寻常的圣级巅峰 却还是撼动不了他的分毫的 但 大帝 捋清了思路后 疯子二话没说 扑通一下就跪在了地上 不知是哪位前辈将领 还请现身一剑 本来嘛 他以为对方会装一会神秘的 可没成想 你们这些乱臣贼子 竟然敢囚禁太后 并且还意图不轨 其罪当诛 一琴儿的气势很足 可三个大男人 却是没有一个理会他的 他们的目光 无一例外 全都落在了龙子梅的身上 真是大帝 毫无意外 三人的身体 顿时就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直接就都瘫倒在了地上 而龙子梅接下来的一句话 更是让他们的精神 也彻底崩溃了 主人 你是准备跟这三个家伙聊聊 还是我直接将他们干掉 主人 嘀咕了一下这个称呼后 三人转身就准备跑 他们不傻 自然明白 能有一位大帝当仆人的家伙 是什么样的角色 毫不夸张地说 就是司徒家的老祖来了 那也得老老实实地盘着 都杀了吧 留着也是浪费粮食 好 轻轻地答应了一句 随后龙子梅的小手 就凭空握了一下 动作不大 可以然快冲出大殿的三人 却是立马就被定在了原地 紧接着 三人就纷纷化为了飞灰 包括半步大地境的疯子在内 全程没有一人 能做出哪怕一丝的反抗动作 第九十三章 这小子很聪明 这三个家伙的实力虽然不咋地 但这绑人的手法 却是着实不错 确定了司徒静等人已死后 曹文斌第一时间 就审视起了易小福 毕竟 这可是他未来的铠甲 而女人那向来都是木强的 因此 看到曹文斌如此强势后 易小福也第一时间就审视起了他 当然 两人看的地方 那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主要看身材 至于另外一个 则是主要看脸 好帅 不得不说 曹文斌的颜值 那还是很能打的 这不 紧紧几眼之后 易小福的眼神就拉丝了 直至易琴儿来到他身前 他这才反应过来 秦儿 这是谁 你为自己选的契约者 颇为心虚地瞄了一眼自己娘亲 半晌之后 易琴儿这才巧声说道 是我为你选的 过去的一段时间 发生了一些事情 本来嘛 易琴儿是想为自己辩解一番的 可还没他把话说完呢 易小福就已经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总的来说就是 你目前还不想变铠甲 然后就把老娘给推出去了 对吧 姜果然还是老的了 只是扫了易琴儿几眼 易小福就已经洞悉了一切 不过他的语气虽然严厉 但眼里的喜色 却是怎么都掩藏不住 这是第一次 但也是最后一次 明白了吗 豁然抬头 原本忐忑的表情 瞬间就转变为了惊喜 娘亲 你不生我的气 母女哪有隔夜愁 既然你不想 那老娘就只能亲自上了 娘亲 易琴儿被感动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于是火 他咬了咬牙后 就一脸决决地说道 娘亲 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 文斌这么优秀的人 我哪能拒绝的了呀 他其实就是我为自己选的契约者 微微一愣 随后 易小福的脸色也变了 靠 完脱了 这么优秀的人 不光是你拒绝不了 老娘同样也拒绝不了啊 能为他变铠甲 想到那种画面 易小福的身体 当即就颤抖起来 随后他二话没说 立马就在易琴儿的耳边轻声说道 你啊 就不用在这演戏了 你能骗得了别人 难道还能骗得我吗 行了 赶紧帮我 把绳子解开吧 娘亲亲自去会会他 对了 你一定要认真看啊 拿捏男人的手段 你也该学学了 他说得很自信 那模样 就仿佛曹文斌 已经是他案板上的肉了一般 可实际上 他却只是个嘴强王者 这不 随着距离曹文斌越来越近 他的小脸 也就越来越红 而等两人客套了一番 曹文斌顺势将手搭在他的腰间后 他的身体 更是直接就软了 要不是曹文斌扶着 他可能都已经趴地上了 曹公子 你先让你的人退下吧 然后奴家再给你讲解 该怎么与我缔结契约 步骤虽然不难 但过程却是不能少的 不然的话 我所编的铠甲 很有可能不合你的身 听到这话 曹文斌笑了 而龙子梅等人 也很有眼力见 梅等曹文斌说话呢 就已经开始往外退了 可他们才刚有动作 虚空之中 就猛地传来了一声怒吼 一品大跌 看来我司徒家的两个后背 就是死于你们之手了 好 非常好 声音之中充满了怒气 下一刻 一个纯由灵气所构成的大手 就凭空出现在了虚空之中 至于身处宫殿之内的众人 是怎么看到的 不好意思 宫殿根本就承受不住 这一掌的威压 在他出现的一瞬间 宫殿就直接化为了飞灰 死 吼声一落 剧长也随之落下 不过他才刚落下机密 众人的头顶 就突然出现了一层光幕 很薄 但剧长却是无论如何 都突破不了 因此 剧长直至消失 都没能对曹文斌等人 造成任何伤害 易水月 你这是在找死 今天老夫就要让你知道 同为七品 那也是有强有弱的 之前的几次 那都是老夫 不想与你一般见识而已 哄 很快的 天边就响起了一道 接一道的爆炸声 很显然 那两位七品大帝 已经干起来了 你家老祖能赢吗 看着怀中的怀中 一脸紧张的易小福 曹文斌很是好奇地询问道 沉默 足足过了半分钟 易小福这才咬牙回答道 应该赢不了 毕竟我皇族的主要能力 是辅助 而老祖的契约者 不久前刚好死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他司徒家才敢动手的 越说 他的声音就越低沉 而他的预测 也果然没错 天边的巨响持续了一刻钟后 就猛地停了下来 紧接着 一位容颜绝美的女人 就突然浮现在了众人的身边 快走 这位小友 你应该是外界之人吧 既然如此 那你就带着他们 前去外界吧 至于我 你们不用担心 这老家伙 还没有杀我的本事 易水月的声音很急切 可曹文斌 却是根本就没当回事 甚至还上下打量起了他 这是从小吃木瓜长大的 还有这皮肤 是真他妈的水灵啊 靠 一届的女人 质量都这么高的吗 曹文斌的双眸之中 充满了不解之色 可他哪里知道 这只不过是幸存者偏差吧 一届之中 丑女人 那也是占绝大多数的 这个比例 甚至比蓝星都还要高 毕竟 这里没有四大邪数 他之所以没遇到过 只是以他的身份 那些丑女人 进不了他的身罢了 看什么 赶紧走啊 要不然 就来不及了 易水月很恼火 但就在此时 早就来不及了 从你拖不住我的那可开始 他们的生命 就已经画上句号了 这小子还是很聪明的 不做无用功 第九十四章 七品大帝 很牛吗 出生的是一位 看上去也就三十多岁的 中年男人 说不上帅 但也绝对不丑 而他出现后 连看都没看曹文斌等人一眼 所有的注意力 直接就都落在了 易水月的身上 当然 他们也是 可以不用死的 不过水月你嘛 却是需要遭点罪了 你知道的 我对于铠甲的渴望 那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毫无意外 易水月的脸 当即就黑了 司徒文浩 你就别做梦了 老娘就算是自爆 那也不可能为你变铠甲 其实吧 她并不是什么真结猎女 毕竟活了这么多年了 她早已看透了一切 要是换成别的男人 那她矜持一下后 也就答应了 可唯独这司徒文浩不行 这家伙从远古时期 就一直对她图谋不轨 期间被她拒绝过无数次 这要是现在被对方给得到了 那她还不得被折磨死 而听到这斩钉截铁的拒绝 司徒文浩 也直接就失去了耐心 既然如此 那你就好好地欣赏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吧 我倒要看看 你能忍到什么时候 对了 你扛不住时 别忘了喊停哈 说完 她就缓慢地走了一小幅 很明显 她这是 要拿一家人开刀 从而逼迫 一水月就范 哼 你当老娘是尼捏的吗 尽管不是对手 但一水月也不会放人不管 不过还没等她动地方呢 曹文斌就一把拽住了她的手臂 你干嘛 一水月有些猛 于是乎 反应就稍微大了些 但她这点反应 与司徒文浩一比 那就有些小巫见大巫了 小子 你找死 这女人也是你能摸的 你不会以为 有位一品大地护驰 就能为所欲为了吧 说完 她就当即就转变了方向 至于目标 正是曹文斌 而她的这番操作 也直接就把曹文斌给气笑了 老子不能为所欲为 难道你这个只有七品的家伙就可以 你 司徒文浩同样也很恼怒 可就在她准备送曹文斌回老家时 虚空之中 却是突然就出现了一条裂缝 紧接着 一股仿佛能毁天灭地般的气势 就猛地降临到了这处空间 九品大地 司徒文浩大害 随后她没敢再犹豫 直接就扑向了曹文斌 她不傻 念动之间 她就想明白了 现在只有拿下曹文斌 那她才能有一线生计 可惜 她的速度是快 但却有人比她更快 敢动我曹家的人 你是活腻歪了吗 哄 在距离曹文斌五不远的地方 来人直接就与司徒文浩对拼了一招 至于结果 曹文斌这方毫发无损 而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司徒文浩 却是直接就倒飞了出去 落地之后 一连挣扎了好几下 却是始终都没能站起来 很显然 仅仅一招 她就已经丧失了反抗能力 寂静 一家三人 就那么愣愣地看着突然出现的女人 多少年了 她们有多少年 没见过这妖牛逼的人物了 而与她们不同 曹文斌在确定危险已经解除了之后 第一时间就扑向了突然出现的女人 月儿姐 我想死你了 在说话的同时 她的两只大手 就宛如带有导航一般 很是自然地 就寻找起了回家的路 这一下 一家三人就更猛圈了 要知道 这可是九品大帝啊 即便是他们清零皇朝全盛时期 那都没有多少 可现在 一个小屁孩 却是敢如此无礼 这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当然 此时的她们 是不可能寻到答案的 与此同时 曹文斌的爪子 也被拍了下去 臭小子 别闹 这么多人呢 对了 你的运气不错吗 居然能寻到这么好的地方 曹文斌汗颜 这乃是他寻到的啊 不过脸皮比较厚的他 也没有解释 反而还大言不惭地硬承了下来 你也不看看 我是谁 在中周 这一亩三分地上 比气韵的话 我要是说第二 那谁敢成第一 月儿姐 以后你需要什么 那就尽管跟我说 最多一年 弟弟绝对能将其拿到你面前 轻轻地翻了一个白眼 随后赵约的目光 就落在了一家 三人的身上 此时的他 已经清除了 这三人的特殊之处 因此稍一思索后 他就淡淡地说道 文斌 一会这个七品大帝 得跟我走 一来是他一直跟着你 不符合规矩 二来嘛 则是有他在 对你的发展也不利 不过你放心 我会帮你照顾好他的 等你真需要用到这个等级的盔甲时 你再回家去 连思考都没思考 曹文斌直接就点头答应了下来 毕竟赵约不可能害他 于是乎 接下来的事 那就简单了 司徒文浩 进入吞天塔 两位极其牛逼的大帝 走向了空间裂缝 而曹文斌这一伙 则是在一小幅的带领下 奔向了那团混沌经验 其实曹文斌的本意 是想先找建宫殿的 与司徒文浩一样 他同样也眼馋 铠甲好久了 至于为何改变主意 无他 史凤实在是太吵了 自从他这边占据上风开始 这女人就一直唧唧喳喳地不停 吵得他头都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真不敢进行契约 毕竟一顿宝和顿顿宝 他还是能拎得轻的 咦 好冷 而随着距离混沌经验越来越近 曹文斌的神色也就越古怪 打死他都想不到 他居然会在一朵神火的周围 感受到深入骨髓的寒意 现在该怎么办 咬牙坚持到混沌经验的旁边 然后伸手触碰他 剩下的 就看你能吸收多少了 吸收得越多 那对你的好处就越大 当然 你得给我留一缕 史凤回答得非常迅速 可曹文斌却是听得直翻白眼 希望复活后的你 能对得起我今日的付出 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别忘了 当初的我 那可是万人迷 第九十五章 洛凡尘与其小仪 五十米 三十米 十米 十几分钟后 曹文斌终于咬牙 走到了混沌经验的旁边 此时的他 浑身颤抖的厉害 那模样 就跟得了帕金森似的 至于其他人 抱歉 他的身边 已经没有其他人了 这恐怖的低温 就连已经成帝的龙子梅都受不了 就更不用说 只有圣级出气的一小福了 快 快去触摸他 你急什么 几千年都等了 难道还差这一回了 可说是这么说 但深吸了一口气后 曹文斌却还是第一时间 就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哄 没有任何意外 双方刚一接触 那万年都不曾有过变化的混沌经验 就猛地爆燃了起来 紧接着 曹文斌就直接成为了一个火人 当然 这个火人很冷 不过他的付出 也很快就有了回报 我要念盘了 不久之后再见 记住 一旦受不了了 就立马退出这片区域 千万不要逞强 话音一落 曹文斌的身边 就又多出了一缕混沌经验 不过与其他混沌经验不同 他并不冷 反而还很热 并且落地后 他就直接化为了一个花孤朵 而随着花瓣缓缓打开 一枚充满道运的蛋 就很快出现在了几人的眼前 场面相当的神奇 可惜 曹文斌却是根本就没心情关注这个 因为此刻的他 很难受 相当的难受 说实话 要不是有将万美路 全部点亮这个信念作为支撑 那他可能早就晕过去了 妈的 老子拼了 想要玩高配 那自然就得努力 毕竟五大郎的前车之剑 可就在那摆着呢 男男自语了一句后 曹文斌就努力回想起了之前 所体验过的美好生活 他想以此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而这一招也果然有用 他的痛感明显降低了不少 当然 万事皆是利弊共存的 这不 痛感是少了 可他体内的邪火 却是在飞速地提升着 也正因如此 所以等他将混沌精炎 完全收进身体后 他都没来得及查看收获 就已经开始琢磨起了铠甲之势 走 地节契约去 好 一处极为特殊的空间之内 一个纯黑色的球体 正在疯狂地上下翻滚着 能看得出来 他很急躁 那模样 就跟一个小孩 看到了他异常喜爱的玩具 但却始终都得不到一半 不过他的这种状态 却是并没有持续多久 仅仅几个呼吸之后 他就安静了下来 之间的一切 就仿佛从来都没发生过一般 但要是细看的话 那就不难发现 他的颜色 似乎变淡了 尽管这种变化不是很明显 但他确实是变了 与此同时 中周落家的 一间柴房之内 一个吓人模样的青年 突然就从一堆柴火中 翻出来了一个瓷瓶 终于又吃得了 眼睛都已恶绿了的他 没有半点犹豫 仰头就将瓶内的一颗药丸 给倒进了嘴中 一边吃 他一边还在嘀咕 虽然不知道 这是什么药 可就算被毒死 那也总比饿死强 最起码够痛快 说完 他就一脸满足地 等待起了死亡的降临 可津津几息之后 他就发现了不对 因为随着丹药 到达他的腹部 一股暖流 突然就席卷了他的全身 随后他的修为 就开始疯狂地增长了起来 本来只有先天静的他 短时间内 就跨过了准圣门槛 直至准圣巅峰 要效这才缓缓消散 看那意思 如果不是圣人鸿沟太过于巨大 那他都有可能立地成圣 傻眼 青年彻底傻眼了 作为一个人见人贤的私生子 打死他都想不到 他竟然还能有这机遇 呵呵 曾经欺负过我的那些人 你们的好日子 结束了 老子要开始复仇了 你们想不到吧 我逆袭了 越想 他就越开心 紧接着 各种复仇计划 就纷纷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这些东西 他已经幻想二十多年了 因此十分的完善 就先从管家开始吧 而正所谓说曹操 曹操道 这不 他才刚做出决定 柴房之外 就突然传来了一阵吆喝声 洛凡尘 你死哪去了 家主正找你呢 我告诉你 你惹大事了 青年笑了 眼中的杀意 那更是怎么都掩盖不住 以前的他没能力 就只能忍着 可现在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 明年的今天 那就是你的忌日 下一刻 洛凡尘就缓缓地站了起来 可就在他准备冲出去时 管家却是又说话了 别给我装死啊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那也就不了你 不过 你小子也是真牛逼 竟然能让大帝亲自上门来寻仇 傻眼 刚刚还牛逼轰轰的洛凡尘 立马就傻眼了 大帝来寻仇 这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但很快的 他就镇定了下来 毕竟深正不怕影子闲 从小到大 他连王者静的人都没招惹过 就更不用说大帝了 当然 由于出现了插曲 所以他也就将杀星给收了起来 管家 我在这呢 不好意思啊 刚才呃晕过去了 才行 对了 你能先给我弄点吃的吗 留着八字胡的管家冷冷一笑 吃的 这东西对你来说 已经没有丝毫用处了 行了 赶紧跟我走 说完 他就如同提小鸡仔似的 直接就将洛凡尘给提了起来 可还没等他启动呢 一股庞大的威压 就突然落到了他的身上 扑通 没有任何意外 他直接就跪在了地上 随后他就发现 有一群人正急匆匆地向他走来 而为首的 正是洛家家主 和那位来找茬的大帝 靠 这位美艳的大帝是有兵吗 想让我跪下 说一声就是了 干嘛用威压啊 以您老的颜值 别说让我跪下了 就算是让我舔 那我也不可能拒绝啊 当然 想虽然是这么想的 可他却是并没有表现出来 相反的 他的态度还极其地恭敬 不过这种状态 他却是没能维持太久 不是他装不下去了 而是 侄儿 你怎么落魄成这样了 快 快过来让小姨看看 第九十六章 书里没记载的秘境 管家猛圈了 侄儿 这位美艳大帝在喊谁 他吗 不可能 他的实力虽然不咋地 但岁数却是不小了 难道是 想到那种可能 管家的双眸之中 顿时就掠过了一抹惊恐 其实不仅是他 洛凡臣同样也猛了 不过也对 要知道他的娘亲就只是洛家的一个丫鬟 怎么可能跟这种如同天仙一般的女人扯上关系 这位仙子 您认错人了吧 我的娘亲 没等洛凡臣把话说完呢 女人就已经走到了 走到她的身边 随后 就满脸恋爱地揉了揉她的头 你不用说 小姨都知道的 至于具体的 等一下小姨跟你细说 话落 女人就转头看向了洛家家主 本地想带我侄儿去外面聊聊 不知洛家主可否行个方便 没有丝毫迟疑 老头立马点头 圣女庆便 满意一笑 下一刻 她与洛凡臣就消失在了原地 等在出现时 却是已经来到了一间客栈之内 紧接着 别误会 两人并没有发生什么超有益的事 刚一做定 洛凡臣立马就急切地询问起了 这个便宜小姨的具体身份 而女人也没隐瞒 我叫方之化 是光明教会这一代的圣女 真的是你小姨 我与你娘亲 是一百多年前走分开的 那时家里穷 再加上 你爷爷身患重病 因此在万般无奈之下 就只能忍痛将你娘亲卖掉 可惜 你爷爷最终还是没能救回来 至于你奶奶 由于悲伤过度 很快也撒手人寰了 本来嘛 没有大人照顾 那时还不到十岁的我 是必死无疑的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就在我快要饿死时 我遇到了我的师父 方之化说得事无巨细 于是乎 洛凡臣渐渐地 也就接受了这个便宜小姨 不过嘛 她的心中 却还是有一根刺 既然你混得这么好 那你 为何不早点来寻我们呢 你知不知道 你只需早来三年 那我娘亲就不会死 方之化的笑容很苦 我当然想早来 可教会是有规定的 圣女在没达到地级之前 是不准外出的 这不 我刚一突破 就立马来了 没成想 却还是迟了 这番说辞 有理有据 可洛凡臣 却是并不买账 递进才让外出 你能编得再离谱些吗 那要是一直不能突破呢 淡淡一笑 很简单 那就关到死啊 当然 大概率是到不了这种程度的 毕竟不朽势力 有不朽势力的傲气 在这个圈子里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 嫡系成员到达半步大地境之后 如果百年内 还是不能突破 就必须去显地放手一搏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洛凡臣听的是冷汉直茂 看来小姨这些年 活得也并不清风啊 刹那间 那仅有的芥蒂就消失得一干二净 而这细微的变化 自然也被方之化给捕捉到了 好了 该让你小子知道的 我都已经说了 我们也该走了 小姨在教会 可是为你准备了不少资源 甚至还帮你 寻了一门亲事呢 听到这话 洛凡沉蹭地一下就站了起来 随后就疯狂地摇起了头 不行不行 在洛家这些年 我和娘亲受了太多的委屈 所以我必须报复回来 小姨 你会帮我的 对不对 眉头微微一皱 我自然会帮你 不过这洛家 可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他们族内也是有大地的 而目前的我 还没掌权 最多就只能帮你牵制他一人 说到这里 方之化停顿了一下 紧接着 他就一字一句地询问道 你真的想报仇 没有任何犹豫 洛凡沉回答得非常干脆 必须报 深吸了一口气 既然如此 那你就跟我去一趟云中秘境吧 这是一个还未被开发的秘境 我来之前 消息才刚刚传开 你只要能活着从里面出来 那洛家的其他人 对你来说 就与土鸡挖狗无异 怎么样 敢搏一搏吗 说实话 这要是在一个时辰之前 那就算是打死洛凡沉 他也绝对不会去什么秘境 可此一时 彼一时 现在的他 却是对这种未知的东西 非常感兴趣 再说了 冥冥之中 还有一个声音在一直提醒他 这个秘境对他非常重要 他如果不去 那绝对会后悔一辈子 也正因如此 所以方之话的声音刚一落下 他立马就说道 有什么不敢的 还请小姨带路 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 下一刻 方之话就向着房门走了过去 速度不紧不慢 相当的优雅 可他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彻底转过身去之后 原本还很乖巧地落凡沉 脸上立马就浮现出了一丝邪恶之意 那双还算明亮的毛子 更是第一时间就落在他的腿上 小姨穿的这是什么 灰灰的 好诱人啊 这钥匙 很显然 他起歪心思了 不过也对 他毕竟从小就生活在没有亲情的环境里 所以对于亲情 自然看得也就很淡 但不得不说 这家伙 也是真能伪装 竟然从始至中 都没露出任何破绽 不行 现在的我 还太过于弱小 还得继续忍下去 想要百无禁忌 那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不过也不急 毕竟大帝的寿命 那可长着呢 想到这里 他立马就又恢复成了乖宝宝的模样 小姨 等等我 第九十七章 使凤引起的轰动 清零皇朝 皇宫 啾啾 也不知过了多久 那没有混沌金言所化的蛋 突然就裂开了一条缝隙 紧接着 一只五彩斑斓的小鸟 就从其中飞了出来 他没有看其他人哪怕一眼 第一时间就寻找起了曹文斌 可惜 原本曹文斌所处的位置 却是早已空无一人 不过小鸟却是并不惊慌 小脑袋稍微歪了一下 似是在感应着什么 随后 就扑腾的小翅膀 飞向了一间宫殿 他的速度很快 眨眼间 就到了宫门前 但就在他准备冲入碎宫门时 啊 宫殿内先是传来一声 很是耐人寻味的音调 随后一层薄薄的光蕴 就直接将他给拦了下来 揪揪 叫声中充满了委屈 很显然 还未度过胎中之谜的他 想不明白 里面那个很亲切的人 为什么不让他进去 于是乎 他的倔脾气 当即就上来了 可还没等他再撞呢 宫殿的大门 就被缓缓地推了开来 揪揪 依旧是那两个音调 但其中的韵味 却是明显不同 可他是高兴了 但那一边走 一边系扣子的曹文斌 却是明显的郁闷的不行 死鸟 你碗破壳一会能死啊 不知道立马起床 很伤身吗 当然 说是这么说 可曹文斌却还是第一时间 就将他给抱到了怀中 毕竟这小家伙 再不久的将来 那可是一个绝世大美女 屋内的铠甲 跟他没有丝毫的可比性 也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 才能度过胎中之谜 不行 再没将你彻底拿下钱 小爷绝对不能回家 万一后山那些老家伙 拿下脸来管我要 那我连哭都找不着掉 可他哪里知道 就在屎凤破壳而出的一瞬间 那些曾经追求过屎凤 并且还活着的人 就都睁开了眼睛 到了此刻 更是已经锁定了他的位置 好好 我的女神居然复活了 嗯 看来老夫也带动一动啊 姓君庆风 你还是继续在棺材里躺着吧 你没看见吗 屎凤现在是属于我曹家的 放你娘的螺圈屁 屎凤是大家的 万年之前是 现在依旧是 曹行 赶紧让你家这后辈 将屎凤交出来 这胎中之谜 我们一起帮他渡过 不可能 从古至今 进了我曹家之手的东西 何时交出去过 我们属皮修的 许进不许出 你们要是不服 那我们就比划比划 怕你不成 刹那间 一股肃杀之气 就席卷了整个陷域 人可能还没什么感觉 但那些感官敏锐的动物 却是直接就被吓得趴在了地上 身体更是一直在颤抖 那模样 就仿佛马上要世界末日了一般 不过他们这种状态 也并没有持续太久 至于原因 各位 万年之期马上就要到了 这个时候 我们要是斗一场 那不是轻者痛 愁者快吗 所以啊 我教会 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不知道 你们要不要听一听 沉默 办上之后 林家至尊这才出声问道 你说 很简单 我们公平竞争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呢 曹行就又不干了 你在想屁吃 石锋就在我后背的手中 他只要回到我曹家 那肯定第一时间 就会将其引荐给我 在这种情况下 我凭什么跟你们公平竞争 说的倒是简单 可他回得去吗 那就试试 没有任何悬念 谁也不服谁的几位大楼 很快就又吵了起来 可直至口干舌燥 他们也依旧没有动手 毕竟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最终 他们还是选择了和谈 不过这条约嘛 却是对曹家稍稍有利的 那就这么说定了 史凤的归属 由他苏醒后 自己决定 但第一个月住在曹家 零零散散的条约 还有很多 可他们哪里知道 这道绝世佳肴 那根本就不可能轮到他们 哄 随着一声巨响传出 军家祖宅的上空 顿时就出现了漫天霞光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是有秘宝县事 普通的军家子弟 都有些猛逼 可那些大地强者 双眸之中 却是全都浮现出了惊骇之色 因为他们知道 这霞光代表着 有至尊出世 老祖出关了 没有任何犹豫 但凡是级别够的 立马就都奔向了后山 而事实 也确实如 他们所想的那般 后山最豪华的那座寝陵 此时已经炸开 灰尘很大 但却遮掩不住 虚空之中 那伟岸的身影 老祖 您这是 没有正面回答 办赏之后 军庆风这才反问道 除了逍遥 我们军家这一辈 还有能拿得出手的后辈吗 众多大地相识一眼 随后其中的一位 就快步走了出来 回老祖 我这一脉的军万劫 还算过得去 目前已经修炼到了准圣中期 配合其掌握的各种秘法 最起码能爆发出准圣巅峰的实力 没错 出生的正是军洛峰 天生就比较爱出风头的他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不过嘛 他这番话 却是说得无比心虚 毕竟那军万劫 已经没蛋了 好在军军庆风并不在意这些 因此 准圣中期 倒是个人才 既然如此 那这次的任务 就交给他吧 军洛峰大喜 帮老祖办事啊 这要是成了 那他这一脉 瞬间就能起飞 老祖请说 我们一定竭尽全力 满意地点了点头 倒不是什么大事 曹家的曹文斌 你应该听说过吧 他最近得到了一只很神奇的鸟 我需要你的后背 去帮我抢过来 我查过了 此人目前 就在那新出现的云中秘境附近 你让万劫直接过去就行 记住 秘境里的任何东西 都可以不要 但鸟一定要带回来 越听 军洛峰的笑容就越苦 之前的兴奋镜 早就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毕竟自家人之自家事 他家的君万劫 对付别人那还行 可对上曹文斌 那就是送菜 是 君万劫在 莲花宝剑的作用下 有了长足的进步 可曹家那小子 也不可能原地踏步 抢只鸟而已 又不是正面硬刚 出其不意的情况下 应该不难 实在不行 那就用资源砸 老子就不信 找不到帮手 总之再哪丢人都行 唯独不能在老祖这里丢人 无独有偶 这一幕不仅在君家上演着 其他不朽势力 同样也是如此 至于曹家 那自然也不可能落下 这不 曹行刚从灵寝之中蹦出来 就立马将赵渊儿 给叫到了身边 丫头 你去通知一下文斌 让他最近一定要多加小心 特别要注意偷鸟贼 实在不行 那就先将石缝给送回来 对了 再替我跟他说声谢谢 告诉他 他的心意 老祖我领了 赵渊儿一愣 随后嘴角就抽出了起来 半晌之后 这才强忍着笑意说道 老祖 你可能是自作多情了 据我对那小家伙的了解 他就石缝 百分之百不是为了你 最大的可能 是他自己看上人家了 整不好啊 此时的石缝 可能已经 后面的话 赵渊儿没说 可曹行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话中的意思 于是乎 他直接就惊呆了 不能吧 两人之间的岁数差 那都是以千岁计算的 再说了 我可是他老祖 他还能跟我抢 嘴角再次一抽 别人不好说 但这种事 文斌却一定能干得出来 毕竟他就喜欢岁数大的 越大 他就越兴奋 至于你是他老祖这事 他肯定是不在意的 因为薛柔的前车之剑 就在那摆着呢 沉默 一刻钟之后 曹行这才满脸苦涩地说道 看来这都是命啊 有些东西 果然强求不得 不过无所谓 毕竟使风这滩肥水 没有留外人田里去 第98章 万众瞩目 什么都不知道的曹文斌 此时已经离开了 清陵皇朝所处的那个空间 当然 一小幅是被另外两个女人扶着走的 毕竟此时的她 那真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少爷 我们现在去哪 这个问题 倒是把曹文斌给问住了 不过 还没等他想出答案呢 一个组有十余人的小队 就从他们的不远处飞掠了过去 步伐急促 明显是有急事 这种鸟不拉屎的地 怎么会有人路过 难道是这附近出现了什么好东西 想到这里 曹文斌当即就给龙子梅使了一个眼色 于是后 那个小队很快就被请了过来 其实吧 这个小队真不弱 光是准圣 那就足足有三位 可惜 他们遇到了龙子梅 就算是再强 那也只能盘着 这位公子 不知你有何指教 您放心 我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小队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 态度都极其地恭敬 他们不傻 能用大帝当仆人的选手 那乃是他们能招惹的 倒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想问问 你们这是要去干嘛 听这个问题 小队成员明显愣了一下 公子不知道 我应该知道吗 嗨嗨 被呛得很难受 但小队领头人的笑容 却是依旧灿烂 公子 十日之前 有人在不远处 发现了一个秘境 明月云中秘境 据说是远古时期的至尊所留 五十岁以下的人 都可以进去探索 月听 曹文斌的双眸就月亮 因此很快的 他就又给三女使了一个眼色 公子 于是乎 等小队首领在想说什么之时 却是猛然发现 曹文斌等人的身影 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还有不到一刻钟 秘境就要开启了 真是期待啊 希望我能从中得到一枚灵丹 如此一来 我突破到圣境的概率 最少能增加两成 那个女人好漂亮 嗯 好羡慕他身边的男人 你快闭嘴吧 看到他领口处的徽章了吗 那是教会圣女才能佩戴的东西 你要是再胡烈烈 我保证你见不到明白的太阳了 教会圣女 怪不得这么高贵呢 不朽视力出来的人 果然不同凡响 听着周围的议论声 落凡尘满足极了 从小就是小透明的他 何时受到过此等关注啊 尽管在这些议论中 他只是捎带的 可他却依旧满足 可惜还没等他享受多久呢 话题的风向就变了 我去 那不是曹公子吗 他怎么也来了 看来这个秘境里 是真有好东西啊 要不然 他绝对不会出马 他身边的是龙母 牛逼的人生果然不需要解释啊 我们连普通的美人鱼都玩不到 而人家却是能玩递进的龙母 另外那两个女人 也好正典啊 唉 要是能与曹公子 互换一下人生剧本就好了 不用多 哪怕十分钟 那我就知足了 兄弟 你速度这么快的吗 没有任何意外 骆凡尘的脸 当即就黑了 因为他不管怎么看 都觉得曹文斌不如他 不过嘛 他也没有轻举妄动 毕竟通过这几日的所见所闻 他已经知道了 这仙玉的水 很深 小姨 这家伙是谁啊 方之话收回目光 随后就一脸郑重地解释道 这是曹家的独苗 曹文斌 地位极高 实力更是相当惊人 年轻一辈难逢敌手 如果在秘境里 你遇到了他 那一定要绕着走 骆凡尘很是不屑地 撇了撇嘴 很显然 他并没有听进去 地位极高 再高 难道还能有 小姨你这位圣女高 第九十九章 危机重重的事件 方之话 被自家侄儿的话给整笑了 但任谁 都能看得出来 这笑容很苦 跟曹文斌比地位 这也太看得起他了吧 人家那可是曹家 唯一的继承人 而他呢 说的好听点 是教会圣女 可实际上 他就是教会 培养出来的交际画而已 他身上的所有光环 那都是帮他抬身价的 只要利益足够 他分分钟就会被卖掉 当然 事实虽然如此 但他却并没有说出来 毕竟自己哲儿已经够苦了 没必要再给他徒增烦恼了 不过嘛 该告诫的话 他却是一句没落 其他的你就别管了 但你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能惹这个姓曹的 可能是怕洛凡尘不信邪吧 末了 他还又加了一句 看到他身边那个戴龙脚的女人了吗 那是龙族的龙母 地位与小姨相当 现在 你明白了吗 小姨你放心 我心中有数 方之话长舒了一口气 有数就好 可他没注意到的是 此时的洛凡尘 谋中已然充满了浓浓的不屑之意 原来就是个二世祖啊 要是哥以前 那我自然会绕道走 可现在 很显然 这家伙飘了 当然 也有可能是那个特殊空间里的黑色球体 影响了他的神志 快看 秘境开启了 就在众人各聊各的之时 一声嚎叫 突然就传进了众人的耳中 随后在场的绝大不多数 目光就都变得热切了起来 可尽管很激动 但却没有一个人敢轻举妄动 直至曹文斌慢悠悠地 钻进那传送阵 其他人这才按照地位高低 依次入场 而这一幕的出现 也让本就极度异常的洛凡尘 更是差点抓狂 凭什么 凭什么那家伙就能最先进去 而我却是连前五名都排不上 这不公平 当然 他这几句狂吼 是在心中进行的 要不然 他非得被当成神经病不可 怪不得叫云中秘境呢 还真是贴切啊 刚刚脚踏实地的曹文斌 并不知道外边所发生的一切 而他之所以会有这种感慨 是因为此刻他的脚下布满了白色烟雾 并且始终不散 那模样 真就如同行走在云端一般 算了 还是先看看 一解龙王吧 毕竟掌握先机 那比什么都重要 想到就做 下一刻 曹文斌就在脑海中 翻起了自己的金手指 可越翻 他的脸色就越凝重 因为书中根本就没有 这个秘境的任何记录 别说一样的了 就连相似的 那都没有 全新的秘境 这怎么可能 按照 一解龙王的说法 秘境那都是天道 为天命之子准备的 有天命之子 那才会有秘境 难道 突然之间 曹文斌的脑海中 就浮现出了 一琴儿跟他说的那番话 中周就是个洋谷场 靠 不会是又出现 新的天命之子了吧 老子才刚把五成前 和迭克给干掉 就不能让我放松下吗 曹文斌的脸色很难看 与此同时 他也改变了这次的目标 东西可以放弃 天命之子必须弄死 罪不计 也得将他弄残 大意了呀 在进来之前 就应该用旺气术 扫描全场的 摇了摇头 随后曹文斌的目光 就望向了南方 在那里 坐落着一块 高耸露云的石碑 尽管相隔不知有多远 但却依旧清晰可见 不出意外的话 那里 应该就是秘境的正中心 只要到了那里 应该就能找到 新冒出来的天命之子 计划很完美 可还没等他行动起来呢 他的左后方 就突然伸出来了一只大手 至于目标 正是他肩膀上 正在呼呼大睡的石碑 你找死 发现有人在惦记他的菜后 曹文斌顿时就怒了 于是乎 他反手就是一拳 不过这一下 却是并没有打到人 不是他打歪了 而是来人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很轻松的 就躲了过去 当然 这一拳也不是毫无收获 最起码 石封是保住了 与此同时 也让他看清了 前来袭击的人是谁 君万劫 你怎么变成这副德性了 说实话 曹文斌是有些的猛 因为此时的君万劫 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 更关键的是 他居然还把兵器 给换成了绣花针 你居然还有脸问 这一切 不都是拜当初 你那一脚所赐吗 本来就很愤怒的君万劫 这一下就更不淡定了 于是乎 老祖交代给他的事 直接就被他给丢到了找挖国 脑海中唯一剩下的念头 那就是弄死曹文斌 死 声音一落 他当即就向着曹文斌冲了过来 速度相当的快 甚至说是瞬移 那都不为过 而这 也正是他感应刚曹文斌的本钱 莲花宝剑 原来如此 怪不得你的实力 会进步这么多呢 作为侍仇 曹家早就摸清了君家的一切 因此 君万劫刚一出手 曹文斌立马就看透了对方的路数 当然 君家对曹家同样也了如指掌 你就算是知道了 那又能如何 是 你曹家是有克制 莲花宝剑的东西 可那种自残的招式 你这位大少会练吗 在说话的当口 君万劫就已然冲到了曹文斌的面前 不过有趣的是 他手中的绣花针 却是并没有扎曹文斌的太阳穴等要害部位 反而是扎向了弹中穴 这是控制人体行动的穴位 一旦被点中 那立马就会被定住 任其宰割 很显然 这家伙虽然嘴里喊打喊杀的 但在他的心里 那还是极其想折磨曹文斌一番的 而让君万劫欣喜的是 这个他并不抱多大希望的一击 竟然命中了 针头之上 针就传来了扎肉的感觉 于是乎 结结结 曹文斌啊曹文斌 你施加给我的屈辱 马上就要在你的身上重现了 君万劫兴奋的鼻涕泡都要出来了 可就在此时 第100章 系统出现 啪 随着一声脆响传出 刚刚还在那里怪笑的君万劫 直接就变成了陀螺 足足十多圈后 这才堪堪停下 这不可能 但中学被点 那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绝对动不了 尽管脸已经肿了好几倍 可君万劫 确实根本就没有理会 他的双眸 就那么死死地盯着曹文斌 那模样 就仿佛是看到了什么绝世凶物一般 可他哪里知道 他其实根本就没点到弹中 那扎肉的感觉 是盔甲反馈给他的 从而让他产生了误判 没错 曹文斌将一小符 也给带进来了 虽说这里卡年龄 一小符也确实超纲了 可变为铠甲的他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那就是死物 因此 曹文斌很是轻松地 就卡了一个bug 不可能 这个世界之上 那就不存在不可能的事 好了 你可以去死了 上次有大帝保你 这次我看你 还能指望谁 说完 曹文斌的右手 当即就抬了起来 随后就拍向了君万劫的脑袋 不 你不能杀我 我是君家的第一序列 享有非常多的特权 我要是死了 那君家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一边狂吼 一边还在拼命地往后爬 可惜 爬行又怎么可能有脚踏实地快呢 因此仅仅几个呼吸之后 曹文斌的右手 就不偏不倚地印在了君万劫的脑门上 你 后面的话 他没能说出来 因为随着手掌之内所蕴含的灵气开始爆发 他的五脏六腑 包括他的脑僵 直接就都被震碎了 武官更是第一时间 就流出了鲜血 君家续练 那不就是他妈的一群吓人吗 你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呀 没有气韵傍身 捏死你 那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抢我东西 你也配 曹文斌的脸上 血满了不屑 随后他二话没说 直接就将那依旧没醒的屎缝 给塞进了怀里 从刚才君万劫的行为中 他已经看出来了 这小家伙 应该是暴露了 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应该还会有人打他的主意 因此 还是少让他暴露为好 而做完这一切后 他就又准备启程了 可正所谓 树域静而风不止 这不 他才刚迈出去两步 一道攻击 就又向他袭了过来 有趣的是 这道攻击的目标 竟然还是弹中 靠 这又是谁啊 出手竟然也这么恶毒 老子是睡你家女人了 还是跑你家坟了 不对 来人是准圣巅峰 难道是君逍遥来报仇了 之所以会有这猜测 是因为五十岁之前 能修炼到准圣巅峰的青年才俊并不多 满打满算 也就那么几个 而在这个结果眼上 这些人中唯一可能对他出手的 那就只有君逍遥 越想 曹文斌就越兴奋 毕竟根据 《异界龙王》的记载 此时的君逍遥 并没有到爆发期 要是趁此机会 能消掉他几成器运 那绝对是血传 真是天助我眼 于是乎 曹文斌不再犹豫 转头就轰出了一拳 这一下 他真可谓是用出了权力 什么至尊骨 铠甲增幅 只要是能增加威力的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被他给调动了起来 受死 本来嘛 曹文斌是很兴奋的 可等他看清来人的面容后 他的小脸 顿时就垮了下去 靠 哪来的土鞭啊 简直就是 在浪费小爷的感情 当然 不爽归不爽 但正所谓 剑在弦上 不得不发 因此 曹文斌所凝聚出的攻击 还是轰了出去 碰 毫无悬念 正中目标 而来人也直接就到飞了出去 一边飞 一边还如同喷泉一般的吐着血 直至落地 不可能 老子是准胜巅峰的修为 怎么可能拼不过你这个小涅槃 曹文斌的眉头 顿时皱了起来 这话说的 实在是太露了 要知道 他们这些大家族的子弟 由于有各种底牌傍身 越级挑战 那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所以 基本不会拿境界说事 可这家伙 难道他是个泥腿子 想到这里 曹文斌立马就用出了望气数 淡淡的紫色 不错 真是不错 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虽然不是君逍遥 但能抓到你这个新出现的天命之子 也够了 而就在曹文斌得意之时 那处神秘空间里的黑球 也猛地颤抖了起来 随后他周身的颜色 就又变淡了一些 如果细看的话 那就能发现 这次变淡的程度 比上次都还要多 云中秘境 看着那正在向他走来的曹文斌 落凡尘的双眸之中 充满了极度之色 凭什么他就能这么强 他经历过我所受的那些磨难吗 他经历过痛失亲人的痛苦吗 苍天不公啊 可能是这一连串的质问 让苍天心虚了吧 总之 他的吼声刚一落下 他的脑海中 就立马响起了一声钉 绑定血迹系统的条件已满足 系统正在绑定中 请宿主稍候 丁 绑定已完成 新手大礼包已发放 请问宿主是否开启 骆凡尘很迷茫 作为一介之人 他自然不清楚 什么是系统 不过随着曹文斌距离他越来越近 已经无计可施的他 下意识地就抓住了 这根救命稻草 开启 丁 大礼包开启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挪移卷轴一张 恭喜宿主 开启属性面板 祝 该面板不仅能查看宿主 自己的基础信息 同时也能查看他人的基础信息 丁 由于检测到宿主过于迷茫 因此 系统将开启解答模式 其实宿主完全可以将本系统 看作是一个祭坛 你可以对我说出 你想要的任何物品 而你需要付出的 则是你的鲜血 只要你舍得 那你就能得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第101章 文斌的属性 系统讲解得通俗易懂 因此很快的 洛凡尘的双眸 就变得明亮了起来 整个人更是瞬间 就恢复了活力 果然 我才是这方世界的主角 之前的苦难 那都是考验 你能越急战斗又如何 你能越一急 难道你还能越两急不成 想到这里 他当即就准备献祭鲜血 为自己提升实力 可仅仅几夕之后 他就悲催地发现 他的血不够用了 毕竟刚才吐的实在是太多了 算了 就先放这家伙一马 反正在这秘境之中 早晚都会再次相遇 下一刻 他直接就撕碎了 那刚得到的挪移卷轴 而在灵消失之前 他还抽空扫了曹文斌一眼 于是乎 姓名 曹文斌 实力 涅槃巅峰 由于底牌众多 因此上限不明 身份 曹家圣子 由于是独苗 因此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只要一句话 那就没有他得不到的 颜值 九十九分 气韵 五十四分 他身怀特殊功法 能掠夺他人气韵 因此请小心 探索过的秘境 四个 还有不少 秘境正等着他探索 体质 禁忌之体 世间最顶级的体质之一 由于吸收了过多的神物 因此 体质即将再度进化 本来就被极度所填满的落凡尘 这一下更是差点原地爆炸 凭什么 凭什么他天生就能拥有这么好的资源 而我却只能一步步奋斗 不行 我必须得尽快取代他 老子也想拥有探索不完的秘境 特别是之话 看着凭空消失的落凡尘 曹文斌的双眸之中 没有泛起一丝的波澜 那模样 就跟他早就预料到了一般 不过也对 这毕竟是紫色气韵者 要是那么容易杀死 那才见鬼了呢 他刚才喊了声开启 随后 脸上就浮现出了明显的兴奋之色 靠 他不会是觉醒系统了吧 越想 曹文斌就越觉得 这种可能性极大 毕竟那反应 实在是太经典了 他前世看过的那些小说 都是这么描写的 不行 我必须得尽快弄清楚 这家伙的身份 要不然 根本就没办法下手 没错 曹文斌又准备故技重施了 他要将对付迭克的那一套 套用在这个星天命之子的身上 至于这招过于老套 拜托 招式可不分老不老 好用就行 于是乎 曹文斌当即就向着那座 高耸入云的石碑飞奔了过去 那边人多 绝对能找到认识 或者是见过他的人 气运这东西 那向来是不讲道理的 这不 就在其他人玩命狂奔 争取抢占先机时 洛凡臣却是 已经在挪衣服的作用下 成功到达了石碑脚下 而随着他逐渐靠近 石碑上的光泽 也越发地耀眼了起来 与此同时 他也明误了 这块石碑的作用 天到贝 能助人领悟天地规则的 无上神物 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潜力足够 体内的能量足够 那这个石碑 分分钟就能助其 越过圣人鸿沟 没到准圣巅峰者 也能借其 明误自己的功法 当然 如此逆天之物 那自然也是有限制的 百年之内 只能使用三次 先到先得 呵呵 苦尽之后 果然就是甘来啊 如果我踏入了圣境 想着那美妙的情形 洛凡臣下意识地 就加快了脚步 可想法很美好 但现实却是很骨感 这不 就在他距离石碑 只剩五丈远时 一道磅礴的攻击 突然就落到了他的身前 如果他再敢往前一步 那必然得不到好 你他妈的找死 洛凡臣大怒 打不过曹文斌他认了 但总不能 人人都是曹文斌吧 可对了几招之后 现实就给他 上了极其生动的一刻 来人虽然没有 曹文斌那么变态 但却依旧能 与他打个有来有回 并且越打 他就越力不从心 没办法 对方的招式 与各种装备 一身的硬实力 靠 又是一个能越级挑战的怪物 系统 我要献祭鲜血 对面这家伙所用的剑 我觉得就很适合我 给我兑换一把一样的吧 洛凡臣想得很简单 既然对手靠装备 来抹平他们之间的差距吗 那他就掏出同样的东西来 如此一来 那胜利的天平 自然就会向他倾斜 可 丁 经过检测 宿主对手所持有的 乃是初级地气 通体都由天外晶晶所住 想要复制 需要极其庞大的能量 据估算 以宿主现在的身体状况 献祭完成后 宿主必将陷入昏迷 请问是否继续献祭 洛凡臣吐血 以昏迷为代价 换地气 这要是在平时 那自然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毕竟血液这东西 那是可以再生的 可他现在要是换了 那不纯纯就是傻逼吗 否 咬牙拒绝了系统后 洛凡臣就开始扶起了软 兄弟 我们没必要争够的 你可能不知道 这天道碑 能接纳三个人 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利益冲突 不得不说 这家伙是会寻找切入点的 这不 听了他的话后 来人顿时就停手了 你说的都是真的 如有半分虚言 那天打五雷轰 来人沉默了一下 随后 就转头走向了石碑的另一侧 你给我等着 这是不算完 而洛凡臣在瞪了对方一眼后 也很快就行动起来 可正所谓 一步错 步步错 因此 哄 依旧是刚才的位置 依旧是炸裂的攻击 唯一不同的 就是 这回来的人 很嚣张 小子 这种天大的机缘 可不是你这种 你腿子能拥有的 听歌一句劝 哪来的回哪去吧 只有这样 你才能活得更长久 第102章 郁闷到吐血的洛凡臣 要说洛凡臣最重要什么 那不好说 可要说他最忌讳什么 那被人瞧不起 一定是第一位的 因此 嘲讽之宇刚一出现 他直接就爆发了 所发挥出的实力 竟然比刚才都还要强上一次 可惜 来人同样也比刚才那位强 于是乎 他又一次被压制了 不过这一回 他却是没有服软 毕竟对方触碰到了他的逆铃 轰 轰 轰 爆炸声接连响起 震得人耳膜生疼 与此同时 这附近的人 也渐渐地多了起来 这个准圣巅峰 是原始人吗 为何不用招式 就只知道硬拼呢 可能是对自己比较自信吧 自信 这都快被林家小子给打吐血了 他自信个锤子 唉 果然是傻人有傻福啊 他这身修为 可能就是用智商换来的吧 听着吃瓜群众们的议论声 骆凡尘差点没被气死 技能 他当然想用 可他不会啊 至于骆家的功法 抱歉 他是真不好意思用出来 太上不了台面了 B 本来嘛 他是想让众人闭嘴的 可他刚一扭头 眼角的余光 就瞄到了 那刚刚到达的曹文斌 卧槽 这家伙的速度 怎么这么快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而更让他郁闷的是 曹文斌竟然还跟他的对手认识 表哥 你也来了 咦 这家伙也惹到你了 还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华洛 攻击到 根本就没给骆凡尘反应的时间 哇 毫无意外 被左右 夹击的骆凡尘 直接就又吐出了一口鲜血 系统 快给我兑换挪衣服 丁 检查到周围有宿主的鲜血 请问是否优先扣除他们 微微一愣 随后 骆凡尘就笑了 这系统不错 很节俭 不过嘛 他也没笑多久 因为随着挪衣服 开始发挥作用 发现奈何不了他的曹文斌二人 就已经堂而皇之地 走向了天道碑 明明是我先到的 凭什么到了最后 反而还没我的份了 先来后到 你们都不懂吗 野蛮人 你们就是一群只知道动粗的野蛮人 哄 不得不说 天道碑是真的很逆天 这不 曹文斌的手才刚刚搭上去 他的修为 就立马暴涨到了准圣初期 与此同时 那些他得到了许久 但却一直没空炼化的东西 例如不败之光等神物 也在飞速地与他融合着 至于他所会的各种功法 那就更不用说了 原本只入了门的 眨眼间就变为了精通 而本来就精通的 更是直接就变为了登堂入室 卧槽 看着曹文斌那惊人的变化 周围的吃瓜群众们 眼睛顿时就红了 别的他们是看不到 可那修为的提升 却是明摆着的呀 于是乎 几个胆大并且背井深的 立马就冲了上来 他们要取而代之 可惜 一切都已经迟了 在曹文斌等人 将手放到杯上的那一刻起 他们就已经与天道杯融为了一体 除非是 你有毁坏天道杯的本事 要不然 那根本就伤不到曹文斌等人分好 妈的 便宜你们了 而对于这一切 曹文斌却是并不知情 因为此时他的意识 已经被拉入到了一个特殊空间之内 这里上没有天 下没有地 目之所及之处 就只有一条散发着荧光的小河 在缓缓流淌 时间长河 曹文斌 那自然是识货的 因此紧紧一眼 他就看透了这条河的底细 这是想让我借助这条河 来领悟时间法则 靠 要不要这么逆天啊 越想 曹文斌就越兴奋 身体更是不自觉的 就颤抖了起来 不是他城府差 实在是这个发现 太过于惊人 要知道成为圣人的关键 那就是掌握规则之力 只要能触摸到一丝皮毛 并且能够使用 那就是圣人 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是极难 圣人鸿沟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很多前妻及其妖孽的天之骄子 就生生地被卡在这道鸿沟之前 终身不得寸计 当然 要只是寻常的规则 那曹文斌也不至于如此激动 毕竟以他的身份 想要触摸法则并不难 曹家有都是邪招 真正让他不能自持的 是这条法则的属性 时间 据古迹记载 这东西与空间和因果 那都是神才能掌控的 可现在 他却是真真实实地出现了 并且还是触手可及 这可谁谁不激动 我明白了 一定是老子的禁忌之体 发挥了作用 仙狱之中的其他人 由于受天道管辖 所以根本就接触不到这种规则 可老子不同 禁忌之体 拥有无限可能 因此 狠狠地挥舞了一下拳头 随后 曹文斌二话没说 直接就扑向了时间长河 速度之快 堪比顺移 那模样 就好像下一刻 这河流就会消失似的 扑通 没有任何意外 他很快就钻入了水中 但他进去的快 出来的同样也快 连一吸之间都没带到 曹文斌就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 靠 时间之力这么恐怖的吗 屁大点的功夫 就差点让老子迷失其中 当然 吐槽归吐槽 但上岸之后的曹文斌 却是第一时间就闭上了眼睛 他要抓紧时间 回味刚才的感觉 毕竟 罪可不能白受 而功夫也果然不负有心人 这不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时 他的双眸之中 明显就多了一些玄之又玄的东西 这就是时间吗 真是神奇啊 原来古迹记载错了呀 不是神才能掌握这东西 而是只要掌握了这东西 那就是神 喃喃自语了一句后 曹文斌就毫不犹豫地 又跳去了水中 这一回 他在里面待的时间 明显多了一次 虽然少到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确实是多了 而接下来的时间 曹文斌就一直在重复这几个动作 跳水 爬上岸杆雾 然后再跳水 周而复始 第103章 成为香波波的方之画 也不知过了多久 天道碑之前的曹文斌 终于缓缓地睁开了双眸 下一刻 整个空间都为之一顿 距离圣静 只差能量 曹文斌兴奋地挥动了一下手臂 不过很快的 他的注意力 就落到了同样也刚刚醒来的林栋身上 当然 他并不是对自己的表哥产生了兴趣 而是他急切地想要知道 那个天命之子的身份 表哥 你认识之前与你交手的那个家伙吗 林栋一愣 很显然 他没想到自己的表弟 会来这么一句 因此稍微回忆了一番后 他这才说到 不认识 但进来之前 我看到他与一个女人表现得很亲密 而那个女人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教会这一代的圣女 怎么 那家伙与你有仇 用不用表哥帮你一把 没有任何意外 曹文斌的脸上 当即就浮现出了一抹邪笑 与女人关系亲密 很好 正好能实施他的计划 至于林栋 戴上也行 不求他能出多少力 但最起码能壮壮生事 毕竟林家少主的名头 那也不是盖的 再说了 这家伙好歹也算是一个天命之子 有他在 那说不定还能有些意外收获 于是乎 那表哥就陪我 去一趟教会总部吧 对了表哥 我教你的那招 有用吗 本来嘛 林栋还是满脸笑意的 可曹文斌这话一出 他却是直接就炸了 你还好意思提 你知不知道 我刚把你那个谜语给说出来 那位老祖的脸色就直接变了 随后就将我给倒掉在了祖宅门口 每日派人抽打 七天啊 你知道那七天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在说话的同时 他下意识地揉了揉屁股 很显然 这傻孩子已经被打出心里阴影了 哈哈 你竟然还敢笑 老子跟你拼了 由于没能在秘境之中得到东西 因此出来之后 骆凡尘也就没再提报仇的事 直接就跟着方之话回了教会 并且第一时间就选择了闭关 他要尽快将自己的血液 给转换成各种底牌 他已经受够了 被人以各种小手段拿捏的日子 不用多 一个月之后 小爷就会让你们这些大家族的子弟 知道什么叫默契少年穷 系统 我要献祭鲜血 兑换地级功法 对了 等我的血液一恢复 你就再帮弄把衬手的兵器 规划得很完美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前脚才刚闭关 一群二世祖后脚 就涌进了教会总部 至于他们的来意 与他 正是为方之话而来 不得不说 爵士美女不管在哪 那都是稀缺资源 这不 方之话紧紧就在外面转了一圈 立马就被各家的狼给盯上了 圣女是我的 这是教皇当初亲口承诺过的 正所谓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你们要是再敢胡搅蛮缠 那老子跟你们没玩 说话的是千家少主 千明轩 一个一流势力的嫡系继承人 按理来说 他这个段位的选手 那根本就不配玩圣女 这种高配 不过嘛 万事都无绝对 千家由于是教会的铁杆支持者 再加上千明轩自己争气 年纪轻轻 就当上了教会骑士团的团长 因此 他还真能算是个圣女的有力争夺者 当然 他这番说辞一出 立马就引起了公愤 别特是原家的原世杰少爷 那更是第一时间就蹦了出来 姓千的 你家是没水吗 实在不行 你撒泡尿照照自己也行啊 还圣女是你的 就凭你也配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教皇当初的原话是 让你与圣女接触接触 可没给出什么沉默 怎么到了你嘴里 就变样了呢 至于你嘴里的没完 老子就站这里了 我倒要看看 你准备怎么个没完法 原世杰的语气很狂 但其他的追求者 却是没人觉得不妥 因为原家 那是不朽势力 尽管原世杰只是旁支的少爷 但不朽势力 就是不朽势力 就是有狂的本钱 不服 那就赶你 但这一次 他的逼却是没能装起来 因为 说得不错 这个穿着一身白 仿佛要去参加葬礼的家伙 确实不配拥有圣女 不过嘛 你这家伙 貌似也不够格 谁 原世杰大怒 于是乎 从小到大嚣张惯了的他 当即就转过了头 他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在拨他的面子 可等他真看到来人后 他的火气 却是瞬间 就散了一大半 与他 领头的这两人 是真的拥有无视他的本钱 曹文斌 难道你也准备竞争圣女 别忘了 你可订婚了 你这么干 难道就不怕你的未婚妻发飙吗 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挑拨离间在我这没用 直言他根本就不在意这个 他曾经说过 我爱找多少 那就找多少 只要是我领回去 他都会当妹妹对待 听到这话 再长的有一个算一个 脸上全都浮现出了极度之色 就连灵动 也同样如此 与此同时 灵动的脑海中 还不自觉地 就浮现出了张纸烟那绝美的容颜 妈的 我怎么就遇不到这么完美的女人 要是 呗呗呗呗 灵动啊灵动 你可真不是人 那可是你弟妹啊 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 可他哪里知道 他有想法 那才是正常的 因为张纸烟 原本就是他的 可惜 却是被人给截胡了 而就在灵动胡思乱想时 被咽了一下的袁世杰 又再度开口了 曹少 不得不说 你是真为男人争脸 不过嘛 你与圣女 却是依旧无缘 我想你可能是忘了 教会是有规定的 圣女只能当妻 就连平妻都不行 就更不用说妾了 依旧是那副吊铃的样子 势在人为 我相信 教会会卖我这个面子的 要是实在不行 那我也可以 只要圣女的第一次嘛 毕竟俗话说得好 不求长长久久 只求曾经拥有 煞那间 其他人的脸色 就都黑了 你小子啥意思 让我们娶你剩下的 花大价钱当接盘侠 第104章 教会的阴谋 曹文斌等人的对喷很精彩 而就在同一时间 教会的几个高层 也在开着会 至于议题 正是关于这场闹剧的 教皇 那曹家的小子 实在是太嚣张了 虽然圣女是怎么回事 大家心里都有数 可他也不能明目张胆的 就说出来啊 你看 是不是给他的教训 从而让他常常记性 说话的是审判长 张宗泽 一品大地的实力 当然 他虽然也是一品 但地位却是比方之画高多了 因为他是一步一个 脚印修炼上来的 前途无限 而作为圣女的方之画 却是靠丹药催成的 潜力已然耗尽 根本就没什么价值 不过嘛 他的地位虽然够高 但这次的提议 却是并没有被采纳 反而招来了教皇的一个白眼 给曹文斌一个教训 你可真敢想 你信不信 你前脚刚出手 曹家的大地们 后脚就能来堵门 对了 有一件事情 你们可能不知道 前几天 我教会的至尊 看上了那小子的一样东西 可就算是他老人家亲自出面 那都被对回来了 最终就只能采取智取的方式 现在 你们还想去教训他吗 教皇的脸上 依旧挂着那伪善的笑容 可包括张宗泽在内的所有人 全都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寒战 至尊出面都没用 靠 这小子这么受重视的吗 但很快的 他们的双眸就又亮了 那小子身上 竟然有至尊都重视的东西 这要是他们能将其夺来献上去 那不直接就能起飞 教皇 摆了摆手 我知道 你们想问什么 至尊看上的 是那家伙身上的一只鸟 你们要是有手段 那就尽管示威 但要切记 绝对不能用墙 这是规则 谁都不能违反 至于方之化的事 我的想法是 让他吊着那些青年才具 既不答应 也不拒绝 毕竟通天之路 马上就要开启了 多了不用 方之化 只要能拖住曹文斌他们一年 那最终的胜利果实 就必定独属于我教会 当然 为了能将利益最大化 我们必须得将这事 给传播出去 如此一来 那才能吸引到 更多的青年才具 众人微微一愣 随后 就纷纷竖起来大拇指 姜 果然还是老的辣 这想法着实不错 考虑的也够长远 至于方之化 能不能拖得住 这一点根本就不在 他们的考虑范围内 毕竟教会的圣女们 除了炼化各种丹药外 剩下的时间 那都在学习茶艺 拿捏男人的本事 他们要是说第二 那这仙玉 还真就没人敢认第一 可惜 他们千算万算 却是忘算了一点 以曹文斌的脾气和为人 随着会议结束 一则消息 很快就如同狂蜂一般 席卷了整个大陆 你们听说了吗 教会这届的圣女 要公开选序了 年龄大于二十 小于三十五岁的 都可以去光明城参与竞争 只要通过考验 那就能报得美人归 扯淡 圣女纯洁无瑕 终身都在等待神奇的召唤 根本就不会 也不可能结婚 更不用说公开选序了 仲达兄 看来你被成功地洗脑了呀 既然你不信 那不如我们去光明城看看如何 反正也不远 去就去 带我一个 那可是圣女啊 万一能沾染分毫 就够他妈的吹一辈子的了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圣女外出之时 那都是戴着面纱的 别说触碰了 你连看那都看不到眼 对了 听说曹家圣子 也看上这些的圣女了 这要是能从他的手中抢到人 妈的 想想就刺激 类似的争论 在先遇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 于是乎 光明城的人流量 在短时间内 就达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值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们还在做着 迎娶圣女的美梦时 曹文斌却是已经用一张败帖 成功将他们的女神给约了出来 赏星楼 光明城最大的酒楼 装修极其奢华 高度更是足有99层 端座最高处 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星 赏星之名 也正是因此而来 而此时的曹文斌与方之话 就在其中 两人已经来了有一会了 相处的也很是融洽 细听的话就不难发现 方之话的笑声 那根本就没听过 曹公子 你欺负人 这谜底我怎么可能猜到 不过 我已经摸起你的套路了 不信你再出一个 我保证秒出答案 曹文斌的眸中 顿时就闪过了一抹金光 圣女既然这么自信 那我们不如打个赌如何 方之话依旧在笑 但她的身体 却是明显没有刚才那么放松了 很显然 她这是察觉到了什么 小女子自然是乐意奉陪的 不过赌注可得小点哦 毕竟我可没有公子那么富有 而事实也确实如方之话预料的那般 曹文斌果然出幺蛾子了 这年头 谁玩钱啊 本少可没有那么俗 我赢了 圣女只需将你腿上穿的东西 给我就行 如何 这个赌注不大吧 脸瞬间变红 是 赌注是不大 可羞人啊 不过方之话 却也长输了一口气 还好还好 没有超出底线 于是乎 她强忍着害羞 很快就点了点头 没办法 不答应不行啊 高层给她的指示 是吊住眼前的男人 既然如此 那她自然得下点耳料打下窝 不然的话 鱼可就真该跑了 那责任 她可承担不起 曹公子请出题吧 如果小女子真没答上来 那你所要的东西 我自然双手奉上 满意的一笑 随后曹文斌就缓缓地 说说道 谜语不长 一共就六个字 打一个四字俗语 听好了 两只母牛倒立 第105章 脚屎棍千明轩 曹公子 我猜不出来 可说是这么说 但从她那红润的脸蛋上 就不难看出 她其实已经有答案了 只不过是不好意思 说出来罢了 当然 也有可能是不能说 毕竟她作为教会圣女 要是真堂而皇之地 吐出了那个单词 那形象绝对会遗落千丈 既然如此 那我可就要收取赌注了 说完 曹文斌立马就站了起来 没错 他就是要亲自动手 而早就做好准备的方之画 也没有反抗 反而还主动地伸出了腿 不过嘛 他却是提了一个要求 曹公子 这东西你拿就拿了 但能不能别往外转 毕竟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教会的圣女 而且 一切都还没有定数 万一人家最终属于你了 声音越来越小 脸蛋也越来越红 那小模样 真是我见犹怜 可将一切都尽收眼底的曹文斌 却是笑了 果然是先欲之内最高端的绿茶 以前我还不信 现在算是长见识了 当然 笑归笑 但最终 曹文斌却还是同意了 毕竟这东西他另有用处 可不会拿出去炫耀 放心 我这人是很自私的 美好的事物 那向来都是自己独享 而在说话的同时 他的手也没停 始终都在前进着 可就在即将到达目的地时 包间的房门 却是突然就被敲响了 于是乎 方之话的腿 下意识地就收了回去 脸上的明媚 也进阶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绝对的正经 至于曹文斌 没有任何意外 脸当即就黑成了锅底 他平生最厌恶的是 有两个 一个就是流涂不流肿 另外一个 则是打扰他的好事 因此 谁 曹文斌的声音 那真可谓是阴森到了极点 不过来人显然也是 有底气的 所以并未害怕 比人迁明轩 教会骑士团的团长 此番前来 是因为 有事要与圣女相谈 并非有意打扰曹公子的雅兴 话说得很漂亮 可曹文斌 却是依旧没给面子 滚 再敢多说一句废话 老子就废了你 话落 曹文斌就准备继续 可 喷喷喷 敲门 敲门声又响了起来 很显然 来人并不打算放弃 甚至 从那急促的声音来看 对方似乎已经有破门的打算了 呼 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曹文斌就满脸笑意地问了方之话一句 不介意我出去一趟吧 同样回了一个笑脸 曹公子请便 小女子愿赌服输 绝对不会临阵逃脱 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果然是善解人意的好妹妹 紧接着 曹文斌就推门走了出去 本来嘛 曹文斌以为 门外就只有千明轩一人的 可等他出来后 这才知道 原来整个九十九层 早已布满了吃瓜群众 很显然 他们都是跟千明轩一起来的 靠 都这么闲的吗 无语地摇了摇头 不过曹文斌却也没说什么 愿意看就看吧 正好借此机会 震慑一下这些家伙 于是乎 老子刚才说的话 你应该听到了吧 既然如此 那你可以做出选择了 一共五只 你不想要哪一个了 微微一愣 但很快的 千明轩的脸上 就流露出了 浓浓的不屑之意 曹少爷 你可能是忘了 你的仆从 并没有跟来 而就凭你自己 貌似还没有资格说这话 好了 你可以让开了 别耽误我见圣女 说完 他抬腿就准备进屋 可他才刚动 一只沙包大的拳头 就已经席向了 他的太阳穴 姓曹的 你过分了 千明轩大怒 当然 即便如此 他也依旧不敢动手 毕竟他比曹文斌 足足大了三十岁 实力更是达到了 圣级初期 只要敢动 那一顶一大七小的帽子 就绝对逃不掉 而以曹家的尿性 一旦被他们抓住了把柄 那他绝对逃不到好 于是乎 他就当即就想躲 可不知为何 就在他准备行动时 他的身体 竟然不听使唤了 虽然这个过程 就只持续了几夕的时间 但高手对决 那向来都是分秒必争的 因此 碰 没有任何意外 曹文斌的拳头 正中目标 卧槽 看着到飞出去的千明轩 吃瓜群众们全都傻眼了 有几个正在喝茶的 更是直接就喷了出来 准圣暴揍圣极 这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当然 还有小部分人 则是一脸的凝重 他们都是各个不朽势力的嫡系子弟 将来与曹文斌 是必然会对上的 本来嘛 他们还是有点瞧不起这个对手的 毕竟曹文斌的体质 觉醒的实在是太晚了 可现在 妈的 他怎么会进步得这么快 还有 他是怎么让千明轩反应不过的 曹家还有这种手段 没听说过呀 而就在众人胡思乱想之时 那被镶进了墙里的千明轩 也终于将自己给抠了出来 紧接着 他就冲着众人拱了拱手 没错 他并没有死 只是受了些伤 不过也对 圣人要是一碰就死 那武道根本就不可能崛起 科技早就一统天下了 各位 你们都看见了哈 这是曹少爷先动的手 接下来 我只是在寻求自保 可不是一大蹊跷 说完 他身上的气势 就猛地暴涨了起来 随后 就向着曹文斌冲了过去 当然 他的气势虽然足 但心中却是充满了屈辱 妈的 人家想动手就动手 而老子 却是只能在受伤后才敢反击 就这 还他妈的不敢下死手 不行 下辈子 我也得投个好胎 与此同时 两人也终于相遇了 不过嘛 历史却总是惊人的相似 这不 千明轩很快就发现 他的身体 竟然又不听使唤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106章 吐血 这到底是什么技能 看着又到飞出去的千明轩 各大不朽势力的青年才俊们 眉头顿时就皱得更紧了 精神攻击 不对不对 千明轩的眼睛一直很有神 从未迷茫过 不像是精神层面出了问题 难道是被下毒了 也不对 圣人之体受过天地洗礼 已然百毒不清 根本就不可能中毒 他们想了很多 但唯独没有往时间法则上去想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下意识被排除掉的 才是正确答案 千明轩 你可一定要给点力啊 能不能迎先不说 但一定要将这家伙的底 给探查清楚 也不知是感受到了 吃瓜群众们的期盼 还是面子上过不去了 总之再次从墙中出来的千明轩 就宛如换了一个人 虽然依旧狼狈 但周身却是布满了圣光 那么样 别提多神圣了 光明法则 这波吻啊 不仅是吃瓜群众们 作为当事人的千明轩 脸上同样也爬满了自信之色 法则 那可是圣人才能拥有的东西 因此 一旦用出来 那立马就能对味道圣境之人 形成碾压 刚才他之所以不用 是因为拉不下脸来 毕竟圣境对准圣出手 就已经够丢人的了 这要是再用法则 那绝对能把人笑死 可现在 他却是不得不用了 因为要是落败了的话 那更丢人 曹公子 你还是退走吧 这一招 你接不住的 异常不屑地撇了撇嘴 小爷既然 能将你相近墙中两次 那自然就能将你相近去第三次 你尽管出手就是 我倒要看看 你能翻起什么浪来 狂 非常的狂 于是乎 好心被荡成驴肝肺的千明轩 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右手一挥 当即就在身前凝聚出了一把 长约五米的重剑 审判之剑 斩 升落 攻击到 可这道携带着众多期盼的攻击 却是宛如一位被掏空了身体的男人 根本就不坚挺 这不 刚飞了一半的距离 他就开始莫名其妙地变弱了 等到了曹文斌面前时 威力更是实不存一 于是乎 哄 没有任何悬念 已让外强中竿的大剑 直接被曹文斌给轰爆了 不可能 千明轩疯了 不仅是他 其他人同样也疯了 因为他们依旧没能看出 曹文斌所用的是什么手段 继续 多来几次 老子就不幸看不出来 可惜 想法很美好 但现实却是很骨感 还有其他事情的曹文斌 根本就没有再给千明轩机会 晋升之后 他直接就给了千明轩一顿老拳 其实吧 曹文斌的时间法则 也就只领悟了一点皮毛 他即便是权力施围 最多也就只能让时间停止 或者是倒流几席 可时间法则就是时间法则 即便是半吊子 那也足够吊打其他法则了 再说了 圣人初期的千明轩 不同样也是半吊子嘛 因此 等曹文斌心满意足地离开时 千明轩这位装逼犯 已然是初期多 进期少了 整个右臂 更是一节一节的 多处露骨 既然你不选 那我就帮你选好了 希望你能满意 这是包厢门被关上前 曹文斌唯一留下的一句话 不吃 没有任何悬念 本来就已经很虚弱的千明轩 顿时就又吐了一口血 不过嘛 这还不算完 这不 就在他努力地想要站起来时 那刚刚被关上不久的包厢门 就又被推了开来 紧接着 曹文斌与方之话 就一前一后地走了出来 本来嘛 这是很正常事情 毕竟事情谈完了 那自然要离开 可千明轩却是在无意间 撇到了方之话的眉腿 下一刻 他的瞳孔 就不自觉地收缩了一下 心脏更是不争气地 偷停了好几秒 其实吧 方之话的腿上 并没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反而还极其地干净 可就是因为这份干净 所以他才心痛 因为今天早些时候 他是见过方之话的 那个时候 这双眉腿上 可是还有丝袜的 但现在 曹文斌 老子与你不共戴天 而他根本就没注意到 就在他无能狂怒之时 他的女神却是在一脸愤恨地瞪着他 这家伙可真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没事瞎折腾的屁呀 本来一双丝袜就能搞定的 可现在 却是又搭上了 越想 方之话的脸就越红 可他哪里知道 就算是没有这事 那以曹文斌的为人 也是绝对不会错过美好事物的 夜晚 月黑风高 不过洛凡臣的闭关处 却是灯火通明 时不时的 里面还会传出一阵笑声 天助我也 真是天助我也啊 不行 一会高低地喝上二两 看着手里的中品地气 洛凡臣虽然满脸苍白 可他谋中的兴奋之色 却是怎么也掩盖不住 按照他原本的计划 这次献祭出一把出击地气就可以了 毕竟目前的他 实在是太缺血了 每一滴 那都得用在刀刃上 可没成想 他刚一献祭完毕 系统竟然就提醒他 奖励升级了 他刚刚触发了双倍暴击 原本的出击地气 直接就变为中品地气 要是每一回都有这运气 那该多好 但正所谓 乐极生悲 这不 就在他傻笑之时 一枚飞镖斜着一个小布兜 顺着他的头皮 就飞了过去 直直钉到墙上 这才堪堪停住 谁 落凡尘大惊 但却没人回答 而他也并没有追出去 不是不想 而是不能 现在的他 实在是太虚弱了 出去那简直就是去送菜 于是乎 他就只好退而求其次 飞快地检查起了飞镖 咦 这里边好像是有东西 在说话的同时 他顺势就打开了小布兜 本来嘛 他还是一脸好奇的 可等他看清了里面的东西后 他的脸 却是立马就扭曲了起来 不管你是谁 也不管你是如何得到这东西的 你都必须得死 小姨 第107章 抓狂 这一眼 洛凡尘根本就没有睡好 只要一闭上眼睛 那脑海之中 立马就会浮现出 布兜之内的物品 于是乎 等到天彻底亮起来之后 他立马就向方之花的住处跑了过去 他已经决定了 以后就守在自己小姨的身边 绝对不给任何小小机会 可想法很美好 但现实却是极其的骨感 这不 他才刚刚看到圣女宫 连院子都还没进呢 就已经被一个满脸褶皱的老女人 给拦了下来 站住 前方乃是圣女宫 按照规定 任何雄性生物都不准靠近 当然 你要是肯当着我的面 将自己的灵剑给卸了 那我也可以通融通融 也不知是过于无聊 还是知道洛凡尘没威胁 总之这老夫人非常的皮 可洛凡尘 却是没这个心情 老人家 你就放我过去吧 对了 方之花是我小姨 以我们的关系 肯定不会出什么事的 本来嘛 洛凡尘以为他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老夫肯定就不会再为难他了 可没成想 你就别做白人梦了 老身这么大岁数了 什么不懂 你们男人对待漂亮女人 向来不就只有一个原则吗 生我者不可 我生者不可 其余皆可 再说了 这圣女宫内 可不只有你小姨自己 历代圣女 只要还活着的 那可都住在这里呢 洛凡尘的脸 瞬间就黑了下来 其中 还掺杂了一丝恼羞成怒 那模样 像极了被大人点破心事的小孩 不过 就在他准备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他的身后 却是突然就传来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孙伯伯 你老这么早就醒来啊 来来 这是我给你带的礼物 你看看合不合心意 之前还一脸凶向的老夫 听到这番说辞之后 顿时就换上了一副笑脸 曹公子 您太客气了 快 快请进 算算时间 枝话他 也该起来了 对了 您进去之后 小心点啊 昨晚您送枝话回来的事 在圣女之中已经传开了 您要是不小心啊 那可能都走不到枝话的住处 孙婆婆一边陪着笑 一边还不忘 把曹文斌 往宫殿群里拥 那态度 别提多热情了 至于洛凡尘 抱歉 他根本就没敢出声 在笑声响起的一瞬间 他直接就转过了身去 随后就开始努力地 降低起了自己的存在感 此时的他 已经不是那个 出出茅庐的小屁孩了 经过方之话的讲解 他已经知道了曹家的恐怖 他很清楚 如果他在这里 被曹文斌给认出来了 那他绝对逃不到好 即便 他小姨是圣女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也不知是他的碎碎 念起了作用 还是曹文斌的心思 都放在了方之话的身上 总之这一劫 还真就让他给躲过去了 果然 老子的运气 天下第一好 不过这份兴奋 却是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他想起了孙婆婆的话 小姨昨天一直跟曹文斌在一起 难道那条丝袜 是曹文斌让人丢给我的 不对不对 以我们两人的过节 曹文斌要是知道了我的身份 并且找到了我 那早就派人来弄我了 根本就不可能放任不管 想到这里 骆凡尘在长舒一口气的同时 眉头也皱得更紧了 姓曹的 你也真是废物 竟然连自己想上的女人都看不住 还有小姨 你也是真够浪的 居然还脚踏两条船 不过这样也好 你既然不抗拒别人 那想来也不会抗拒我 只要我软磨硬泡一番 那应该就能 打定了主意后 骆凡尘转头就走 没有一丝犹豫 此时就算是孙婆婆让她进去 那她也不会进去了 毕竟孤男寡女共处一事 会发生什么 那自然不用多说 既然如此 那她还去干嘛 听墙根吗 她可没那妖变态 也不想受那个折磨 可还没等她走多远呢 那刚才一直在对她的孙婆婆 就又开口了 小子 你别忘了准备套喜庆典的衣服哈 眉头再度紧皱 为什么 你还不知道 教会已经决定了 在三日之后 为你小姨举办招亲大会 获得优胜者 那就能成为你姨父 你想想 这么大的喜事 你难道不应该穿得喜庆典吗 微微一愣 但很快的 她就怒了 招亲大会 姨父 你们怎么能这么干 按照你们的教义 圣女不应该是纯洁无瑕 终身等待神的召唤吗 孙婆婆满脸不屑地 撇了撇嘴 看向骆凡尘的眼神 那更是在宛如看智障 教义那东西 你也信 你难道不知道 那就是给外人看的吗 实话告诉你 从古至今的所有圣女 那就没有一个能保持纯洁的 之前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去世的 也根本就没有死 而是被看中他们的男人给带走了 若凡尘不傻 因此很快就想明白了一切 我懂了 我终于懂了 原来所谓的圣女 就只是教会培养出来的高级级 只要利益足够 那分分钟就会被卖掉 哪怕对方是个糟老头子 当然 明白归明白 但她却还是在怒视着孙婆婆 既然都要弄招亲大会了 那你为何又要放刚才那家伙进去 你这么做 不是对优胜者不负责任吗 之所以会说这话 是因为就在刚刚那一瞬间 她就已经决定要去掺和一手了 至于身份 这个简单 用系统兑换一个易容术就是了 因此 她要为自己维权 毕竟没人喜欢开二手车 特别还是被踩过无数次地板游的二手车 可孙婆婆接下来的话 却是差点没把洛凡尘给气中风 因为曹公子 获得优胜的机会最大 既然如此 那自然要让他们提前培养下感情 退一万步说 就算曹公子最后真失手败了 那也无伤大雅 毕竟接曹公子的盘 不丢人 甚至都可以说是光宗耀祖的事 你 狠狠地瞪了孙婆婆一眼 随后洛凡尘也没再说什么 直接拂袖而去 她已经看出来了 这女人被曹文斌给收买了 留在这里 纯属浪费时间 至于车的事 二手就二手吧 反而以她的身份 也没办法长期持有 妈的 等到手了 我也要来截脚地板游 不得不说 人的适应能力 就是强 刚刚还很隔应呢 换的思路一想 立马就开怀了 而随着她的离开 圣女宫的门口 却是突然就又多出了一道身影 不错 气韵已经开始下降了 不过还不够 接下来 还得给她整点大的 第108章 仙人跳 姓曹的进去多长时间了 已经有一刻钟了 我让你往酒里下的佐料 你下了吗 放心 初表差错 只要能让她喝下去 那我们让她幻想什么 她就一定会幻想什么 窃窃私语的是两位美女 从她们的服饰来看 她们应该也是教会的圣女 至于是第几代的 那就不好说了 而等两人检查完毕 确定了没有任何遗漏后 领头那位 当即就闯进了方之化的别墅 呀 师父 师叔 你们怎么来了 不得不说 这两个女人 是董事监管理的 这不 她们进来之时 方之化已然是双目迷离 衣衫凌乱了 嘴唇上的唇膏 更是踪迹全无 就这造型 如果她们再晚来一会 不用多 哪怕五分钟 那她们看到的 可能就是十八镜了 你们来得好巧啊 曹文斌嘴角含笑 很显然 她早就料到了 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并不愤怒 而两女明显 也都是脸皮极厚的人物 因此 根本就没有理会 曹文斌那满脸的嘲讽 一屁股就坐在了 她的左右两侧 曹公子 这可不是巧 我们就是故意的 你这种极品 知话他可没服毒响 我们说什么 都得奋一杯羹 对了 这是我们教会 独有的光明罪 你尝尝 顺手接过对方 拿出来的酒 曹文斌一边观察 一边反问道 你是 林婉辰 知话的师父 当然 不出意外的 很快也能算是你师父了 不过嘛 我却是希望 我们能亲上加亲 至于方氏 说到这里 林婉辰也不知是有意的 还是无意的 总之就是当着曹文斌的面 直接就舔了舔嘴唇 那模样 诱惑极了 哼 这酒说什么都得喝 毕竟长辈敬酒 越喝越有 可这干喝 是不是 话没说全 但意思 却是极其的明显 于是乎 方之话的师叔二话没说 直接就站了起来 既然曹公子有兴致 那我小女子就现丑了 我的舞 应该足以下酒了 话落 她的身体立马就开始扭动了起来 时不时的 还故意暴露些重要位置 当然 一切都只是点到为止 主打的就是一个朦胧美 好 非常的好 真没想到啊 这圣女宫 竟然还是个宝藏之地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将其打包带走 听到这话 不论是林婉辰 还是方之话 亦或者是 正在跳舞的白如霜 嘴角全都不自觉地抽出了起来 这还没开喝呢 怎么就醉了呢 将圣女宫打包带走 那除非是你曹家能征服教会 不然绝无可能 不过无语归无语 但三人确实都没表现出来 劝酒的林婉辰 甚至还顺着话茶说道 那曹公子可要努力了 我们姐妹 可都在盼望着那一天呢 来 为了这一目标能尽早实现 我们干一杯 对了曹公子 我再悄悄地告诉你个秘密 其实这坛酒 还是我的女儿红哦 采去之时 更是我师尊亲自上的阵 她的脚 毫无意外 曹文斌被说醉了 于是乎 她仰头就喝了整整一大杯 而将一切都尽收眼底的三女 顿时就都兴奋了 林婉辰更是第一时间 就偷偷地掐个手绝 但很快的 三女就都猛逼了 因为原本应该陷入幻境之中的曹文斌 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该占便宜 还是占便宜 双眸更是极其的明亮 白如霜 你之前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靠 你不会是看上她了 所以没出手吧 林婉辰的传音中充满了怒意 脸上更是浮现出了一丝恐惧 没办法 谁让这次的任务 是教皇亲自下达的呢 这要是完不成 想到那种情形 林婉辰下意识地 就打了一个寒颤 而正在跳舞的白如霜 同样也迷茫了 不应该啊 我明明下了药的 她又没到圣境 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 可他们哪里知道 不要说是这小小的幻境之毒了 就算是他们 将歇于最毒的毒药拿出来 那曹文斌 也不会有一点事 因为已经突破到准圣境界的曹文斌 早已穿上了星辰铠甲 这可是巅峰地气 穿上之后 百毒不清 万邪退避 都别在那里发呆了 赶紧想办法吧 算算时间 审判长等人也快到了 可现在曹文斌没中患毒 我们根本就弄不出预想中的场景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要是进来 后面的话 林婉辰没说 但另外两女却都是苗董 按照他们的原计划 曹文斌中了患毒后 就会沉浸在与三女玩耍的景象中 无法自拔 即便是有外人闯进来 也不会停止 如此一来 他们就能人赃并获 并且拍下留影时 至于他们的终极目标 那自然是至尊所需之物 可现在这情形 他们明显是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是 他们是可以撕碎衣服 然后大喊强暴 可那有屁用啊 只要曹文斌是清醒的 那他们就拍不到留影时 而没有留影时 那他们还敲诈个屁 用嘴说吗 谁信 堂堂曹家少主 会缺女人 用得着强暴 第109章 趁机敲诈 不行 绝对不能让审判长他们闯进来 要不然 就真的完了 想到这里 林婉成刷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可还没等他的大长腿抬起来呢 之前还满眼都是舞蹈的曹文斌 就突然开口了 你要干嘛去 嘴角一抽 随后 林婉成下意识地就想说 要去厕所 但很快的 他就意识到了不对 一眼前这小子的尿性 要是知道了 他的目的地是那么隐蔽的地方 那整不好都会提出与他同趣 因此 我要去换身衣服啊 毕竟这身太不方便了 影响气氛 曹公子你就瞧好吧 等一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说完 他还对其余两鱼使了一个眼色 意思很明显 那就是赶紧过来打掩护 可惜 还没等另外两人反应过来呢 曹文斌就已经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 不准走 话不多 但其中却是充满了不容质疑 这一下 三女顿势就都明白了 原来这个小男人 早已看透了一切 刚才只不过是在做看他们表演 顺便站站便宜罢了 好可怕的男人 不过他到底是怎么看穿的 这个招数 我们是第一次使用啊 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当然 他们也没有细想 毕竟情况紧急 他们必须的尽快将这里的情况 传递出去 我强行闯出去吧 等一切都尘埃落定后 我大不了陪这小子一夜就是了 最终 还是白如霜站了出来 可惜 一切都已经迟了 这不 碰 先是一声巨响 随后一群人就一窝蜂地冲了进来 为首的张宗泽一边走 一边还大喊道 姓曹的 你真是欺人太甚 竟然敢在我教会的圣女宫 开无知 后面的话 张宗泽没能说出来 因为屋内的情形 与他预想都完全不同 曹文斌不仅没有光着屁股 可打乱跑 反而再还一脸玩味地看着他 不好 计策没成功 张宗泽不傻 因此 瞬间就明目了一切 可他懂了 但他后面的人 确实没懂 于是乎 他很快就被挤到了曹文斌的面前 曹少 我要说 我是带人来为你助兴的 不知道你信不信 此时的张宗泽 那都快哭了 毕竟眼前的这位 可是能让至尊都吃别的选手 这要是一个处理不好 那他绝对会成为替罪养 而人生 往往就是这么神奇 你越怕什么 那就越来什么 这不 他的话音一落 曹文斌顿时就发飙了 你他妈的 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助兴 你管捉奸叫助兴 去 把你们教皇给我叫来 小爷今天必须跟他好好聊聊 在说话的同时 曹文斌顺势还掏出了赵渊给他的玉佩 当然 他并没有直接激活 只是让上面的气息暴露出来而已 别 果然 他这一番操作下来 张宗泽的脸色顿时就更黑了 之前曹文斌所去的那些地方 都比较低端 因此 需要赵渊出面 那些人才会怕 可在这里 确实不用 各大不朽事例 那都是知根知底的 翘叶叉赵渊的气息 他们可不会忘 说吧 你到底想怎么样 摆了摆手 我说了 让你们的教皇过来 你的身份于我不对等 我犯不着与你浪费口舌 你 张宗泽的鼻子 都快被气歪了 在他的记忆中 自从他踏入地境开始 就再也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了 可现在 却是让一个小屁孩给鄙视了 并且最让他郁闷的是 他居然还没办法反驳 因为人家说的是事实 呼 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张宗泽就掐起了手绝 很显然 他这是在呼唤教皇 而事实 也确实如此 这不 仅仅几秒钟之后 曹文斌的面前 就凭空出现了一个老头 曹公子 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已知晓 此事确实是我们的不对 我们认罚 说吧 你想怎么解决 不愧是大佬 一上来就开门见山 而心中早已有复稿的曹文斌 同样也没磨叽 立马就说道 既然你们以圣女为耳钓我 那就以此作为补偿好了 当然 我要的不是一个 不是两个 而是所有 等我离开之时 圣女宫里的狗 那都得跟我走 你做梦 出生的是张宗泽 此时的他 脖子都红了 明显是被气得不轻 不过 他也就只说了这么一句 因为还没等他再开口呢 教皇就已经扭头看向了他 眼神很淡漠 看不出一丝感情 于是乎 张宗泽当即就当起了安蠢 共识多年 他自然清楚 这位顶头上司的脾气 不怕破口大骂 就怕冷淡如水 而没了捣乱之人后 对话也很快就回归了正轨 曹公子 你这个要求 多少有些强人所难了 毕竟圣女宫 是教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实在没办法让你打包带走 不过嘛 老夫却是有一个折中的方案 如果你同意 那你也算是变相拥有圣女宫了 没有任何意外 曹文斌顿时就来了兴趣 说来听听 微微一笑 下一刻 教皇的手中 就出现了一枚流影石 而随着他将灵气灌入其中 一个绝美的虚影 顿时就呈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这是一位身穿白色脱地长裙 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圣洁之气的女人 最最关键的是 她的身后还长着一对洁白的羽衣 天使 刹那间 这女人的身份就浮现在了曹文斌的脑海中 与此同时 她的金手指也开始无风自动 并最终停留在了第十二页上 卧槽 这女人竟然这么靠前 曹文斌眼中充斥着浓浓的贪婪之色 不过在明面上 她却是极其地冷静 因为她知道 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毕竟天使 那可是教会的象征 他们就是以这个为学头 来呼吁普通民众的 第110章 不公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位好像就是教会的第一代圣女吧 怎么 教皇是想将她补偿给我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没有任何意见 曹文斌的这番说辞一出 在场的教会成员 有一个算一个 顿时就都撇了撇嘴 想拥有戴起司大人 就凭你小子也配 你家至尊敬的老祖来 那还差不多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曹公子想的没错 我确实准备将戴起司补偿给你 不过嘛 这却是有前提的 两天后就是招亲大会了 如果曹公子能获得优胜 那戴起司自然就是你的 顺带的 知华等三人你也可以带走 但你要是败了 哪怕获得第二 话没说全 但意思却是不言自明 于是乎 教会众人的脸上 顿时就浮现出了惊骇之色 张宗泽更是下意识地 就准备出声反驳 但很快地 他就镇定了下来 因为教皇那淡漠的眼神 又一次望向了他 至于曹文斌 没有任何意外 第一时间就蹦了起来 一言为定 不准反悔 教皇淡淡一笑 放心 老夫这点心欲 还是有的 好了 我就不打扰曹公子的雅兴了 不过我建议曹公子 也不要在这里多做逗留了 还是早些回去准备为好 切莫音小失大 说完 他转身就带人离开了这座宫殿 不乏沉稳 但却速度极快 可这种安静的氛围 却是并未持续太久 这不 刚一离开曹文斌的视线 已经憋了半天的张宗泽 就立马出声道 教皇 摆了摆手 教皇直接就打断了他的话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但正所谓难得糊涂 你还是不要刨根问底的好 我只能告诉你 这是至尊的决定 当然 这只是明面上的说辞 很快的 一道传音 就在张宗泽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戴起司这事 是我与至尊商量出的计策 别忘了 这位天使最拿手的 那就是蛊惑人心 那姓曹的 不是谋划我圣女宫吗 那我们反手 就谋划他整个曹家 以戴起司的道行 不用多 只需两年 就必定能将那小子 给迷得天天叩拜光明神 张宗泽一愣 随后才流露出一副恍然之色 但不难看出 他还是有些许不甘的 可这是 普通圣女应该也能干吧 派天使过去 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毕竟我们教会 一共就只有三位天使 我们还得指望他们 为我们收拢人心呢 无语地瞪了一眼 这全身上下 都透露着小家子气的心腹 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的道理 你难道都不懂吗 以曹文斌的身份 你觉得普通圣女过去 能得到多少恩宠 一年到头 可能都见不到他几回吧 如此一来 那还迷惑个锤子 可要是戴起司过去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天使啊 光是那股新鲜劲 都够让那小子 迷恋好久的了 行了 你赶紧去布置招亲大会的是吧 记住 一定要想办法 让那小子获得优胜 但又不能表现得太明显 只要你能完美地完成任务 那等一切尘埃落地时 你得地位 最少再进一步 这一下 张宗则就再也没有意见了 双眸之中 更是充满了兴奋之情 不过也对 女人而已 哪能跟自己的仕途比 再说了 那又不是她的女人 她又何必操那个心呢 时间过得很快 眨眼间就到了 招亲大会的日子 不得不说 圣女的号召力 那真是无与伦比的 这不 早在一日之前 诺大的光明城 就已经人满为患了 客栈更是一间难求 甚至就连牛棚 那都被炒成了天价 本来嘛 光明城的城主 是想出面控制一下的 可还没等她行动呢 就被众多天交给制止了 用他们的话说就是 这也算是一道考验 穷逼不配追求圣女 于是乎 光明城的城主 也就没再多管闲事 而到了今日 那就更夸张了 太阳刚刚升起 街道之上 就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如果你想去中央广场 那根本就不用看路 人群自然而然的 就会将你挤过去 至于你想去别的地方 抱歉 去不了 除非是你拥有 对抗人流的实力 妈的 怎么这么多人 难道你们的父母 没告诉过你们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吗 人群之中的洛凡尘 一脸的不爽 当然 想虽然是这么想的 可他却是并没有说出来 要不然 他非得被涂抹星子 给淹死不可 不过嘛 他这次不爽 也并没有持续太久 很快就转变为了痴迷 因为随着距离 中央广场越来越近 他已经能看到他小姨了 好美 这是所有人的心声 同样也是事实 今日的方之化 明显是特意打扮过的 虽然穿的依旧是 圣女所独有的服饰 但那张脸蛋 却是比以往还要更加动人 我的 必须是我的 人党杀人 神党是神 洛凡尘很自信 而他也确实有自信的本钱 这几日里 他别的没吃 就一直在狂炫灵走 体内的气血 早已达到了最鼎盛的状态 系统更是严阵以待 随时准备为他兑换 比试所需的东西 姓曹的 这一回你必败无疑 你就算是在妖念 那又能如何 老子可以作弊 而就在他暗自得意之时 他也终于被人留给挤到了 介绍规则的石板前 咦 为什么第一关录取的人数 是9986人呢 这怎么还有灵有整的 由于太过于惊讶 因此 洛凡尘并没有控制音量 于是乎 他的身后 当即就传来了群嘲之声 兄弟 你的消息也太闭塞了吧 说实在的 你的人员要是差到这种程度 那还是赶紧远路返回吧 留下来也只是浪费时间 就是 而且 这家伙的脑子 显然也不怎么好 他也不想想 这种大型集会 怎么可能没有后门 那少的14个 明显就是被拿去送人情了 那曹家圣子知道吧 据说啊 人家就只需要参加最后三轮即可 舒服得要死 毫无意外 洛凡尘的脸顿时就黑了 他倒不是生这些路人的气 而是在生曹文斌的气 凭什么那家伙 可以这么舒服 而他就只能一步一步地拼杀上去 这不公平 第111章 一路杀上来的洛凡尘 洛凡尘的怒吼 并未翻起任何浪花 很快的 招亲大会的海选环节 就正式开始了 没有任何的花里胡哨 就是单纯的比拼硬实力 一句话 你行你就上 赢了 离女神更进一步 输了 那就只能站在远处看着 而到场的这些人 显然也都做足了准备 因此 没有一个窃场的 他们之中 实力最弱的 那都有王者尽的水平 强一些的 甚至都达到了圣人层次 当然 他们即便是再强 那也只能陪跑 因为他们面对的 是一个挂逼 这不 当第一轮的成绩出来后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个叫泛洛的 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竟然能在第一轮中 力压千家的千明轩 没听说过 可能又是哪个 鸡脚嘎啦冒出来的 你腿子吧 不必理会 反正最终获得优胜的 也肯定是那些世家子弟 这家伙 也算是一举成名了 就算最终不能抱得美人归 可以后 也不用为生计发愁了 看来努力真的能改变命运 妈的 这次回去后 我一定要去那些境地闯一闯 成了 我们顶峰相见 至于败了 快看 那边有人开盘了 这家伙的赔率相当高 听着周围的议论声 洛凡尘笑了 没错 范洛就是他的化名 这就惊讶了吗 还真是没见识呢 好戏 才刚刚上演啊 这一回 他倒是没有吹牛逼 接下来的每一轮 他都表现得无比强势 万进千 一招 放到准胜出七 千进百 三招击晕准胜 摆进十时 更是正面击败了 背靠不朽势力的袁世杰 傻眼 看着擂台上 那淫发力的范洛 所有人都傻眼了 要知道就在刚刚 袁世杰可是连地气 都掏出来了 可即便如此 竟然还是没能占到便宜 这家伙 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而就在众人心神澎湃之时 那刚刚站稳的袁世杰 却是突然开口了 你到底是谁 与围观群不同 和范洛交过手的他敢肯定 台上的这家伙 绝对不是什么泥腿子 毕竟谁家泥腿子 修炼的是地品工法 外加身穿地品房具啊 可惜 他并没有得到答案 作为胜利者的范洛 就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随后就直接跳下了擂台 妈的 你狂什么狂啊 只不过是险胜了一招而已 你等着 老子一定会杀穿复活赛的 我们早晚还有相遇之时 赏心楼 九十九层 依旧是那个视野极佳的房间 不过这一回 里面的人那可就多了 走后门的十几人 此刻都在这里 那个叫范洛的 绝对是某个我们所熟知的人 看身影 有点像瑜伽那小子 你别说 还真有点像 可他为啥要伪装呢 直接以真身世人 不好吗 装逼呗 还能为啥 听着众人的议论 正在逗弄 使缝的曹文斌笑了 别说 做看他人在那里不懂装懂 还挺有意思 其实范洛刚一现身 他就已经看穿了一切 是 那伪装极其的逼真 不认容貌还是气息 都有了极大的改变 甚至就连身形 都变高了三厘米 可那又如何 只要你气韵不变 那就不可能 逃过曹文斌的法眼 换个身份参加 自己小姨的招聘大会 真你妈是个人才 没想到啊 竟然又遇到个五成钱 摇了摇头 随后曹文斌 就继续逗弄起了使缝 之所以这么干 是因为昨天龙子梅告诉他 多与使缝互动 能加快他 度过胎中之谜的速度 本来嘛 曹文斌是不信的 毕竟真有这种好事 使缝涅盘之前 怎么可能不说 可从目前的情形来看 这个方法 好像真有用 这不 仅仅一个晚上 小鸟明显就变得活泼了不少 也不耐腰室睡了 靠 这种事情都能忘 果然是凶大无脑 当然 吐槽归吐槽 但他手上的动作 却是一刻没停 毕竟 他对第二名的奖励 那可是垂涎已久了 再说了 他还等着去后山祖地嘚瑟呢 就这样 曹文斌一直陪使缝玩耍到海选结束 这才停手 知道 随着开门声响起 从海选中脱颖而出的六位青年 就逐一出现在了曹文斌的面前 没有任何意外 骆凡尘 千明轩 袁世杰 统统都在其中 而就在曹文斌观察这些家伙的时候 跟着他们一起进来的张宗泽 也缓缓地开口了 各位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我们就开始最终的比试吧 任何人只要能获得优胜 那就能成为圣女的夫君 同时 也能获得我教会的友谊 众人一愣 随后每个人的脸上 就都浮现出了不可置信之色 在这 放不开手脚吧 以我们的实力 不出两招 那这座大楼 就避他 张宗泽微微一笑 为什么偏要动手吗 各位才俊的实力 我们都是有数的 虽说有差距 但差距却是不大 因此圣女决定 这次大会的决赛 我们比文 一来嘛 不伤和谐 二来嘛 也能避免圣女 嫁给粗鄙之人 众人更猛了 比文 在这拳头大 就是道理大的仙玉 你他娘的 竟然说要比文 这确定 不是开玩笑 可他们哪里知道 这种方式 那可是张宗泽 苦思民想了好几天 那才想出来的 目的就是为了 能确保曹文斌夺冠 毕竟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比文 他们的操作空间更大 到时只要稍微歪一点 怎么 各位财俊没信心 都是年轻人 自然是受不得机的 因此 本来还想说些什么的人 顿时就闭嘴了 毕竟这话都出来了 要是再开口 那不就等于承认自己 不行了吗 位战先妾 兵家大计 于是乎 哪能呢 我别的没有 浑身上下就只剩信心了 不愧是圣女啊 就是不一样 瞧着方式选的 处处都透着智慧 第112章 嚣张的范落 既然各位都没意见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先说一下 我们一共准备了三关 前两关有老妇出帖 至于第三关 则是由圣女亲自来 很显然 这又是一道保险 而这一回 张宗则也没在管众人的反应 话音一落 立马就凭空变出了一个棋盘 细看还会发现 上面已然摆好了棋局 没错 这个世界 也是有棋这种东西的 玩法与象棋如出一辙 深受普通民众的喜爱 不过嘛 也就仅限于普通民众 但凡是有点地位的 那基本不会接触 毕竟各种青楼和娱乐场所 都逛不过来呢 哪有功夫去玩棋啊 因此很快的 众人的眉头 就都皱了起来 当然 曹文斌不在此练 是 他对象棋是不太精通 仅限于会玩这个阶段 但高调码这个定势 他却还是会的 于是他 曹文斌当即就准备出出风头 可惜 他终究是慢了一步 我来 出生的不是别人 正式化名为贩落的骆凡尘 这家伙还会这个 按照情报显示 他从小到大 不是一直都在为温饱发愁吗 曹文斌的眸中 充满了不解之色 而且 据他之前的观察 骆凡尘好像也确实不会像棋 毕竟棋盘出来的一瞬间 他那慌乱的神色 是骗不了人的 可现在怎么 但仅仅几秒钟之后 曹文斌就露出了了然之色 这家伙在开挂 之所以这么肯定 是因为他发现 骆凡尘在拿起棋子的一瞬间 脸色明显白了一下 气息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波动 但当一切都过去后 他的慌乱就进阶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无比的自信 这是献计系统 靠 这小子的运气可真好 不行 必须得尽快将他拿下 不然 等他成长起来 那必成我曹家的心腹大患 想到这里 曹文斌的眼底 当即就掠过了一抹杀意 与此同时 骆凡尘也解完了残局 各位 承让了 看来圣女 还是与我这位无名小卒 更有缘一些啊 说完 他的目光就望向了张宗泽 意思很明显 那就是 可以出第二题了 但让他没想的是 张宗泽根本就没有理会他 手一挥 棋盘上立马就又出现了一副残局 还要想挑战的公子吗 毫无意外 骆凡尘的脸 瞬间就红了 他感觉自己就像个小丑 而更让他抓狂的是 王宗泽的目光 一直就紧盯着曹文斌 其中的期盼之一 那就就差鞋脸上了 妈的 这大会不会有猫腻吧 不过也无所有 老子有系统在身 只要他们还要脸 那就阻挡不了我拿下小姨 曹文斌啊 曹文斌 你是曹家少主又如何 不是照样要被老子戴绿帽子 越想 骆凡尘就越自信 于是乎 他也就不再操那些没用的心了 专心致志地恢复起了气血 没有任何意外 两关全过的 就只有曹文斌和骆凡尘两人 而由于每关都是骆凡尘第一个作答 因此 第一个与方之化见面的机会 自然而然地 也就落在了骆凡尘的头上 本来嘛 张宗泽是想调换一下入场顺序的 但最终 他还是忍住了 毕竟方之化那边 已经交代过了 既然大局已定 那也就没必要折腾了 圣女就在隔壁房间 你自己过去吧 没有说什么 骆凡尘转身就走 尽管张宗泽的态度很差 但他却是一点都不在意 倒不是他度量够大 而是他的注意力 根本就不在这上面 小姨 我来了 嗯 终于要得偿所愿了 对于接下来的环节 骆凡尘充满了自信 因为他现在所用的这副面孔 简直帅到爆炸 很少有女人能拒绝 但很快的 现实就给了他当头一棒 他走进隔壁屋子后 方之化表现得极其冷淡 只是用余光瞥了他一眼后 就淡淡地说道 这位公子 你就不用做了 我这一关 考察的是礼仪 而你是左脚先进的屋 这是极其不尊重人的表现 因此 你被淘汰了 对了 劳凡尘你出去时 别帮我带上门 骆凡尘猛了 很显然 这种情形 是他完全没预料到的 不过也对 在他的心中 方之化可不是什么真结猎女 那条出现在他屋中的丝袜 就是最好的证明 按照他的预想 方之化见到他这么一个大帅哥 那就算是不直接分开双腿 也应该笑脸相迎才对 可现在 当然 即便是出了岔头 但他也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去 毕竟机会难得呀 他说什么 也得再争取一下 因此定了定神后 骆凡尘就从怀中掏出了遗物 这是一根簪子 星辰墓所致 并不名贵 但骆凡尘却是对这份礼物 抱有极大的期望 至于原因 无他 方之化最爱星辰墓 可惜 他又一次的失算了 簪子刚一到达方之化的手中 方之化立马就将其给捏成了墓线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 拿块破木头 来追求教会圣女 你是怎么想的 本座在你的眼中 就这么不值钱吗 骆凡尘很想点头 顺便说上一句 能被人轻易扒下丝袜的女人 能值什么钱 但最终 他却还是忍住了 毕竟小命要紧 他现在 就是一个路人甲 没有折这层身份 方之化随时都有可能捏死他 是 他的实力是很强 但那也得分跟谁比 在掌握完整法则的大地面前 他这种指 初步接触到法则的家伙 连蝼蚁都算不上 那不知圣女想要什么 只要范某有的 一定双手奉上 就算是范某没有的 那不出五日 也一定能为圣女寻来 方之化明显来了兴趣 此言当真 绝无半点虚言 但凡有一个字是假的 天打五雷轰 落凡尘大血 但同时也很想给自己两个大嘴巴子 妈的 真是太傻逼了 竟然妄图用颜值和感情打动女人 这不纯纯 就是在搞笑吗 这两样加一起 可能都抵不上一见盛气吧 于是乎 他又燃起了希望 但正所谓 人生无常 这不 我想要的很简单 那就是你给我出去 第113章 气运下降 系统升级 没有任何意外 落凡尘灰头土脸的出来了 本来嘛 他是想表明身份的 但最终 他却还是忍了下来 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 真要那么干了 绝对会出事 算了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反正也不是新车了 既然如此 又何必在乎是棘手的呢 只要最终能开上 那就比什么都强 自我安慰了几句后 洛凡尘的心情明显好了不少 但就在此时 怎么 失败了 其实吧 你就不应该来 毕竟你小子要傻没傻 圣女就算跟你了 可你能养得起吗 一盒脂粉前都够要你半条命的了 洛凡尘的脸瞬间就黑了下去 他听出来了 这是曹文斌的声音 于是他 他连想都没想 下意识地就回怼道 我得不到 难道你就能得到吗 我告诉你 圣女根本就没打算嫁人 这一切就是一场秀 一场为教会赚人气的秀 曹文斌笑了 秀 那只是你实力不够罢了 不信的话 你就回刚才的房间待会 小爷会用行动向你证明的 话落 曹文斌直接就推门 走进了圣女所在的房间 至于被留下的洛凡尘 那自然就只能在原地生闷气 不过嘛 他却并没有拂袖而去 倒不是他有自虐倾向 而是他在打屋子里面 那些青年才俊的主意 这些家伙能来 那就证明是喜欢小姨的 如此完美的刀 我可不能错过 可惜 想法很美好 但现实却是极其的骨感 不朽势力培养出来的人 可能是废物 但却绝对不会是傻子 这不 任由他说的天花乱坠 但却始终没人回应 有几位的谋中 更是流露出了同情的目光 那么呀 就仿佛是在看白痴 妈的 怎么都是些不见兔子 不撒鹰的主 看来不拿出点真东西来是不行了 想到这里 骆凡尘当即就准备给出些承诺 可还没等他再次开口呢 啊 一声微不可查的喊声 就突然传进了他的耳中 这声音是真的很轻微 如果不是曹文斌特意提醒过 那他是绝对不可能捕捉到的 可此时此刻 骆凡尘却是宁愿他没捕捉到 畜生 曹文斌你就是个纯纯的畜生 这光天化日的 还有你方之化 你不是挺高冷的吗 连看都不惜的 看老子一眼 可这才过去多长时间啊 你就 骆凡尘被气得 浑身都在颤抖 那已然到嘴边的话 更是直接就被咽了回去 不过嘛 他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这不 就在他即将失去理智之时 那宛如天籁的系统提示音 突然就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丁 检测到宿主的怒意 已然达到临界点 系统升级条件已达成 升级即将开始 请宿主稍后 十 九 八 丁 系统已成功升级 从今往后 宿主献祭鲜血时 将得到双倍回报 丁 升级大礼包已发放 请问是否立即开启 洛凡尘一乐 但很快的 他就哆哆嗦嗦地回到 开启 丁 恭喜宿主获得影子所有权 这是一个从上古流传至今的势力 万年间刺杀过不少牛人 实力极强 他们极其信奉天道 万事都以天意为主 就在刚刚 本系统假借天道的名义 给他们发布了奉女为主的命令 因此请宿主放心使用 傻眼 洛凡尘彻底傻眼了 那本就在不停颤抖的身体 当即就颤抖得更厉害了 当然 之前是被气抖的 而现在 则是因为兴奋 老子终于不再是孤家寡人了 姐姐 曹家少主又如何 我现在是影子之主 天然就比你高一个层次 我对标的是你爹 对了系统 这影子与曹家相比 孰强孰弱 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说实话 这也就是系统和天道 都没自主意识 要不然非抽死他不可 跟曹家比 这么傻逼的问题 你是怎么好意思问的 他们要是有 直接覆灭曹家的手段 那又何必培养天命之子呢 直接下杀手 不就完了 而并知道这些的洛凡尘 此刻依然还沉浸在 美好的幻想中 当然 他更不知道的是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系统升级的养料 那可不是白来的 此刻他的气韵 已然从之前的紫道发黑 将为了蓝道发紫 尽管只是一级的差距 但这其中的区别 那可大了去了 少爷 你这边请 不论是师父还是师叔 亦或者是戴起司大人 都在里边等你呢 对了 他们不是不想出来迎接你哈 而是怕引起骚乱 毕竟天使在光明城的影响力 你也是知道的 一栋庄园之前 方之话正强忍着 不是为曹文斌引着路 在平时 他虽然也很注重一态 但步伐却是不小的 可今日 他却是只敢走小碎步 很显然 他受伤了 但应该不是太严重 而在说话间 两人也终于步入了庄园之内 没有欣赏美景 曹文斌的双眸 第一时间就落在戴起司的身上 金色的头发 洁白的羽衣 暴露在空气中的大长腿 说实话 戴起司的穿着 其实是挺暴露的 但不知为何 你不论怎么看 就是会觉得 他很圣洁 心中更是不会生出一丝的非分之想 当然 这说的是一般人 到了曹文斌这里 这就是天使吗 怪不得能把普通民众 给迷得找不着北呢 确实是极品神棍 不过嘛 毫无意外 曹文斌的嘴角 当即就流露出了一抹邪恶之意 而被他盯着的戴起司 脸上也瞬间就浮现出了慌乱之色 这眼神 是他近万年来 从未遇到过的 实在是太邪了 世间怎么会存在这种人物 难道他不进神明吗 戴起司很不解 因此 他当即就准备问问 可还没等他开口呢 曹文斌的大手 已经还在了他腰上 于是后 第一次体验这种感觉的他 就再也没功夫说别的了 婉晨 你去将我表哥和两位侍女 给带过来吧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们就住这了 好 第114章 无语伦比的恢复力 表弟 你这是 本来嘛 灵动还是很兴奋的 因为在这几天里 他遇到了一个很对胃口的妞 虽然颜值跟张纸爷没法比 但也算是一个美女了 因此知道自己表弟终于露面了 他当即就准备得瑟得瑟 可等他真见到曹文斌时 他却是瞬间就傻眼了 这是什么造型 身后站着三位圣女 怀中更是抱着 天使 表弟 你竟然把天使抛到手了 灵动的脸上 全是惊骇之色 早已准备好的嘚瑟之语 更是直接就被他给咽了回去 嘚瑟 这还嘚瑟个屁啊 就他怀中这个 连给人家提携的水平都没有 当然 羡慕归羡慕 可这一回 灵动却是不敢再请教泡妞心得了 毕竟被吊起来鞭榻的一幕幕 他可还没忘呢 于是乎 他转身就走 他要来个眼不见为见 而看着他那落荒而逃的样子 曹文斌顿时就笑了 没错 他就是在显办 富贵不还乡 那犹如锦衣夜行 走 逼装完了 我们也该去办正经事了 妈的 可馋死我了 说完 曹文斌就准备抱着戴起司去卧室 可不论他的双腿如何使劲 但就是站不起来 他怀中的戴起司 就宛如一座大山一般 将他牢牢地定在了原地 你 曹文斌有些猛 但很快的 他就放弃了挣扎 毕竟这位天使 那可是有六品大地的实力 就凭现在的他 不论怎么折腾 那都不可能有任何剑术 不过嘛 不挣扎归不挣扎 但他的脸色 却是瞬间就黑了下来 怎么 你们教会想反悔 我们当初可是说得很清楚 只要我获得了招亲大会的优胜 那你们几个就都归我了 归我二字 你们懂不懂 就是我 不论我想对你们做什么 你们都得乖乖配合 戴起司笑了 下一刻 他就伸出双臂 还住了曹文斌的脖子 少爷别生气嘛 我这么做 可都是为了你好 冷冷一笑 你现在乖乖跟我进屋 然后积极配合我 那才是为了我好 无语地翻了一个白眼 紧接着 戴起司双指成剑 直接就在自己那白嫩的手臂上 划了一个口子 你干嘛 曹文斌很不解 但仅仅几个呼吸之后 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 只见那原本深可见谷的口子 竟然在飞速愈合着 眨个眼的功夫 就恢复如初了 别说是伤疤了 甚至连个印都没留下 这 曹文斌看的是目瞪口呆 教会的光明之术 对疗伤有奇效 这他是知道的 可就算是在奇 那也不能是这么个奇法吧 这他妈的 简直就是在作弊 并且 他刚才没有感受到 任何灵力波动 也就是说 难道是特殊体质 这个想法一出 曹文斌的双眸 顿时就爆发出了 璀璨的光芒 而戴起司 也没有让他失望 我是真的在为你考虑 在特定条件下 神体的特性能被复制 这是 你应该也清楚吧 而天使之体的特性 就是拥有 无与伦比的恢复力 只要时间足够 那就算是胳膊断了 也能再生 我刚才之所以不配合 就是因为条件还不够 我不想让你 与这个神迹失之交臂 听到这番说辞 曹文斌瞬间就想起了 身处曹家的龙脊 那妮子 就是用差不多的办法 让他拥有了 对火焰免疫的能力 而就在曹文斌 回忆过往时 一道极其激动的声音 就突然在他的脑海中 想了起来 夫君 这能力 你一定要拿下 有了他再搭配上我 那在物理层面上 我们将所向披靡 出生的不是别人 正是一直以铠甲行事 跟着曹文斌的一小福 不是他不想变回人形 实在是身处他乡 处处都是危机 曹文斌不敢让他变回来 毕竟多到保险 就多一分活下去的希望 放心 我心中有数 说完 曹文斌的注意力 就重新落回到了戴起司的身上 模样无比正经 可他接下来的话 却是差点没把在场的人给雷死 一小福更是差点被雷回人形 你这能力 真的什么伤势都能恢复 包括 我对你造成的伤害 寂静 没有人是傻子 就算是一开始没懂的 可等他看到曹文斌的表情后 也立马就懂了 于是乎 在场之人当即就狂翻起了白眼 直直缓过气来的戴起司 轻轻地恩了一声后 这才恢复如初 至于曹文斌 好好好 老天待我不薄啊 快 快说还差什么条件 戴起司深吸了一口 随后才脸寒娇羞地说道 其实也不差什么了 光明能量 这里不缺 目前唯一缺的 就只有圣经了 只要少爷能将圣山上的圣经请回来 那我们就可以立即行动了 没有任何犹豫 曹文斌直接答应 你就瞧好吧 不出半个月 圣经必定会出现在我们的床头 当然 在答应的同时 曹文斌也没望翻阅 异解龙王 直觉告诉的 这是应该不简单 一个新过来的女人 怎么可能处处都为她着想 普通人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就更不用说 这个在教会待了快万年的女人了 而事实 也确实跟她猜想的差不多 圣女私职教化 配合圣经能令心智不坚之人 潜移默化地改变信仰 好家伙 教会竟然玩得这么大 可惜啊 你们要陪了夫人又折兵了 小爷的脑子虽然是黄的 但心却是红的 立场极其地坚定 第115章 登山 圣山是光明教会的圣地 但同时也是一处决定 它中年被一层特殊的云雾覆盖 没有人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 也正因如此 所以这里出现了非常多的传说 有人说光明神就住在其内 雾气的作用 是阻止凡人窥探 也有人说 雾气之内住着无数妖魔 教会之所以非要将圣殿建在其顶 就是为了镇压他们 总之就是众说分鱼 当然 普通民众想要登山 那也是可以的 在教会成立之初 教会的高层 就已经在这个绝地之中 开辟出了一条安全通道 上面不仅没有雾气 反而还风景秀丽 不过嘛 这条路上 却是布满了威亚 除非三步一跪 九步一扣 展现出极其虔诚的态度 要不然根本就没办法在上面行走 而此时的曹文斌 就在这条路的起始处 老子倒要看看 这雾气之内到底蕴藏着什么 话落 他的身影就直接消失在了雾气之中 没错 他根本就没打算走寻常路 毕竟他的身份 不允许他那么干 但正所谓 迁移发而动全身 这不 看到曹文斌选择了走迷雾区 一些心怀不轨的人 双眸顿时就亮了 这是个替至尊完成心愿的好机会 于是乎 往日鬼都不尽的误区 直接就成为了香波波 拜见神石 就在曹文斌 为了自己的神体而努力时 骆凡尘也终于在系统的指引下 到达了影子的总部 毫无意外 骆凡尘激动了 毕竟这情形 他只在梦中遇到过 不过他也不愧是天道选中的人 这不 紧紧几夕之后 他就彻底镇定了下来 你们之中最强的留下 其余的散了吧 是 刹那间 原本还人满为患的屋子 顿时就只剩下了离骆凡尘最近的那位老者 神石 小老名叫尹爵 不知你有何吩咐 没有任何犹豫 骆凡尘当即就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影子具体有多少高手 实力与曹家相比 孰强孰弱 无语 当初系统没能呈现出的表情 直接就浮现在了尹爵的脸上 说实话 此刻的尹爵 是真想破口大骂 但碍于骆凡尘神石的身份 他最终还是忍住了 神石 我们影子算上老夫 一共十七位大帝 其中一品十一人 二品三人 三品一人 五品一人 老夫最强 乃是九品 至于跟曹家相比 说到这里 尹爵下意识地就苦笑了起来 脑海中 也不由自主地 就浮现出了两千年前的一场战斗 当初他受天道指引 前去中州北部 抢夺一个机缘 本来嘛 这事是极其隐秘的 但好巧不巧的 却是被曹家的一个小丫头给撞见了 当然 他也并未当回事 毕竟 他可是从远古活下来的人 手段多着呢 可等双方真交上手后 他却是直接就梦了 这个漂亮无比的女人 竟然极其的凶猛 双方虽然境界相同 但却是全程被压制 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 最后 要不是他跑得快 再加上能彻底隐秘气息 那一年之后 绝对就是他的忌日 而过后打听了一番才知道 原来与他交手的 就是那时最负盛名的敲夜叉 同级无敌的存在 绝了 你这是 摇了摇头 随后尹爵就极其郑重地说道 神使 我们影子根本就没办法与曹家做比较 双方根本就不是量级的 人家族谱的前半部 就算立马都死于非命 那也能轻松拿捏我们 当然 虽然实力不如曹家 但我们也是有优势的 我们的刺杀之术 独步先遇 无人能及 并且 我们的总部也极其隐秘 万年来从未暴露了过 因此 神使如果只是想刺杀些曹家的小辈 那我们也根本就不用顾忌 大不了就是一换一罢了 刚开始时 洛凡成听的 那真可谓是眉头紧重 他是真没想到 系统奖励给他的势力 与曹家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但听到最后 他的眉头就又舒展了开来 有优势就好 只要有优势 那就有操作的空间 于是乎 他立马就说道 既然如此 那你现在就安排人去刺杀那曹文斌 记住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这是天道的意思 隐绝一愣 随后笑容就更苦了 这还真是怕什么 就来什么 根据情报显示 为那曹文斌互道的 就是暴揍过他的桥叶叉 妈的 那骚女人 莫不是看上曹文斌了 最近这段时间 都为其出手过多少次了 当然 无奈归无奈 但最终 他却还是没说什么 毕竟信仰比天大 他们影子从不会拒绝天道的旨意 哪怕这个指令 会让他们全军覆没 他已经决定了 这次要清朝而出 除了留下一位大帝当种子 剩下的全去 是 你赵渊是牛逼 可双拳毕竟难敌四手 我们弄不死你 难道还弄不死你保护的人吗 等一下 我刚才忘了问了 如果按我说的做 那影子的损失会有多大 很显然 骆凡尘从影绝的身上 看出了一丝不对 而影绝也没隐瞒 很是果断地说道 除了留守的 基本活不了 骆凡尘待在了原地 一个不剩 那岂不是说 他又要成为孤家寡人了 不行 绝对不行 他小姨可是很败金的 要是影子没了 那即便是曹文斌死了 方之话也 依旧不会理他 整不好 很快就又会投入其他人的怀抱 要是这样的话 那还不如让曹文斌多活一会呢 于是乎 既然如此 我们还是徐徐徒之吧 毕竟为了那么一个人渣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不值 对了 你让那位三品大帝过来一趟 我要带他出去办点事 隐绝神色一喜 能不死 谁又愿意死呢 神使稍后 我这就去叫人 第116章 斧龙 原来光明教会之所以将圣地放在此处 真的是为了镇压邪碎 不对 为之全貌 不与之平 到底谁是邪碎 还真不好说 本来嘛 曹文斌以为整个圣山之内 是到处都充斥着雾气的 可走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这才明白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这雾气 其实更像一个蛋壳 只不过是这个蛋壳很厚把了 而他之所以会有刚才那番感慨 皆是因为 在他的不远处 正有一小队人马在狩猎 与教会中人不同 这一小队人马 一看就很邪恶 男的都极其彪悍 至于女的 浪荡 没错 就是浪荡 不是因为穿的少 而是他们的神态 那模样 仿佛十个都在勾引男人 当然 浪归浪 但他们的身手 却也是极其凶悍的 招招都在往猎物的要害上招呼 能一招毙命 绝对不出第二招 而从这些人的交谈中 曹文斌也知道了 他们都是修罗族人 祖祖辈辈都被镇压于此 已经几千年没与外界接触过了 应该是这些家伙级别太低 接触不到事实的真相 这修罗族虽然过得很艰难 但绝对没到与世隔绝的程度 毕竟那雾气 并不阻止外人进去 摇了摇头 得到了基础信息后 曹文斌也就没再继续逗留 毕竟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赶紧登上圣山 然后抓紧时间 回去研究天使 但正所谓 人算不如天算 也不知是这里的血腥味太大 还是动静太大 总之还没等陆群死绝呢 不远处的山石 就开始疯狂地震动了起来 那模样 明显就是有什么东西要破土而出 真他妈的晦气 撇了撇嘴 随后曹文斌就准备加快脚步 可就在此时 哄 一块极其巨大的石头 突然就拦在曹文斌的身前 紧接着 一道猖狂的大笑声 就猛地钻进了众人的耳中 姐姐姐 你们一个都别想走 特别是你小子 准圣的肉身啊 本龙已经好久没有品尝到了 话音一落 刚刚震动的地方 就突然窜出了一个硕大的龙头 随后 就是长长的龙身 但与正常的龙不同 这家伙的身体 绝大部分都是腐烂的 浑身更是散发着恶臭 不过这家伙的样子虽然吓人 可等他的气息彻底暴露出来后 曹文斌却是长舒了一口气 只有圣人中期吗 靠 你这阵仗摆的 老子还以为你是个大帝呢 是 这斧龙的境界 比他高多了 可他还真就不倔 毕竟一小幅只要变回人形 那就能发挥出 圣人巅峰的战斗力 再说了 就算是不戒助外力 那这斧龙也不见得 就能吻吃他 境界是境界 战斗力是战斗力 那完全就是两回事 而并不知道这些的斧龙 此刻依旧在装逼 小子 我在你的身上 闻到了我龙族死对头的气息 这样吧 只要你肯将其交出来 那我就破例放你离开如何 死对头 曹文斌一愣 随后就从怀中 将正在熟睡的屎缝给掏了出来 你说的是他 毫无意外 斧龙的龙眼中 当即就流露出了贪婪之色 那还算完整的嘴中 更是第一时间就流出了龙弦 对对 就是他 说完 这条斧龙直接就俯冲了过来 看那意思 明显就是想连人带鸟 一起吞入口中 你找死 斧龙笑了 找死 就凭你这个小小的准胜出气 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实话告诉你 以本龙的实力 你就算将你祖宗叫来 那也只不过是为我多添一道菜吧 不难看出 这家伙是很自信的 之前应该也算是一个人物 但很快的 他就得瑟不起来了 因为随着曹文斌的食指 与中指并拢到一起 他那残破的心中 突然就浮现出了浓浓的危机感 小子 你要干嘛 惶恐 与此同时 他的速度 也猛的 就又提升了一减 可惜 一切确实都已经迟了 干嘛 当然是送你下地狱 毕竟看你这模样 也早就该死了 仰剑术 声落 剑气出 这一招 曹文斌已经很久没了 因此 威力极其的恐怖 于是乎 斧龙连闪避的动作 都还没来得及做呢 就已然被剑气 给搅成了漫天碎肉 至于剩余的剑气 哄 直接就将地面 给砸出了一个长上千米 宽少说 也得有几十米的大坑 傻眼 远处那几个 原本还在琢磨 该怎么逃跑的修罗族人 直接就都愣在了原地 打死他们都没想到 这个毛可能都没长齐的家伙 竟然会有这么恐怖的战斗力 他到底是谁 对了 他的身上 又为何没有暗飞之气 不过还没等他们想明白呢 天边就突然出现了一个流星 而这流星的目标 正是他们这里 刚刚的动静 是哪个王八高子弄出来的 妈的 不知道天飞大人正在突破吗 这要是因此出了岔子 你们担待得起吗 来人的速度很快 脾气更是暴躁 但等他看清了现场的形势后 神情却是立马就变得凝重了起来 因为地上的鸿沟 就算是累死他 也绝对弄不出来 高手 并且出手的 不是我族之人 有了初步判断后 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当即就扫射了全场 这群已经傻眼的家伙 肯定不是 至于这个 而当他看到曹文斌时 他的瞳孔顿时就收缩了一下 别他看长得操 但他却是比那斧龙戏多了 紧紧一眼 他就敢肯定 眼前的青年 绝对不凡 这位公子 不知你怎么称呼 正所谓 伸手不打笑脸人 人家客气 曹文斌自然也不会摆肠臭脸 我姓曹 话不多 可听在汉子的耳中 却是宛若晴天霹雳 因为他曾听几个外界之人说过 现在的仙玉 最牛逼的 那就是姓曹的 第117章 蓝路 你还有事吗 没有我就走了 听到这话 壮汉的眉头 顿时就皱了起来 按照他的本心 他其实是想邀请曹文斌 去他们大本营做作的 毕竟他们的天妃 可一直都在寻找盟友 而眼前的这位 明显就是极好的对象 既有实力 又有势力 可最终 他却还是没有开口 至于原因 无他 不想承担责任 公子请便 我这里没事了 后悔无期 曹文斌点了点头 随后就继续爬起了山 很显然 他同样也不想多生事端 圣山很高 但再高 那也终有尽头 这不 十几个时辰之后 曹文斌终于又见到了雾起 搞定 接下来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小爷倒要看看 是不是真的能 枪枪斗见血 越想 曹文斌嘴角的笑意 那就越难压 但就在此时 哄 也不知是触动了什么机关 总之周围的景色 当即就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之前的参天大树 进阶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九根通天巨柱 并且这些柱子之上 还都缠绕着火龙 九龙神火镇 周家之人 很快的 曹文斌就有了判断 而事实 也确实如此 曹公子不愧是曹公子 果然见多识广 好了 你既然认识此镇 那就赶紧 将那只小鸟交出来吧 今日我们只求财 不要命 出生的 正是周家这一代的扛靶子 周震 当然 突然出现的不光只有他 在他的身边 还跟着好几个人 无一例外 曹文斌在赏兴楼上都见过 而此时的他们 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温文尔雅 一个个的 都极为猖狂 那模样 就仿佛吃定了曹文斌似的 但很显然 他们想多了 就凭你吗 瞄了一眼那正在张牙舞爪的火龙 曹文斌的脸上 竟是不屑之色 说实话 这要是其他的阵法 那他可能还会慌一慌 可这九龙神火震 你找死 周震立马就怒了 要知道这九龙神火震 可是他周家的看家本领 因此 容不得他人有半点轻视 今日就给你个教训 让你知道知道 什么叫天外有天 话落 他当即就操控一条火龙 撞向了曹文斌 当然 他并没有动用权力 毕竟杀鸡烟用宰牛刀 哄 刹那间 尘土飞扬 与此同时 周震等人的神色 也更加的张狂了 连躲都躲不开 就这水瓶 竟然也好意思 后面的话 他没能说出来 因为随着烟雾散去 他们预想中的场景 并没有出现 曹文斌不仅没躺地上 反而还生龙火虎的 甚至就连衣衫都没有乱 这不可能 周震目自欲炼 于是乎 他立马就控制着剩余的火龙 一起冲向了曹文斌 至于这么做的后果 他已经顾不得了 哄 更大的爆炸声 很快就响了起来 紧接着 周震就大吼道 你有本事 就继续给我站着 不得不说 这要求确实很过分 曹文斌自然不会答应 因此 战事战不了了 不过 我可以大跳 你 看着在那搞怪的曹文斌 周震的鼻子 都差点被弃碍 兄弟们 一起上 这家伙的身上 一定是有什么闭火法宝 所以 九龙神火阵 才会不起作用 本来嘛 其他人都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 没办法 谁让曹文斌表现得太过妖念了呢 可周震的这番说辞一出 他们立马就转变了态度 因为他们都觉得 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妈的 差点就被这小子给骗了 于是乎 相互对视了一眼后 他们就一起冲了上来 并且直接就是大招起手 他们要速战速决 省得夜长梦多 冰封千里 落日剑法 开天手 攻击铺天盖地 可曹文斌 确实一点不慌 下一刻 他的身影 就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等再出现 已然来到了周震的身后 神形百变身法 这东西 他自从得到后 就一直没用过 毕竟用不着 可现在既然都被围攻了 那他自然也不会再藏桌了 不 看着突然出现在 自己身后的曹文斌 周震慌了 但他的吼声虽大 但却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不 曹文斌的一拳 直接就累在了他的后心上 破天拳 第一是 哇 没有任何悬念 周震当即就吐出了一口鲜血 周震的气息 更是直接就尾米到了极点 看那模样 别说是继续战斗了 就是想走路 那都不可能了 救我 吼声撕心裂肺 可让他绝望的是 跟他一起来的几个人 竟然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行家一出手 就只有没有 这些人都不是傻子 就刚才曹文斌所展现出的那股速度 他们就算是留下来继续战斗 那也是宋菜 既然如此 那还不如死到有不死平到呢 一群败类 老子跟你们没完 周震那叫一个怒啊 毕竟在不久之前 他们还一起称兄道弟的呢 可现在 他们有完没完 我不知道 但你肯定是要没了 周震一愣 随后 就满脸惊恐地求饶道 不 你不能杀我 我们周家同样也是不朽势力 你要是死了 那必然会引发不朽之战 曹文斌笑了 第一 你们周家早就不是不朽势力了 五百年前 你家那位老祖受缘耗尽之时 你们就已经被降级了 如今只有十二品大帝称场面的你们 最多也就能称之为半步不朽 第二 你也没你所想的那么重要 毕竟你们周家子嗣众多 死几个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第三 我们两个同辈 我出手将你击杀 那只能算是小孩子胡闹 大人根本就没办法追究 第118章 天飞目浅浅 曹文斌的话 句句诸心 因此很快的 周震就丧失了所有的惊奇神 不过嘛 他也没有放弃对生的希望 大脑飞速地运转了一下后 他立马就说道 我可以献出一部分灵魂 对了 你们曹家不是与君家不对付吗 我也可以帮你 去君家卧底 曹文斌一愣 你跟君家还有关系 看到曹文斌对这个感兴趣 周震的脸上 立马就浮现出了狂喜之色 随后就疯狂地点起了头 没错 我们两家有关系 而且是非常深的关系 上一代 我们两家连过阴 我小的时候 甚至都是在君家长大的 就连现在 我也没事就那边跑 深吸了一口气 下一刻 曹文斌就一脸邪魅地问道 那你知道君萧瑶的娘亲吗 姜柔 我当然知道 毕竟那可是一个极品美人 我们相熟的几个玩伴 没事就总一轮他的腿 怎么 曹少对他有兴趣 之所以会有这么一问 是因为曹文斌好人妻的毛病 已经在仙玉传开了 坊间甚至都已经形成了一句顺口溜 逍遥控罗利 文斌好人妻 而曹文斌 也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怎么 你有办法 周震的神情更亢奋了 因为他知道 他不用死了 有 我当然有办法 虽然我不能直接 让曹少梦想成真 但我却是能将姜柔约出来 而周围一旦没了外人 我想你曹少的手段 毫无意外 曹文斌的谋中 顿时就闪过了一抹兴奋之色 虽然灵动的护道者云青竹 也奈把姜柔约出来 但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那毕竟是大boss的娘亲 为了她 不再多的按手 都不算浪费 很好 你成功地证明了 自己还有用 既然如此 那你就将灵魂奉献出来吧 不过你给我记住 你只有这一次机会 如果我有需要时 而你却约不出姜柔 那后果 就不用我说了吧 满脸自信地点了点头 曹少放心 这是 我最少有九成的把握 当然 地点得是军家附近啊 要是太远 后面的话周震没说 但曹文斌却是苗董 放心 我心中有数 九龙神火阵之外 修罗族的那位壮汉 豁然转身 没错 他一直都在尾随着曹文斌 倒不是他有什么非分之想 而是心有不甘 所以他准备多观察观察 于是乎 刚才的一切 就都落入了他的眼中 不行 我们绝对不能错过这家伙 他绝对是最好的合作伙伴 哪怕是为此会受到责罚 我也必须将他推荐给天飞 想到就做 下一刻 他直接就闪现到了半空中 可还没等他提速呢 他的身边 就突然多出了一个大美人来 他身材火辣 容颜绝美 那一套低胸火红套裙 更是将他衬托得宛如仙子灵士 壮汉一愣 但很快的 他就行了一个大礼 天飞 您怎么来了 没有回话 女人看看阵中的形势 发现周震已经任完主后 当即就准备入阵 天飞 您等等 不如你放权给我吧 我去跟他谈 女人的双眸之中 明显闪过了一抹迷茫之色 但仅仅几夕之后 他就反应了过来 你是怕他 对我有非分之想 壮汉飞快地点了点头 没错 天飞 这家伙确实有能力 但同时也极其地邪恶 现在我们明显有求你他 摆了摆手 你不用说了 我们的目标 你应该也清楚 这么大的事 我要是不出面 人家又怎么可能相信 至于你担心的事 说到这里 女人稍微停顿了一下 随后才微笑着说道 如果事情这能成 那我给他又何妨 毕竟出去之后 我们也是需要靠山的 壮汉沉默了 而女人说完之后 也一步就跨进了 九龙神火阵之内 谁 刚刚将周震打发走 正准备继续爬山曹文斌 神情突然就肃默了起来 因为他感受到了一丝危险 曹少爷不必紧张 我是来寻求帮助的 绝无半点恶意 对了 做下自我介绍哈 比人目前浅 是这片迷雾区的统治者 双眸微微一眯 紧接着 曹文斌就开始上下 打亮起了眼前的女人 可越看 他就越迷茫 因为眼前的这个女人 浑身上下 没有一丝修罗族的特征 既不邪恶 也不浪荡 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观察之时 他的金手指动了 并且最终停留在了第八页上 很显然 这是一个跟赵约不相上下的女人 这怎么可能 到这个世界这么长时间了 曹文斌从来都没质疑过 自己的金手指 但这一次 他却是要为赵约鸣不平 因为在他看来 他的约姐 明显要比眼前的女人强一些 最起码那股韵味 就不是眼前之人能比的 不过嘛 他却并没有得到回应 靠 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曹文斌 才将注意力 放到目前浅的身上 帮助 不知美女 想让我提供什么帮助 先说好啊 重金球子这事 我是不信的 再说了 我们曹家的基因 那也是很宝贵的 你买不起 目前浅笑得很甜 尽管曹文斌开了黄枪 但他却是一点都不生气 很显然 他非常有求人的觉悟 曹公子 这里实在是太简陋了 我们还是去我的住处谈吧 当然 修罗成肯定是没办法 与外界相提并论的 不过嘛 却也别有一番韵味 曹文斌有些纠结 毕竟对他来说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去拿圣经 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 他还是决定 跟着目前浅去看看 没办法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他哪个都舍不得 再说了 戴奇斯已然是案板上的肉了 既然跑不了 那也就不差这点时间了 行吧 本少就跟你走一趟 第119章 教廷的秘密 好大 很显然 之前 是目前浅谦虚了 修罗成根本就没有他说的那么不堪 这里的各种设施 并不比外面的大城市差 而他的住处 那更是让曹文斌 都为之一阵 好温献 靠 要不是亲眼所见 谁敢信这是修罗族天飞的住处啊 摇了摇头 随后曹文斌就继续东张西望了起来 当然 他的大部分注意力 都放在了床上 毕竟只有那里 才有可能发现某些好玩的东西 不过嘛 还没等他有什么收获呢 目前浅就已经出声打断了他 曹公子 不知 你对教会的印象如何 微微一愣 但很快的 他就笑着回答道 浅浅姐有什么事直接说就行 至于印象 这东西是会变的 谁都好 那我自然就对谁的印象更好 听到这话 目前浅心中大定 他最怕的就是 曹文斌已经被光明教会洗脑了 那样 他可就白忙活了 曹公子 那不知您 有没有兴趣 陪姐姐封一把呢 我想推翻教会 从而让修罗族重献人间 寂静 即便以曹文斌的词汇量 此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本来嘛 他以为这个女人 只是想带领族人 脱离这片迷雾区 然后找个地方好好休养生息 可没成想 妈的 他是怎么敢的 要知道 教会那可是纯正的不朽势力啊 推翻他 这不是开玩笑吗 当然 想虽然是这么想的 但他却是并没有直说 最终 就只是反问了一句 你们有对抗至尊的手段 没有出乎曹文斌预料 目前浅直接摇头 但他接下来的话 却是让曹文斌 瞬间就瞪大了眼睛 我们自然没有对抗至尊的手段 但我们却是有办法 让教会的至尊不出手 以正义有这个依仗 所以我们才能存活到现在 而说完这句之后 他仿佛是打开了话匣子 当即就又自顾自地说道 应该没人能想到吧 其实我们是杀的修罗族 跟普渡众生的教会 是同根同源的 创造我们的那位 一体双魂 并且能随意切换不同的形态 当时他最爱说的 一句话就是 先生如果实在理解不了光明的意义 那我也略懂一些拳脚 可惜 我们这些后辈 实在是太废物了 即便是天赋最好的 那也没能继承老祖的能力 而看着漫漫老去的先祖 我们慌了 毕竟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我们不想跌落神坛 于是乎 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 人为创造出一个老祖那样的高手 最终 我们决定 将两位不同属性的天才 给融合成一个人 而被选中的 正是我父亲和我的一位叔叔 本来嘛 我们对此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可没成想 我们还真就成功了 并且融合出来的人 也极其地争气 成功在老祖寿中正寝时 迈入了至尊境 可惜好景不长 人造的 终究是人造的 老祖虽然是一体双魂 但意识只有一个 只是形态不同罢了 可融合出来的 却是拥有两个意识 因此很快就在一些事情上 产生了分歧 而由于我父亲的灵魂之力 弱于我叔叔 所以他掌控身体的时间 相对来说就较少 至于后面的事 说到这里 沐浅浅苦笑了一下 很老套 但也很经典 我叔叔不敢与人 共用一个身体 最终通过种种手段 成功将我父亲给压制了 不过嘛 他为此也失去了自由 终生都不能离开光明城 这一亩三分地 因为一旦没了浓郁的光明之力 那我父亲立马就能 重新夺取身体的控制权 曹文斌听的是目瞪口呆 他是真没想到 教会竟然还隐藏着 这么一个秘文 与此同时 他也明白 教会为何不敢将修罗族 赶尽杀绝了 他们是怕目前浅的父亲 自爆灵魂 所以 你是打算让我去 破坏教会的风水了 飞快地点了点头 目前浅的脸上 写满了期待 没错 这片区域之所以 会有这么充足的光明之气 皆是因为在光明城的地下 存在着一块光明神经 曹公子只需将其拿走 那就能万事大吉了 当然 这东西并不好拿 教会有一个六品经的长老 常年守护这颗神经 双方更是已经产生了一定的联系 也就是说 想动神经 那就必须先将其干掉 曹文斌不置可否地笑了 难度确实不小 但也不是没有操作空间 好了 我们还是先谈谈报仇吧 只要驾到位 那一切都好说 目前前咬了咬嘴唇 随后直接就坐进了曹文斌的怀里 一对毫无瑕疵的胳膊 更是第一时间 就还住了曹文斌的脖子 只要事情能成 那我就是你的了 与此同时 以后我修罗族 也为你马首试瞻 没有讨价还价 目前前直接就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他很清楚 真诚那才是最大的必杀技 但很快的 他就为自己的鲁莽 付出了代价 这不 稍微沉思了一番后 曹文斌直接就说出了一句 让他差点晕厥的话 你的诚意很足 但我却是需要一道保险 这样吧 你先配合我拍一套血针如何 有它在 我就不怕你反悔了 说完 曹文斌的手中 立马就出现了一枚流影石 而将一切都看在眼中的目前前 则是彻底猛逼了 他是真想问问 人 怎么可以这么无耻 但最终 他却还是同意了 不同意不行啊 他很明白 他但凡敢说个不字 那眼前的家伙 绝对会撩条子 那样的话 他的父亲 可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拍可以 但你不能将其流传出去 不然的话 我就死给你看 放心 我这人很自私的 美好的事物 向来都自己留着 好了 赶紧开始吧 靠 不要那么保守嘛 来 肩带再往下拉拉 第120章 杰族先登 迷雾之中 曹文斌正一脸兴奋地狂奔着 很显然 他刚才的收获不小 不过他的好心情 却是并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等他到达圣山之巅的祭坛处时 却是惊讶地发现 那本该身处祭坛正中的圣经 竟然消失了 妈的 被人截糊了 刹那间 曹文斌的怒气值 就直接达到了顶峰 虽然这祭坛能保证圣经 不管身处何方 一个月之后都会归来 但那可是一个月啊 别人能等得起 可他却是等不起 不过怒归怒 但很快的 曹文斌就强迫自己 冷静了下来 毕竟 愤怒不禁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还会影响判断 是谁拿走的呢 教会中人 不可能 要说这个世界上 有谁最希望我得到圣经 那一定非他们莫属 靠 这教会也真是的 圣物露天摆放也就算了 还他妈的 不派人看守 这不蠢蠢脑残吗 其实吧 这倒是他错怪教会了 是 圣经是教会的圣物没错 可跟圣经有关的传闻 都是他们吹出来的 实际上 这本书的作用相当低 除了教育人外 可以说是一无是处 也正因如此 所以才会被堂而皇之地摆出来 从而彰显他们的大度 妈的 难道真的要再等一个月 越想越烦躁的曹文斌 顺手就轰倒了一棵大树 什么人 没过多久 巨大的声响 就引来了一群人 而领头的不是别人 正是审判长张宗泽 曹少 你这是 本来嘛 张宗泽是准备跟曹文斌摆着摆着的 可话才刚说到一半 他的瞳孔就不自觉地收缩了一下 圣经不见了 还不是曹文斌拿走的 有了这个判断后 他当即就慌了 毕竟他可是天使事件的执行者 现在出了岔子 他自然是有责任的 妈的 到底是哪个王八高子干的 说实话 他是真想下令彻查 但最终 他却还是忍住了 不行 我不能表现得太积极 不然的话 这个比猴还金的小子 一定会起义心的 而就在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时 他的手下 却是突然就疑了一声 审判长 这里有一封信 落款是曹文斌收 微微一愣 但很快的 他就示意手下 将信件交给曹文斌 想要圣经吗 那就来神允之地吧 我在中心处等你 相信我 如果你不来 我绝对有办法 让你这辈子都得不到圣经 对了 记得带上方之话 毕竟他是一切的开端 范洛刘 曹文斌的脸黑了 妈的 怎么把这家伙给忘了 神允之地 来是先遇十大绝地之一 相传这里曾经陨落过神 因此而得名 当然 对于这点 是没有人相信的 毕竟从古至今 就没有人见过神 不过这地方的凶险 那却是不容置疑的 里面的凶兽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总之 一个比一个猛 实力踏入圣经的 甚至还能口吐人言 核心处 据说还有不少大地境的凶兽 因此 极少有人敢涉足此地 但今日 却是有一个不怕死的家伙来了 方之话 你怎么就这么贱呢 我都说了 要带你去享福了 你竟然还给我白脸色 既然如此 那你就别怪我了 你不是看不起我吗 那好啊 老子就在这里将你拿下 我要让你亲眼看看 你所选的男人 是有多么的垃圾 没错 来人正是洛凡尘 他从影子总部回来后 第一时间就去找方之话了 一刻都没耽搁 因为每快一秒 那人也就越心 是 他是早就想开了 可既然有条件了 那该争取的 还是要争取的吗 而在他想来 这次他也一定能抱得美人归 毕竟他身旁的三品大帝 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了 再加上他的颜值 可没成想 迎接的他 却是一阵劈头盖脸的怒骂 他的保镖 更是被一位天使 给打成了重伤 于是乎 他当即就怒了 随后他就用鲜血跟系统 兑换了一份攻略 而系统也没让他失望 很快就赏了他八个打字 神允正中 得偿所愿 本来嘛 他还是有些犹豫的 毕竟神允之地的大名 他也是有所耳闻的 他是真的没有信心 能闯过去 但就在他权衡立弊时 系统却是额外赠送了 他一份地图 上面不仅详细标注了 神允之地内 每只凶兽的领地范围 更是给他画了一个圈 尽管没有注视 但洛凡尘又不傻 他自然猜出了 圈内一定有机缘 于是乎 他也就不再磨叽 直接就带着三品大地来了 为了安全 他特意又献计了一枚 极品疗伤单 这一回 我看你们拿什么跟我斗 嗯 前面就是圆圈的范围了 对照地图看了又看后 洛凡尘的脸上 当即就流露出了兴奋之色 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要是有一件巅峰地气 那就完美了 想法很美好 可现实却是很骨感 这不还没等他们踏入圈内呢 一条长着牛头 但却是蛇身的庞然大物 就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人类 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赶紧哪来的 给我滚哪去 要不然 本座不介意将你们变成一堆肥料 洛凡尘有些迷茫 以他的见识 根本就认不出这庞然大物是什么东西 不过他不认识 有人确实认识 牛头九幽莽 大地二品凶兽 神师 我们快撤 洛凡尘大惊 但很快的 他就又镇定了下来 因为他的保镖是三品 顽虐二品 可还没等他说什么呢 一声苦笑 就突然传进了他的耳中 神师 凶兽由于肉身强横 再加上基本都会神通 因此 虽然他只有二品 但战斗力却是绝对不会比三品差 当然 前方要是有对神师很重要的东西 那我拼了老命 也是能与其纠缠一番的 不过往后的路 神师就只能自己走了 此战过后 我少说 也得养几个月的伤 第一句话出现时 洛凡尘的身体 就已经开始往后退了 毕竟机缘虽好 但跟一位大帝相比 那就小巫见大巫了 可等他听到后几句出来后 他却是又停了下来 以伤换命 这很值啊 反正我能无限兑换疗伤丹药 于是乎 第121章 禁忌之体给予的提示 少爷 根据地图显示 右边凶兽的实力 普遍弱于左边 你看 神允之地的外围 曹文斌一行人也到了 而说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天使戴起司 此时的他 同样也手捧着一份地图 当然 他手中的这份 与洛凡尘的那份 是没法比的 双方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 不过嘛 却也够用了 毕竟一些大凶之地 上面也是有标注的 可不知为何 曹文斌却是对这份 花仲金买来的地图 极其反感 刚买之时还好 可越是靠近神允之地 反感的情绪就越强 到了现在 更是全身都充满了抗拒 这是禁忌之体 在给我预警 靠 该不会是右边 有什么陷阱在等着我吧 而说来也是神奇 这个想法刚一浮现在脑海中 刚才的不适感 就立马消失了 要不是心中还有些悸动 曹文斌都要以为 之前的一切 都是错觉了 于是乎 他也没在犹豫 深吸了一口气后 就冲着众人淡淡地说道 走左边 毕竟风险与机遇并存 这边极少有人涉足 我们说不定就能有什么意外收获 哄 哄 哄 神允之地的深处 三品大地影啸 与牛头九幽莽 正疯狂对拼着 双方每一次出手 那都是竭尽全力 明面上 一人一兽势均力敌 但细看的话 那就能发现 此时的牛头九幽莽 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不过嘛 这家伙也是真的刚 明知不可为 却依旧死战不退 舍兄 你还是退走吧 这样对你我都好 没有回话 但牛头九幽莽的大嘴 却是猛地张了开来 很明显 他这是准备放大招 进行最后一波了 而事实 也确实如此 地狱结光 影笑神色一变 下一刻 就猛地劈出了一掌 寂寞兽 这同样的 也是他的拿手绝活 可惜 这一招的强度 明显不如牛头九幽莽的 天赋神通 于是乎 啊 被光柱照上的一瞬间 影笑的身体 立马就开始腐败了起来 几乎就是眨眼之间 有些地方被腐蚀的 就只剩下森森白骨了 不过 影笑却是并没有后退 因为他知道 这是机会 稍纵即逝的机会 是 凶兽的天赋神通是牛逼 但消耗也大呀 只要使用 那必然会出现一段时间的虚弱期 死 话落 影笑直接就闪身 来到了牛头九幽莽的头顶 随后他的右手 就快速地插向了那笔脸盆 还要大的牛眼 他并没有用武器 不是不想 而是不能 他那已经没多少弱的手 根本就握不住武器了 不过嘛 这却并不影响这一击的威力 毕竟大地的骨头 强度可不低 因此 梦 牛叫声响彻天地 可随着影笑手臂的搅动 牛头九幽莽 却是很快就安静了下来 气息也在飞快地减弱着 看那模样 明显是活不成了 当然 影笑也不好过 强行出手的他 在确定神石已然安全了之后 立马也变得萎靡了起来 不过这时 就体现出人多的好处了 洛凡尘虽然在战斗时 帮不上什么忙 但他却是能送药啊 这不 还没等影笑落到地上呢 洛凡尘就已经将他接住 并且将一颗药丸 送入他的口中了 多谢神石 不得不说 洛凡尘是真舍得下本钱 仅仅一颗丹药 就彻底稳住了影笑的伤势 好了 你在这里休息会吧 我进去看看 说完 他也不给影笑拒绝的机会 三步并坐两步 直接就窜进了 牛头九幽莽 誓死守护的山谷 祸 而刚一进入 洛凡尘的双眸 顿时就直了 九曲灵神 半腰草 天雷竹 入目之处 全是百年 甚至千年的极品灵直 没有一个反品 不过很快的 洛凡尘就皱起了眉头 不对 要只是如此的话 那牛头九幽莽 根本就不会死战不退 这里 一定还有更贵重的东西 想到这里 洛凡尘立马就仔细地搜索了起来 而功夫也果然不负有心人 很快的 他就找到了一个水潭 当然 说是水潭 但里面装的却不是水 而是血 一潭让人不敢直视的鲜血 终于找到了 周围的各种灵直 明显就是因为受到了他的恩惠 所以才能长得如此茂盛 不过那牛头九幽莽 为何不直接将其吸收 而是在这守护呢 难道是不舍的 别说 还真让他蒙对了 牛头九幽莽 就是不舍的 凶兽的本能告诉他 这坛血液极其的珍贵 立刻吸收 那就是浪费 于是乎 他就准备等 自己进化为牛头九幽胶石 再进行吸收 可没成想 算了 管他怎么想的呢 反正 现在这坛血归我了 话落 他当即就准备跳入坛中 但就在此时 神使快跑 那个曹文斌 带着天使追来了 同行的 还有两位一品大帝 在声音出现的同时 尹孝也来到了 骆凡尘的身边 随后夹起骆凡尘 就掠向了天边 速度极快 可他一个三品 再快又能快到哪里去 这不 还没等他们冲出山谷呢 戴起司就已经追到了 他们的身后 你们给我站住 赶紧交出圣经 如若不然 本座立刻就将你们净化掉 此时的戴起司 浑身上下不满了阴寒 想要刀人的目光 那更是怎么也掩盖不住 不过也对 你人还有三分火气呢 就更不用说了他 妈的 要不是你们 这两个白痴 那老娘早就带着逆天的公戒 昂首回归交汇了 哪像现在 想到这些天 为曹文斌做的那些事情 戴起司的脸 顿时就又黑了三分 而将一切都尽收眼底的洛凡尘 则是差点没被吓死 此时此刻 他也没功夫心疼 那坛一看 就很不凡的血液了 满脑子就是如何 才能快速地摆脱追杀 是以圣经为二 将这女人引开好呢 还是献祭鲜血 兑换逃跑道具好呢 洛凡尘有些纠结 但兢兢几夕之后 他就做出了决定 算了 还是兑换逃跑道具吧 一来稳妥些 二来有圣经在 也能继续吊着那姓曹的 想到就做 下一刻 一张卷轴顿时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而在消失之前 他还不忘大喊一句 姓曹的 想要圣经 那就来忠心出见我吧 我在那里等你 很显然 即便是知道曹文斌带了一个六品 他也依旧相信系统的话 既然系统说了 神允正中 得偿所愿 那他就一定能得偿所愿 不论这个得偿所愿 指的是弄死曹文斌 还是拿下方之话 他都觉得不愧 第122章 体质晋级 骆凡尘的吼声 曹文斌自然也听到了 不过他却并没有理会 毕竟斗拜的狗 都是这么叫的 此时的他 同样也正在观察那坛血液 我明白了 我全都明白了 原来不是右侧有陷阱 而是天道不想让我来左边 与骆凡尘抢机缘 妈的 用心真是险恶 这要不是禁忌之体 那 越想 曹文斌的脸就越黑 于是乎 为了报复 他一个猛子 直接就扎进了水潭之中 小天道 你不是想阻止老子吗 可惜啊 你却是找了个废物 而你自己 也齐差一招 曹文斌很嚣张 但很快的 他就没功夫 想这些乱七八糟了 倒不是遇到了危险 而是潭中的血液 已经开始通过他周身的毛孔 疯狂地往他体内涌了 本来嘛 曹文斌以为 这些血液 最终会转化成能量 然后为他提升实力的 可没成想 这些血液 竟然直接就溶进了他的细胞中 这是在为我升华体质 我擦 这血液之妖牛逼的吗 竟然比禁忌之体还高级 曹文斌被震撼到了 双眸之中 更是充斥着浓浓的 不敢置信之色 不过 事实胜于雄辩 由不得他不信 于是乎 他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 随后 就闭目感悟了起来 他倒要看看 新体质能给他带来什么惊喜 而随着潭中的血液逐渐见底 一段信息 也缓缓地浮现在了曹文斌的脑海中 禁忌神体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星中 拥有该体质的人 未来能比天高 到这里 跟之前禁忌之体的介绍 基本没什么区别 可后面的 却是看得曹文斌一阵心惊 与人斗 妙聚横生 与天斗 其乐无穷 世间本无神 人类最多能称尊 可如果掌控了天 那不就是神了吗 而禁忌神体 就为你提供了掌控天的可能 从今往后 攻守异位 你也变成了直欺人 这体质 还真是适合我呢 扮上之后 曹文斌笑了 与此同时 他也发现自己 多了一个能力 那就是能掌控气韵了 只要他想 他可以随意调动 自己体内的气韵 也就是说 他也能创造天命之子 或者是为自己主动 开启机缘了 当然 由于他本身并没有多少气韵 因此暂时来说 这能力还很积累 不过没关系 他有望气数啊 可以掠夺他人的气韵为己用 看来以后再遇到天命之子时 得想办法将其榨干了 毕竟只有这样 那才能让利益最大化 不行 得尽快找到洛凡尘 这只肥到不能再肥的羊 说什么都不能错过 至于这次用什么手段 我记得当初对付蝶科时 声部攻击就很好用 直接消掉了蝶科一成气韵 既然如此 那这次就还用他吧 招式不怕老 好用就行 神陨之地的中心处 洛凡尘与尹孝正完命地狂奔着 而在他们的身后 则是跟着一只长着一对黑色羽翼的老虎 堕落模糊 递进三片 与之前都被传送到绝对安全的地方不同 这一次 洛凡尘竟然直接被传送到了老虎窝里 于是乎 两人就悲剧了 要不是他们过来时 老虎正在睡觉 那此时的他们 可能都已经变成粪便了 神使 你自己跑吧 我来断后 要不然 尹孝的声音中充满了决绝 很显然 他这是准备用自己的命 来填糊口了 不过还没等他说完呢 洛凡尘就直接打断了他 绝对不行 此事休要再提 看到前方那座高山了吗 只要我们能到达那里 那一切就都不再是问题 毕竟根据地图显示 那里就是神陨之地的正中心 任何凶兽都不能踏足 说完 他小脸一白 随后一张卷轴 就又出现在了他手中 而随着他将卷轴捏碎 尹孝的速度 顿时就提升了两成 本来嘛 双方的距离 是正在逐渐拉近的 可现在 却是变成势均力敌了 呼 这下好了 只要能维持现状就行了 可正所谓 望山跑死马 那座高山看上去很近 但事实上 却是极远 当然 要只是如此 那也没什么 毕竟尹孝虽然伤了 但服用过丹药的他 跑路的力气 却还是有的 真正让两人头皮发麻的 是在他们途径一片草原时 竟然又窜出来了一只火焰雄狮 并且 这狮子 显然跟老虎是认识的 于是他 两人当即就陷入到了 父辈受敌的窘境之中 神使 现在该怎么办 大山明显是去不了了 咬了咬牙 下一刻 骆凡尘就指着东边说道 去那边 那边地势复杂 我们可操作的空间更大 不得不说 这一招简直就是神来之笔 这不 借助东边的地势 还真就让他们摆脱了追兵 而更让骆凡尘兴奋的是 他竟然又寻到了一个机缘 不错 虽然不如奈弹血 但也够用 第123章 谈判 骆凡尘遇到的新机缘 是一根空心竹 长得晶莹剔透 甚是好看 最关键的是 用他打人 能省略中间的过程 直达对方的要害 如果目标没点特殊手段 那基本躲不开 毫不夸张地说 这东西的价值 甚至比一些极品地气还要高 不过空心竹墙归墙 但骆凡尘却并没有在他的身上 浪费太多时间 在确定了堕落魔虎与火焰雄狮 真不在附近了之后 他第一时间 就与影校奔向了高山 他要提前赶过去布局 可想法很美好 但现实却是很骨感 是 由于离得近 他确实先到了 可到了之后 他却是迷茫了 因为这座山不管怎么看 那都极其的普通 根本就不像是 能坑到曹文斌的样子 难道我真的被骗了 一丝质疑 下意识地就浮现在了 骆凡尘的脑海中 当然 这想法来得快 但去得同样也快 毕竟之前系统 对他的帮助 那都是实打实的 毫无半分虚假 应该是我没找到窍门 想到这里 骆凡尘也没磨解 当即就又陷进了一些鲜血 系统 我想知道具体该怎么做 有付出 那自然就会有回报 这不 仅仅几夕之后 骆凡尘的双眸之中 就浮现出了一丝明目之色 山巅有一块空殿 只许将圣经丢入其中便可 切记 一定不要踏入其中 不然必死无疑 少爷 你看那边 刚一到达山脚 曹文斌等人 立马就看到了一个极大的箭头 很显然 这就是骆凡尘留下的 至于目的 那自然是不言自明 不过嘛 曹文斌确实并没有当回事 瞄了几眼后 就直接按照箭头所指的方向 快速地奔向了山巅 信范的 小爷到了 你人呢 怎么 势到临头 怕了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诺大的山巅 就只有狂风呼啸的声音 废物 不屑地撇了撇嘴 紧接着 曹文斌就向着空地上的圣经 走了过去 但就在此时 少爷 那里绝对有诈 还是让我过去帮你拿吧 跟曹文斌来到这里的 一共有三个人 天使 带气司 圣女方之化 外加龙母 龙子梅 可面对这么明显的陷阱 最终却是只有龙子梅一人出生 虽然另外两人 也很快跟进了 可不管怎么看 诚意都明显不足 于是乎 妈的 你们两个给小爷等着 等着这里的事了 看我怎么炮制你们 对了 仙韵好像还没有泡芙这道美食 既然如此 那就由我来 让他重现人间好了 曹文斌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当然 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 这不 表现完美的龙子梅 就得到了一个赞赏的眼神 不过赞赏归赞赏 但他却并没有采纳龙子梅意见 因为直觉告诉他 眼前的这片空地 对别人来说可能是陷阱 但到了他这里 那就不一定了 你们在这等着就行 我去去就回 话落 他一头就踏入到了空地之上 哄 下一刻 天旋地转 等曹文斌回过神来时 却是已经来到了一个庞大的墓室之中 晦涩难懂的壁画 永不熄灭的游灯 九条旋铁锁链 捆绑着的青铜骨关 这一切的一切 全都在预示着一件事情 那就是 这里封印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人 而将一切都尽收眼底的曹文斌 却是笑了 我姓曹 古墨 这不专业对口了吗 嘴角一翘 随后曹文斌就挥拳雷向了青铜骨关 当然 这一下他并没有用权力 就只是在试探而已 在他想来 这里一定隐藏着什么致命的东西 要不然 骆凡臣根本不会将他往这引 可没成想 动 声音很清脆 拳风正中目标 于是乎 曹文斌直接就梦了 毕竟 这跟他预想的完全不同 这怎么可能 要是没有危险 那骆凡臣 又为何要把我往这引呢 送机缘给我 他能有这好心 越想 曹文斌就越头疼 而随着他进一步的试探 曹文斌发现 这里还真就没有任何危险 不过嘛 他却也打不开青铜骨关 哪怕是 他将七星点命之法 发挥到极致 也依旧没用 靠 我明白了 原来那姓骆的 是想将我困死在这里 这一下 曹文斌是真的急了 毕竟他这一辈子所拿的剧本 那可是极其完美的 赵渊 张芷燕 史凤 脑海中每划过一道身影 他的心 就不自觉地痛上一分 不行 我必须得出去 我的 全都是我的 也只能是我的 在吼声响起的同时 曹文斌的气势 就猛地暴涨了一减 准胜中期 在这种时刻 他竟然突破了 与此同时 他面前的空间 也明显扭曲了一下 虽然很快就恢复了 但却还是被他给捕捉到了 这事 微微一愣 紧接着 曹文斌的嘴角 就浮现出了一抹苦笑 这他骂的 竟然是一个幻境 我居然一直在跟自己交戒 摇了摇头 随后曹文斌 就盘系坐了下来 而随着他的心神 逐渐归于平静 这片极其逼真的空间 也开始崩溃了起来 当然 这个过程并不快 起初只是边边角角 有细微的裂痕出现 但正所谓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不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裂痕 慢慢就遍布了整个空间 甚至 就连曹文斌的身上都出现了 这就是 所谓的裂开吗 说实话 这场景是真的很恐怖 可曹文斌 却是一点都不在意 毕竟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他的生命力 依旧旺盛 哄 最终 整个空间都炸了开来 而在同一时间 将一切都禁收的曹文斌 也进入到了一种奇妙的状态中 空间破碎 再重组 再破碎 再重组 可惜 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 因此 曹文斌似乎领悟到了什么 但事实上 却是又什么都没领悟 第124章 老子有祸 这地方可真邪门 看着眼前的空地 和不远处的龙子梅三人 曹文斌无奈地摇了摇头 当然 感慨归感慨 但他的动作却是没停 几乎就是在眨眼间 他就已经来到了圣经旁 而这一回 也没再出什么幺蛾子 圣经很快就落入了他的手中 完美 戴起司啊戴起司 你的苦日子 马上就要来了 可惜 好景不长 还没等他想出到 时该用什么招式呢 他脚下的土地 就飞速地沉了下去 很显然 这里原本就是个大坑 只不过是因为时间过久 被各种树枝给盖上了而已 起 本来嘛 曹文斌是准备凌空飞走的 可不论他如何发力 就是飞不起来 这坑洞之下 就仿佛有无穷的犀利一般 正拼命地将他往下拽 卧槽 这竟然是个连环剂 曹文斌很郁闷 不过很快的 他就调整好了心态 而随着他的眼睛 开始扫视四周 他很快就发现 这坑洞 好像并不是天然形成 也不像是人工开凿的 反倒像是 被什么东西给砸出来的 我日 这得是多强的冲击力 才能砸出这么深的坑了 震撼 无与伦比的震撼 鲜狱的土地不比蓝星 由于有灵力的加持 因此 这里的土地极其坚硬 此时的曹文斌 就算是全力失为 那最多 也就能轰出个千米深的坑 可他目前所处的坑洞 这都坠落好几分钟了 却是依旧没有到底 这都得有几万米了吧 嘴角一抽 随后曹文斌 就准备再挣扎一下 但就在此时 哄 随着一声巨响传来 他终于脚踏实地了 说实话 这也就是 他在不久前拥有了神体 不然就这一下 他非得摔出点毛病来不可 这要是没点宝贝 那可就说不过去了 不用多 给我来实践八件极品地七就行 想法很美好 可现实 却是极其的骨感 这不 还没等他看到地七的影子呢 一条大虫子 就先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吞尸虫 曹文斌下意识地 就退后了两步 他倒是不怕虫子 可他怕大地镜的虫子 妈的 这东西 怎么会进化到这种程度 曹文斌的脸上 写满了不可思议 毕竟在他的认知中 吞尸虫 那就是处于食物链 最底端的垃圾 说是人见人欺 那都是抬举他了 这东西唯一的优势 那就是能活 只要不被吃掉 几乎能永生 可现在 月儿姐 救我 没有任何废话 曹文斌直接就将玉佩给掏了出来 可让他崩溃的是 这无往不利的保命手段 这回竟然失灵了 不论他往玉佩之内注入多少灵力 玉佩就是没有任何反应 妈的 这里竟然有能隔绝大地感知的禁止 洛凡尘 你可真有手段 不对 这应该是天道的手笔 越想 曹文斌的脸就越黑 与此同时 一道意念 也突然就传进了他的脑海中 小子 你不用挣扎了 乖乖地给本地当口粮 嗯 几万年过去了 我终于又能品尝肉的滋味了 没错 就是吞尸虫在传音 由于生命层次太低 因此 即便是机缘巧合混成了大地 他也依旧没办法口吐人言 竟然敢看不起我 曹文斌怒了 下一刻 一大堆的地气 就浮现在了他的身前 少说也得 有一两百件 说实话 这要是让其他人看见了 那非得极度死不可 要知道 这可是地气啊 他们一辈子 都见不到一件 可在曹文斌这里 却是宛如大白菜一般 一出手就是一大把 妈的 小爷跟你拼了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你的皮厚 还是我的地气多 声音一落 一根狼牙棒 当即就闪现到了 吞尸虫的头顶 紧接着 就轰的一下 自爆了开来 没错 曹文斌就是准备用这种方式 堆死这条虫子 是 他的实力是垃圾 在大帝的眼中 他连蝼蚁都算不上 可是他有货啊 自爆一件地气 大约能发挥出 大帝全力一击的威力 一件肯定是没什么效果的 可十件呢 再不行 一百件呢 要知道 曹文斌拿出来的这批地气 可不都是初期的 其中可还掺杂着不少终极的呢 至于损耗 拜托 他可是曹家少主 怕这个 不论消耗的再多 那只需 回一趟曹家祖地 就都能补回来了 至于值不值 这一点 可以问一下曹家的对手 问问他们 如果能用几百件地气 换曹文斌的命 他们干还是不干 好 而事实也证明了 他这招是可行的 这不 仅仅是一根狼牙棒 就直接将他炸了好几个跟头 小子 你找死 很明显 吞尸虫怒了 可回应他的 却是一把软件 哄 就这样 双方很快就僵持了下来 当然 在此过程中 吞尸虫也反击过 他的策略 是依靠速度 玩弄曹文斌 让地气来不及自爆 可想法虽好 但却没能实施成功 因为他并不以速度渐长 别说与同级别的大地比了 就是跟牛逼一些的圣人比 他都略有逊色 不过嘛 这还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真正让计划破产的 是他每次行动时 身体总是需要过个几夕的时间 那才能给出回应 而往往也就是这几夕的时间 就让他错失了进攻机会 哄 哄 哄 自爆依旧在持续着 吞尸虫的状态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着 等曹文斌自爆第五十件地兵时 吞尸虫的身体上 也终于出现了伤口 等第一百件时 他更是直接就被炸成了两截 说实话 这要是换成别的凶兽 那早就死了 可生命层次低的优势 这时就显现出来了 由于结构简单 体内没多少复杂的器官 因此 即便是没了下半身 吞尸虫也就能活得好好的 当然 由于不适应 因此他的速度 也更慢了 第125章 曾经战过天的男人 哄 而没了速度优势 那吞尸虫 自然就更不可能是曹文斌的对手了 这不 又是五件地气过后 他就彻底没了生气 不过嘛 曹文斌却是并没有放松警惕 他至今都没有忘记 落下来时的那股犀利 而且 这洞窟底部的环境 与之前的那个山谷 如出一辙 同样也是灵直遍地 很显然 这些都不是吞尸虫能弄出来的 到底是什么呢 在喃喃自语的同时 曹文斌也开始细细地搜索了起来 可惜 他都快将这里的地址给翻过来了 却是依旧一无所获 除了灵直 就还是灵直 靠 曹文斌很郁闷 于是乎 他顺手就给了吞尸虫一拳 碰 没有任何悬念 本来就已经破烂不堪的尸体 顿时就炸了开来 场面很是血腥 妈的 曹文斌一脸的厌恶 下意识地就闪了开来 毕竟只要是正常人 他肯定就不希望被剑一身血 特别还是虫血 可他才刚挪动了机密 就又停了下来 随后那张能打九十九分的脸上 就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当然 他并没有疯 而是发现了新大怒 那原本应该四散飞溅的碎肉 并没有向他飞来 他们就仿佛被什么吸引了一般 直接就糊在了洞壁之上 并且很快就组成了一个阵法 紧接着 一个极其虚幻 甚至连男女都看不清的虚影 就缓缓地从阵法之中踏了出来 前辈 本来嘛 曹文斌是想与虚影聊聊的 可没成想 他的客套话都还没说完呢 虚影就已经化了点点荧光 不过这些荧光并没有直接消散 而是很快就组成了一道光幕 这是年代太久远了 神魂已经没办法口述 只能用这种办法来传达信息了 想到这种可能 曹文斌立马就集中了注意力 而事实 也跟他预想的差不多 仅仅几夕之后 光幕上就出现了一男一女 男人扑扑通通 看身形 应该就是刚才那道虚影 至于女人 高贵 极其的好贵 身穿一袭黑色长裙的她 就仿佛是这方天地主宰的一般 屁密天下 至于长相 那更是没得说 这部 画面刚一出现 曹文斌脑海中的万美鹿 就立马爆发出了一道金光 随后 就开始翻动了起来 当然 这还不是最让曹文斌惊讶的 毕竟以这女人的颜值和身段 万美鹿要是不动 那才见鬼了呢 真正让曹文斌蒙圈的 是这本奇书 竟然就只翻动了一下书皮 然后就停下来 并且也不知是遇到第一美女过于激动 还是怎么地 总之以往 都需拿下才会出现的简介 这一次 竟然直接就出现了 姓名 天鹰 身份 天道 实力 神境 颜值平分 100 完美到极致的生命体 忠诚度 -99 对中周的一切生灵 都极其的厌恶 每过一段时间 就会利用种种手段 对其进行一次清洗 助 此女的身上 蕴含着此方世界六成气韵 如果能将其拿下 那绑主的生命层次 将出现质得的变化 傻眼 彻彻底底的傻眼了 打死曹文斌都没想到 这万美路的第一页 居然是为天道所留 而就在曹文斌暗自消化这海量的信息之时 光幕上的两道身影 也终于动了 没有花里胡哨的的招式 双方一出手 那直接就是各种法则之力 你用暗之法则 那我立马就用光之法则相抗 你召唤滔天洪水 那我当即就筑起万丈城墙 刚开始时 双方还是势均力敌的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男人却是渐渐地就落入了下风 曹文斌能看得出来 男人体力的能量 其实是不弱于天鹰的 不过嘛 他所掌握的法则 却是略显逊色 从头到尾 他用出的最强法则 也就是杀戮法则 而天鹰 却是能用出空间法则 高下立判 当然 男人也没有坐以待毙 在即将落败之时 也不知 他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暂时将天鹰给禁锢了 这是要逆风翻盘了 可让曹文斌没想到的是 这家伙占据了上风后 居然跑过去自爆了 直接就将天鹰 给炸成了一团黑漆漆的光球 而他紧剩的残躯 则是飞速地坠落向了地面 最终 将地面给砸出了一个极深的坑洞 无语 几夕之后 曹文斌这才翻着白眼 喃喃自语道 靠 你压的是孙悟空的徒弟吧 这么好的机会 竟然不干点 啥 哪怕就一下呢 那也不亏啊 没有任何意外 曹文斌的脸上 全是鄙夷之色 设身处地地想想 如果换成是他 那他绝对会出枪直奔要害 而不是选择自爆 在这方面 还的是夜阴烛啊 面对强敌 一点都不怂 当场就将母妖王给 妈的 这才是无备楷模 不行 找个机会 我得致敬一下 越想 曹文斌就越激动 与此同时 光幕也慢慢地散了开来 末了 就只得曹文斌 留下了两行字 后背 天道化行 此乃众生之当 切记 一定要想办法 将其彻底抹杀 如若不然 必将名不聊生 我虽将他打回了原形 但最多两万年 他必能恢复如初 至于我失败的原因 一来是因为我受体质所限 没办法掌控更高级的法则 二来则是因为我过于急切了 在动手前 我应该将他扶持的狗 都给铲除掉的 唉 希望我的经验 能对你有用吧 对了 我还为你这个有缘人 准备了一份大礼 至于你能不能用得上 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到了这里 荧光的能量彻底耗尽 再也找不到 哪怕一丝的踪迹 随后虚空之中 就突然落下来了一枚戒指 微微一愣 下一刻 曹文斌的脸上 就浮现出了大喜之色 这戒指 他在刚才的光幕中见到过 一直都在男人的右手上戴着 天鹰被控制时 他更是一直在 散发着豪光 虽然没有证据 但直觉却是告诉曹文斌 男人之所以能有自曝的机会 这枚戒指 一定是出了大力的 第126章 仙天生的悟到剑 曹文斌的第六感没错 这枚戒指 确实极其的牛逼 随着他将其套在无名纸上 一股信息 顿时就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悟到剑 仙天生的器物 只要能成为他的主人 那感悟法则的难度 将低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时间足够 那就是只蚂蚱 最终也能成尊 好东西 我的感知果然没有骗我 这里对别人来说可能是陷阱 但对我来说 却是机缘 咧嘴一笑 随后 曹文斌就开始炼化起了悟到剑 嗡 低档能量 很快被弹开 不过曹文斌却是不急 越牛逼的东西 那就越有脾气 这是定律 因此他早有准备 老子就不信 拿不下你 而功夫也果然不负有心人 这不 几个时辰之后 曹文斌终于将悟到剑给打动了 下一刻 一人一剑 当即就产生了一丝微妙的联系 与此同时 那已经很久都没有进展的时间法则 就开始缓慢地提升了起来 速度不快 但据曹文斌估计 最多三年 他必然能彻底掌握 这从古至今 从未有人触碰过的法则 也就是说 三年之后 他必然就能成帝 毕竟一品大地的标准 就是掌握一条完整的法则 牛逼 曹文斌狠狠地挥了下拳头 呀 微微一愣 但很快的 曹文斌就蹦了起来 浑身的汗毛 更是根根直立 他竟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人禁身了 易小福你是怎么警戒的 不过嘛 这怒一来的快 去的同样也快 随着他看清出生之人的容貌 他当即就明白 易小福为啥不出生了 因为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龙子梅三女 你们怎么来了 几个时辰之前 我们突然发现 空地好像不那么恐怖了 于是乎 我们就试探着走了过来 毕竟我们都很担心你 对了曹少 你既然取回了圣经 那我们就赶紧回光明城吧 人家已经等不及了 看着满脸神网的戴起司 曹文斌笑了 紧接着 他就将目光落在了方之化的身上 不急 因为我还需要在这里半点证实 坑定 随着曹文斌这一伙人都跑了下去 一直在暗中观察的洛凡尘 也终于赶出来活动活动了 不过与洛凡尘的兴奋不同 尹孝却是一脸的紧张 神使 我们还是快点走吧 万一那三个女人突然返回了 那我们必死无疑 异常果断地摇了摇头 放心 你担心的事情绝对不会出现 毕竟主子死了 他们多少都得哭一会的 没错 在洛凡尘看来 三女之所以慌慌张张地往下跑 就是因为得到了曹文斌的死讯 唉 让你压的总给我抢东西 这下遭报应了 越想 洛凡尘就越得意 于是乎 他的步伐都轻快了 可等他到达坑旁后 他却是梦了 因为不论他如何努力 就是听不到任何声音 怎么会这么安静 难道是下面的场景太过于血腥 他们直接就被吓晕了 这个猜测合情合理 于是乎 他当即就等待了起来 而这一等 那就是几个时辰 靠 不会是他们也出什么事了吧 不好 小姨 声音一落 洛凡尘立马就准备往下跳 可就在此时 啊 声音婉转悠长 更是持续不断 神使 你没事吧 尹笑的脸上写满了担忧 没办法 谁让此时的洛凡尘 就如同被气傻了一般 一句话都不说呢 当然 这只是表面现象 实际上 洛凡尘却是在与系统沟通 系统 我想献祭鲜血 直接将坑底下的那些贱人 给活埋掉 不得不说 这家伙也是真狠 但有人却是比他更狠 抱歉 宿主的鲜血不足 无法进行献祭 声音中不掺杂任何感情 于是乎 洛凡尘直接就蒙圈了 因为随着他使用系统的次数 逐渐增多 系统的情感 那也是越来越丰富的 上次他献祭之时 系统更是给了他一定的建议 可现在 怎么回事 我刚得到系统时 提示音也没有这么冷漠啊 可他哪里知道 由于他在与曹文斌的争斗中 一直落于下风 一次都没赢过 气韵更是流失严重 因此 天道已经准备放弃他了 说实话 这也就是送出去的东西 如同泼出去的水 根本就没办法回收 不然的话 天道早就将系统给抽回去了 算了 这些细枝末节过后再研究吧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尽快展开保护 老子要把那姓曹的 给下成布局 打定主意后 洛凡尘当即就又说道 那么就帮我献祭一盒水吧 我要将这个洞窟给灌满 抱歉 宿主的鲜血不足 无法献祭 洛凡尘疯了 这不可能 水这东西又不值钱 我的血液怎么可能不够 这一回 系统倒是给出了解释 可听完的洛凡尘 却是差点被气吐血 这里是神陨之地 水是极其稀有的资源 因此要价较高 妈的 靠人果然不如靠己 先是狠狠地咒骂了一句 随后洛凡尘就开始观察起了四周 最终 他的目光落在了一棵古树之上 大小刚刚好 既不会被卡住 也能保证底下的人无处可躲 这要是丢下去 越想 洛凡尘就越兴奋 可就在他准备行动时 却是被尹啸一把就给抱住了 神使 你可不能冲动啊 以那些人的实力 你这么做 除了能恶心恶心他们 就不会再有其他的收获了 而我们为此 却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太不值了 尹啸说得有理有据 可洛凡尘 却是一脸的不以为意 莫慌 我自有脱身的手段 你看这是什么 说完 他就准备让系统 为他献集一张传送符 这东西 他不久之前换过 因此从未想过会失败 可没成想 抱歉 宿主的鲜血不足 无法陷阱 小脸瞬间涨红 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由于是短时间内第二次陷阱 因此价格上涨了 靠 洛凡尘 那叫一个怒啊 但最终 他却还是灰溜溜地走了 尹啸说得没错 以命换恶心 不值 而他不知道的是 就是因为他多磨叽了这么一会 他的气愈 就凭空多消失了一成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